完美世界第七百二十九到七百九十三章,懒人听书,只做精品,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 第七百二十九章 孔雀神主 那时,他还年幼,才是一只小孔雀,在山地中见到一株柳树,九条之鸭,撑开九天,缭绕混沌气。 柳树每一片叶子上都拖着一颗星辰,枝条刺入九天上,凝练玄黄,而大道如瀑布,从天而降,将它淹没。 那种景象,壮阔到无以伦比,给幼小的孔雀神主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生都难以忘记。 随后,那株绿莹莹的柳树,坠下一滴流动光彩的液体,竟映照出了诸天景象。 那一滴之叶与众不同,半生道之气息,环绕诸天星辰异象,最后恰巧落在了落在了小孔雀的身上。 自此之后,孔雀神主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快速展露头角,在族中崛起。 可是自那一日过后,他再也没有见到那株柳树。 他成长起来后,实力越发强大,去过域外,曾意外发现古老神国,竟供着那株柳树的雕刻,无尽生灵膜拜。 后来,在某一周,他曾有幸遇到一个非常古老的神魔,提及那株柳树,结果那人也是变色。 那古老的生灵年轻时也曾在一绝的见到一株柳树,在九天与大道下炸开,化成一粒种子,融合道则,就此消失。 所有这些,至今思来,都还会让孔雀神主心头凝重,强大到而今这等境界,他都还觉得柳神的强大与可怕,让人敬畏。 故此,即便上界的人都认为柳神进入原始之门,必死无疑,而他却也还觉得,那柳树可能会有在线世间的一天。 你们天人族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一个人舍命护送你们的天才,未来的希望,结果却落得这个下场,不怕含了所有人的心吗?至此以后,谁还敢与你们打交道? 恐求几份目,在宏大的电雨终点指众人,破口大骂,唾磨星子飞剑,都快落到一些真神的脸上了。 甚至 他几次想催天神口水,但考虑到这太过分,便是孔雀族多半也会责罚他,强行忍住了。 但是,对于真神他就不用那么忌惮了,手指头伸着,直接就要戳到了一些人的鼻子上,特别是暗中曾冷笑的人。 他直接冲了过去,口水飞溅,揪住对方的衣灵子,大骂,蠢货,你笑什么,狼心狗肺,不懂得感恩,还在这里发出冰冷的笑,彰显你的冷酷无情,值得自傲吗? 被揪住衣灵子的人大怒,堂堂真神,其容亵渎,当即就要发作,可是看到孔雀神主淡淡的扫过来一眼,当即哑声了。 那一眼,冷漠如宇宙虚无间的寒迹,让他神魂颤抖,险些就要大叫出来,这是一种无形的杀意。 芸汐呢,你给我出来,有人这样血拼一路,护你回来,你在哪里,给我站出来说上一句话。 恐求几大叫,虽然是人参,但是头上出现一撮灵雨,根根倒数,五色光芒鲜艳,照亮这座高大的电雨。 很多人变色,他依旧在大闹,这成何体统? 芸汐,你在哪里,难道被软禁起来了吗,还是说不敢出声? 二秃子大吼。 天人族一位天神开口,弥漫雾矮,强大气息射人,看着二秃子,道,小道友,你这是作甚。 他话语不多,但是却很威严,言语明显,告诫他这是天人族的殿堂,不得喧哗无礼,这是一种警告。 小道友,你还是坐下吧。 另一位天神开口。 我就是要讨个说法,你们为何这样对待我兄弟,他有什么错,你们如此忘恩负义,还有没有天理,二秃子大吼。 他走上前去,将十号扶坐在一个蒲团上,从族人那里讨要来一枚圣丹,为十号疗伤,愤愤无比。 他成为我族的囚徒,自然是因为犯下了大错,这些可以容以后再说。 天神七拓开口,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因为实在站不住脚。 他看向孔雀神主,道,前辈,这就是荒,你看有雷帝的气息吗? 他想让孔雀神主看过之后,让人将十号带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为他感觉到了孔雀族那位族主目光中的异常。 几位,此子与我有些因果,我想保他一命。 孔雀神主开口,平静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沧桑,更有一种威严。 不远处,二秃子露出喜色,他知道赌对了,神主果然与柳神有些关系。 当年,他来到上界时,只因手中有一节柳神的枝条,就被神主看中,而后成为嫡系成员。 当年,二秃子去天神山,帮助天人族修那座进入上界的传颂阵时,柳神送他之条,告诉他若有意外,可借此回石村,但并未用上。 前辈与他能有何因果? 天人族的人都变色了,就是几大天神也醋眉,感觉不妙。 他的师尊与我有恩。 孔雀神主答道。 什么? 几大天神一惊,一些真神更是差点跳起来,究竟是何等人物,可以对孔雀族的神主有恩? 这有些吓人。 前辈你不是在说笑吧,他来自下界,只是一个人族国度的少年,他的师尊怎能对上界的您有恩? 天神七拓问道,脸色阴晴不定。 你觉得我在说笑吗? 孔雀神主淡漠地问道。 七拓顿时一领,连道不敢。 至此,大殿中的气氛有些紧张,这是天人族的重地,可是来了这样一尊巨头,让此地有点压抑。 无论如何,天人族不会交出十号,但又如何拒绝孔雀神主呢? 他们暗自对视,也许唯有请出老天人了。 那个生灵是一柳树,你们应该知道。 这时,孔雀神主再次开口,他也不想以示压人,同天人族闹僵。 是他,几大天神闻言,露出异色,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们也曾听闻下界的事,一致觉得,柳神杀入那道古门后,必死无疑,自此之后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因为,自古至今,但凡进入那座古门的生灵,从来没有活着回来过一人。 此子与我的确有些关联。 孔雀神主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要保十号的意思非常明显。 前辈,他犯了大过,心怀叵测,混入我天之城,得了我族非仙石之密,不能放过。 一位真神开口,想要辩解。 哼。 孔雀神主一声冷哼,那个人当场可血,整个人像是被一柄大锤砸中,险些横飞而起,脸色苍白。 孔雀族的族主开口,一般的真神无资格插话,他这样冷漠扫了一眼,让许多人心头一沉,便是天人族的几大天神也是脸色难看,不好则怪。 前辈,这个人,我们真的无法放走。 犹豫再三,天神七拓开口,这是他与几大天神共同的决定,不能因为对方强势就放走十号。 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都不允许这样做,一是这个少年身上有宝树,仙晶,价值连城,可称为镇教神术,让一较大兴,荣耀千古。 二是这个少年天资太可怕,而今已经得罪,若是放走,将来可能成为祸患,天才没有成长起来什么都不是。 可若是给他机会,一旦崛起,后果难料。 请几位再考虑一番。 孔雀神主开口,若没有那株柳树,也许就不会有儿津的他,故此他极力保这名少年。 对不起,前辈,我们真不能答应。 天人族几大天神虽然心中打鼓,但还是拒绝了,即便是结盟关系,对方异常强决,也不能松口。 我若是强行带走呢,孔雀神主眸自开合间,五色霞光流转,周身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震慑人心。 道兄,莫要逼人太甚。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传进古殿中,与此同时一个老太龙中的黑影出现,拄着拐杖。 此人皮包骨头,头上长着一对牛角,机体干枯,犹若骷髅般,深陷的眼窝内,给人深渊般的感觉,神魂要被吸附进去。 前辈 天人族几大天神一起起身,露出喜色。 这是天人族的护道者,是与老天人是一个时代的生灵,当年若非六大天人崛起,此生灵可能会成为该族的祭灵。 即便如此,他也很强,仅次于六大天人,活过了漫长岁月,可怕无比。 只是,他年岁实在太大了,即将作画,都无法走出天之城了,因为没有了这里的神性物质,他会立刻干枯。 你觉得,我在逼迫你们吗,我想说天人族不要太过分,这个少年护送你族的天才回归,何错之有。 孔雀神主没有多说,点到为止,给他们留下了颜面。 道兄,你是想要他身上的雷地宝树,是吗? 老者冷淡的问道。 前辈,我们是不会放他离开的,此事关乎甚大。 西拓说道,护道者出现,让他略微放心了一些。 尽管老者可能难以长久大战,但若是主持此地法阵,绝对足矣。 疼得一声,孔雀神主向前迈了一步,强大的气息弥漫,五色神光冲销,背后出现一对混沌士,他冷漠的看向所有人。 道兄,你难道还想强行干扰我族的决断,在此动物不成? 护道者开口。 你们过分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心里最清楚,为了得到宝树,就要泯灭良知吗? 孔雀神主冷悠悠地说道。 此时,他已经动怒了,以他这等身份,已经好言相伤,想保住十号的性命,结果一而再地被拒绝。 想带走此子,不可能。 老者说道,头上的牛角发光,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几名天神的禀告,此事事关重大。 是吗,那我就强行带走。 孔雀神主身体绽放五色霞光,屁你众人。 你做不到。 老者上前,抵住了他。 有些话,我想告诫你们,今日中阴,他日的果,天人族也许因此而没落,所有的辉煌都会成为过去。 孔雀神主说道。 你在威胁我们吗? 孔雀神主道,不需要威胁,我只是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今日我所做的这些也算是就你们,若是有朝一日,那株柳树在现世间,得惜你们杀了他的弟子,天人族必将会从上界除名。 轰。 那名护道者虽然也动用了最强大的神通,但是瓦的一声可写,倒退了出去。 咔嚓。 与此同时,天人族这位护道者头上的牛角折断了一根,东的一声坠落在地。 什么,天人族几大天神震惊,这才一开始,护道者就败了。 你,老者嘴角一血,身体站立不稳。 你已经老了。 孔雀神主只有这样几个字。 神主无敌。 二秃子兴奋,大叫道,扶着十号,站在一旁,觉得浑身舒泰无比,稍微出了一口恶气。 第七百三十章 诸教旗帜 你。 天人族护道者倒退,混沌浮现,胸襟被血染红,他腹伤很重,最为触目惊心的是地上那根鸡脚,沾着血,闪动乌光。 这是他的绝世大神通,此牛角可以裂开苍穹,斩落下日月星辰,可现在却被人生生折断,可怕之极。 孔雀神主一句话,你已经老了,让护道者胸膛剧烈起伏,非常不服与愤怒。 自古美人叹慈慕,不许英雄见白头。 孔雀神主轻语,这是一种感悟,也是一种无奈,他想到自己将来也有那样一天。 因为,到了他们这等境界,终于明白,再强大的存在,也终有熟灭的一天。 甚至,石兄也莫过于此,他们或许达到了无可再高的巅峰,但终究是走到了尽头,要作画在时间长河中。 他怀疑雷帝,昆蓬等,都是被岁月斩了一刀,最终败亡,现在应该都不在世上了。 此刻,孔雀几兴奋,虽为人参,但是却也现出部分原形,唯语绽放,五色羽毛亮丽,在现场来了个孔雀开平。 至于天人族,一个个脸色难看,同时心中翻腾,孔雀神主太过可怕,居然一个照面就重创了护道人。 轰! 恐怖气息散发,混沌从天垂落,将此地笼罩,护道者虽枯瘦,皮包骨头,但此时却透发出无以伦比的威压。 这时至强者之怒,带动诸天之力,隐约间有星光洒落,降落在天之城。 护道者身前与背后,法链密布,与天交织,融在一起,这一刻简直代表了天罚,许多大星于苍穹上出现,可怕之极。 远方,一些大骄的天神动容,他们知道,天之城有至强者对峙,出了大问题。 你血气干枯,不足全圣时的十分之一,现在与我一战,没有一点胜算。 孔雀神主平淡地说道。 他不会留情,看不惯天人族已是压人,这样欺辱一个少年,再者柳神与他有那样的关系,他自然不会做事。 吃! 孔雀神主的背后,武道神红并排冲销,绽放绚烂光彩,如武饼爵士仙剑般切开混沌,斩断从天而降的秩序规则。 这一刻,护道者脸色潮红,憋了一股欲血,他整个人像是踏在悬崖边上,一脚踩空,跌落了下去。 恐惧,无奈,更多的是无力。 他一下子失去了锐气,没有了精气神,这一击打败了他的信念,他终究是衰老了,不堪一战。 天人族几大天神都变色,心头浮现阴影,护道者太过年迈,早已没有了巅峰战力,人在岁月中不服老步行。 砰! 护道者猛力踏了一脚,这天地间符号闪烁,一股莫名的力量浮现,笼罩整座天之城,形成无上神威。 嘶! 此刻,所有天人都抬头,无论多远,都心中震撼,因为有人开启了太古年间六大天人所布下的混沌大阵。 浩瀚威压出现,混沌弥漫。 从天而降,笼罩此城。 事情闹大了。 此时别说是现场的人,就是普通的天人族修饰也都凛然,心中生出一股惶恐,这关系到了未来的族运。 天人族几大天神面色雪白,心中打鼓,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与孔雀族结盟,而今若是闹翻,后果不堪设想。 原本想用护道者震慑,怎么料到,而今的孔雀神主正当巅峰,不可战胜。 爱! 一声叹息,这天地间的法阵与符号还有混沌,忽然都消散了,恢复清明。 大殿外,一个老人走来,分明站在那里,但是却感觉很模糊,像是与天地融为了一体,是大道在的载体,难以看清。 老天人出关,他一脚落下,整座巨城都生出祥和之光,伴着锐彩,景象惊人,化解了一场大劫难。 事实上,孔雀神主都准备搏杀了,取出了镇族之宝,要贯穿天地,裂开此地。 孔雀,你这样做职吗,为了一个少年,要与我族开战。 老天人开口。 我想保他一命。 孔雀神主平和地说道。 老天人刚要说什么,突然神色一变,从原地消失。 战地你来了吗? 他冲出苍穹,眺望十万里外,矫健如真龙,血气若汪洋,同那护道者相比,他简直像势在壮年,强大到无法揣夺。 很快,他又消失了,没有了声音,引入虚无间,不知是否出城。 天之城,恢复宁静。 一时间,大殿中静了下来。 报,明主驾临,欲拜访我天之城。 突然,真神亲自跑来,禀报这一消息,顿时震动了这座大殿。 明主,那绝对非同小可,而今上界几块死地被统一,合成了一股超绝的大势力,简直要演化成为明界了,死地之主亲临,让人震动。 请。 最后,几位天神相伤,又请示护道者,迎明主进城。 因为,天人族还是有底气的,即便让一些巨头进来,只要六大天人部下的混沌大阵还在,就不怕变故。 最主要还是老天人苏醒了。 一辆黑色的名车出现,高大而神秘,被九头太古凶兽拉着,驶入天之城,弥漫明雾,如同开启了明界。 不请自来,还请各位道友见谅。 名车中走出一个男子,一身黑金战衣,闪烁冰冷的乌光,整个人妖一而俊美,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的样子,他就是明主,一个可怕的至强者。 没有人知道他存世多久了,据传他是一具混沌古诗,通灵后,在生神时,化作明土之主。 也有人说,他的前生就是一个无敌人物,不然仅凭一具肉身怎么可能还会活过来,成为一方主宰。 还有人说,他目前正在回思前世,若是能记一起一切,前世与今生合一,也许三千周再无敌手。 明主一头黑发,浓密无比,只是俊美而妖异的脸显得很苍白,此时见到孔雀神主,微笑点了点头。 听闻那个名为荒的少年在天人族,他杀了我族明子,今日特来一见。 他带着淡淡的笑意。 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他所为何来,要以观雷帝先经,因为他是混沌师通灵,无论修为多么强大,始终带着一丝阴气,难以退去。 他想的雷道宝树,以这种最阳刚与霸裂的先经洗礼自身,让自己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明主来了,摆明不会放过十号,此地气氛越发的紧张。 此时就是天人族收手,孔雀神主想保住十号,问题也很大。 报! 很快,大殿外再传来道音,有真神进入,向在场的高层禀报,补天骄的教主来了,欲拜访天之城。 这一次,不光是天人族心头一震,就是十号也露出金融,他没少与这个大教打交道,但只局限在下界。 而今上界真正的至高教主出现了,这让他生出一股奇异的感觉。 明主也露出异色,不曾想到此人赶来。 大秀斩动,若一尊将要与话登仙的出世之人,这是一个老者,没有烟火气的走来,进入宏伟的古殿中。 所有人都吃惊,不敢小觑,此人若是发威,能够横推数十周,绝对的可怕。 补天骄在上界名气极大,并且同仙殿关系要好,经常共进退,少有人敢惹。 小友,我看你与我交有缘,不如随我而去如何。 补天骄的老者开口,带着淡笑。 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变色。 十号摇头,道,我只与孔雀神主走。 我没有恶意,月蝉对你评价不低,我只是想问你一些话而已。 老者笑道,很随和。 但是,没有人敢不重视他的话语,到底什么意思,是在说反话,还是真想护住十号并带走。 有一点人们相信,补天教主面对雷帝仙经也绝对会动心,不可能云淡风轻。 十号心头一跳,此人是在跟他慌的身份对话,还是在同十号的身份交谈。 接着,阴阳学院的人来了,而后开创了百兽真经的兽海之主也降临,一下子让天之城气氛更加压抑与紧张了。 慌在这里吗? 听闻天人族道兄声名大义,将之擒下,真是天性。 火魔宫之主来了,这是一头赤羽鹤,化成人参,为一尊穿着赤色道袍的老者。 他带着冷意,刚一降临就已放言,这次要杀掉荒,绝不会让他再活下去,也算是帮衬天人族,为他们说话。 在元天秘境时,十号大杀火魔宫的人,让该族教主震怒,堵在出口,结果没有捉到,今日特意赶来。 真是大言不惭,你算什么,也赶来此大放厥词。 突然,一个女子的声音从天外传来,直斥火魔宫的主人。 谁? 火魔宫之主大怒。 你不配知道。 女子虽然在轻斥,但声音很美,如同天籁般动听。 随后,天地寂静了下去,那女子并未入城。 接下来,秦长生出现,来到天之城。 再后来,魔魁元之主现身,这是一个恐怖的生灵,如同一轮黑色的大日斑,释放乌光,化作人参,走进古殿,让许多人心头一颤。 不久后,芸汐出现,赶到这座殿宇中,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是此地都是高层,有一些教主,气氛压抑。 天人族几大天神醋眉,很想让她离开。 天国之主求见。 有人禀报。 什么? 众人惊呼,这个血腥的国度之主来了。 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一个杀手神庭,从来都是行走在黑暗中。 老夫仅是副教主,并非真正天国之主。 来人身影模糊,不能看清,无法看透,但是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他的可怕的欲强大,并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丝毫不加掩饰。 恍惊呼间,有湿山血海堆积在前,很难想象这人究竟杀过多少生灵。 就是各大教主都感觉很不适应,此人血腥味太浓烈了,过于可不,偏偏他得了大道,公餐造化。 荒,不能留。 天国副主的话语很简洁,只有几个字,却代表了该教的决定。 众人一领,无论是谁,看向十号时,都觉得他活不了了。 我若保他呢。 孔雀神主开口。 神主,何必呢,为了他不值。 有人说道。 呵呵,天国副主笑了。 其他道统的强者也露出异色,火魔宫之主更是摇头,道,这么多人在,他,多半活不了。 此时,再次有人拜访,进入天之城,并传来了清脆的声音,动人心神,道,我要保他。 众人露出异色,这绝对是早先那个从天外传来的声音。 一些人露出不快,特别是火魔宫的主人等,全都站了起来,杀意弥漫,盯着大殿入口。 一个雪衣女子出现,冰激玉骨,青丝柔顺光亮,眸若黑宝石,蕴含灵性,顾盼之间,风姿绝世。 便是这些教主见惯了世间的人杰,此时也都露出异色,深感吃惊,这女子太特别了,竟有股仙道气息。 她站在那里,面对巨头,依旧是风采自信,血衣斩动,明眸好齿,神韵超脱,真正的绝世而独立。 你是谁,凭你也敢阻挡朱娇的意志。 有人开口,火魔宫之主更是冷哼了一声,露出杀意。 就凭我事业清纤,我的人,你们也敢动。 她话语平和,但是却惊得一群人目光一致,她竟敢如此说话。 年轻人,你太过了。 天人族一位天神冷漠开口,这女子居然敢来他们的殿与这样说话。 天人族,你们很不要脸。 女子直接这般说道,话语清脆,如大猪小猪落玉盘。 众人皆变色,在天之城居然敢这样说话。 芸汐吃惊,这个女子看起来跟她年岁相仿,但却敢斥责天人族的几大天神。 你,在跟我们说话吗?天神七拓目光阴冷,俯视下方。 是,怎么了?她毫不在意。 叶清仙白衣胜血,身材修长挺秀,一步一步走来,若折仙临逝,停在十号的进前。 你竟敢来此搅闹,何派弟子? 有人轻斥,开口的人为某一大族之主。 闭嘴。 叶清仙转身。 鹤斥一叫之主。 众人吃惊,这个女子竟敢如此。 顿时,有教主释放神威,要镇压她,然而采光流转,浩瀚威压被莫名的消散于无形间。 我说要保她,我看谁敢动。 叶清仙站在十号身边,目光清澈,整个人有一种灵性,扫视众人。 她虽然唯一女子,但此时绝有绝带风华,僻逆众人,独队众多教主,令人心头大震。 第七百三十一章强势的叶清仙。 一个雪衣女子,青丝飘舞,黑水晶般的眸子闪动神袭,如同画卷中走出的仙子,奥利大殿中,风采绝世。 正是这样一个冰激欲骨而又灵动绝尘的女子,竟在呵斥天神,独队众教主,让很多人惊异与不解。 无论怎么看她的年纪都不会很大,一一生灰的轻盈身体空灵中带着一种勃勃生机,应该说非常年轻。 正是因为如此,才让人愕然,觉得不可思议,她居然在跟一干教主对质,很难让人想象她有何种底气。 放肆!天人族的天神赤道,这里毕竟是该族的重地,让一个后辈闯进来,这样盛气凌人,有些不像话。 我看是你们放肆。 叶青仙抬头,看向高座殿中的几大天神,言语不敬,根本不在乎。 年轻人,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有教主开口,散发威压。 嗡的一声,赤光突兀出现在大殿中,若天边的晚霞般洒落,红艳艳中带着刺目的金边,破人之际,项叶青仙斩去。 有人出手,想给她教训,让她明白这里是教主的殿堂,而非一个后辈可以撒野与挥洒个性的地方。 忽然,赤霞凝固,若被冰封了一般,在虚空中定住,烟红中带着金色的一根灵雨出现,停在那里。 痴的一声,她燃烧了,在距离叶青仙还有一丈距离的时候化作赤圣的神火,照亮整座电雨,最后扑的一声化为灰烬,洒落在地面。 众人神色一致,这次看得清楚,一片神秘的涟漪阻挡住了这一切,令那根神雨无法接近,而被化作尘埃。 火魔宫之主心惊,这是她发出的一根红色鹤雨,蕴含有惊人的神力与该族特有的宝树符文,结果突然间炸开,燃成结灰。 这一刻,众人动容,不得不重视。 你很喜欢拔自己的羽毛吧,我不介意帮你清理个干净,都扯下来,不信你再来试试看。 叶青仙开口,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义工之主,他在逼是赤与神鹤。 火魔宫的主人面色阴沉,但心中震撼无比,这个女子太神秘了,居然可以挡住她的一击,她心头不宁。 年轻人,你究竟来自每一教,在此搅闹你族长辈知晓吗,不要自悟,为族人惹出麻烦。 有人说道。 我不愿与你一般见识,还是退在一旁吧,今日诸教之主在此,你多听多看少说为好。 火魔宫的赤与神鹤说道。 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还威胁与教训我。 叶青仙笑了。 火魔宫之主脸色骤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实在有点下不来台,脸皮有种灼烧之痛。 你不服气,叶青仙纯红齿白,聘庭秀雅,白衣斩动肩仿若要乘风而去,可在顾盼之间,却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霸气。 这是一种很矛盾的气质,他明念不可放误,可是僻逆间,却也有种惊人的强势,尽显自信与超脱之态。 火魔宫之主震怒,头顶发光,赤霞绽放,随时要发动雷霆一击,他转身看向天人族的天神,道,几位道兄,你们怎么看? 天神七拓等皱眉,这名问题少女很麻烦,现在让他们都有点无底,不知道什么来历,而这头老鹤肯定也是心虚了,故此想将他们拉进来,而这是天之城,他们也不好不管。 什么怎么看,你刚才偷袭我了,当然要帮你拔一些羽毛,以示惩罚。 叶青仙说得很随意,声音动听,悠扬如鲜月。 他机体发光,角若太阳声朝霞,明艳而灿烂,婀娜挺拔的躯体上披着一层神圣光彩,清灵迈步,逼向赤羽神鹤。 众人心头一跳,他还真敢动手。 这么的主动。 小辈,我给你连你却不成情,还敢与老夫动手,拿下你。 赤羽鹤自然不会退缩,到了这一步,必然要强势到底,不然的话,还有何颜面在世间立足。 轰的一声,整座古殿都在颤抖,他左泪发光,一只巨大的翅膀横空而出,赤霞如火,熊熊燃烧,并且爆发雷霆。 这个地方烟霞刺目,雷鸣震耳,大道符号密布,绚丽与赤圣无比,一下子将斜青仙笼罩在下方。 吃。 叶青仙脉布,口中轻斥,他身体绽放锐彩,化作涟漪,在古殿中荡出,如同中波般,竟也发出了轰鸣声。 这是什么? 很多人都大吃了一惊。 这涟漪看似轻柔,但发出的声音却很宏大,震笼发聩,为大道音,并且击穿了那片赤色的烟霞,扫平了火光,磨灭了赤语符号。 闻,火魔宫之主心跳,他的宝树被破了,火到神通暗淡,那涟漪冲击了过来,要斩中他的躯体。 他一声大喝,那只红色的鹤翅如天刀般,风锐无比,血色中带着杀气,斩落而下。 当,连衣击中他的神赤,发出清脆的金石之音,接着让人惊颤的事发生,那鹤翅军裂,灵雨纷飞,落在地上。 火魔宫之主发出一声闷哼,快速脸去翅膀,虚空中留下一串血液,他居然在亮枪后退。 吃。 同一时间,那脸去的翅膀竟然再次发光,燃烧了起来,因为那密密麻麻的连衣涌了过去,打在了上面。 啊,火魔宫之主愤怒,被一个小被击伤,让自身陵雨燃烧,凋零,实在是一种奇耻大辱。 轰。 叶青仙的身上流动神秘光彩,身体猛震,发出的涟漪更多了,全部打在对面的老鹤身上,根本无法躲避。 与此刹那,火魔宫的公主一声大叫,半边身子漆黑,赤色盗袍半毁,化成了灰烬,整个人横飞了出去,嘴角一血。 显然,那盗袍是他的灵雨所化,现在被毁了小半,真个等于被人拔毛雨清理了。 殿雨中顿时不能平静,天人族的那些真神都被震住了,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有年轻高手这般强势。 这个人是谁,他难道是某一帝族的嫡系和新后代? 一个少女而已,居然能击伤火魔宫之主,匪夷所思,他接下来要针对我天人族吗? 这个结果引发大震动,不要说是他们,就是那些教主也眯起了眼睛,露出异色,难以平静。 火魔宫不是最顶级的大教,但也很不是软脚虾,他们的公主成就了天神位,结果就这么败了,吃了一个爆亏。 此时,天神七拓等坐不住了,一个少女而已,闯上门来在此发威,居然不弱他们,这可真是惊人心神。 你服吗? 叶青仙看向火魔宫之主,这样问道,声音带着雌性,别有一种风情,明媚动人。 但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将她当成一个柔弱的美丽少女了,都是之为超凡入胜的强者,惊艳到不可思议。 火魔宫之主能说什么,脸色赤红,一口血壳出,简直在这里难以立足。 服了,彻底的服了,姐姐,你是真仙啊。 不远处恐求己大声赞叹,若非被孔雀神主瞪了一眼,多半屁颠屁颠的跑过去了。 叶青仙白了他一眼,美好气的说道,我有那么老吗,没你年岁大。 此语一出,再次引发大震动,这究竟是何等的一个妖孽? 人们相信,他身上绝对有大秘密,不然无人可在这个年岁有这种实力。 小有精彩绝艳,古来罕见,淡得饶人且饶人吧。 殿语上,天人族的一位天神开口,想阻止他。 毕竟,火魔宫之主曾帮衬他们,向着他们说话,此时在这里出事,如果不闻不问那会让人鄙夷。 你天人族很卑劣。 叶青仙转身,看着几大天神,没有一点距异,直接这样不静的说道。 几大天神目光冷烈,这是在天人族的电雨中,他竟然不留情面。 小有你过了。 七拓开口。 更过的是还在后面呢,他好心送你族天才回归,你们为何恩将仇报? 叶青仙指向十号,而后又看向他们,大声质问,目中带着煞气。 此种有隐情,他心怀叵测,欲染指我天人族之宝。 一位天神冷漠地说道。 笑话,当日我也在血色平原,看得清清楚楚,你很无耻。 叶青仙与不惊人死不休,在天之城叫板该族高层。 大人,请放过荒,他护送我行数十万里,与我有大恩。 芸汐开口,他神色复杂,对面那个血衣女子居然可以呵斥天神,而看年岁与他不相上下。 你怎懂人心险恶,退下。 七拓沉下脸说道,一股磅礴微压笼罩下来,让芸汐难以开口。 几大天神神色冷冽,暗自责怪,族人为何让芸汐出现,应该让她去闭关。 我懒得与你们多说争辩,我的人,你们也敢动,今日给我个说法,不然绝不能善了。 叶青仙说道。 他白衣绝世,不像是一个柔弱的少女,仿佛要君临天下,俯瞰三千周,为一代君王。 所有人都一阵,都以为他只是想营救荒,将之带走,没有想到,他还想要一个说法,强势的离谱。 众人更加好奇了,他来自哪里。 与此同时,天国副主,秦长生,摩奎元的谷祖,明主,补天教主等全都露出异色,探出神念去查他。 哄。 这一刻,叶青仙白衣上腾起大片的霞光,神秘涟漪再次绽放,居然形成护体光幕,与外面隔绝了。 不简单。 纵为大教之主也凛然,这个女子身上有大秘密。 天人族,给我一个说法,拿出一个有诚意的交代。 不然今天的事没完。 叶青仙说道。 第732章仙道神行 你要我们给你一个说法。 天神七拓阴沉着脸,端坐上方,俯视这个白衣女子,杀意弥漫。 不管怎样说,这是在天之城,他人不应该造次,无论天人族做了什么,外人都难以干涉与威胁。 其他几位天神目光冰冷,身为天神,很少有情绪波动,但这次他们有些沉不住气了,都发出浮光,准备出手。 你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赶紧走吧。 十号传音,他并不认为叶青仙真的可以无敌天之城。 放心,你是我小弟,自然会带你出去。 叶青仙笑着说道,并不担心什么。 十号哑然,要收他为小弟。 仙子,收兄长吗? 恐求己没修没躁,舔着脸凑上前去。 滚。 叶青仙虽然风姿绝世,漂亮与空灵的近乎梦幻,但关键时刻一点也很不含糊,一个自噎的二秃子直翻白眼。 够了。 西拓开口,见他旁若无人,在这里与人交谈,将几大天神都晾在那了那里,目光顿时更冷了。 你是想给我一个交代吗? 叶青仙转身问道。 这是天人族,不是你的门派,别说我们擒下了心怀叵测的荒,就是当场将他击毙,也轮不到你来管。 西拓寒声道,并扫了一眼十号。 对天人族有恩的人,成为了心怀不轨的狂徒,亏你说的出口,而且说杀就杀,当真霸气。 叶青仙冷笑,青丝飞舞,婀娜与修长的躯体发出盈盈光芒。 西拓目光纷然,不再迟疑,张嘴吐出一个紫皮葫芦,绽放瑞霞。 收。 他一声轻斥,动用了天神法器。 紫皮葫芦放大,葫芦嘴那里符纹密布,化成一个紫色的漩涡,吞噬万物,雾气迷蒙,要将斜青仙收进去。 叶青仙身体发光,抬手点出一指,居然依旧是一道连衣,荡漾而出,发出大中轰鸣声,击在那紫皮葫芦上。 当! 如木骨沉中,响在天地间。 并且,火星似箭,紫皮葫芦被连衣击中后,蒸蒸作响,并有符纹迸发。 震! 七拓喝道,他没有想到天神法器居然奈何不了叶青仙,根本就不能撼动分毫,当即祭出紫皮葫芦,直接撞击。 这是一件秘宝,在天神法器中也排在前列,非常的厉害,此刻宛若一座紫金神山蒸腾紫器,向下压去。 收! 让人惊恶的事发生了,叶青仙一声轻喝,他身体发光,涟漪如绳索斑,层层叠叠,将紫金葫芦束缚。 闻! 天神七拓一惊,觉得自己与那法器失去了联系,不能掌控了。 涟漪扩散,密密麻麻,冲向紫皮葫芦上,最后将他包裹,将之炼化。 这是,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这个丫头太厉害了,小小年岁怎么能这样轻易收走天神法器? 他体内有神圣宝物。 秦长生开口。 很有可能是,混沌法器。 魔鬼猿的谷祖说道,整个人都被一轮黑色大日笼罩,身处乌光中,被魔艳所淹没,恐怖无比。 这样的话语一出,众人顿时吃惊,混沌法器绝对的惊人,所有教主都会眼红,因为太难得了。 丫头,你以为有一件法器,就能纵横天之城,在我族撒野吗? 其他几位天神站起,其中一人喝道。 呵呵呵,叶青仙不答,像是嘲讽,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眼中有惊人的光彩,无比的自信。 将阶下囚带走。 一位天神吩咐道,命令人将十号带下去。 我看谁敢。 叶青仙挡在那里。 丫头,你不要自视法器惊人,就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我天人族的是你管不了。 天神七破道。 今日,我管定了。 叶青仙说道,道,既然你们不给一个交代,我自己来讨。 他看向十号,见到了他身上的血迹,道,这是何人所为? 一个老头。 恐求己说道。 是吗? 叶青仙毅力当场,一双如黑宝石般的大眼,刹那飞出两道金色光束,那是符文所化,盯着十号。 五道天眼,这一刻,不要说是真神等,就是天神,以及那几位可怕的教主也都震动,全都露出金色。 两道金色光束扫过十号,居然在现一幅情景,地牢中的是慢慢回放,那是一个片段,展现出牢头如何猙獰,以法器洞穿十号的肉身,鲜血淋淋,非常血腥。 好一个天人族。 叶青仙轻语。 众人都异常震撼,五道天眼果然神秘,居然还可以追溯不久前发生的事,令人深感诡异。 怎么可能,他小小年纪居然有五道天眼。 别说是真神,就是天神,以及那些教主都没有人修成,这种东西与实力无关,全在于自己的肉身与灵魂。 整座大殿都不能宁静,一片哗然,那些教主也都露出了异色。 听闻五道天眼可以嫁接。 有人低语,这十分危险,在点醒在场的高手,可以说是包藏祸心。 就是你,过来吧。 叶青仙出手,一片浮光飞出,将一名真神从大殿外拘禁了进来,正是老头。 他跟人一起将十号押送过来,还没有离去,一直在殿外,此刻被生擒活捉。 有混沌气息,他动用了法器的力量,而且是一件真正有自己强大意志的无上之宝。 明主说道,俊美而苍白的脸上露出异色。 容不得你放肆。 天人族几大天神都动了,一起镇压叶青仙,宝具发光,符纹交织,天神法链如同珠网般密布虚空中。 开! 叶青仙喊道,他血衣发光,字体内冲起一片赤圣的符纹,烙印出一幅图,释放不朽的气息。 咦? 此时,莫说其他神旨,就是几大教主都心头凛然,因为他们感觉到了真正的仙道气息,在虚空中流转。 这是什么? 几大天神惊呼,因为他们的法器都如泥牛入海,深陷虚空中,不能震动,被禁锢了。 在虚空中,光彩晶莹,如同玉璧般,出现一具神形,那是一幅神徒。 那是一个人,看不真切,由朦胧的光组成,盘坐在那里,绽放仙闻,将几件天神法器定住了。 果然是至宝。 一位教主低语,目光炽热,这种神物太难得了,连他都要动心。 不过,补天骄的教主,魔鬼园的谷祖,明主等最为古老的几大教主都神色凝重,没有轻易表态,他们惊疑不定,在私存着什么,有些不太确定。 轰! 叶青仙身体赤胜,爆发更为灿烂的光,让虚空中那具神形,也就是那幅神徒凝练了一些,仿若真有一个人盘坐,释放纤维。 几位天神闷哼,全都亮枪倒退,一副活见了鬼的样子,几人脸色潮红,嘴角一血,不敢相信这一切。 因为,盘坐虚空中的朦胧身影,喷薄鲜光,扫中了他们,皆遭受重创,对抗不了。 我要讨说法,你们还阻拦吗? 叶青仙看向几人,而后禁锢了那名牢头,轻轻一直点出,盛光绽放。 不要! 牢头大叫,虽然身在真神境,但是根本走脱不了,被神秘光辉笼罩,一动都不能动了。 咔嚓一声,他体内有骨裂的声音响起,并且血肉中所有符纹都瞬息磨灭了,他整个人在瞬间萎靡。 你,废了我的修为? 牢头大叫,脸上写满惊恐。 我从不杀生,但又不想放过你这种人,只好如此了。 叶青仙冷淡的说道,将他丢开。 真仙妹妹,好手段。 恐求己拍马屁。 大殿中,许多天人震怒,这是在他们的地盘,一个少女而已,震退几大天神,废掉一位真神,不可想象。 轰。 突然,有教主出手,镇压叶青仙。 然而,叶青仙依旧无惧,身体发光,而在虚空中显化的那具神形,更清晰了一些,烙印在那里,浮光流转。 那是一个人,盘坐不动,但却在释放仙道气息,震慑人心。 那位教主大震,无功而退。 所发出的一击被化解掉了。 众人倒吸冷气,这是什么? 你们不要妄动。 补天骄的教主说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仙道烙印吗? 明主眸子开合间,乌光暴涨,明雾将身体笼罩。 相传,古时有无上生灵,仙,莫名陨落,留下神形,烙印在曾经的法器上,可以在后世显化。 魔鬼猿的古祖悠悠说道。 所谓神形,是指神石形体。 有人补充道。 什么,众人倒吸冷气,全都吃了一惊,这少女身上竟有这种东西,难怪可以傲视群雄,这是在借助仙道烙印的力量。 你来自那片广袤的无人屈身处。 天国父主开口,他身体模糊,站了起来,带着一股血腥味。 叶青仙微笑,并不多语。 让我试一试,究竟是否为仙道神形。 天国父主手持一口血剑,莫得爆发,这一刻天之城颤利,仿佛开启了森罗地狱,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贪软在地。 众人寒毛倒数,难以承受这种杀击,就是一些教主也都忌惮,向后退去,没有人愿意与杀手神庭的头领这么靠近。 他消失了,此地只有湿山血海,以及无尽可怕杀气,而后爆发出冲销的血盲。 轰! 一柄血剑横空,突兀斩向前去。 符文绽放,那虚空中有朦胧的身影发光,逐渐凝实,一道身影盘坐,背对众人,释放不朽的契机。 当! 血剑被震开了,天国之主一下子显露出身体,亮枪倒退,露出震惊之色。 都在传,这世间只有两具仙道神形,我竟有幸见到一幅烙印图。 他自语,想后退去,没有再出手。 这一击被仙道神形挡住,也让叶青仙受到了些许冲击,他轻微摇动,但很快又止住了。 这下,所有人都沉默了,便是几大教主都挣住了。 两具神形,都在广袤无人区深处,昔日有人见到过。 补天骄的教主开口。 吃! 叶青仙掌心发光,一个古朴的盾牌浮现,将那神形收了进去,在盾面上有一个模糊的人盘座,散发仙道气息。 这就是那件古老的法器。 众人盯着,与其说是盾牌,不是说是一块中体残片打磨而成。 我说带走他,讨个说法,你天人族是否同意? 叶青仙开口。 天人族沉默了,这个少女来自无人区深处,那里太神秘了,她很难惹。 老天人我来了,你不出来一见吗? 叶青仙开口。 一声叹息,老天人出现,道,你可以将人带走了。 然而,叶青仙并未离去,依旧站在这里。 你还有事吗? 仙道神行并非无解。 老天人道,他与天地交融,宛若道得在体。 太古的盟约,你还记得吗? 叶青仙开口。 记得。 老天人点头。 许多人不解,唯有那几名最古的教主倒吸冷气,都很吃惊,盯着邪青仙。 昔日,六大天人进入广袤的无人区,可最终只有老天人活着归来,难道是那时定下的盟约? 还是说,曾有一群人参与,立下了太古的盟约。 众人盯着场中央,都想知道。 第733章 离开 太古的盟约,仅听名字就让人心颤,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岁月气息,这是怎样的一种誓约? 所有人都觉得,这当中有隐藏着一桩惊天大秘,一旦暴露,多半要震事。 六大天人哪,号称不败的传说,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回来,怎能忘记? 老天人自语,话语低沉。 朱强发毛,所谓的太古的盟约果然是那个时候定下的,应该真的与六大天人有关,曾经何等的辉煌? 不久前,有人曾送信与你,不见你回应,故此我登门拜访。 叶青仙说道,雪白衣媚飘动,空灵若仙。 那时,我还未复苏,都快作话了。 老天人答道。 你已知我的来意,要你履行太古的盟约,该尽一份力了。 叶青仙说道。 他的声音很好听,但是听在众人耳中却如惊雷,这是怎样一种誓约,漫长岁月过去后,直到老天人将离世,还要去履约。 便是老天人自己也愕然,一副很震惊的样子,道,又出现了,我都快从世间除名了,还有履行誓约的一天。 众神都很紧张,无不想知道究竟,但是那两人都没有点透,不愿多说明。 唯有补天教主、秦长生、明主、魔回元的谷祖等人若有所悟,他们显然听闻过,知道一些隐情。 你不愿去吗? 叶青仙问道。 愿意。 出乎众人意料,老天人答得铿锵正耳,如金石撞击,非常的干脆欲果决。 谷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神七拓小心谨慎的问道,他心中充满了迷雾,迫切想知道。 有朝一日,你们若是能让我天人族再次成为三千州的皇族,就有资格知道了。 老天人说道,目光幽碎,看着天际,想是要贯穿太古,望向一处地方。 什么,所有人都倒吸了一股寒气,几倍生出冷汗,这是怎样的一种誓约,太过可怕与诡异了。 先河东去,长生进,败落天下英雄。 红尘百世,天骄俱灭,夕阳残血,我备合归,老天人低语,带着无尽的悲凉,欲赶到末路。 老祖!天人足重神大叫,都想阻止他,不愿让去履行所谓的蒙约。 众人更是凛然。 叶青仙很平静,没有多说什么,但众人看向他时,明显不同了,越发觉得此女可怕与神秘,来自广袤的禁区,来为老天人传话。 顺带着,众人看向十号时也都露出一色,这个少年多半真的要被保住了,谁想杀他必须得掂量一番。 太古的蒙约,庄严而神圣,既然早已定下,我想你也不会推拒。 好了,这件事已定,就说下他吧,平白被你天人足欺辱,怎么也要有一个说法。 叶青仙说道,指向十号。 还能怎样,你带走就是了。 仙道神行并非无解,不是你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无敌。 老天人说道。 事已至此,你足怎么也要给一些补偿吧。 叶青仙说道,大眼闪动霞光,亮晶晶,道,听闻你足有仙玲珑,借我几年如何。 不可能。 老天人言辞拒绝。 你若是说如此补偿,我想已经够了,因为他参悟非仙时很多天了,已无法再继续。 天神七拓事实开口。 又不是我参悟了很多天,叶青仙公农,像是觉得漏嘴了,赶紧止住。 众人愕然,他在打非仙时的注意。 天人族看向他时,都露出异色。 作为补偿,可以参悟时日,而后立刻离开。 老天人很果断的说道。 众人闻言,皆发呆。 可以,就这么决定了。 叶青仙点头。 太古的盟曰,我等略知一二,但与我们没有关系吧,而此子却是我等要拿的人,不能这么走。 明主说道。 你确信,还要出手? 叶青仙转身,以朦胧的光遮体。 这里是上界三千州,而非广袤的禁区。 明主说道。 我觉得,将来你也要履行太古的盟曰。 叶青仙说道。 不可能,我又没有立约。 明主平淡的说道。 战帝,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不久前我见到了他,已认可那太古的盟曰。 叶青仙说道。 大殿中,所有人都神色一致,呼吸急促起来,这是什么约定? 居然让古老与强大的战地,老天人都如此。 我不明白,你为何这样护他? 魔鬼猿之主问道,一轮黑色的太阳将他笼罩,黑色火焰腾腾,至强而射人。 因为,我曾见到一个人,让我帮忙照服一二。 另外,他可以穿上那件破烂不堪的甲皱,值得我出手。 叶青仙答道。 让他离去,他是我天人族秦下的。 老天人开口,事实站出,不想在这个问题纠缠下去了。 几位最强大的教主文言,都一阵漠然,没有反对他,因为这是天之城,不说老天人的强大与棘手,这里还有六大天人和力部下的混沌大阵,很可怕。 立刻为我准备一座超级传送阵,可以跨周远行的那种。 叶青仙道,决定将十号赶紧送走。 他不是还要参悟仙玲珑吗? 天神七拓问道,眼中闪动异样的光彩,多留一天就多一种可能。 他已参悟过了,剩下的我帮他悟就可以了。 叶青仙笑嘻嘻。 众人哑然,忽然觉得他脸皮很厚,难怪老天人后来改口答应,原来是在满足他的要求。 天之城,中央。 一座宏大的传送阵,岁月悠久,自古长存。 十号站在祭坛前,回转过身,看向叶青仙,神色有点复杂。 叶青仙微笑,白衣圣雪,风华绝代,正是他的到来,改变了十号的命运,将他救下。 十号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表达谢意。 想谢的话,就做我的占卜吧,如何? 叶青仙主动开口,笑咪咪,黑水晶般的大眼闪烁灿烂的光彩。 十号所有感谢的话,顿时一下子都咽了下去,脑门子冒黑线。 怎么,当我小弟还不服? 叶青仙笑嘻嘻。 不跟我们一块走吗? 要不,我跟你一起离开。 恐求挤挤上祭坛,跟十号勾肩搭背,而后又看向叶青仙,道,我想定下太古的盟约, 现在能签吗? 你这样的再去练一百万年。 叶青仙一甩雪白袍袖,将他鸿飞。 谢谢前辈。 十号冲着远方的孔雀神主深深失了一礼,表达真诚谢意。 孔雀神主点了点头,恐求挤想要过来,被他制止了。 你不走吗? 十号问叶青仙,为他担心,毕竟那些教主可不是善类,真要发狠,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我要参悟仙玲珑,并且在这里躲避一个可怕的存在。 叶青仙说道。 你有那混沌至宝,还要躲避敌人。 十号吃惊,当年小塔在旁时,他可以纵横天下,哪里都可去的。 仙道神行,终究不是自己的力量。 叶青仙指了指外界,道,那里有个家伙,一直在追我,想用我的骨盾去修补他那口烂钟。 十号一惊,想到了曾经在下界显化的仙中,不久前也在天之城出现。 你的骨盾,跟那钟有关。 他问道。 我这是钟魂,他那是钟师。 叶青仙不屑,又开始吹牛,言称将来会揍的那人屁滚尿流。 你不会有危险吧? 十号问道。 道也无妨,有老天人在,外面还有战地,足够了。 其实,我只是不愿跑路而已,不想丢面子,不然的话谁能奈何我。 叶青仙道。 你能不能别这么爱吹牛? 十号受不了他。 你什么意思,我是爱吹牛的人吗? 他直接将十号赶上祭坛,一挥袍袖,让他上路。 忽然,十号觉得怀中多了一枚神符,异常神秘,有莫名气息,宛若混沌。 与此同时,他听到了叶青仙的传音,道,传颂离开后,你立刻动用这枚破戒符,不然的话微矣。 十号凛然,而后点头。 这个时候,大阵发光,快速构建出一条璀璨的通道,不知连向何方。 数十周外,紫微周。 老天人暗中告诉叶青仙。 好。 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十号踏进通道,最后回头望去,他看到了很多人的神色,有带着杀鸡的,有遗憾的,还有关切的,比如恐求己。 下次遇上麻烦,报我名号。 叶青仙说道,让一群人都无言,只要老天人无奈的醋了醋眉。 芸汐出现,张了张嘴,站在远处,轻语道,你要保重。 十号扫过众人,最后看了一眼天人足重墙,而后头也不回得远去。 这一刻,几大天神身体一冷,就是老天人也皱眉,有些后悔,放走这个少年,将来会是一场祸患吗? 虚空通道闭合,光雾消失。 十号听取了叶青仙的剑意,立刻取出怀中的破戒符,将之记起。 因晕光雾弥漫,这枚神符发出圣烈的光,而后猛地击穿了通道,改变方位。 与此同时,十号心头凛然,他看到一只黑色的大手在后方出现,那是魔鬼猿之主。 此外,一道血色锋芒绽放,天国副主突兀出现在通道内,也要擒杀他。 轰! 还有一只雪白的大手,带着滔天明雾,正是明主,不过被孔雀神主挡住了,慢了几步。 果然,有志强教主暗中施展手段,以凌身等阵列虚空,进入通道内,要升勤十号。 甚至,十号还看到了天神七拓等人,以及该族的护道者。 不过,容不得他多想,破戒符撕开另一片空间,扭曲了通道,带着他急速离开了。 这一次不断变换方位,改变坐标,一瞬间而已,他就消失了,摆脱了所有人。 后方,一干人神色阴沉,那破戒符很不简单,足以破开各种大千世界,根本挡不住,也无法攫取坐标位置。 十号就这样离开了。 第七百三十四章 火周 破戒符,能有巴掌大,穿梭在虚空中,拥有急速,这短暂的一瞬间十号不知道前行了多远。 最终,此符磨灭,绽放出一团火光,点燃虚空,构建出一道门户,将它送了出来。 十号感叹,这种稀释秘宝果然不一般,如此的精准,最后耗尽神能的刹那,贯通外界,形成最安全的通道。 砰! 十号坠落在地,土石溅起,巨大的冲击力将这里撞出一个深坑, 它站起身来,打量四野。 薅草过腰,非常荒凉。 这是一片大草原,一望无银,十号不知道身在何方,距离天洲有多远。 风吹来,所有大草都在窑洞,发出沙沙的响声,并伴着泥土的气息以及草叶的味道。 十号腾空,身体有血溢出,它不禁醋眉,在黑牢中被真神以法剑洞穿肉身,遭受重创,虽然服食了孔雀族的宝药,但依旧没有痊愈。 天人族! 它轻语,目光冷烈。 这一次,竟遭遇这样的劫难,护送芸汐数十万里,对天人族有恩,结果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被人囚禁,尽行折辱。 它在反思,有的大族为了一种无上传承,别说什么良心,恐怕更虚伪与残暴的事都能平淡的做出。 它认真私存,自这一日后,无论如何,都不将自己陷入绝境中。 实力才是根本,它轻轻一叹。 我若为帝时,必将再登门,便是皇族,帝族也要坠落。 十号自语,在离开天人族时,它并没有发誓,也无任何话语,只是深深看了一眼。 因为,说的再多,也不如一次真正的行动。 魔鬼园,明土,天国,我会一一拜访,奏响血与火之歌。 这并不是它的誓言,仅是将来要做的事,十号望向远空低语,在离开时,几大教主还想出手擒杀它,几道冷漠无情的身影还在眼前浮现。 地平线尽头也有山岭,预示着并不是纯粹的大草原。 十号站在半空中,进行眺望,它咳出一些血迹,在天人族被伤得很重,身上有十几个血窟窿。 这次的劫难,让它倍感屈辱。 我要崛起,提升自己的实力,哪怕一个人,也终有一天成为地族。 它降落在地,沿着大草原向前走去。 草贝风貌,地域广阔。 它施展缩地成寸大神通,一路向前而去,它想找到有人烟的地方,了解目前在哪里,到了什么地方。 在路途上,十号再次可写,不禁皱眉,它觉得需要找个地方疗伤,这是它第一次在非战斗中伤得这么重。 突然,它止步,因为听到了雷鸣般的声响,特别的沉闷。 接着,大地轰鸣,剧烈抖动,并伴有洪水般的响音。 很快,它注意到了,一股黑色的洪流冲来,速度极快,震动了这片大草原。 不对,是铁骑。 十号一惊,那是一批铁甲骑士,全都穿着黑色的甲皱,纵横大草原上,实在快了,远远望去如同一片黑色的洪水席卷过大地。 相隔很远,无尽杀气就已经弥漫过来,如同寒冬降临。 十号墓中射出电弧,仔细观望,不由地露出惊讶之色,这些做棋都很不凡,全是同种凶兽,巨狼。 每一头狼都漆黑如墨,大如巨像,并且覆盖着乌光闪烁的森冷鳞片,它们跑动起来,比风还快。 这样的庞然大物,加在一起足有数千只,成群而来,自然像是黑色的洪流般。 所有骑士都拾着天歌,战毛等,摇指前方,杀气腾腾。 与此同时,十号听到了背后的大地上同样传来响声,铁蹄声震耳,将半人高的野草都采烂了。 他回头,看到了一片赤色的洪流,煞气更重,同样是一匹铁骑,但做其不同,那是一群凶狮,都是血色的。 这群狮子鬓毛赤红,长达两三米,迎风而舞,如同赤色的火焰在熊熊燃烧。 这是一群凶兽,非常凶狂,每一头也都如小山那么大,数千只奔跑起来,踩得大草原剧烈摇动,并伴着疯狂的狮吼声。 凶狮身上,都端坐着赤色甲皱的战士,倾着可怕的血色兵器,爆发战器,杀了过来。 这一刻,宁静早已被打破,血色的狮子与黑色的巨狼冲向一起,展开大决战。 十号惊诧,刚来到这片大草原就见识到了一场大战,出乎意料,还好他确信,这并不是冲着他来的。 他化成一道虚影,横穿大草原,避过双方铁骑,在远处静静地观战。 啥呀! 吼! 喊沙震天,并伴着狮吼羽狼笑声,震动了整片大草原,双方一接触,鲜血顿时冲了起来。 这场战斗异常激烈,巨大的狮爪轮动起来,足有猎山之力,将大地都撕开了,而黑狼鳞甲森森,同样凶狂无比。 扑! 有血色凶狮撕开一头巨狼,鲜血腾起十几米高。 噢,狼嚎震耳,一头黑色的巨狼张口喷出一道光刃,将一头狮子的护体神光击穿,并将织披为两半。 黑狼匪,你们纳命来吧。 血狮子上的数千修士大喝,同时挥动兵器,符纹迸发,向前斩去。 血狮寇,该死的是你们。 黑狼骑士也都在咆哮,举起长矛等,射出成千上万条乌光,四项对手。 扑! 这场战斗很惨烈,不时有人跌落下巨兽,被斩掉头颅,被刺穿胸膛,血染大草原。 还有很多人腾空而起,在天上战斗,祭出宝具,施展神通,激烈厮杀。 而血狮还有黑色巨狼,也有很多腾上高天,驮着主人大战,很原始也很血腥与野蛮,双方搏杀,都很凶悍。 十号惊异,这分明是匪道,都不是善类,但双方中竟有神火镜的高手,甚至还有一对真神在厮杀。 好厉害,这是什么地方? 他有些不解,两股流寇与土匪都这么凶残与强大,真不知道来到了何地。 时间不长,双方留下六七百具尸体,有巨兽的,也有修士的,血水染红这片草原。 混沌宴只是古代的传说,你们倒听徒说,就信以为真被我们发现,强袭我血尸团,会遭报复的。 哼,这片土地一直有混沌宴的传说,分明是我黑狼族的高手意外发现线索,却被你族劫走,杀害,自然要讨个说法。 双方厮杀,激烈大战,天空中各种宝具横空,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人影,还有巨师,黑狼等,全都能飞行,喷吐宝树。 咔嚓! 不时有兵器折断,还有鲜血绽放,更有一些巨大的尸体坠落下来,砸在草原上。 十号心头震动,他在远方听得分明,竟然是混沌宴。 这是传说中的东西,难道还真有一簇在世上不成? 任何生灵想进入神火境都需要点燃神火,这个境界的名字就很清楚的预示了一切。 有人借助神火丹,有人凭借己身之力,还有人会寻到这个世间最神秘的火焰,洗礼自身,魔力身与魂。 更为霸道,效果更佳。 如灼神火,五色天火等,都是排在前列的奇物。 而地浮火,天堂燕等,更是镇骨朔金,只要得到就能进行最完美的进化,主强大道基,亦飞冲天,战力与同阶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可惜古来没有几人寻到。 至于混沌燕,一直仅是个传说,当然也有人确信,古代的人曾得到过,但是都被烧死了,无法以此助击。 不同的火焰,所点燃的神火造就出的修饰实力大不相同,因此任何想进入神火境的强者都万分小心,不敢轻易破入。 因为,这关乎着一个人未来的成就,影响深远,同样在神火境,神火不同,实力可能就是天壤之别,差距巨大。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混沌燕的线索? 十号相当的震惊,同时心中砰砰直跳,他目前在尊者境,下一步就要考虑点燃神火了。 混沌燕,这太具有诱惑力了,虽然自古至今都只是传说,不见得为真,并且即便有些人疑似得到过混沌燕,但也都活活烧死了自己,从未有人成功以他注下神道根基,可还是令任何人听闻后都心直神动。 远处的大战落下帷幕,两名真神两败俱伤,两火流寇各自退走,留下一大片的尸体。 巨大的血尸,黑色的巨狼,跟小山似的,横了一地,鲜血淋淋,此外还有双方的高手等。 两千多铁骑留在这里,丢掉性命。 十号走了过去,仔细感应,果然发现了几名重伤垂死但还未断气的骑士,他施展秘法,为一人续命,询问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结果,这些流寇都很凶残,根本不肯配合,甚至还想抱起伤他。 十号不得不动用神通,干扰他们的心神,让他们如木偶般,有问必答。 这是什么地方? 火粥 虽为火粥,但是根本看不到火焰。 只有茫茫大草原,让十号惊讶,不过不久后他就明白了这一周为何以火为名。 距离天洲多远? 不知道,没听过天洲。 通过这个答案,十号可以确定,如今最起码也横跨了数十上百周,不然的话,一名尊者不会不知。 这里与河州接壤。 他进一步问道。 提琳天仙洲,坤州。 十号露出一色,天仙洲有个天仙学院非常出名,那个曾经在铜雀坛上跟他战斗的凤五四就在那里。 随后,他问到了最关心的问题,你们得到了混沌宴的线索。 一番询问,他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最后,十号又问了很多其他问题,对此的有了一定的认知,火舟狠乱,流寇遍地,匪道横行,势力格局错综复杂。 在这个地方,出产各种稀有神料,草原上充满了神矿,各大势力都有铸扎,只为获取顶级天才地宝。 甚至,传言这里还有仙金,藏鱼传说中的一座神秘古矿中。 这里是冒险者的天堂,是匪道的老巢,也是各大学院天才的试炼场,各顶级大族年轻巧楚的战场,热闹非凡。 第七百三十五章奇葩之地 各族绝逐的乱地,比较适合我。 十号自语 忽然,一缕又一缕蓝色火焰突兀的从地下冒出,闪动幽光,灼热而诡异,将一片尸体烧了个干净。 十号瞳孔收缩,终于明白火周因何而得名。 就在平日间,地下也不时有奇异火焰冒出,通常与生灵死去,神料出土等有关,带着神秘的气息。 当然,也不全如此,会有各种莫名情况发生,甚至可引发活着的神旨自然。 真是离奇。 十号尝试去接触,可火焰从他身体两侧烧过,焚镜尸体,自行脸去,消失在了地下。 他原本还想找个地方闭关,将身上的伤彻底治好,现在却觉得不稳妥,需要找到有人烟的地方,原住民应该清楚哪些区域安全。 十号按照刚才从垂死的流寇那里得到的消息,一路东行,向这片草原上富有盛名的一座城池而去。 在路途上,他见到了一些寸草不生之地,是被遗弃的巨大矿洞,曾经出产神料,但早已被大叫踩绝尽。 喂,小兄弟你也在独自淘金吗,这样很危险。 一名老者在草原山出现,修为应该很深厚。 火舟盛产神性金属等,故此有很多散修来巡,被称作淘金者。 十号为了安全早已将自身修为调整到烈阵境,不想引人瞩目,他报以笑容,向老者打探浮封城还有多远。 老人很和善,热心为他指点,道,这个地方匪患成灾,还有各大叫夺矿等,非常乱与危险,一定要小心。 谢谢老丈,不用送了,我自己走下去就可以了。 十号说道。 老者很热心,带着慈笑,道,无妨,我闲着无事,正好也要去转一转。 不久后,一条山岭横跟草原上,上面有生灵,快速俯冲而来一道身影,截住两人。 老莫,今天效率不高啊,才送来两个奴隶,现在各大神况急需人手,多多一善。 那人开口道。 十号愕然,转头望向老者,这是个人贩子。 他神色冷冽,所有的好感都在一刹那消失殆尽。 小友,你一个人在草原上行走很危险,动辄就会被天狼吃掉,被流寇斩杀,不要去淘金了,我为你找了个不错的差事。 老者笑咪咪。 说话间,他已经从对面那人的手中接过拇指长的一块神料,当作报酬,挥了挥手就打算离去。 你这老东西。 十号转身朝他逼去。 回来。 后方的人喝道,啪的一声抽来一边,带着火光,竟是神灵法器,化作一条蛟龙缠像十号。 他实力并不是很深,也在尊折境,但所用的兵器很厉害,显然就是为了镇压平日送来的奴隶用的。 十号洞永缩的成寸神通,从原地消失,出现在那人的背后,砰的一声攥住他的景象,咔嚓一声扭断了他的脖子,躲过神火边。 而后,他啪的一声,他抽了出去,发出一道神火,鸡向那老者。 咦,有些门道,今天看走眼了,居然是尊者中的佼佼者。 老奴隶贩子惊讶,身体疼得一声浮现火焰,杀象十号。 与此同时,他冲着山岭上喊道,黑鹰还不快下来,出了点问题,今日给你来送一个不错的奴隶。 一道人影俯冲而来,拥有黑色的翅膀,人类的躯体,扑杀十号,这是一头黑鹰精。 十号探出神念,发现此地就属这两人最强,在神火镜,其他不足为虑。 他快速出手,身体发光,莫名秘力出现,两大强者攻向他时,所有法力都被化掉了,完全免疫。 扑! 黑鹰惊悚,他吃惊的发现,自己被一拳贯穿了胸膛,这个少年的肉身比他还可怕,击杀了他。 你,怎么能法力免疫? 那老人贩子变色,急速倒退,想要逃走。 砰! 十号一脚横扫,如龙蛇摆尾,将他踢得横飞而起,身体裂开,鲜血飞溅。 一刻钟后,十号离开此地,收缴了一些蓝灵金,算是不错的神料,一把火将此地焚成灰烬。 半个时辰后,一座巨大的城池在望,十号接近浮风城,来到了有人烟的地方。 城池很高,宁客法阵,通体如同黑色的金属柱成,很灰红与高大。 你这骗子,给我站住,这是什么宝具,根本没有一点用处。 刚一进城门,十号就见到两名修士在奔跑,一追一赶,不断战斗,两人身上都有血在躺。 他皱眉,怎么会如此乱? 十号刚走出去不远,又看到有修士当街斗殴,动用宝具激战,很快一人的头颅被斩落,鲜血冲起很高,无头尸体冲到尽前倒下。 这让他惊诧,浮风城真的太乱了,才入城而已就见到这样两起事件,居然无人管。 并且,当他看向周围的人时,发现众人都很淡定,顶多也就是评论几句,不曾引发骚乱与恐慌。 显而易见,这种事没少发生,算不得什么特别的大事件。 兄弟需要灵药吗? 我这里有一株,非常特别,从来没有见到过。 有人来到近前,对十号低语。 十号转过身,这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汉子,挽着袖子,脚上还黏着泥土,像是刚才要回来,一脸的紧张。 你去丹药阁,不比卖给我强吗? 十号道。 一听这话,汉子眼睛顿时红了,道,这座城池到处都是土匪,刘寇等恶人,我上次送去一株奇药,结果他们硬说是一般的药草,才给了一点报酬,太欺负人了。 十号哑然,不禁有些同情。 跟我来,给你看下,这次我是在一片遗迹中挖到的宝药,非常神异,我认不出来。 他拉着十号走到一个角落,取出一个兽皮带,松开一脚,露出一节宝药。 一瞬间而已,药香扑鼻,并且有月华般的光辉洒落,银白而圣洁。 十号目光一致,闻着香气,看着那一节药草,当即心头震动,这不是传说中的雪月圣药吗? 拳头大的花朵洁白灿烂,喷霞土雾,壮若一轮雪月悬空,闻之让人神清气爽,药香浓郁而惊人。 咦,有奇药吗,在哪里? 不远处,有人闻道,露出一色,想这边看来。 兄弟,怎么样,这药还过得去吧? 汉子问道,露出稀奇之色,一脸的朴实与捉笨之色。 十号相当的吃惊,竟然在街上发现一株圣药,实在是蜜天的运气,要知道在原天秘境时也很难采集道。 你要吗? 不要我走了。 汉子赶紧系上兽皮带子,怕有什么闪失。 药,只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卖给我。 十号问道。 浮风城太乱了,恶人居多,而我看你似乎刚来,面色和善,不像什么凶徒。 汉子低语叹道,一脸的玉气。 再让我看一眼。 十号道,这一次他动用了重铜,仔细观察那一节圣药,当下一脸,心中冷笑。 有一点这汉子说对了,浮风城龙蛇混杂,太乱了,包括眼前这个人,此药几乎能以假乱针,炼药师都能被蒙骗过去。 咦,真要保药,在这里,我们要了。 有几人走来。 小兄弟你还要吗,不要的话的我卖他们了。 老实芭蕉的汉子露出为难之色。 嗯,你卖给他们吧。 十号转身就走。 他觉得自此之后在这片乱地谁都不能相信了,难怪在路途上会遇到一个人贩子,因为整体风气实在太糟糕。 你,汉子张口结舌,另外几人也神色骤变。 这里有一株圣药,你们要吧,我买不起。 十号憨厚一笑,向周围的人打了个招呼,快速离开。 这不是金药堂的人吗,又出来蒙人了。 有人小声咕噜。 啊,抢劫呀。 忽然,有人大叫,疯狂追赶前方一人,街道上一阵大乱。 十号躲避,不动声色的将一个中年人的手拍开,对方居然在以宝树行偷,在他身上摸索,盗取东西。 天杀的,我的灵药袋子丢了。 该死,我的胶骨护臂呢。 有人诅咒,大骂不止,明显中招了。 十号无言,刚才那行道之人绝对是一个神火镜的高手,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来,太奇葩与极品了。 或许可以说,整座城池都这么的奇异,风气太坏。 进入浮风城,十号一路上见到的都是乱象,这里缺少秩序,没有约束,非常的混乱不堪。 轰。 突然,天空中传来风雷声,同时提升打坐,如同战鼓泪在众人的心头,让人血液倒冲,心脏都要裂开了。 众人惊呆了,因为天空中竟有两头赤龙俯冲了下来,有种均临天下的气势,昂首而名,生动天地。 他们降落在地,出现在街道上,瞬间脸去了龙身,化成两头没有杂色的高头大马,赤红如血钻,一看就是神鞠。 许多人倒吸冷气,惊呼声响起。 这是神牙书院的赤龙鞠。 神牙书院,总共也只不过四五头赤龙鞠而已,今日一下子就出现了两头。 这种神鞠体内有赤龙血,是真龙的后代,可以追风竹殿,为世间最顶级的坐骑,为神牙书院特有。 神牙书院坐落在火州,是世间最顶级的道统之一,那里有十万座古牙壁,据传为古代真仙悟道之洞府。 而今这一世,则成为一座强大书院的发祥地。 该地有一口血龙池,每一世都能孕育出几头赤龙鞠,这种坐骑一旦培养起来,让天下修饰都会眼红。 它可腾入日月,也能踏星雨,本身实力亦足够强大,一旦成长起来不会笔住人弱,是一种十分强大的生灵。 在两头龙居上,分别有一男一女,男子高大鹦鹉,穿着一身赤金甲皱,宛若一尊神王,鹰气逼人,伴着符纹与神光。 好一个神武的男子。 许多人惊异,此人好似一尊帝王林辰,太出众了,同代人跟他一比,顿时如土鸡见了凤凰。 而另一头赤龙居上,那女子身材傲人,子发飘舞,生有凤木,同样一身赤金甲皱,异异生辉,她英姿萨爽,美丽的罕见。 这并非一般柔弱的美女,她有一股鹰气,宛若一尊女战神般,身体发光,发丝披肩,凤木深邃而梦幻。 这两人一看就是人中龙凤,全都异常的出众,拥有超凡的气质。 这是神崖书院的绝代天骄,他们竟来了。 有人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十号一看出,这两人太过非凡,体内运有原始真血,肯定超绝天下的初代,极度强大。 这并非让她惊讶的是,真正吸引她心神的是,她竟见到一个熟悉的女子,在竟这里出现,迎上了两人。 当然,这是她以众瞳洞悉的,那女子隐藏了真身,无暇滋容,如同不时人间烟火的广寒仙子般。 第736章 百川会海贝战 月蝉 居然是她,在这里出现。 十号露出亚瑟,在远处凝视,补天骄的人来了吗? 将有什么动作,为何在这里迎接神崖书院的人? 拥有清诚容貌的月蝉,此计并未露出真容,也只有拥有天眼,众瞳的人才能看透她的绝代法。 华,可世间能寻到几人。 显然,她拥有类似于七十二变的神术。 她脸去了绝代容颜,一身淡黄色衣裙,看起来清新而雅致,虽不能与昔日的仙子滋容相比,但依旧气质出众。 紫霄兄,小嫡姐,恕我迎接来迟。 月蝉浅笑,此时很清秀,虽无碧月修花之貌,但却别有一番名类。 众人确信,果然是神崖书院的绝代双交来了。 赤龙居上的男子名为穆紫霄,她高大鹦鹉,神闻护体,圣光弥漫,赤金甲昼义赠亮,闪烁赤霞,有骨破人的气势。 而那女子名为左小嫡,并非人族,紫色瞳孔晶莹,流动梦幻般的光彩,这个战神般的女子,据文为某一谷国的公主,而今在神崖学院修行。 这就是清衣妹妹吧。 左小嫡微笑,她身材修长,跃下赤龙居,站在地上与一般的男子骑头高,美丽中带着鹰气。 见过清衣师妹。 木子霄也跳下龙居,带着和煦的笑容,但即便如此,也有种亡者威严。 远处,十号惊讶,月蝉用了化名,怎么跟她一样? 刹那间,她心头一动,难道说是,月蝉刺身? 这就是天仙学院另一位奇才,据说一年前加入该院,天纵之姿,与凤五世最要好的姐妹。 有人说道,点出清衣的来历。 我自然知道,她来自天仙学院,看其袖子上的标记就知道,只是没有想到她就是清衣,这是要做什么。 很多人惊讶,清衣是天仙学院后起天交,明栋火州,天仙州,昆州,是该书院近年来最惊艳的少女。 至此,十号确信,她就是月蝉的刺身,曾与她拜堂,入过洞房。 意外再次相见,十号露出异色,心中涌起涟漪,月蝉刺身没有去捕天交,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 显而易见,她怕被主身灭口,毕竟她与十号当日在月下成亲,风光已拟,甚是暧昧,十号曾见到她洁白玉体,风情无限。 主身知道这些,更了解他们有肌肤之亲。 刺身若是贸然返回补天交,很可能巍矣。 同时,十号也明白,为何在元天秘境中主身识破她身份没有声张,因为也怕她胡言乱语,真若扯出与刺身的关系,那么将有损补天仙子的圣洁光彩与无暇风姿。 啥时候可以带着月蝉刺身去主身面前走上一遭? 十号暗中黑黑直笑,若是那样相见,主身会露出怎样的表情与神态? 十号不禁恶趣味的笑了起来。 当然,现在也只是想想而已,她连刺身还不能去相见,不然可能会出现意外。 轻衣,木子霄,左小笛远去,进入城中一座府邸,显然有事相伤,而在他们周围有几道强大的契机引符。 我知道要谈什么事。 有人道。 哦,说来听听。 很多人都感兴趣,想知道两大书院的翘楚为何走到了一起。 肯定是为了大赤天火。 什么? 很多人惊呼,那是一种排在最前列的火焰,借此点燃,冲破至尊境后,可以实现完美进化,根基稳固,站立京士。 同在神火镜,大赤天火造就的修士,所向披靡,征伐世间,难有对手。 大赤天火,其名代表了一切,在古代传说中大赤天三字重如神山,不可撼动,以它为名的火自然超脱凡尘上。 自古以来,没有几人得到,是传说中最强宝火之一。 它同天堂宴一般,可遇不可求。 据闻,天仙书院有大赤天火的线索,故此神崖的人震动,显出两名绝带天骄亲临,与他们谈判,想得到那种火。 事实上,世间瑰宝神宴有一些,但并不是每一种都适合修士,而对于神崖道统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大赤天火。 因为,十万古牙间,有一座赤龙池,孕育真龙吃血,蕴含无尽奥秘。 该书院最惊艳的人有资格入内浸泡,用以洗礼,故此拥有了赤龙的一些变化与能力。 而大赤天火与之匹配,若能得到,如虎天意,如龙入海,战力将会飙升,能发生最为惊人的蜕变与进化。 故此,这一次神崖书院极了,迫切来浮丰城,与天仙书院的人接洽,愿付出极大的代价得到保火线索。 浮丰城,位于火州,天仙州,昆州交界处,毗邻几大书院,大道统都有在此设下府邸,拥有很强的根基。 天哪,大赤天火竟然要出事了,真的要造就出一对无敌的天骄吗? 人们动心引擎后,无不惊叹。 现在,神崖两大奇才穆紫霄与左小狄亲临,自然是他们最需要,而高层人物肯定要竭尽所能培养。 大赤天火,自古至今仅出现几次,很难寻觅,只要有一点线索,甘愿肯定不会放弃。 神崖的绝带双交在备战,要以最强姿态迎接三千周大战,摆穿惠海,说不定他们真的可力压各族强者。 有人轻语,道出了究竟根由。 若能得到大赤天火,带进决战之地,他们可以在那仙谷一地中第一时间突破,这两人都可驻下最强盗机,在无数种族的天才大对决中,谁与争雄。 有消息传出,最终战场与仙谷记有关,不然各教何以如此大动纲戈,那里有无法想象的大机缘。 不得超过尊者境,算是拦路时,但进去后就没那么多限制了。 各族都在备战,都想自己的弟子一飞冲天,即便不能最终胜出,也要能自保,带回来大造化。 很明显,不仅神崖在准备,其他道统也都如此,一些初代都在压制境界,只等真身进去后爆发,只是神崖比较幸运,意外得知了大赤天火。 十号文厅,不禁促眉,他不想错过,也要着手应对。 天仙学院提了什么条件,毕竟大赤天火太惊人了,有了线索,怎能随意与人交易,壮大竞争对手。 自然是需要同样惊人的东西来交换。 有人探到,说出一种物质的名字,结果引发所有人倒吸冷气。 七彩仙金,天仙书院的胃口真大呀,居然要这种传说中的东西,谁能拿出? 很多人都知道,天仙书院的凤武擅长用剑,当然并不是利用大弓射出,而是配合奇宝术直接祭出,可以乱天动地。 显然,天仙学院这是在为他准备,用以备战,将以世间最珍贵的仙金为他祭练出无上兵器。 兜颜,七彩仙金为半生的七种仙料,一旦合在一起使用,微能无敌。 若是借此打造七根神剑,到时候七种光彩闪耀的无上兵器一出,简直可以崩天裂地,水与争锋。 最起码,在同代中多半没有对手了。 众人知晓,天下书院的老院长是一位宝具大师,能为他铸造出最惊艳的兵器。 大消息,神崖书院与天仙学院初步谈拢了,有可能会进行交换。 什么,大尺天火与仙金都要出事了。 众人震撼,这才谈了一个时辰而已,竟有这样重大的突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半个时辰后,浮风城中央广场光芒胜炼,天仙学院的凤舞来了,进入那天府邸,进一步商谈。 不久后,尘埃落定,两个大叫初步达成一致,各取所需。 只是,天仙学院提供的线索,只是指引向一处一计,那里充满了危险,能否得到大尺天火还是个未知数。 而神崖书院也只是给了一块很小的矿石而已,出自该书院的遗迹中,当中只蕴含有部分七彩仙金,不足以打造七根神剑。 这让人惊疑,这是双方放出的烟雾,还是在互相拆台,不想给对方守秘,为何这么快就透露了出来。 十号私存,看来他得努力了,未来的三千周大战,远比他想象的可怕,强者辈出,手段都很惊人。 混沌宴,真的存于世间,在火中吗?他轻语,想到了从刘寇嘴里得到的隐秘消息,陷入沉思中。 不久后,一则消息传出,天仙学院面向所有拥兵团以及各大散修发出悬赏,他们提供了几大禁地,谁若能探出里面是否有七彩仙金,将有重爆。 仙金所在地必有隐秘异象,无需人们真正采决,因为肯定是绝地,九死一生也难以取出,不然古来为何才出土几次七彩仙金? 天仙学院只需要人们提供确切的证据与线索,哪里有七彩仙金就可以。 他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报酬? 有人问道。 他们提供一池水,可以在当中浸泡一天一夜。 这也太小气了吧,很多人摇头,简直难以相信,更不能接受。 是栽种有杜结神联的神池。 一人补充。 这句话一出,所有不满声都消失了,化作一片惊呼声,还有吞咽口水的声音。 杜结神联,是真正的神药,这种东西可以再造血肉,能让人突破瓶颈,冲关成功,它一旦成熟时,花与叶会融化在仙池中,化成神圣宝叶,只留下根莖再生。 这是逆天的东西,整片上界巨蚊似乎也只有天仙学院有一株,让各焦的天神都眼红,盯着不放。 十号听闻,怦然心动,因为他手中有一枚神果,金蒲果,一直没敢服用,需要神药保驾护航。 天仙学院,有这种东西吗,他轻声自语。 第七百三十七章 深渊同关 金蒲果,这是天地间一种非常神秘的果实,拥有非凡神效,可惜只有有限几种生灵能服食,对于其他种族来说,唯有淬炼,提取出的少许精华,配合其他宝药等才可以拾下,九成都要浪费。 我若能整颗服下,就等若多了一种杀手锏。 十号青鱼 他吞下了近三百株血魂草,才可以做到法力免疫瞬间,在对敌时,拥有可怕的奇效,令他目前就能袭杀神职。 然而,这种能力会随着进阶而衰减,直至消失。 有朝一日,他一旦点燃神火,这种能力是不会随他一同成长的,还维持在原有的状态,随着他境界变高,显然会逐渐无用。 相传,唯有金蒲果,可以让这种能力跟着自身共同进化,就如那血色平原的原魔,一旦能得到金蒲果,将改变所有,成为另一种生灵,发生根本性蜕变。 这种能力若能长久保留,同我一起成长,注定会大放异彩。 十号很期待。 只是,让他头疼的是,金蒲果太霸道了,人族承受不了,体质与之相冲,故此他才打起了杜结神联的主意。 一定要想办法,服下金蒲果,这样的话三千周天才大战时,他们虽有各种后手,但我也多了一种大杀事。 自从刚才他听到大赤天火,七彩仙金这样逆天的东西都出事了,就不敢大意了,绝对不能小觑任何人,否则必要遭解。 小兄弟,愿意加入我魔蜂拥兵团吗?我们共同去探查七彩仙金。 就在这时,有人打招呼。 十号转身,见到一名老者,此人带着和蔼的笑,热情邀请他加入该团,他看了又看,直接就拒绝了。 因为,扶封城内的人太奇葩了,不说都是坏包也差不多,个个都很狡诈与危险,大多数人都是臭名昭著的土匪。 果然,才转过身去,那老者就自行嘀咕了起来,道,炮灰不够啊,这么难找。 十号满脑门子黑线,很想回过去揍他一顿,自己就这么像炮灰吗? 自从踏入这片土地,他发现接连遇到混蛋。 总的来说,这是一片乱地,实在缺少好人。 当然,细想的话,这群流寇也很可爱,坑来坑去,靠手段吃饭。 天仙学院公布一些禁地,都分布在火州,疑似藏有七彩仙金,只要谁能找到确凿的证据,就可得到在渡劫神连池中浸泡一天一夜的机会。 因为,强如天仙学院也无法一个个都进去探寻,因为那些禁地太危险了,损耗会极大,唯有真正确定一地,集中力量探索一处古地,才最为稳妥。 火州,盛产神金,拥有各种天才地宝,都是炼气的绝品宝料,故此才导致上界各大叫蜂拥而来,占据地盘。 偌大的火州,划分为很多区域,拥有诸多丰富的矿藏。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致使这里有仙金的传说,自古至今,一直在盛传,从未断过。 同样,火州的确是一个奇异的地方,时常莫名会从地下腾起火焰,焚烧万物,造就出不少灵异事件。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几大禁地之说。 人们坚信,火州绝对有惊天的大秘,只是很难尽数探吸而已。 果然,很多拥兵团,散修都行动了起来,开赴那些禁地的外围区域,探查线索,想获取丰厚报酬。 刘寇,散修等虽然凶残,但是却也知道,有些地方只能在远处探索,不能深入,不然必死无疑。 有的禁地遗留有仙古残阵,曾经困死过老教主,有的古域则如同迷失海,进入后会丢掉魂魄,诡异莫名。 扶封城,热热闹闹,一批又一批队伍开拔,消失在远方。 十号也离开了,他要寻一个幽静的地方将商养好,然后再考虑其他。 大草原一望无银,但是并非都是草地,他飞行出去数千里,发现一片山脉,想在此闭关,可才已临近,一股白色的火焰就腾了起来。 这让他凛然,难怪说有神旨自然,死于无辜,火州一些地方还真是危险。 最后,他发现一处寨子,能有数百户人家,想在这里借宿,因为有人烟的地方肯定经受过了考验,不会是显地。 结果,才一进来,就被各种盘查,寨子的中人完全将他当成了一个凶徒对待。 对此,他也能理解,这片土地上流寇太多了,他才来没多久就遇上了很多奇葩事。 最后,十号将一块神料送出,总算被允许留下。 他躲在屋中,耗时五天,才养好伤,主要也是恐求己让他吃下的那粒宝丹起了大作用,不然的话会更久。 这让他目光冷烈,凭他的体质,不坏的肉身还到了这一步,可见天人族的手段,被封修为后,以胸剑损毁他肉身多处要害与生机。 十号起身,默默体悟,感觉恢复到了巅峰状态,决定前往一处密地。 他想去看一看,那个地方究竟是否有混沌宴,他心中稀计,只是不知那些流寇得到的线索是否准确。 一路上,他见到了很多生灵,各个种族的都有,在火洲大地上出没。 途中,他见到了一些骨矿,喷薄锐霞,绽放光彩,显然有西式神料,可惜都被一些大叫占据了。 最终,他落在一处大猎谷前,这个地方很幽济,无比的空旷,因为它太大了,方圆足有上万里。 就像是突然塌陷一般,从地上落下去,形成漆黑而深邃的巨大峡谷,或许称之为无尽深渊也不为过。 十号醋梅,这个地方很诡异,下面有混沌宴吗? 他有些愁愁,明显能看到,大猎谷周围曾被融化,形成了琉璃般的光泽,显然不时会冒出的火。 他取出丹炉,穿上破烂甲皱,做好了防护准备,实在不行的话立刻远顿。 而后,他俯冲了下去,进入地下深渊,光线越来越暗,最后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并且没有了一点声音。 这样的地方,让人悚然,仿佛进入了枯寂的宇宙中,感受不到半点生命气息。 十号探出神石,并取出重铜,借此观察周围的景象。 太深了,他向下俯冲足有数十里还没有到尽头,直至百余里,终于看到了一些模糊的景象,这是一片废墟。 这令十号惊异,这么深的地下,怎么还会有瓦砾,昔日有什么人在此居住? 而且,此地还很广袤,巨石,烂铁等多少还有一些痕迹残存,预示着当年这里有浩瀚壮阔的建筑区。 咦,不对,这些东西是新进出现的。 十号探索大片区域后,最终停了下来。 瓦砾,巨石,烂铁等虽然古异斑驳,但是还粘着新土,这些东西像是从地心涌上来的。 他露出异色,手持重铜,运转浑身法力,并探出神石,重新开始探查。 不得不说,这片区域太大了,十号探索了一天一夜,确信深渊有古怪,很多巨石,遗迹等是从地层深处翻涌上来的。 忽然,他一领,感觉到了异常,深渊底部出现一缕雾癌。 混沌气 十号吃惊,而后寒毛乍立,难道混沌燕真的在此地,要出现了? 他手持单炉,暗自琢磨,不知道能否以此收走,实在没有把握。 而后,深渊下发光,地面净裂开了。 有股莫名的力量在振动,将一些瓦力,巨石等从地底深处翻涌上来。 果然! 十号自语。 那裂缝越来越大,有光绽放,十号相当的紧张与期待,不久后他发现不再涌上废墟瓦力与巨石等,只有裂缝在变大。 那是,一片地宫。 十号震惊,透过巨大的裂缝,他见到了一片发光的地宫,当然已经毁坏了,坐落在地层深处,一缕又一缕混沌气弥漫出来。 他集中精神,谨慎防御,等待了很长时间,没有意外发生,最后一咬牙,沿着大裂缝飞了下去。 这是一片浩大的地宫,或许也可以称之为的底层池。 若非是在地下,就是一座倒塌的巨城,古老又空气,无尽岁月过去,依旧有些破碎的符纹在发光。 十号对这些不感兴趣,他只妄想混沌气弥漫之地。 那是什么? 他震惊了,废墟中有一座宏大的倒台,跟山岳似的,上面横沉着一些东西,散发混沌气。 他探出神石,催动众瞳,仔细凝视,越发心惊肉跳。 弘大如山的倒台上,有九具庞大的骨架,盈盈发光,释放不朽的气息,符纹密布,像极了一种生物,真龙。 这是龙的遗骸。 十号不知。 最让他悚然的是,九具庞大的骨架后方,有一口大铜棺,布满了斑驳铜锈,仿佛承载了万古岁月的沧桑。 此关很大,棺盖已经打开了一角,混沌气正是从里面溢出的。 十号发毛,总觉得这里神秘,太过不同寻常,看到此关,他心跳加速。 还有,一口。 他看清了,透过滑开的关盖,他见到内部还有一口小关,亦是同志的,同样古老,混沌气从那里向外弥漫。 说是小关,但也足以装下一个人。 这是谁,葬在了此地。 十号心有疑惑,难道混沌宴在小关当中? 他惊疑不定,这是什么地方,怎会有如此奇异的铜关,到底有着怎样的过于语秘秘? 第七百三十八章 鬼关 咔嚓。 一声轻响,在这幽际的地底世界中格外的刺耳,十号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快速倒退出去数十步。 这是一座倒塌的死城,一旦有响声那是非常可怕的事。 他目光灵力,元神在眉心中化成一轮金色的猎羊,释放出最强大的精神感之力,在探索周围的景象。 并且,他所持着的众筒也有符号密布,交织出一片赤光,捕捉附近的异常。 死一般的宁静,没有了生息,偌大的废墟恢复了枯寂,十号没有任何发现,他心头发毛,暗中那是什么东西。 这座死城不知道存在所谓久远的岁月了,连曾经捐刻符纹的神金都变成了烂铁,那巨石更是疯化了,将归为尘。 要知道,这里还有很神秘与强大的残文,这样也守护不了城池,足以说明岁月的幽远。 至于这座倒台更是古老,站在这里仿佛来到了史前,走到了开天辟地的年代,有种追溯时间长河,来到发源地的感觉。 咚! 突然,这一次一声金属颤音传来,很清晰,源自那青铜棺,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十号变色,这铜棺秀气斑斑,存世无比久远,他内部怎么还会有活物。 这一刻,他身上凉嗖嗖,脊背与脖子上伸出一层小疙瘩,盯着前方,看着巨大而古老的棺果,默默感应。 手中的丹炉已经打开,里面有雷光闪烁,那是仙坟前的天河水,虽然不多了,但应该还可以用来除血。 地下深处的污秽,古坟中的殷尸等应该最怕这种质阳的雷霆,十号严密注视,随时准备祭出无穷闪电。 然而,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 铜关内混沌气弥漫,向外涌出,如同鲜雾,在这地下废墟中缭绕,诡异而幽宁,令人有股要窒息的压抑。 铜关中锋印着东西吗? 他还活着。 这实在有点可怕,葬下去无尽岁月了,尸体还能有灵不成,这让人头皮有点发紧,在这里不自在。 十号目光明炼,化成两道有形的光焰,盯着前方,严加戒备,并谨慎开启防御浮光。 可是,一缕又一缕气体弥漫,他干扰人的神念,阻挡仲童的探索,十号看不透那铜关,难以探查。 这是少有的事,连仲童都失笑了。 要离开吗? 十号私存,这地下太妖异了,虽然可能有混沌宴,但也可能会出现大凶,过于危险与恐怖。 突然,头顶上方传来凉意,刚风呼啸,有东西向他扑来,带着阴冷的气息。 他快速躲避,脚踩神步,缩地成寸,并仰头看观看,顿时心头一领,这是一只什么样的生灵。 一具人类般的体魄,生着服役,长有巨大的黑色尾巴,如同厉鬼般扑杀了下来,目光忧森,牙齿漆黑。 他身上有强大的符纹绽放,形成了质强的波动,足以比肩天神,威势浩大无匹,笼罩了虚空。 十号精益,因为他发现这不是什么活物,倒像是傀儡雕刻,这个时候虽然在发威,但自身也开始解体。 终于,伴着弘大的神威,他俯冲而下,还没有到地面,自身先行炸开了,化成黑色的烂石。 怎么回事? 他看着这四分五裂的雕像,若是拼接在一起,栩栩如生,而他能够展现神威只是因为备刻了一枚符纹。 如此便造就了一个天神级高手,这得是多么逆天的手段。 十号扫过废墟,在倒塌的城门那里见到了一些类似的雕刻,但毁得更彻底,不成样子。 除了这种类型的生物雕刻外,还有其他,诸如神秦,魔鬼,古老莫名的兽王等,这令人惊讶,那是何等辉煌的古城,若这些雕刻昔日都能发出至强神威,太过恐怖。 刚才俯冲下来的猙獰刻像本应在地底,只是随着地层运动,而被推到了上方,刚才坠落了下来。 咔嚓! 就在这时,倒台军裂,坠落下去一大块,足有数十万斤重,发出隆隆声响,这是刚才坠落下来的刻像砸毁的。 与此同时,铜关再次发声咚的一声响。 难道是因为倒台要倒塌了,承受不住铜关的重量,故此才几次闹出动静,并非有活物。 十号狐疑,他开始行动,绕着此关走。 一番探查,他确信铜关下的倒台在军裂,刚才也许真的是因此而导致他发出了声音。 只是虚惊一场。 他自语。 终于,在他惊恶的目光中,整座倒台解体,残留的符纹发出最后的光,暗淡在地下世界中。 轰! 青铜骨关与酒具庞大的骨架开始下沉,最后与废墟齐高,落在死城的旁边。 十号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见到这里有什么动静,最后忍不住,向着铜关走去,他想做个盗墓者。 这样一具骨关,究竟葬下了何等人物,是否有传承于宝具等。 他轻语,异常紧张,因为也担心突然冲出混沌宴等未知的东西。 隔着一段距离,十号开始动用宝树,想将棺果打开,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古文出现,浮光洒落,竟然全都无效。 如同泥牛入海般,棺果不曾一栋分毫。 法力免疫? 比我还彻底。 十号目光一凝,越发觉得这棺材不一般。 最终,他握紧了拳头,做出一个决定,沿着打开一角的棺盖,进入大铜关内,一步一步接近小铜关。 十号一向大胆,自出道至今,从未改变,并且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探索欲望。 当然,这也与他目前神觉平和,没有感知到可怕的危机有关,故此敢一探究竟。 混沌气缭绕,十号感觉压力巨大,他觉得每一旅器都重如大山,若是一般的修饰多半要被压成肉酱了。 开! 他近距离动用宝树,结果发现依旧无用,铜关难以撼动分毫。 十号咬牙,动用肉身之力,双手抓住内关之盖,一声轻斥,用尽了自己的极道之力,这样做足以举起巨山。 但是,他这次竟失败了。 不是他力量不行,而是关盖有古怪,以他的肉身之力足可以跋山,刚才的确将关盖开启了,但是他忽然发光,哐当一声又闭合了。 显然,当中有神秘之力,阻止了这一切。 起! 十号大喝,身上筋脉都突出来了,竭尽所能,要掀开关盖,探寻这里究竟有什么秘密。 关盖又一次被抬起一寸高,瞬间而已,朦胧的锐霞绽放,如同鲜艳的鲜光,并冒出一缕缕混沌。 当! 可惜,诡异之力再现,强行闭合同关。 再开! 十号喝道,然而这一次他遭受了意外,一道轰大的声音扑进他的耳中。 与此同时,可怕的画面出现,冲击他的心骸,让他震战,灵魂都在悸动。 那是什么? 杀呀! 嗷吼! 杀进去,一定要杀进去。 他看到了一场惊天大战,无尽的生灵厮杀,那方大千世界都裂开了,混沌汹涌,成片的尸体坠落。 让他惊悚的是,那些人太强大了,难以揣测深浅,纵横天地间,上冲九天,下斧九幽,杀到天涯海角,致使天崩地裂。 却再洒,鲜灰再弥漫,所有都被毁掉了。 这是什么级别的高手? 咚! 这个时候,青铜关在抖,发出巨大的声响,震得十号的躯体都在摇动,但是他却无觉,难以摆脱那些画面,沉浸当中。 这简直是一次灵魂冲击,让他震动。 画面持续时间不长,慢慢消散了,最后他只见到铜关被九条龙形生物拉着,脱离那片可怕的世界。 其他,都不见了。 铜关横渡一条长河,惊起滔天波澜。 那是时间长河吗? 还是一条贯通大世界壁的仙河。 最后,什么都消失了,不可看到。 这让十号悚然,松开手,离开关盖,后退了几步,心中波澜起伏,难以镇定。 那是什么年代的事,发生在哪里? 他的心在颤,因为,他恍惚间还看到了一条熟悉的身影。 我似乎,见到了柳神,十号震战,而后用力摇了摇头。 十号在这里站了很长时间,默默思存,如同石化了一般,一动不动。 很久后,他才长出一口气,看着铜关,他知道自己无法打开,这东西蕴含着惊天大秘,若是开启,也许能震撼三千周。 总有一天,我要屹立在上苍之巅,看穿所有迷雾,纵横世间。 十号自语。 他自然不甘心,还想探索,知道更多的秘密,可是多次尝试都将自己震得气血翻涌,只听到铜关轰鸣,没有了其他。 最后,他动用了各种秘法,甚至以自己的血浸染铜关,轮回宝树等也都一同施展。 出乎意料,这次有了反应,他听到了凄凉的吼声,诸多无上强者在悲怅长笑。 为什么,兽元锐俭,这是为什么? 我等的蒙约呀。 十号升起一股奇异的感觉,听到了自己在清语,道,我为你们站出一条路。 他愕然,神色一致,快速松手,捂上了自己的嘴巴,古怪的看着铜关,退后了几步,太要挟了。 有鬼呀。 十号发毛,自己刚才为什么开口? 随后,无论他怎么动,如何努力,铜关都无反应了,十号无奈,只好退了出来。 这东西能扛走不? 十号站在废墟前,盯着巨大的铜关,如果用这东西去砸人,估计各种宝具都要被压碎。 可惜,他试了很多次,这铜关根本不能缩小,巨大无比,横在这里,太让人头疼了。 这是真龙的遗骨吗? 十号转身,将注意力放在银银骨架上,它们再发光,神圣而祥和。 可惜呀,没有肉了,不过这骨头能熬汤吧? 他一下子扑了过来,摸过每一根骨头,仔细观看。 最后,十号双眼发光,道,希望能熬出龙嘴来。 说到这里,他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此时,他化成了一个吃货。 忽然,静悄悄间,他觉得不对劲,或得抬头,神色顿时一致,因为他在废墟中见到了一团火焰。 你,是来帮我熬龙骨汤的吗? 他皮笑肉不笑,神色相当的僵硬。 第739章 宝火 一道火,轻悠悠,只有拳头那么大一团,但是隔着很远就让十号觉得神魂要被点燃了,这是一种神秘宝火。 在其周围,丝丝雾海散开,神秘莫测,同时有一种让人心计的波动,宛若大道波纹在扩散。 这还是火焰吗? 十号亚异,仔细盯着,怎么会有大道气息? 令人惊诧。 道兄,过来帮忙啊,熬出龙骨汤,我请你喝上一顶。 十号说道,但是心中着实紧张,因为他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觉得,这宝火不好收服,得另想办法。 适时山,他已准备腾天而去,背后昆鹏赤引线,他若展翅,将拥有急速,不相信这团火光能追上他。 吃! 青光弥漫,宛若天穷浮现,清闭如洗,没有一点杂质,且随着他燃烧,变得湛蓝起来,越发向天之色。 十号震惊,凭着感觉他知道,这团火异常的不简单,但是似对他不感冒,要对他动粗。 果然,羞的一声,前方飞来一条青线,是一道火丝,净烧得虚空都扭曲了,并且发出了稻泽涟漪。 十号一惊,横移躯体,那仅是一条火丝而已,将旁边一块十几万斤的巨石融化,更是将大地灼烧成岩浆湖。 他倒吸冷气,这等威势,那种倒则涟漪太过可怕,绝对能轻易杀掉神旨。 收服不了。 十号很清醒的意识到这个现实,那火防若有意志,对他带着敌意。 道兄,有话好说,你想吃骨头,我让给你好不好。 十号干笑。 哄。 突然间,那团青色火焰越发碧蓝,而且急速弥漫,一下子挤压满了废墟上方,仿若天穷坠落,碧蓝如洗。 十号阵翅,同时身上缠绕电光,脚心一有符纹出现,将昆蓬,雷电,缩地成寸三数合一,形成急速,准备冲销而去。 然而,就在这一刻,他忽然觉得奇异,又止住了,因为那青天倒退,并未冲来攻击他。 与此同时,他觉得不远处暖洋洋,那里有一团火光,皎洁而晶莹,出现在青铜谷棺盘,下退了青色火焰。 这道火,同样只有拳头那么大一团,符号密密麻麻,仔细看的话,觉得不是火焰,而是符纹组成的。 他更为古怪。 怎么又出了一团火? 十号发呆,而且这都这么的变态,绝非一般的神焰。 是混沌焰吗? 这个地方混沌器弥漫,源自古关,他不知道火焰本身是否也自带着混沌器,无法辨别。 轰!突然,青色的火焰动了,爆发无量光,形成压制性的力量,化作碧蓝的天穷,向这边坠落下来。 而青铜关前,一团柔和的光样出,后来出现的那团火符号密布,不似神焰,若到闻斑,他轻易就撑开了碧天,令这里不受影响。 十号瞳孔急咒收缩,好强的火焰。 无声无息,那青色火光消失了,他受惊了,竟被赶走,没入大地下,这让十号吃惊。 而同关盼的那团晶莹浮光一闪而灭,也快速不见了踪影。 都走了。 十号搓了搓手,忽然发觉这两种宝火很可怕,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吸收。 我不懂他们的习性,得去查古文书籍,多方了解。 他觉得有必要准备一番,不然这样没有办法。 这个地方安静了,十号又开始琢磨他的龙骨汤,结果烧了半天,那骨头都赢白,无任何变化,而他顶中的水都熬干了。 难道是,真龙? 十号抱着一段骨头,用自己的牙齿试了试,结果眼泪差点落下来,牙床疼得要死,根本咬不动。 好像有龙髓呀,我怎么弄不出来? 他抱着骨头,左看右看,如同白爪挠心。 随后,他跟做贼似的,决定要将这东西搬走,藏起来,放在这里太不保险了,尤其是两股流寇也知道地点。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所有宝具都无用,难以将铜关收进去,也无法将九具庞大的骨架带走。 无论是乾坤带,还是鼎等,都像是失效了。 给我起。 十号大吼,举起了整座巨大的青铜关,虽然无法打开关盖,但是他拥有神力,生生举了起来。 十号吃惊,这关果比真正的大悦还要沉重,让他倍感吃力。 不行啊,这东西太大了,我这样举着出去,肯定会被人发掘。 十号发愁。 他背负双手,在废墟中躲步,暗自想办法。 青色火焰压满天穷石,并未去毁废墟,整片残迹还在这里。 他想寻一座祭坛,借道而行,带走古关。 可是百般寻觅,整座城池都死寂一片,最后发现了古老的祭坛,但早已毁掉了,只剩下了根基巨石。 一 十号惊讶,在古城中寻觅时,发现了一些残气,是神料,价值很高,他心中一动,开始搜罗起来。 药堂 让他惊讶的还在后面,发现了倒塌的炼药地,居然出土几个玉罐,完好无损,拧开后喷出一片霞光。 显而易见,玉罐曾经刻有可怕符文,只是而今都消失的差不多了,但却让罐子保存了下来。 可惜了,时间太漫长,神丹都化掉了,只有稀薄的药箱留下。 他很遗憾,因为感觉到了,这最起码是圣药炼制的,甚至有神药在当中。 同样,他寻到了藏兵阁,所有法器都毁掉了,根本承受不住岁月的侵蚀,符文暗淡,兵器折断。 十号搜索整片古城,心头疑惑,感觉这里存在的时间极尽幽远,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古老。 这是,一个世界宝盒。 忽然,十号惊喜,他发现一个法器,很像是内蕴一方小世界的青铜宝盒。 然而,盒子充满了裂痕,并一出淡淡西光,十号轻轻一弹,咔嚓一声,他直接崩开了。 轰的一声,这个地方大爆炸,毕竟是一方小世界,此时解体,非常可怕与惊人。 若非十号速度够快,这次危矣。 他十分遗憾,这宝盒也没有经受住岁月的考验,在刚才的爆炸中,里面的东西多半都毁掉了。 这是什么东西? 忽然,他惊讶,爆炸的飞出一块石料,黑乎乎,能有婴儿头那么大,向他撞来。 宝盒中的东西,居然有一块未毁,完好无损,这太惊人了,连虚空炸开都影响不到他。 东! 十号接住的刹那,一声愣哼,因为这块不大的石头太沉重了,足有十万斤,再加上这样爆炸飞来,简直像是一座山拍在他身上。 换作其他尊者,绝对要骨断金蛇了。 世界宝盒炸开,他都没有毁掉,这是绝世鲜料吗? 十号心头砰砰直跳。 这么一小块,却足有十万斤重,沉得吓人。 他觉得,这东西可能了不得,很逆天,不然何以会保存在世界宝盒中,当即小心的收了起来。 当爆炸的平静下来时,十号向前望去,见到那里盈盈发光,满地都是碎片,当即哀嚎,天哪,我的宝贝,我的圣福。 他嗷嗷大叫,这实在太可惜了,满地都是神福,但都裂开了,看材质绝对惊人。 世界宝盒,可封印一切,是一个宝藏。 然而,一旦解体,造成的结果也是可怕的,当中的东西差不多都毁掉了。 十号大致数了数,足有上千枚神符,这是多么惊人的大手笔。 全都是以天才地宝撞克而成的。 天哪,老天你降下个雷劈死我算了。 十号痛惜不已。 最后,他在较远处意外见到一枚符在发光,他撑开一道光幕,并未真正毁掉,同时光幕内还有几枚符,完好无损。 守护神符。 十号震惊,居然见到了这种传说中的宝符,连世界宝盒炸开,他都没有毁掉,足见等阶多么高。 有裂痕了,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用。 十号轻语,等待这枚神符脸去光芒,他捡了起来。 显然,地上其他几枚神符是因守护神符发光,将这里笼罩,才得以保存下来。 破戒符。 十号惊讶,这里有两枚破戒符,居然跟叶青仙送他的那枚类似,甚至气息都有点接近。 显然,他可以穿透世界壁,纵横无近远,这是瑰宝,一下子竟出现两枚。 还有两枚符,其中一枚,他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只得收起来,另一枚倒是摸索出了个大概,是破空符。 他的作用很明显,能撕开虚空,传送出去一段距离,是弱化版的破戒符。 试试威力如何? 十号便寻死成,没有其他收获了,想尝试破空符的效果,他来到了铜关前。 吃。 最终,他控制方位,带着青铜关还有九具骨架,从这里消失,没入数十万里外的地层深处。 地下黑暗,是封闭的空间。 将铜关放在这里,应该没问题了吧。 忽然,他吃了一惊,这个地方亮了起来,那团晶莹透亮,完全是由神秘符号组成的火焰再次出现。 他也跟过来了,十号惊恶,而后又大喜,同时他又有点怀疑,难道这团火就在关中?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十号用尽各种手段,想要收服此火,但都被无视了,期间此火大半时间都在消失状态中,数天才能一现。 最后,他不得不惆怅的离开,决定去查古书,了解个透彻后再来。 铜关,龙骨,宝火都换了一个地方,他相信,外人无法寻到了。 他一路回返,并去了那两股流寇的地盘,暗中打探,意外了解到,这两批人比他先去深渊,结果不曾发现地下废墟。 反倒是,他们有一次惊动了青色火焰,被那碧蓝的天穷直接毁掉半数人马,与者恐慌而逃。 意外之喜,有了破戒符,我可以去天仙学院转一转了。 十号自语,不用担心万一泄露身份而无法逃走。 他想去那里,借阅各种古书,详细了解青铜关盼的那团伙。 并且,他还想得到杜结神联的部分之夜,以便可以顺利扶持下金蒲果,自此之后拥有可与自身一同成长的符纹免疫能力。 月蝉次身在那里,再相见会怎样呢? 十号私存 同时,他想到了另一件事,当年曾与凤武在铜雀坛上一战,对方一直喊他大兄,要收为座棋,结果他自身未来得及施展出代宝术,反被十号击败。 当时,十号曾孝言,有朝一日,若去天仙学院,凤武需要认赌服输,反过来当座棋。 他没有想到,真有这样一天,竟来到了火州边界地带,与那里相聚很近。 数日后,十号回到浮丰城,而后打探道路,发现毗邻天仙学院,因为这里是火州,天仙州,昆州的共同交界地。 天仙学院,就在这块区域附近。 他没有通过传送阵,直接飞了过去,仅用了一日的时间而已,就感到了这片热闹而神圣的修道圣地。 第七百四十章 天仙书院 天仙书院,坐落在该州边缘地带,异常恢弘与磅礴,他占地面积极广,远胜一般的巨城。 那里,云霞征腾,各种建筑宏伟而高大,甚至在书院中还有诸多灵山,飞铺,更有大河穿过,甚是瑰丽。 他享誉圣明,上界虽然浩瀚无银,但是这座书院的悠久欲强大却明洞三千周,是最顶级的道统。 天仙书院十美图,可有人想要。 最惊艳的十位女子哦。 太阳神却所已宝树,驾高者得。 虽已残缺,但是却只指火到巅峰,一窥究竟,能通晓火之大道真谛,踏出自己的路。 准圣药,八千年的古药,已冒出圣光,即将化作圣药,有益者来敬如瓦,稀释宝药。 十号来到这片区域,距离天仙书院很远时就见到了这样的情景,人流密集,这里有一片巨大的房市,各种宝物在交换中。 事实上,放眼望去,在书院的外部区域有很多卫星城,连在一起后,超越了巨型城池,占地面积广阔的吓人。 当然,这些地方没有城墙,只是建筑,是热闹的房市,因为毗邻一个大轿,根本就不用构建防御墙等。 有谁敢来这里撒野? 很显然,外部区域都是因为天仙书院而发展起来的,合在一起,形成了开阔的城区,或者说房市区,它比天仙书院本身都要大很多。 有人统计过,十几个卫星城合在一起,流动与常住人口足有数百万。 有的人是世代居住在这里,有的人则是为了做修饰的生意特意在此,更有一大批年轻人是跨中而来,只是为了修行,加入该书院。 十号相当的讶异,这块区域太大了,赚了一个多时辰硬是没有走到书院大门处,一直在外部区域呢。 他兴致勃勃,在卫星城与房市中转悠,一路穿行而过,不得不说这里真的有宝贝,可进行稀有秘宝的交换。 甚至,他还看到了太古凶兽的宝树明码标价,可以购买。 当然,那是天价,足以坑死一些大家族,太过昂贵了,一般的人根本承受不起。 显然,这里有很多不一般的人,最起码十号见到一些年轻人围在那里,盯着古书,私存宝树的价值。 而这并不是一例,其他处也有西式大神通在标价向外出售。 当然,那些地方都见得金碧辉煌,气派非凡,这是一些巨大的拍卖行,不同于一般的房市叫卖区。 好厉害,连这样的神通都有寿,天仙书院这个地方真是了不得。 十号不得不惊叹。 旁边有人听到他的话,接口道,那是自然,这里可是上界最高修道圣地之一,很多大家族都将子弟送到此地,云集无数英才,背后有底蕴的势力多不胜数,不少年轻人身后的家族都有能力购买。 不过,那些宝树并非无缺的,多少还是点瑕疵,此外购买后不得泄露,否则会被追责,因为原始的持有者希望一数多卖。 有人道。 十号惊讶,认真请教。 年轻人你刚来吧,对天仙学院了解太少了,这些拍卖行可不简单,身后有大人物在支撑,不然何以敢如此。 据闻,背后的人应是天仙书院的天神,名宿等,他们将战利品与宝树等在外寄卖。 这些宝树都是超级强者在外游历,因缘得到的东西,并不属于书院,且也是他们用不上,被淘汰下来的神通。 此外,还有书院中的英才等去外界历练所得到的神通,若是不需要,也可以在此迈出。 十号在这里四处寻觅,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走了一大圈下来他发现龙蛇混杂,好东西与糟粕共存,假货不算少。 不知不觉间,他来到了天仙书院的宏伟大门前,这事自太古就已经矗立在此的门阙。 十二根巨型石柱粗大无比,每一根需要庶人才能和报的过来,上面刻着各种瑞兽与神琴,古意沧桑,门阙恢红而高大,有一种岁月的沉淀,彰显底蕴。 毫无疑问,天仙书院是神圣的,是很多人心中的修道圣地,就是一些大家族的精英子弟都不惜跨周而来,只为求道。 书院中,有上古圣祭,有天神法堂,有教主密室,只要能进去,那就能收获巨大。 因为,当中有圣贤的感悟,记载了他们的修炼心得。 书院中的禁忌宝术等不会外传,这是道统的延续,用以阵教,但是许多记载有感悟的飞临却对杰出弟子开外。 这也是许多年轻巧楚最向往的地方,故此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天才怀着朝圣之心而来,败入书院中。 当然,对于旨在此求学,将来注定要离开的那些门徒,想要去参悟与求道,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因为,这天下间没有平白无故的恩赐。 哄 书院深处腾起大片的烟霞,伴着一尊宏大的身影,竟挤压满了天地,耸入云层中。 他让天穷再都在颤厉,如一位无上的人间出现,在世间显化真身,在书院中讲道,宋经,震动了整片古地。 那种气息太宏大了,震撼人心,许多人忍不住跪拜了下去,贤诚无比,对他顶礼膜拜。 成片的光雨洒落,让所有人都近乎要顿悟般,全都有了一些收获, 肉身与灵魂像是被净化了一遍。 很长时间,人们才回过神来。 那是前嫌一计,里面有真仙一刻,有教主感悟,也有地族心得悲闻,最是神圣,连其他大交的巨头都渴求,希望得到一次进去的机会。 这是谁? 有这么大的机缘,好大的造化。 不用猜了,肯定是凤武,绝世仙姿,他已经连续进去几次了,这是在备战三千周天才大决战。 人们议论,无比羡慕,因为在书院外就能见到那里的异象。 十号也震撼,心头涌起骇浪。 那里烟霞弥漫,一尊宏大的身影散发出的威势竟冲上九霄,久久不散,彼之战地,老天人都不差。 而这次只是一些碑纹烙印造成的,可见那里多么的惊人,孕育了何等惊天的大造化。 那道身影已经连去,消失不见,唯有那里开启时才能泄露出刚才的景象,可见一旦进入当中会有多么大的收获。 里面有真仙一刻,靠谱吗? 十号问旁边的人,因为心中大受震动。 土包子 刚来的吧,连这都不知道,你还想进天仙书院? 看来又是一个壮大运,想蒙混过关的人,你注定进不了。 书院门口,一名少女说道,面容娇好,身段傲挺,带着不屑之色,看了十号一眼,显然是该院的学生。 十号惊讶,仔细看的话,这少女长得极其美丽,非常少有。 看什么看,不要堵在书院门前。 少女厌恶的说道,心情似乎很糟糕。 师妹说的是,我们书院可不是谁都可以进来的,鲜明天才只选其一,都是各族精英。 一个年轻男子笑道,略带讨好的语气,看向那女子,一脸的和煦之色。 而后她又看向十号,比一道,看你也有二十一二岁了吧,才在列阵境,也妄想进入书院,我劝你回去再苦修几年吧。 十号无言,她透出的气息并未显示真正修为,不过是问了一句话而已,就被抢白了一顿,都什么人啊? 她张了张嘴,道,我有那么老吗,还不足十八呢? 十八岁的列阵境修是有什么可臭显摆的,跟你同龄的一些佼佼者都有人快点燃神火了。 那十分美丽的女子冷哼了一声。 她一身绿色衣裙,如同荷叶般,将她映衬得如同花孤朵,鲜嫩而艳丽,非常出众,她曲线起伏,肤色如雪,容貌出众,的确很美丽。 很显然,周围的人注意到了这边的枪声,很多人望来,不乏书院的门徒。 咦,这不是十美中的陈琳吗,怎么会这么大的脾气,心情很差呀? 有人露出青木之色。 咚,小声一点。 书院最新出了角色榜,陈琳被挤到第十一了,不再十美之列了。 据闻,新来的青衣师妹上榜,清心绝俗的气质让很多师兄师弟都被吸引的脚下轻飘飘了。 众人议论,声音很小。 但是十号还是听到了,她的神爵和其敏锐,当下惊讶,难怪随便遇到一个少女就这么美丽,原来是天仙书院角色榜上的名人。 而她也知道,青衣就是月蝉,她并未显化真身,不然多半会更加轰动,排名更高。 天仙书院之所以出名,还有一点,因为已拥有角色著称,自古至今也不知道出了多少绝代加厉。 我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离开吧,别在这里挡路。 早先开口,讨好陈林的那名年轻男子再次说道。 这不是吴峰吗,书院中年级学生中的百强高手,成名多年了。 听闻他一直在追求陈林,是一名非常强大的护花使者。 有人低语。 同时另有一些人围了过来,站在陈林后方,不得不说,角色榜上的女子拥有极高的人气,走在哪里都有一大群护花使者。 凭啥让我走开,我还想进天仙书院呢,到时候说不定我们会是同门。 十号微笑道,并不动怒。 旁边,有人提醒十号,现在并非收门徒的时候,因为才结束不久,想要进去只得等夏年了。 也不是没有办法,书院的大门永远为爵士奇才敞开,若是能成功走过天梯,可以破格收取,随时可进书院。 有人说道。 还有这种事。 十号惊讶。 你省省吧。 凭你还想走天梯,也不看看自己是谁。 陈林说道,一脸轻蔑,带着鄙夷之色,道,不知天高地厚。 最近怎么了,每况愈下,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跑到我们书院来大言不惭。 无风附和,奚落十号,讨好角色榜上的美人。 周围,传来笑声,有善意的,也有嘲讽的,全都看向十号。 走过天梯,肯定不是一般的弟子,能有什么好处吗? 十号并不生气,虚心请教旁人。 一些人露出惊涩,这少年还真想大胆尝试不成。 走过天梯,自然会成为超绝弟子,到时候可以进入栽众有度节神联的仙职洗礼,更有机会同角色榜中最富盛名的几大绝代佳人共誉,因为他们常有机会去那里沐浴与修行。 啥?真是太好了。 十号兴奋的差点嗷嗷怪叫。 所有人都看向他,特别是一些年轻男子都在怪笑,露出暧昧之色。 而一些少女则脸红,暗自脆了一口。 显然,所有人都不认为是他是为了那仙职,都一致认为这个家伙是在打角色榜上的青城佳人的主意。 一刹那间,天仙书院大门前安静了下来。 第七百四十一章强势闯关 很快,这里发出笑声。 嘿嘿,哈哈。 书院中的一些年轻弟子笑了,神色都很怪,表情相当的丰富,韵味十足,更有人对十号挑起了大拇指。 师弟,我们等你进来,到时候给我们讲一讲角色榜上那几名最美的女子究竟多么的出众,光想一想就艳羡呢,神女出玉图,一定惊艳之极。 显然,这里有一些同道中人,对她并不敌视。 也没有鄙夷,反而善意的大笑,冲着十号几眉弄眼。 登徒子,色胚,混账。 陈林柳梅倒数,在那里咬牙切齿,对十号还有那些人深深的鄙夷与厌恶不已。 吴峰更是义正言辞,道,成何体统,这种人也配进我们书院。 赶走,什么东西呀? 她眼中闪动寒光。 附近,自然还有一大群护花使者,群情激愤,数落十号,当然也有不少女弟子参与进来,赤泽刚才发出暧昧笑声的那些学生。 这个地方乱糟糟。 十号一脸无辜,道,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踏过天梯,不就可以进入仙池中了吗?北渡截神连之水洗礼,这,真是太好了。 都是男人,别这么道貌黯然好不好,兄弟你就直说想进神池与几位丽人共誉比啥不强? 有人笑道。 当然,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声讨,特别是吴峰等人冷笑连连。 我说,你们怎么能这样想? 十号看着陈琳,吴峰等人,道,我又没说什么,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向那方面联想,你们太不纯洁了。 看着他一本正经,反过来指责,陈琳变色,似乎对这种说法很在意,道,你这色胚,肯定进不了书院,到时候将你打出去。 不用想了,他还真能走上天梯吗? 注定会成为笑料,凭他这种人也配吗?吴峰也愚,在那里摇头。 自然可以,一会儿睁大你们的斗鸡眼看个仔细。 十号道。 你说什么,陈琳凤木倒数,美丽的面孔上挂满了寒霜,而吴峰等人也沉下了脸,不善的盯着他。 我想再问下,刚才说的那些奖励是真的。 十号没有理会他们,而是看向旁边的人,进一步问道,他怕被忽悠了。 当然。 那就好,其实陪几位角色丽人共誉,也不错呀。 十号说道,抱着双臂,一脸灿烂的笑容。 色胚,下流,暴露了。 混蛋,这家伙哪来的? 很显然,一群人不干了,大多数为女生,但同样加入不少护花使者,早先声援十号那几人全都溜走了,怕引起众怒。 这里发生的事引起了远处那些人的注意,不仅有书院的人,还有房室中的修饰,全都露出异色。 有人要走天梯。 多少年未有的事情了,因为太艰难了,几乎不可通过。 很快,消息就此散播开了,引起很多人注意。 十号对此并不在意,他要光明正大的通过考验,而后去杜结神联所在的池中洗礼,若真有巨头关注并识破他真身,那么他便直接以破戒符顿走,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充满巨大诱惑与无法拒绝的机会。 只有借助杜结神联的支夜,才有可能成功服下金蒲果。 不会吧,陈锋的天梯要被开启了,居然有人敢去挑战。 我记得,那天梯不可逾越,一般情况下来说注定要失败,这么多年有成功的人吗? 消息传进书院深处,很多学生吃惊,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些人都是精英,千挑万选,从无数天才中脱颖而出,来到这里,但是他们自问没有那种勇气,去挑战天梯。 大消息,爆炸性消息,十美排名出炉,新一届角色榜问是,在天新人,国色天香。 有人放言,要与十美共度粮消,发起挑战。 这像是一记惊雷,有人唯恐不乱,借天仙书院角色榜出炉之计,又加上了这样的重磅消息,果然激起大波。 何人敢狂言? 谁呀,哪个变态出事了,居然敢调戏十美,不想活了吗? 凤舞一出,水雨争风,多半会,统统镇压掉。 消息一出,书院内大阵,连一些低调,只知道埋头苦修的年轻修士都被炸了出来,觉得很吃惊。 诸位,踏天梯,你们谁行啊? 据闻门口来了个小子,要挑战极限。 走,去看一看是何方神圣。 一些天才小团体,也都在交流。 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消息像是长了翅膀,传向四面八方,引发很大的反响。 当然,书院太大了,也有很多人不屑,听闻后只当成了一个笑话,根本就不曾理会。 尤其是角色榜上的绝代利人,更是无视了,根本不感兴趣,觉得有人在制造话题,怎么可能踏过天梯并过关。 而院中那些最强大的奇才,也都冷冷一笑,闭关的闭关,误道的误道,懒得理会。 哎,真是失策呀,十大角色佳人,一个都没有炸出来,根本不屑一顾,白努力了。 一些人唉声叹气。 原本很多人奔走相告,希望激起巨波,引十大利人露面,结果失望了。 人们期待的人物不曾出现,不过书院大门这里依旧很热闹,来了不少人,想看一看何人赶走天梯。 当然,认真算下来,不足书院学生人数的议程。 所谓的天梯,就在灰红大门内,正对门口的前方有一座庞大的高台,十分壮阔,平日间无人理会,没人上去。 现在有人施展法力,吹去上面的尘埃,露出古朴的石台,刻着复杂而神秘的纹落。 十号向前走去,准备登台。 慢。 吴峰上前,拦住了十号的巨路,嘲讽道,我天仙书院为三千州最高道筒之一,并非随便一只阿猫阿狗就可以来此搅闹,你想踏天梯。 先过我这一关,不然只会让人觉得你华众取宠。 他很不留情面,当众这样说道。 后方,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人,有房市的修者,也有书院的学生,都看向这里。 如你所愿。 你人还有三分火气呢,十号此前是懒得跟他计较。 现在决定闯关,没什么可客气的。 轰的一声,他身体发光,长发飘舞,虽然面容清秀,但是浑身都仿佛有神焰在燃烧,可怕气势滔天而起,像是一尊神王,他被赤裂的光芒淹没了。 多。 十号一声大吹,如神雷炸开,震得无风当即大口吐血,浑身符纹暗淡,而后整个人横飞了出去。 这一刻,现场一下子寂静了,鸦雀无声。 所有的喧嚣声都消失了,人们震惊。 陈林不可思议的看着前方,那个少年如同魔神般,浑身都是赤剩的光焰,在其体外腾腾跳动,让他心颤。 天哪,这家伙好强大,感觉像是一尊少年天神在出行。 一些少女尖叫。 刚才还有人在比仪十号,结果现在却觉得他别有一番气韵,震住了他们。 这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所有人都预感到,今日也许会有了不得的大事发生。 远处,无风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身体在轻颤,又咳了一口血,这才好受一些,脸苍白如雪,惊悚的看着前方那道背影。 刷的一声,十号如一条真笼横空,跃上了高台。 一瞬间而已,场景大变,高台演化成一个决斗场。 场中,有一块巨石,人们暗自估量,保守估计,最起码有十五六万斤重,要求闯关者举起他。 这也太简单了吧,踏天梯就是这般吗? 对于我等来说轻而易举呀。 有人愕然,都觉得太容易了。 然而,随着十号迈步,很多人闭上了嘴巴,因为他们发现十号在缩小,化成了一个孩童,只剩下七八岁了。 与此同时,决斗场也发出层层涟漪,影响到了很多人,众人觉得回到了孩童时代,回归斑血境。 天哪,发生了什么,我为何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诱饵? 这就是决斗场的可怕之处。 众人明白了,这是在考验幼年时斑血大圆满时,一个人究竟有多么大的力量。 一般来说,天阶凶兽的后代在年幼时的寂静也不过十万斤,难以超越,而此地却摆了一块十五万斤的巨石。 这意味了什么? 超越公认的一系列最强种族的极限一大截。 连一扩散,很多人都觉得有一块巨石朝着童年时的自己压来,深感无力,几乎要窒息了,场景太过逼真。 十号很平静,幼年时,他直接抱着十几万斤的巨石在瀑布中滚,更是能举起二十多万斤的巨石。 来到进前,他直接就搬了起来,举过头顶。 啊! 站在高台附近的许多人大叫,脸色雪白,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参与了进去,幼年的自己被十五万斤的巨石压得肉身要崩坏了。 这,好恐怖! 很多人浑身都是汗水,快速倒退,再也不敢靠近,避开了那些涟漪。 这个人幼年时能举起十五万斤的巨石。 逆天了,所有人都心头震战。 然而,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十号将巨石放下,而后轮动右腿,一脚将巨石踢上了高空,在那里炸开。 这是,盖世神力啊! 神威! 他幼年时是喝真龙血长大的吗? 许多人惊呼,难以置信,陈琳更是睁大了美眸,捂住了鲜艳的红唇,他怕自己尖叫出来。 吴峰等人则脸上血色浸湿,头皮发麻,深深感觉到,这是一个怪物吗? 当! 一声钟鸣,传遍天仙书院,震动外面的房市,预示着十号顺利过了第一关。 咦,这个人不简单,踏天梯初步成功了。 不是华仲取宠之辈。 书院深处,有角色榜上的丽人惊讶,也有天纵奇才诧异,不过依旧没有出来。 高台上场景在变,决斗场中出现十轮太阳,一起压了过去,要镇压场中的少年。 嘶! 众人倒吸冷气,这是石口洞天,而且是开辟到极致,达到人族极尽的力量,要压制场中的人。 这关不好过,一般能平局就不错了,除非一些特别的种族,洞天之力超越极限。 有人点评。 然而,让人吃惊的事发生了,石浩任石口洞天压落,身体发出盈盈的光,将他们全部击穿了。 当! 又一声钟鸣,响彻天仙书院,欲示他过关。 这么快,成功过了第二关。 来了一个怪物吗? 书院深处,有些人站起身来,角色榜上的几名利人都惊呼,难掩亚色。 至于书院门口这里,早已惊呆了一群人,而后一片嘈杂与热议。 当! 时间很短暂,第三道钟声发出,悠悠而鸣,传得格外远。 不会吧,第三关也过了,未免太迅速了,这真的是在闯关吗? 书院中,一些天纵奇才坐不住了,再也难以保持镇定。 当! 第四声中响传来,大音如雷,不断轰鸣。 天哪,闯过了第四关,不行,我要去看一看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有角色利人走出闭关地,赶向书院门口。 惹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什么人? 同样的,其他穷楼中,也有角色利人站起来,撇起了原先的不屑,要赶往天梯那里。 去看一看是什么人物。 早先自逝,号称书院中天纵奇才的几名青年,也都动身。 当! 然而,就在他们刚出动之际,第五道中波震出,真正可以称之为黄中大吕在轰鸣。 这些奇才与几名绝带利人呆住了,这也太迅猛了,他们急忙加速,怕去晚的话无缘见证那种场面了。 这,前所未有,如此速度,破历史记录了吧。 有人在惊颤。 至于书院门口这里,早已沸腾。 第七百四十二章踏过天梯 这是一只怪胎,居然过了五关,而且速度这么快。 真是不可思议。 今天该不会真的要有大事件发生吧? 这家伙好生猛。 书院门口这里,惊掉了一地眼球,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一个看起来很柔和的少年居然这么妖孽,连克天官,一路猛进。 多少年没有人来此挑战了? 天梯难度,难倒历代圣贤,昔日那些绝艳之辈,古代的天神等,也曾闯关,但都大败。 高台上,一团光腾起,十号在舒展手臂,进行激烈的对抗,那里有一条条法链出现,发出清脆的金属颤音,将它环绕。 这是第六关,他在根治序神炼对质,以尊者静的修为破解。 这家伙,早先看起来很可恶,像个色胚,现在看也不赖呀,好帅,很厉害。 喂,别发花吃好不好。 其实他真的不差,发丝那么光亮,眼睛有神,面孔清秀,而且还这么的强大,的确算是英俊呀。 一群少女很兴奋,积极喳喳,脸上写满激动,有部分人叛变了,改变了立场,不再攻击十号,态度趋于和缓。 众人望着前方,十号发出炫目的光辉,周围瑞霞不断腾起,如神燕在跳动,赤剩无比,将它映衬的鹦鹉而破人。 咚! 他在出手,捏拳印,猛力轰出,竟发出洪水呼啸的声音,震得人耳鸣,带动四方元气,让这片天地都在颤抖。 奇长的身影,神光滔天,如同神中至尊,所向披靡,横推一切阻挡,震动了此地。 怎么会,如此? 无风声音在颤。 不能接受这现实,想到不久前的针锋相对,再看到对方天纵神武的样子,他脸色雪白。 在他的旁边还有一群人,都闭上了嘴巴,早先他们曾共同奚落十号,讥讽他不知天高地厚,妄想登天梯。 可现在发生的事,成为最有力的回击,让他们张口结舌,内心震撼,全都被惊得有些发慌,心中涌起滔天大浪。 我没来晚吧? 一个蓝衣少女清灵的走来,瞳孔如蓝宝石般,发丝也是水蓝色的,轻轻甩动,如蓝色瀑布般。 他带着笑,整个人都在发光,有种难以言喻的柔和之美,宛若是水做成的,灵性中带着神圣之感,引人瞩目。 咦,天窑出现了,想不到终生将他都惊动了。 一瞬间而已,这地方人声宣废,许多男子都露出热切的目光,向那里望去,看着这道美丽的身影。 哈哈,惊动了角色榜上的丽人,排名第四的天窑出现了。 不光是男子在惊呼,露出火辣辣的目光,就是一些女子也都惊讶,对这个优雅如精灵般的女子给予了极高的关注。 大消息,天窑师妹出关了,诸位师兄师弟你们还沉得住气吗?快去一关呢。 书院深处,许多人得到消息,非常惊讶,全都起身,向书院门口赶去。 就是他在踏天梯。 天窑拢了拢一头水蓝色的长发,洁白的面颊上带着笑容,盯着那里看个不停。 呼拉一声,一群人围了上来,有男有女。 天窑师妹,这家伙可没安好心,他想与你们共遇。 有人开口,大声提醒,千万要当心。 喂,柳师兄,你不要诋毁人家好不好。 有女学生暴打不平,替十号说话。 天窑闻听轻笑了起来,背齿发光,很灿烂,并不表态,只是盯着那高台上的身影。 轰。 就在这时,高台上,发生一变,那些秩序法链全部发光,燃烧了起来,化成黄金色,而后缠上了十号。 浩强的气息。 人们凝神,都很紧张,隔着很远都已觉得呼吸不畅,胸口发问。 这是秩序审判,考验对法的理解。 天窑说道,美眸眨洞,神兮点点,蓝色衣裙飘舞,很是惊艳。 咔嚓。 响声传来,所有人都一领,那金色的神炼寸寸逼近,最后乐尽了十号的血肉中,要将它结成数段。 与此同时,神华缭绕,道音轰鸣,法链蒸蒸作响,火星四射。 所有人都知道,十号遇上了麻烦,如果不能破解,它可能会被神炼截断躯体,血染天梯。 无风发白的脸色有了一丝血色,道,我就知道,它会失败,此前肯定在作弊,一会儿就要原形毕露了。 咦?又有人赶来,这是一个男子,紫衣斩动,鹦鹉无比,眸子开合肩,犀利若冷殿。 叶灵雪师兄来了,他也出关了。 有人惊呼,显然这是名人,为天仙书院的奇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高手。 叶灵雪看着高抬,露出淡笑,道,看来他遇到了大麻烦,不见得能过关。 要失败了,赶紧被截断躯体吧,天仙书院不是你能进来的。 无风低语道,因嫉恨而脸色猙獰,失去了平常心,他握紧了拳头,紧张的关注,迫切希望十号失败。 咔嚓。 突然间,高抬上所有法链都断了,被十号崩开,它如浴火的魔神般,遍体都是古文,神艳腾起数十丈高。 一瞬间,所有法链都断开了,成为流光,肆意向八方。 十号站在那里,背对众人,如同一座神炉,释放磅礴神威,光艳滔天。 当。 第六声钟响传来,传遍天仙书院内外。 这个时候,就是不知道此钟声代表何意的学生也都抬头了,觉得愕然,准备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 而房市钟,也是一阵大乱。 至于书院门口,人声嘈杂,许多人张大了嘴巴。 陈林,如今被挤出十美,是排名在第十一的丽人,原本心情很糟糕,讽刺十号,结果不曾想最终会遇上一只怪胎,有这样惊人的表现。 他捂着鲜红的鹰唇,美目大睁,一脸的惊容,觉得匪夷所思,内心砰砰跳个不停,被他所轻蔑对待的少年,竟要在今日开创一个传奇不成,打破陈锋的神话。 第六关了,还差最后三关,他就要成功了,难以想象啊,漫长岁月来无人可走过的天梯要被闯过去了。 他若是成功,肯定要载入我天仙书院史册中。 也不见得,巨文凤武可能过关了,只是没有张扬,有高手蒙住了道中,不曾让他发声。 一大群人都在议论,全都很激动,也很振奋,当然也有不少嫉妒的人,神色复杂,想到此前还攻击十号呢,不禁微慌。 显然,天仙书院的一些教头也都知道了,真神,圣者,天神先后露面。 喂,我还没有看到他的真容呢,怎么不悔转过身来。 天摇说道,皱着穷鼻,结果只能看到一条背影。 夜灵雪漠然,刚才还以为十号要失败了呢,结果赶到这里刚说一句话,对方就破关了。 高台上,场景再变。 白雾扩散,空中龙林闪烁,探出一只小山般巨大的龙爪,寒光闪烁,风锐无比,将那少年龙罩。 轰。 许多人大害,向后退去,这是一种天威,震慑人心,如同一方至尊降临在此,俯视如蝼蚁般的他们。 精神威压,考量成受力。 一位真神低语,道出了此官的真意。 十号站在那里,眉心发光,神石如太阳,身体虽摇动,但是没有后退半步。 当。 片刻后,那巨龙消失,钟声响起,他熬过了第七关。 这种威压,连点燃神火的人都承受不了,他居然抵住了。 有天神经义。 附近,很多人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即便没有身在高台中,但还是感同身受,特别是那些学生,刚才都要昏厥过去了。 这一关,看似容易,但其实是精神的对抗,是意志的魔力,那个少年不曾倒下。 就是他吗? 这个时候,又有人赶来,为书院最强大的几位奇才。 并且,不远处还有两名角色榜上的丽人,连妹而至,看向高尚,结果色天香。 这自然引发了一片惊叹声,竟惹出了他们,但是很快人们就转过头去了,不曾过度的关注,而是密切盯着高台上的身影,因为还剩最后两关了。 天地昏暗,连十号的背影都模糊了,难以看见,仿佛陷入幽冥间,虚空中出现一盏青灯,只有斗力大的光。 十号盘坐在那里,与青灯相对。 何味道? 青灯中传出声音,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震聋发聩。 十号宁静片刻,开口,无根无精,无叶无容。 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何味道? 青灯中还是这句话。 先天地生,既熙辽熙,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带,可以为天下母,可味之道。 十号再答。 可味道。 大道泛兮,岂可左右。 何味道? 一阴一阳,未知道。 何味道? 一问一答,十号从各个方面阐释,但这个问题太宏大了,即便请巨头来讲上几天几夜,也难以透彻。 因为这个世间,所有人都在求道,修道。 最后他站起身来,一脚踢翻青灯,道,这就是道。 众人目瞪口呆,全都说不出话来。 这家伙疯了。 敢如此无礼。 好长时间有人开口。 更有人幸灾乐祸,哈哈大笑了起来。 然而,出乎众人意料,青灯消失,天地中传来一声钟鸣,幽远而青阳。 十号向前走去,进入最后一关,将所有人都镇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里一片昏暗,伴着丝丝神秘雾矮,此时已经看不清十号的体貌,连背影都成为了一个轮廓。 我们来晚了吗,错过了一场盛事,连他真容都见不到了。 有一名如童话圈中走出的青城女子开口,略带遗憾。 这是角色榜上的丽人,又有两人来到此地,站在一起,都带着惊讶之色,看着高台上,不曾想那个人居然走到了这一步。 至于几位奇才,都露出凝重之色,保持沉默。 还剩最后一关,他能过去吗? 到了这一刻,众人发现,竟很紧张,都很期待,要见证最终的结果。 那里出现一道古门,洁白如玉,内部混沌弥漫,充斥着神秘的气息。 踏入此门,将面对天泽,若承受不住,形神俱灭。 那里出现一行字,浮现古门上,熠熠生辉,让所有人都心头一颤,暗自衡量,若是换成自己,赶入内蒙。 十号根本不曾犹豫,直接迈步走了进去,结果,古门崩塌,瞬息溃灭。 道心坚定,过了。 一个宏大的声音响起,在轻叹,似很遗憾,让他闯关成功。 这,众人警醒,前八关就足以拦住所有人,最后一关不过是考量一个人的信念是否足够坚定而已。 说容易很容易,说难也难。 若有迟疑,那么自然失败了,怀疑自己,还有什么路可走。 众人震惊,有人成功了,闯过了天梯,打破尘峰的历史。 现场一片寂静。 梯子呢,在哪里,怎么没见到,就这样到头了。 在所有人惊悍时,一个突兀的声音响起,正是十号,这一下子打破了宁静,惊掉一地下巴,这人,太生猛了。 这样过关了,是否可以和十美共遇了? 随后,这道咕弄声一下子更是引爆了此地。 轰的一声,人声鼎沸。 至于角色榜上的几名利人,有的人嘴角瞧起,有的人额头冒黑线,还有的人在磨牙。 第743章 入教 书院大门这里沸腾。 十二根巨大的石柱洁白如玉,支撑门阙,宏伟而壮阔。 所有人在热议,今日捅破天了,真的有人走过天梯,闯关成功,打破天仙书院的宁静。 高台上,十号转身,她一眼见到了青衣,也就是月蝉,一身洁白衣裙,将她衬托得如同一株百合般。 即便没有露出真言,但是月蝉依旧美丽惊人,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修长的双腿,傲人的身段,起伏的曲线,雪白的景象,清秀的面孔,清澈而有灵性的双瞳,令人不忍亵渎。 当然,十号见识过月蝉另一面,自不会被误导,这个女子手段过人,一般人根本降服不了。 她不自禁想到,昔日曾经将其活捉,最后更是拜堂,见到洁白的玉体,嘴角露出一缕笑。 咦,她在冲清衣失眉笑,果然是色,有人刚想将色胚二次说出口,但又强咽了回去,快速改口,道,年华正茂,风流倜傥。 许多人都露出一色,想到刚才十号还在孤农,要与十美共欲,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也太直接了吧。 而她这样盯着清衣,难道真想打坏主意? 一干年轻男子神色不善,虽然不至于打了鸡血似的扑上去,跟她拼命,但是却也都不愤。 十号哑然,说起来,那可真是她媳妇,荡日虽未真正走到一起,但也风光以你,见到了绝世仙子的另一番姿态。 瞪什么瞪,那是我媳妇。 当然,这句话只能在心里说,不可能这样呵斥出去,不然的话,估计后果不堪设想。 清衣,你看她真的看在你,难道想与你共欲? 天摇取笑,瞳在绝色榜上,她蓝宝石般的瞳孔发光,调侃月蝉。 不要乱语,陈琳不是说了吗,这是一个登徒子。 月蝉微笑,肌肤雪白,神圣无瑕。 周围,一群年轻男子文言,都松了一口气,不然真正面对十号,所有人都发怵。 唯有陈琳,神色尴尬。 我看走眼了,她怎么会这样厉害,难道超越了书院历代前前,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陈琳低语,她人比花椒,双颊微烫,很是后悔。 而在旁边,吴峰的脸色更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样一个少年至尊进入书院,还有她容身之的吗? 此前,她那样挑衅,言称天仙书院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能进的,结果等于逼着此人闯天梯,想到这里,她脸色煞白,一个亮呛,险些灾倒在地上。 有人扶了她一把,但很快又退开了,跟她拉开距离,书院的意味很明显。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闯天关成功的少年将会成为书院最核心的弟子,高层人物必将会出面。 甚至很有可能,此人会一举成为与凤舞并列的道统传承者。 在这情况下谁会得罪那少年,而与吴峰走得过近? 师弟,好样的,今日破了天关,如此壮举足以载入我教史书中。 对了,你如果真有机会去杜结神联的宝石,可一定要选好机会呀,角色榜上的人在那里出入是有规律的。 有人很大胆,在高台下起哄。 这样的一番言论,顿时让这里更加嘈杂,完全顶废了。 师弟回来后我们好好交流一番。 有人大声道。 下流,色胚。 五指,混蛋。 所有女学生都清脆,瞪向那些人。 高台上,十号转身,因为他感觉来了一个人,暗中将守护神符,破戒符都已准备好,他相信可以从容而去。 当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这样浪费掉宝符,他真的很想进度杰神联所在的仙职中。 不错。 这是一个老人,同站在高台上,微笑对十号点头。 他一身金色道袍,白发如雪,眸子深邃,先锋道骨,一看就是那种世外高人,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韵。 他很慈祥,正在对十号笑,没有巨头的威压,有的只是和煦,让人如沐春风。 但是,所有人都能感知,他绝对很强,因为刚才是无声无息出现在台上的,众人不能察觉。 该不会是老院长出关了吧? 许多人心跳加快,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之情。 就是角色榜上的几名利人,也都睁大了美眸,盯着前方,因为他们发现两位天神都石化了,一动不动,看着高台。 十号闯天梯,影响甚大,惊动了这两位天神,他们一直在关注,可此刻竟如泥塑木雕般,呆立在那里。 这顿时引起人们的注意,众人无比震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可能真是多年不曾出关的老院长。 天哪,老院长要收他为弟子吗? 这可真是一步登天,引起我书院最强者的注意,要亲自受益吗? 许多人极度与艳羡,简直难以置信。 不见得是院长吧? 有人小声道。 你没看到天神大人吗,眼睛都直了。 有人驳斥。 高台上,十号小心翼翼,面对这等高人他可不敢大意,行礼问好。 你可怨入我的道场。 老人问道,鹤发童颜,仙姿道体,给人将要羽化登仙般的感觉,气质太出尘了。 能让我去神池泡上几天吗? 十号咕农道。 下方,一片人实话,都有点发呆,这么大的造化摆在眼前,这家伙还不珍惜,敢讨价还价。 呵呵,你该不会是想偷香窃域,寻一道理吧。 老人打去,深邃的眸子带着会光,脸上笑意很浓。 他没有什么架子,很随和,跟十号开起了玩笑,并且看了一眼下方的轻衣,道,不错。 众人发呆,老院长这是什么意思,还想乱点鸳鸯谱不成。 月缠心头一跳,被老人看了一眼,他有点不自在,而旁边的几名丽人都打去。 青衣师妹,你可能要有道理了,我看老院长很热心啊。 这是天大的福源,好羡慕,要不我们姐妹共事一道理如何? 不得不说,这几名利人很大胆,低声调戏月禅,笑得前仰后合,花枝乱颤,惹得周围一群青年眼睛发直。 放心,入我道场,杜劫神连池可以由你出入,当然不要光顾着沐浴,而忘了修行。 老人笑道。 一群人流汗,角色榜上的几位女子也是大眼低溜溜转动,感觉老院长心态未免太好与年轻了。 请前辈放心。 十号拍着胸脯说道。 远处,无风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简直是万念俱灰,这个景象让他恐惧,害怕日后被清算。 老人大袖一展,几枚白色龟甲跳动,劈啪作响,他开口道,我临时占了一挂,你与天仙书院有缘,有一位道理就在进前。 说到这里,他还不忘记看了一眼月蝉,意思也太明显了。 很多人愕然,这,老院长你,管太多了。 这是很多年轻男弟子的心语。 而且,人们注意到了他的说辞,有一位,难道以后还有多位? 凤五不在这里,在书院参悟人仙一课,不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老人微笑道。 十号纳闷,天仙书院的巨头为何这么热衷撮合? 让他有点不解。 好了,入我道场,乘我教弟子,此事就此定下,跟我离去吧。 老人说道。 不去仙池吗? 杜杰神连那里,十号小声提醒,这是他最大的目的,他怕跟老者去了道场后,露出马脚。 臭小子,真没出息,以后有的是机会进仙池,还差这点时间吗? 老人带着笑吃道。 院长还真想送他去保持啊,万一真发生共语这种事怎么办? 一群人工农,很多人不满了。 走咯。 老人一甩金色袍袖,虚空中朦胧,一下子模糊了,那里出现通道,光这一手就镇住所有人,恐怖巨头啊。 十号跟随他入内,就此消失。 当。 就在这时,道中响起,震动天仙书院,所有人都发呆。 这是第九关的道中,怎么才想起啊? 很多人都不解。 很快,人们发现,那两位天神像是做了一场大梦般,突然大叫,而后猛力摇头,两者相识后悍然。 刚才有人捂住了道中,不让钟响。 一位天神心颤,这样轻语道。 我们不知不觉就着道了。 另一位天神震惊。 唯有第九道中波扩散,才会惊动天仙书院最强大的几位人物,而刚才竟被人控制住了。 快去天仙大殿。 两人转身就走。 后方,有些学生听闻到了那几句低语,都难以置信,他们一阵后怕,觉得有天大的事发生了。 奇风突起,变故接连出现。 有人闯天关成功了。 天仙大殿中,有老者开口询问。 成功了,但是,他未入我院,我们怀疑是那个人回来了。 一位天神颤声道。 什么? 天仙书院,惊起滔天骇浪,一下子爆发出数道冲销的光芒,那是至强者的血气。 这一日,书院发生大波澜,难以平静。 虚空扭曲,朦胧的西光浮现,身穿金色道袍的老人带着十号走出,落在一片山地间。 前辈,这就是天仙书院的深处。 十号好奇。 嗯,不算是,但相距很近。 老人说道。 咦? 很快,十号惊讶,他见到了前方一对宏大的门亭,简直快耸入云中了,这门却太过宏伟与磅礴。 这宏大的门却,古一沧桑,那是岁月的积淀,更有某种大道的气息,实在过于非凡,站在这里仿佛立在天庭前。 而后,他抬头看到了一块匾,上面有四个古字,至尊道场。 十号心头一跳,怎么没有天仙二字? 难道老人的闭关帝,就是以此命名,不过好像太霸气与嚣张了? 同时,他一下子想到了至尊殿堂,那个道统每一带都只有一人,为无上传承,与仙殿世代敌对。 十号犯嘀咕。 记住,这道场是世间最高传承,一入此地,不得反悔,要为他而战。 老人严肃地说道,气质完全不同了,像是一带无上至尊降临,疲逆天下,傲视三千周。 第744章至尊道场 天仙书院这么有名吗? 书院确实很强,有人先一刻,但是若说俯瞰三千周,称之为上界最高道统,十号很怀疑,觉得未免有些拖大。 百家争鸣,诸教争霸,谁敢说自己绝对第一,世间最高。 愿入我教,为他而战吗? 老人威严地问道,头顶垂落下一缕缕混沌气,真身仿佛要撑破了天地,犹若俯视众生的众神之主。 十号纠结,硬着头皮道,愿意。 为了杜结神联,他暂时抛却了其他,比如说杰操等,先应付过去再说,万一离开,大不了以后好好地补偿与报道天仙书院。 老人点头,宝箱庄严,有种人间唯我独尊的大气概,道,记住,你是我道场的弟子,他日若不能称尊天下,逐你出门墙。 十号富匪,这要求未免太高了,天仙书院底气有这么足吗? 历代走出的弟子,怎么可能都能均临天下? 同时,他有点怀疑,怎么不提天仙书院,老是说道场。 前辈,这里是天仙书院的核心地吗? 他不禁问道。 不是天仙书院核心地,而是超脱在上。 老人一本正经,宝箱庄严,这样回应道。 十号发呆,还有比中心的更重要的地方。 老人的身份绝对超凡,敢说这样的话,不是院长,就是护道者,亦或是天仙书院的寄灵。 好了,就要跨过这道门了。 一旦入内,你终生都无法反悔,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可考虑清楚。 虽然他很平静,也很威严,但是十号却有点发怵,觉得老人眼睫毛都是空的,这该不会是一只奸诈的老狐狸吧? 可做出决定。 老人平淡地问道。 前辈,啥时候能去采摘杜结神联呢? 十号小声道,进入天仙书院最大的目的就是这个,千万不能被忽悠了,他在这里讨价还价。 杜结神联有什么好,相对来说,那玩意就好比是喂猪的料,不用太在意。 老人说道。 啥? 十号睁大眼睛,老头子说话太过了吧,大言不惭,要知道所有天神都想得到,可以为他舍生忘死,打破头颅。 咳,扯远了。 老人咳嗽了一声,道,你要知道,我教昔日有上界第一灵根,就足够了。 十号有点发猛,天仙书院曾掌握有第一灵根。 他很快就想到了昔日曾见到的一株药,在下界药都外的山谷中,被无数法阵守护。 小塔曾探,那是第一神圣药,想寻到与其比肩者,一定在广袤的无人禁区深处。 难道是那中药? 据传,他是上界人栽在那里的,天地大结石,的确有数位强者大战,在那里争夺。 现在估计丢了吧? 十号小声道,他从老人的话语中能品出味道。 早晚要寻回来。 老人眸光深邃,望着天穷尽头,有股肃杀之气。 那咱,还是谈谈渡截神联吧。 十号以微弱道几乎不可闻的声音咕农,心中坠坠,有点打鼓。 你就这么想去哪里跟几个女娃共狱? 瞧你那点出息。 老人似笑非笑,这样斥则道。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十号嘴硬。 我有些犹豫了,想我一世英明,若是教导出一个花道,不是要败尽我的颜面吗? 老者沉吟。 前辈,请放心,他日我必光大门户。 十号声音铿锵,质地有声,要多诚恳有多诚恳。 在宏大的山门前,老人点了点头,一身金色道袍飘舞,将他衬托得愈发出众,点点光雨洒落,宛若要羽化飞仙。 渡截神联也还算不错,放心,到时候你可以常出入那个宝石,没什么问题。 他催促十号进入大门内。 好,既然前辈都这样说了,我自当从命。 十号跟他一起迈过那宏伟而又磅礴的门阙,走入到里面。 就在这里立下誓言吧。 老人郑重的说道。 还要立誓,这能有什么约束力? 十号暗自撇了撇嘴,并不是很在乎。 跟我一起启示,来。 老人说道。 一篇不长,但是却绝对很严厉的试文祷告完毕,随后老人让十号滴落一地惊血,撒在那篇文上,就此点燃。 这是做什么? 十号不解。 这是诅咒文,一旦叛教,将身受天罚,永坠截土,遭受种种磨难而亡。 老人漫不经心的说道。 啥? 要不要这么歹毒,这么狠啊,十号发傻,怎么感觉像是上贼船了。 居然被吓了咒,用你约束。 怎么你现在就想叛教了? 老者笑呵呵地看着他,提醒道,诅咒很厉害哦。 十号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越发觉得,草率了,这老头子看着慈祥,先锋道鼓,但是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 好了,进入五角,当谨遵誓言。 老人说道。 前辈,您怎么称呼? 十号问道。 其道林。 老人微笑道,而后看着他,道,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十号尴尬,他才来上界多久,对那些大人物又怎能尽数知悉,但还是昧着良心道,久仰前辈大名,如雷贯耳。 老人露出异色,道,是吗? 显然,他觉得十号不认识他,未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知道为啥,十号觉得,老人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是错觉吗? 天仙书院的这位老院长或者纪灵还有见不得人的事? 站在宏伟的大门内,向前望去,所看到的不是成群的宫殿群,而是一望无银的山脉,以及飘渺的云雾,壮阔而又自然。 这就是书院的道场吗,它有多大? 十号问道。 齐道林微笑,道,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而我们的道场也便有多大。 我气吞伤和。 十号说道。 是吗,既然如此,这道场就无银,我带你去看一看。 齐道林说道,大袖飘飘,带着十号凌空横度。 在他们的脚下,山川倒退,大壶如珍珠,长河若细带,急速远去,一下子也不知道横跨了多少万里。 强如十号,也感觉双耳轰鸣,眼睛生疼,因为速度极快,风跟刀子似的搁在脸上,好袖等都要燃烧起来了。 前辈,我们到哪里了,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天仙书院就是再大一万倍,也装不下这片土地吧。 十号狐疑。 而后,他目瞪口呆,因为见到了一些城池,还有其他生灵的棋居地等,这分明不是什么道场范围了。 他质疑,提出问题,这老头子在忽悠他吗? 我都说了,心有多大我们的道场就有多大,你还没有领会我的意思吗? 齐道林带着和蔼的笑,不紧不慢地说道。 十号满脑门子黑线,道,那道场该不会就有一道门阙吧? 答对了。 老人点头,道,进入门内,你所面对的是整片世界,这就是我们的道场,若如他交那般,化地为牢,区区荡丸之地,岂能配得上我们的道筒,别忘了他的名字,至尊道场,若有能力,上界三千周都是我们的后院。 十号目瞪口呆,这也行。 偏偏,齐道林一脸严肃,指点江山,有一种气吞九天的大气魄,很认真地告诫他当放眼天上地下,古今未来。 那前辈咱找个落脚的地方吧,道场这么大,放眼三千周都是我们的后院,我们是去仙殿做惠儿,还是去某一地族闭关呢? 十号说道。 仙殿,那破地方将来只能当茅坑。 齐道林说道,眼中弥漫出一片圣灰,第一次情绪波动起来。 唰的一声,他带着十号踏进模糊的虚空,返回不久前离开的山门,而后他用手一点,前方一座山峰发光,竟出现一座巨殿,如同天宫般。 这到底是天仙书院什么地方,还是说根本就不是了,十号小声问道。 以后不用提天仙书院了,就以至尊道场的传人自居吧。 祈祷林笑道。 为啥? 十号不解,还有不愿意提自己道统的院长与祭灵吗? 入至尊道场,超脱天仙书院上,记住这里才是根,不论其他。 齐道林严肃告诫,道,也就说,你将自己当作至尊道场的弟子就够了,其他都可忘记。 十号愕然,脸上写满了怀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呢? 这里就我们两人吗? 他问道。 你以为至尊道场是什么地方,谁都能来吗? 每一带只有一名弟子,原则上在你没有被逐出门墙前,是不可能有第二位传人的。 齐道林说道。 十号越发怀疑,他奶奶的,自己不会被拐卖了吧? 想到这一可能,他差点吐血,从来都是他坑人,而今天却被人坑了。 该道场只一位传人,怎么跟至尊殿堂有点像? 在修行上你有什么疑问,尽可以向我请教。 当然,不是具体的法,而是大的方面,真正的无敌到虚过两日才能传你。 齐道林说道。 无敌道。 十号心头火热,他其实很想问,是原始真解的超脱片吗? 横扫三千周的绝学,自然可称无敌。 齐道林傲然说道,当然现在他不会传法呢。 十号仔细思索,想到了九聚龙骨,还有那口青铜骨官,问道,前辈,这个世间有轮回的人吗? 第七百四十五章被坑了。 显然,这个问题很大,自古以来不知道难倒了多少人,总有至强者相信,人是可以轮回的,还能再现。 就如同一株花,今夏凋零,冥春再战,还有花香沁古时。 只是,关于人的轮回,却没有证据,从未有人真正洞悉,或许只是禁忌人物的一种美好憧憬,希望还有来生。 齐道林粗眉,道,这个问题很复杂,别人难以回答,而我却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世间绝对没有人可以不断转世。 十号漠然,他在私存,自己有宝庶名,轮回,他进行过推演,也许能超脱,更进一步,不知道会怎样。 没有轮回吗? 他轻语。 有轮回。 齐道林道。 这不是与你说的,矛盾吗? 十号惊诧。 不矛盾。 齐道林说道,看向远方,悠悠说道,没有轮回的人,但却可能有轮回的就是。 十号不语,他想到了在同关中见到的景象,道,仙谷纪元,有仙临世,难道他们战死后也无法轮回复活吗? 年轻人你想太多了,死了就是死了,一切成空,怎会有人超脱出来,如果非要承认,再相见那就是几个纪元后了。 前辈你在说什么,自相矛盾? 十号不满。 明白就是明白,不明白就是不明白,说再多也无用,你只要记住这世间没有轮回的人就行了,一切都在今朝,皆在此时。 老人严肃地告诫。 好吧。 十号点头。 还有什么问题吗? 注意是大方向,而非具体宝树。 齐道林问道。 仙谷纪元,论的是仙道,求的是仙法,而这一事却是神道,熟弱熟强。 十号问道。 你这小子,还真是竟给我出难题。 齐道林惊讶,而后点了点头,他让十号问大方向就是想看他的格局与气魄,沉吟片刻,道,万法殊途同归。 不分高下。 但是,将来必有大乱,你还是努力提升修行吧。 乱在哪里? 十号问道。 在远方,我已经感觉到他近了。 齐道林神色凝重,看着天地的尽头,那里有什么,广袤的无人禁区吗? 那到底是什么? 十号追问。 不朽。 齐道林只有两个字,可却神色郑重,异常的严肃,收敛了所有的笑意。 在说这些话时,他的头顶上方,浮现出一片星辰图,神秘莫测,仿佛头顶着宇宙星河,脚踏进了地府中。 与此同时,另一片道土。 天仙书院的殿堂中,一群人都发呆,有志强者在发怒,异常生气,咆哮道,一定是那个人,臭名昭著。 还有人附和,道,完了,一个绝世奇才就这样被人抢走了,若是落到他手里,真不知道将来要成什么样子。 赶紧去找,将他追回来,不然一个人结毁掉了。 有人疼得站起。 唯有老院长坐在那里,轻轻一叹,哎。 我们又怎知他去了哪里,都有数千年不曾出现了,天知道他会带着那少年跑到哪里去。 有人无奈。 你们说,他会不会跑回他那个小破山门去? 一位老者目若金灯,这样说道。 走,去看一看,总比干坐着强。 另一人说道。 好。 就这样,天仙殿堂中,有三股滔天血气冲起,染红天空,三人迈入一条模糊的虚空门内,就此消失。 他们一步就可以走到天边,因为都是志强者,是书院的创始人。 巨宫中,其道灵卫十号解惑,阐释了很多大方向上的问题,而后突然眯分起眼睛,道,走喽,贫道带你去寻一些修行地,接下来你该开始准备学我的大法了。 刷的一声,他们从这里消失了,就此不见。 几乎是前后脚,远处的天穷裂开,有三道身影走了出来,俯视着下方,皱起了眉头。 他刚才还在,片刻间离开了。 天仙书院的护道人开口。 与此同时,早先那宏伟的门阙,此时不成样子,破败不堪,哪里还是与天齐平,耸入云层中的样子,而金烂道快倒塌了。 可谓天壤之别。 除此之外,前方那座山峰上的巨宫也变了,化作一片废墟,断壁残垣,毫不凄凉,都快被薅草淹没了。 如果十号在这里,一定会目瞪口呆。 这个声名狼藉的家伙,修位又大涨了,我们多半不是对手。 一人道。 同一时间,虚空扭曲,老院长走了出来,在此地看了一眼,轻轻一叹,道,走吧,说起来当年我们也亏欠了他,虽然他后来那么荒唐行事,但情有可原。 并且,现在你们谁能治得了他吗? 短暂的沉默,那几人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反驳。 难道就这样任他抢走我院的绝世奇才,多少年才出这么一个呀? 有人不甘心。 有一个凤舞足够了。 而且,当年骑道林不也是也走完了天梯吗,留下来了吗? 老院长问道。 那是因为他想偷师,他是至尊,遗弃的人。 有人道。 算了,就这样吧。 老院长说道。 一阵清风吹来,这个地方寂静了,几道身影消失。 两日后,一片荒漠中。 十号与其道林面对面,盘坐沙利上。 我有九大神通,更有五大涅盘法,还有各教道统,你想学什么? 其道林问道。 什么时候可以去先持,看渡结神联呢? 十号小声问道,总有一种被人拐卖了的感觉。 没出息,不修成一种神术,就不要多想了,怎能沉迷女色中。 其道林赤道。 十号。 我学无敌道,你不是说要教我吗? 最后,他咬了咬牙说道。 算你有眼光,不过若是学了这种道,别的宝术就暂时不要考虑了,不能分心,因为太难了。 其道林正色道。 十号还真有点好奇了,究竟是什么法,居然被他这样推崇。 他明八九天宫。 其道林说道。 什么破功法,一听这名字就不怎么地。 十号撇嘴,并且孤农道,我还会七十二遍呢。 灭图,你懂什么,这是一个概念吗,你知道我所讲的八九天宫拥有怎样的意义吗? 其道林吹胡子瞪眼。 什么意义? 十号问道。 他不是宝术,不是神通。 其道林这样说道。 不就是古文吗,我自己有,不用学。 十号自傲,他有原始真解,对于最原始的古文比谁都掌握得强大。 你懂什么?我所说的东西超脱神通上,高于宝树上。 其道林瞪眼。 十号吃惊,这老头子所说的是真的吗?这牛皮未免吹得太大了。 确切的说,它是驾驭宝树的法,是一种无敌道,你这个层次不理解可以原谅。 其道林看了他一眼,一副懒得与你一般见识的样子。 十号心头一震,他一下子想到了一种传说中的手段,号称镇骨朔金。 果然,其道林也提到了,道,听闻过六道轮回吧,那是驾驭宝树的手段,以他祭出六种宝树,横扫一切,天下无敌。 这个,听闻过。 十号点头。 关于六道轮回,这种手段实在是过于可怕,就是在下届时他就已经了解过了,异常向往。 有传言,世间有人想集权十凶宝树,须以一段总纲驾驭,同时施展,从而也就有了六道轮回这种无上法。 当然,自古以来,根本就没有人集权过十凶宝树,最多也就四五种道鞭了,至于六道轮回也只是推演出来的。 初代宝树,只适合自己,不适合流传,古若失去,那就难有作为了。 经过岁月的积淀,时间的检验,各族生灵发觉,唯有石凶的宝树最强,他族人学会后威力不会骤减。 当然,任何神通只要不是开创者施展,威力都是要打折扣的,只是相对的程度而已。 六道轮回,就已经算是驾驭宝树,神通的无上法之一了,而这八九天宫,光从名字你就能琢磨出一些味道。 其道林目光深邃。 石浩顿时双眼发光,一副无比渴望的样子,问道,这是谁开创的? 我便学天下宝树,经研各种大法,最后做官十万年,终于开创此法。 其道林傲然说道。 然而,石浩一听当即就胯下了脸,有点泄气了,因为他一直怀疑,这个老东西将自己拐骗了,而今被坑了,根本不是在天仙书院,现在又听他夸夸其谈,自然是觉得在吹牛。 小子你什么眼神,什么意思? 我教你无敌道,你却这个姿态,不想学是吧? 其道林很受伤,吹胡子瞪眼。 我学。 石浩说道,管他呢,他想看一看所谓的八九天宫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他陷入了苦难中,其道林让他去背负大山,每日间跑上几万里,这简直是地狱般的折磨。 以十号的天生神力,背负一座大山自然没问题,然而其道林却要求他在地上奔跑,这实在难为人,一个控制不好,整个人就要陷入地下,只留下一座山座落那里。 这只是最简单的魔力,将肉身、法、精神等高度统一起来,让你达到修炼八九天宫的初期条件。 其道林严肃地说道。 当你修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所谓的肉身、古文、精神等是不分彼此的,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你才算真正步入修道者的辉煌殿堂。 这些话让十号受了一些触动,故此没有抵制,按照他所说,魔力己身。 告诉你,你一旦从我这里出师,他日若不能同辈称尊,我会亲手去灭了你。 其道林说道。 十号无言,究竟加入了一个什么样的邪教? 我会给你安排一些对手,首先,第一场,在公平一战中,虚途调仙殿的传人,你可以吗? 其道林说道。 没问题。 十号很干脆地答道。 好,继续练,我的法注定要震惊上界三千周,天下无匹。 不朽,你来了吗? 我等着。 其道林眯眯着眼睛,看着天空。 第七百四十六章来历 不朽。 十号也眯起眼睛,开河间神兮点点,他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了,显然关乎甚大。 他觉得,应该不是指一个人,也许是一群生灵,也许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亦或许为其他莫测的东西。 果然,其道林说完这个词,很沉默,久久未雨,始终望着苍穹,像是要透过宇宙星河,而望穿什么。 闻。 不许偷懒,该去修行了。 其道林回头,看了他一眼,这样说道,而后又专注地望向了深邃的星空。 天都黑到后半夜了,还凶。 该打坐雾骨闻了。 十号功农。 快去,不想学八九天宫了吧,要不然我直接清理门户算了。 其道林面无表情地说道,显然心情很糟糕。 天杀的。 十号只得背起一座大山,狂奔而去,暗自赋匪,太他奶奶的倒霉了,绝对加入了一个邪教啊,有这样修行的吗? 他自认为一直都很勤奋,除却是个吃货,还是修炼狂人,从未懈怠,可今日却被这样鞭策,进一步发愤,不然要被清理门户。 轰隆隆。 大地摇动,这片荒漠中,所有生灵都发呆,在夜色中只见一座大山在狂奔,要多怪异有多怪异。 因为,十号的身高相对于大山来说微不足道,故此背着山体而行,远远望去根本就被忽略了。 这一夜,荒漠中出现风山传说。 数日后,十号的足迹遍布很广了,终于在这一日踏足草原,进入火州,天仙州交界地带,距离天仙书院不是太远。 我说,那是什么东西,一座山在移动。 有人愕然,一脸活见鬼的样子。 特别是天仙书院外出的学生,在草原中寻找神况,见到这一幕更是发呆,一座大山在狂奔哪,速度好快。 这是,山神。 不对,是山宝,大山孕育先经而成宝,如今通灵了,赶紧追呀。 结果,这个地方热闹了,很多人展开身法,或翱翔于空,或在地上及时,一路追赶了下去。 抓住,即便是山神,也一定孕育出了土行经河,稀释神料。 十号指的更加卖力,将肉身,骨纹,精神等合一,化成一道光,背负着大山消失在地平线上。 这一结果,唬得众人一愣一愣的,久久未雨,这也太邪门了。 那山若是飞走也就罢了,居然是一颠一颠的,上下轻颤,屁颠屁颠的跑眉影了,还这么快,有没有天理? 数日后,十号泪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忧怨无比,看着齐道林,这死老头子居然让他在最近狂奔了三天三夜。 去,齐道林刚吐出这个一个字,直接就被十号的哀嚎声打断了,道,你杀了我吧。 昔日? 他被人诅咒,称人神共愤,可是今日却被人压制得这么惨,颇有恶人自有恶人魔的报应感,让他无语。 十号实在受不了,这也太枯燥了,天天被山狂奔,累个半死。 我是说,去,休息下吧,积攒力量。 修行之道,当懂得放松,一张一池,才是正理。 齐道林说道。 我圈威警号人民币人民币警号,十号暗中诅咒。 清风吹来,古树摇动,叶片刷刷响各不停,一些数千年古藤流动霞光,这是通灵成经的征兆。 山还是那座山,但荒凉了很多。 十号放松之际,一个人重回至尊道场,按照记忆寻了过来,可是所见与第一次时大不一样。 大山雄浑,但是太冷清了。 他一路跋涉,最后看到了古老的石阶,可却都军烈,轻塌了,破败得不成样子。 他磨得抬头,表情僵了,石化在此地,那高耸入云的宏伟山门呢。 薅草丛生,太凄凉了,足以将人淹没,而这个地方断壁残垣,瓦丽四步,诉说肖瑟与衰败,还有某种悲凉。 这是什么地方? 十号确信自己没有走错路,可是与第一次相见时完全不同了。 那与山崎高,没入云层中的门却不见了,有的只是野草,还有裂开地基,烂钉,瓦丽,断掉的石柱等。 他踏在断墙边,用手触摸,顿时腾起一片妖艳的光,依旧有强大的符纹不曾溃灭,说明此地的确曾经无比辉煌。 有惊世法阵守护,不可能是倒在了岁月中,看这里的残忌,分明是因大战而毁掉的。 原以为进入了一个辉煌大轿,没有想到,连山门,神庭都被人扫平了,被坑惨了。 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被人拐走的,跟天仙书院一点关系都没有。 虽然他也早已知道,但一直觉得,至尊道场应该也不差。 谁曾想到,这个不差的辉煌大轿早被人灭了。 十号巷里走去,登上其他高山,同样古树摇曳,薅草丛生,那巨大的天宫根本不在了,只有废墟,鬼火。 阴冷而哭泣。 他在这里转了一大圈,确信这里被遗弃了。 这老头子,真可耻。 十号一边走一边自愈,被忽悠惨了。 就这样的破落到土,还要他将来称尊天下,不然的话,他还会被当成不合格的子弟,被清理门户。 十号转了一大圈,坐在一块蜗牛石上,停在此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竟听到了人声,这是一群年轻人,自山外走来,临近山门。 看到了吧,就是这里,还有不少残疾。 有人道,在前引路,进行介绍。 十号愕然,听着他们的谈话,看他们指点,完全是平调古迹的样子,将来当成了怀骨疏续的地方。 看,这小破山门,当年也闹出天大的风云,但终究是被碾压碎掉了。 有人道。 这里就是至尊道场啊,看起来也不错,昔日一定很恢弘。 一名少女说道。 错了,原本就是一个小破山门,而今才是他本来的样子。 一个青年背负双手说道。 不远处,十号不爽,再怎么说,他目前也是至尊道场的唯一弟子,也就是大师兄,听着他们奚落此地,很不适滋味。 我觉得,这至尊道场昔日应该很气派呀。 那名少女说道。 小柔师妹,不能看表象,这个地方可没有什么辉煌,而是恶名远播,甚至可以说,这一小破骄的人臭名昭著。 那名青年笑道,他头上有一对鹿角,望向带路的人,道,我们才入门,还是请柳师兄来为我们解说吧。 路师弟太客气了。 柳师兄笑道。 虽然隔了很多周,但我以前也听说过至尊道场,当年闹得沸沸扬扬,波及诸多大叫,但却是了解不多,还请柳师兄讲解。 请小柔说道。 十号通过他们的谈话之道,这群人大多都是新加入天仙书院不久的天才,有几名老生带着,在此看山川景物。 说起来,至尊道场的道主还真是一个,柳师兄说到了这里,顿了顿,向左右望了望。 怎么了,是个天纵人物吗? 有人问道。 是个极品奇葩。 柳师兄确信,这里没什么其他人,这才放心。 他过去听说过,说那道主坏话的人都被修理得很惨。 这么漫长岁月过去了,应该早就没有那个人了吧。 怎么奇葩了? 当年,这位道主,天下共角,人人喊打,跟过街老鼠似的。 柳师兄道。 这些话语自然引发了一群新生的惊讶。 而十号听到,则一阵发呆,说的是其道林吗? 你们能想象吗,这人被各教高手共同追杀,举世皆敌,这得坏到什么程度才能如此? 当时有句话形容他,坏到头顶掌窗角底流浓,太极品了。 怎么个坏法? 有人问道。 你们看到这山门遗迹了,当年和其宏伟,壮阔无边,但你们知道怎么来的? 柳师兄笑道。 怎么来的? 这是他从其他教偷来的,这本是造化书院的牌楼,结果被他一夜间猥琐的给扛走了,运到了这里。 柳师兄笑道。 一群人张口结舌,这样也行。 知道他怎么解释的吗? 他说,怀念造化书院,故此将山门给偷来,只因他曾在那里修行过一段时间。 柳师兄道。 众人想笑,同时深感惊讶,道,这样的人还是造化书院的弟子。 不仅如此,他还是我天仙书院的门徒呢。 一位师姐说道。 他在我们书院做过什么吗? 当然,如果没做过什么,就不是臭名昭著的祈祷主了。 他趁咱们寄灵大人熟睡时,用从老院长那里偷来的质宝,黄慧剪,将他的一身淋雨偷偷剪掉大半,去练一柄破扇子。 你说可恨不可恨。 众人哗然,这个道主太可耻了。 他怎么能偷到老院长的质宝呢? 有人不解。 呃,那是因为,他差点将老院长的玄孙女也给偷走,这个,你们懂的。 柳师兄咳嗽了一句。 天哪,老院长的玄孙女,该不会是那位副院长前辈吧? 请小柔惊呼。 你们,明白就好,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书院不得乱语。 有人小声提醒。 远处,十号不是滋味,这老东西自己就是个花道,还好意思数落它。 看到那座山上的巨公遗址了吗? 据传是从天人族偷来的,原本名为天阙,也是因为他思念曾经的尸门,故此搬来一座富有盛名的宫阙,用以怀念。 有人继续介绍。 啥? 众人睁大眼睛,有些无语。 他拜入过天人族,做过这种奇葩事。 何止一个天人族,当年这位道主先后共加入了十几个大教,结果每次成为叛徒,逃掉,偷师完毕就跑。 柳师兄道,而后又补充,道, 这还是知道的,而有些大教不好意思说出。 另一位师姐补充道,你们能想象吗,那十几个大教都是最顶级,难以比拟的古老道统,君临一方,俯瞰上百周。 众人发傻,觉得那人有点难以理解。 怎么说呢,这人特猥琐,偷师,敲师掌闷棍,威胁勒索同门,恶名累累,庆竹难书。 一位师姐说道。 还有其他更多呢,他的来历等。 咦,这里有个人,也是仿骨吗? 有人惊讶,发现了十号。 喂,兄弟,你也是来看这小破山门的吗? 有人问他。 十号抬头看了一眼,面无表情,道,这是我的师门。 什么,哈哈,还有人败入这个声名狼藉的小破山门,傻了吧。 一群人呼啦一声围了过来,指指点点,像看怪物般盯着十号,笑个不停。 第七百四十七章传人 十号黑着一张脸,心中推不是滋味了,竟被拐进这样一个道场,他真想一头撞死,太丢人了。 日后若是走出去,一定是千夫所指,万民唾弃,可以想象那种场景,估计走到那里都会有人喊打。 他现在想起来了,难怪其道林问他是否听说过其名,原来那老头子自己也心虚呀。 嘿嘿,真是稀奇事,还有人败入这一门,那其道主自己都跑路了,很多年不曾出现,还有人自称弟子。 你一定是报名我天仙书院而最终落选的人吧? 柳师兄说道,微扬着下巴,姿态有点高,因为能进天仙书院的都是各族精英。 落选的人在他看来,自然是失败者,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人。 陆明也笑了,他是心晋天才,刚加入天仙书院不久,为五色鹿一族的嫡系,强大而自负,带着矜持的笑,道,落选了还可以下年再来,说不定能成为我的师弟呢,也不至于来到这个小破山门吧,你难道是暂时牺牲在此,当在落脚地? 其他人也都笑了,眼神异样,看着十号。 十号发囚,但不是因为他们,而是因为齐道林,这个老东西把他骗得好惨,他还以为至尊道场多么了不得呢? 好好努力,我看好你,说不定下年你真能成为我们的师弟。 有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女也开口,很骄傲,像个开屏的小孔雀般。 十号很不爽,自己分明通过了天仙书院最难的天官,踏过了天梯,现在反倒成为了一个破落户,被该院弟子俯视。 行了,哪来的回哪去啊,没事别打扰我,更不要在我至尊道场中乱走。 十号黑着脸说道。 呦,还有点小脾气啊。 陆明调侃,头上五色鹿角发光。 很多人大笑,很是轻视。 对了,这里也曾经有灰红建筑,到底怎么倒塌的? 有人问道。 众人闻言,立刻转移了注意力,不再看十号,关注这个问题。 你们想啊,其道主人神共愤,实在是臭名昭著,做了太多恶事,这片山脉在某一时期金灿灿,穷楼玉玉成片,太过壮观了,都是从各大教偷到羽抢来的,能不出事吗? 柳师兄道。 最后,这些大教高手齐出,天下共角,一同追杀他,怎能容忍自己的招牌建筑物被放在这里,实在太丢脸了。 最后,宁可毁掉此地,也不让他招摇,所以都化成废墟了。 一位师姐补充。 我怎么听说,其道林非常惊艳,其资质天下罕有。 秦小柔说道。 嗯,这个人虽然臭名昭著,但是的确厉害,不然何以能成为十几个大教的核心弟子,成功偷师。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何意义? 有人带着疑问。 一是因为他是个武痴,想融合百家古文,创出最强天宫。 二是因为他有个心结,他想光复某一禁忌古教。 柳师兄神色略带异色。 什么叫,值得他这样做? 有人惊讶。 不知道,只是听闻,那一教人少得可怜,但却恐怖到无法想象。 一位师姐说道。 柳师兄道,据传,那一道统新老交替之际选中了齐道林,可就在那时大敌来犯,那位老教主做了个决断,让齐道林离开,保他性命。 嗯,有小道消息,据传围攻那一道统的大敌可怕到你们不敢相信。 另一位师兄小声道。 都有谁? 据闻,先殿最古之人,从太古的陈眠中复苏,并邀其他几名至高人物,一起出动,进行围攻。 斯。 众人到西冷气,仙殿是什么地方? 人从不过武,但是却僻逆天下,挥震万古。 咕,这些陈年就是事不要多做评价。 一位师兄告诫,小心祸从口出。 柳师兄道,据传,齐道林被送走后,原本想去巡师门的传承,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偷师百家,用你壮大己身。 情有可原。 请小柔说道。 喂,师妹,绝不能同情他,年少时确实倒霉,但你看他后面都做了什么,人神共愤,臭名昭著。 柳师兄强调。 对了,你们看,那里不是有一堆铜秀吗?有人指向一座山峰,那里一片发绿,都是铜秀。 齐道林去过仙殿,偷来一座铜屋,当作茅厕用。 众人哑然,进一步了解到了这位道主和其的记仇,以及多么的奇葩。 世间有传言,若非仙殿有两人活得实在太古老,修为深刻不测,齐道林早就报仇去了。 十号在私存,沉默不语。 咦,你也听得很入神,还守着这个破烂山门吗?好好修行,来年也许还有机会入我天仙书院。 有人道,很是高傲,以成功者的姿态教训。 都一边待着去,赶紧离开,烦着呢。 十号挥手。 你该不会真指望成为这里的弟子吧? 陆明黑黑直笑。 柳师兄像是想起了什么,道,数千年前,齐道林心血来潮,的确在这里又出现过一次,教导了一些弟子,结果。 结果怎样了? 众人好奇。 结果,被各教弟子打跑了,那些人最终都脱离了至尊道场,再也没有露面,可惨了。 柳师兄道,而且不怀好意的看了一眼十号。 不是说,那并不是齐道林教导的吗,是有人发现了齐道林留下的部分传承。 错了,有两人是他亲自教导的,结果被各教弟子揍得很惨,直接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十号听着他们的议论,发现数千年前好像另有隐情。 兄弟,你是不是在这里得到什么传承了? 有人目光闪烁,向他看来。 十号的心思没在他们身上,而是想到了其他,如果日后行走天下,顶着至尊道场的名号,会不会如同那两位师兄一样,被各教弟子追杀呀? 不过,再坏还能比他暴露真身更糟糕吗? 这数千年来,也有不少人到此寻机园,已该叫弟子自称,想要占山,结果都被奏惨了。 六师兄道 嘿嘿,有几名老生不怀好意,笑得很诡异,看向十号。 笑个头啊,都给我消失,再说一遍,这是我的道场。 十号说道 呦,脾气真大,既然你已至尊道场弟子自居,那么按照史上的老规矩来。 六师兄道 什么老规矩? 陆明跃跃欲试 自然是对付他,让他跟他那几位师兄一样,抱头数窜,就此消失。 六师兄道 并且有人补充道,真要将消息传开,各教弟子都会来的。 看我的 陆明出手,头上五色鹿角发光,射出一片古纹。 然而,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嘎嘣一声,一只鹿角折断,出现在十号的手中,吓了众人一大跳。 这几天快累死我了,你倒是细心,送上一节鹿绒为我补身体。 十号说道,这么长时间,听他们说出不少秘心,越发不爽。 砰! 下一刻,陆明飞了,滚下山去。 众人发呆,这是一个初代吗? 也太厉害了,虽说陆明只是一个新生,但这样被一招击飞,也是不可想象了。 柳师兄变色,转身就要走。 咻! 十号如一道离弦的剑语般,瞬息到了他的背后,拎住了他的脖子,道,成精的柳树。 十号一叹,看在与柳神同族的份上,对他没有下手,一巴掌抽飞,让他坠落山脚下。 柳师兄寒毛嗖嗖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对付他就跟抓小鸡仔似的。 你是黄金鸾族的。 十号盯住下一个目标,毫不客气,干净利落地留下一大块金色的鸾腿肉,相对于他庞大的身体,倒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而后,十号又盯住了另一人,道,你是一头胶? 留下一块肉,自己离开吧。 一群人目瞪口呆,尤其是一群新生,备受打击,怀着远大的理想终于进入天仙书院,结果在一座破络的小门派前,被人碾压。 这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道统吗? 出来一个少年怎么会如此厉害? 并且,这少年也很奇葩,盯着他们,当做食物,要吃要喝,太恐怖了。 快走,去禀告书院的高手,这里又出恶徒了,臭名昭著的门派死灰复燃。 有人喊道。 轰。 十号出手,一群人被震翻,他一个个检查,搜刮食材,这里顿时传出惊恐的大叫声。 几位师兄胡编乱造,这分明是一个恐怖的道统啊。 师弟,这的确是恶名累累的破落道场,但是我们可从没说过他们实力微弱,当年可是各叫弟子齐出手,才打废与打跑那几名传人。 一位师兄解释。 最后,除却那个名叫景小柔的女弟子外,其他所有人都被截取了食材,而后滚下大山,全都大叫。 看在你人还不错的份上,没有轻视至尊道场,你走吧。 十号摆了摆手。 你,怎么称呼? 景小柔脸色有些发白,这样问道,他觉得这个人好像比传说中的齐道林还奇葩与可怕,不是喊打喊杀,而是喊吃喊喝,是众人为食材。 至尊道场,大师兄。 十号说道。 终于,这里安静了,十号一扫郁闷之气,美滋滋的开始生活,将鹿角,卵肉,娇须等一大堆食物洗净,熬煮在一起。 这叫馄饨,大补啊。 他等待美味熟透。 无声无息,齐道林出现了,点了点头,道,不错,比你两个师兄强多了,并不优柔寡断,别忌惮,该出手就出手。 十号神色一将,对于被拐走这件事,以及又听到至尊道场的各种传闻,让他的脸色很黑。 别不高兴,多少人上赶着求我教神通呢,你知足吧。 齐道林道,毫不客气,开始从顶中捡美味吃。 我成为至尊道场的弟子,感觉跟过街老鼠似的,日后若是走出去,岂不是人人喊打? 十号质问道。 不用出去,以后这山就热闹了,人家会主动来的。 想吃什么生灵,各大种族都会出现,并且有人身上可能还会有剩药,稀释兵器等,应有尽有,随你收拾。 齐道林很不负责任的说道。 你,十号没脾气了,最后小声道,我如果吃掉一些凶兽,揍得他们鬼哭狼嚎,他们的师门找我麻烦怎么办? 不是还有我吗? 只要我逍遥这天地间,谁敢动我弟子,我会将他们的门徒全都霍霍光掉。 齐道林很霸气的说道。 十号没说话,盯着他看,这老头子看起来先锋道骨,可是却像是个滚刀肉,如同个老流氓似的。 你确信? 比如,我去天仙书院走动走动,该愿的高层不会收拾我。 齐道林一挥手,道,我刚从那里回来,他们欠我的情,如今彻底答应了,你就是至尊道场的人了,没人会妄动你。 很快,齐道林就有点后悔了,暗自嘴角抽搐,这小子还真能惹事,不让人省心。 因为,那小子没等人打上门来呢,主动下山去了,在天仙书院门口找人举了牌子,承接各种任务。 他居然在这里收费,帮人决战,写得很清楚,可奏低年级学生,也可吊打高年级师兄,一切都不是问题,只要出得起价格。 臭小子你给滚回来。 齐道林觉得牙疼。 十号虽然离开了天仙书院门口,但是这里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你是跟我对着来世吧? 齐道林扫塌了一眼。 没,我只是想找机会混进去,我需要杜劫神联。 十号心虚的说道。 胡说八道,你这小子不就是想试探我吗? 齐道林瞪他,而后想了想,道,算了,这个给你,找机会进那仙职吧,顺便把你的道理扛回来。 啥? 十号发呆,看着手中的一个黑色金属牌。 这是天仙书院的东西,持着它,你可以去神职,畅行无阻。 齐道林道。 十号很怀疑,一副看白痴的神色,盯着他,一副我才不上当的表情。 滚,还不快去。 齐道林大怒。 最终,十号前往天仙书院。 第七百四十八章大师兄来了。 天仙书院,恢红而归丽。 傍晚,红艳艳的晚霞镶嵌着一道道金边,洒落下来,落在建筑物上,看起来神圣而宁静,有种出世的美。 远处,房室各个摊位都在收拾,将结束一天的喧嚣与忙碌。 书院门口,一些学生出入,有不少围道旅,修行一天后出来放松,在晚霞中漫步,领略这种宁静的美。 神秦厚义,轻鸟,在夕阳中拍打翅膀,羽翼若青筋在闪耀,口中闲着信间,发出柔和的光,非常详密。 可惜,宁静很快被打破了。 远处的房室中传来喝斥声,呼痛声,女声的尖叫,宝树亮起,非常胜烈,成片的绽放,一片乱糟糟。 咦,是我们书院的学生,在与人开战。 他们吃大亏了,瞬息被放倒,赶紧过去看一看。 书院门口的学生一起冲了过去,尤其是那些高手,风驰电撤,迅速来到了近前。 怎么回事? 高年级的师兄问道,一群人浑身鼓闻闪耀,都是高手。 白天那家伙来了,在此承接任务,将这几人都拾多了一顿,全都揍趴下了。 有人说道,指着扶在地上的几名学生。 什么乱七八糟的,白天的家伙是谁? 有人快速解释,道,呃,白天来了一个摆摊的家伙,承接各种任务,愿帮书院的人决战,可奏低年级学生,可吊打高年级师兄。 真奇葩,跑到我天仙书院接任务,殴打书院的精英,他想返天吗? 学生执法队的人也来了,恰好听闻,鼻子差点气歪了,这实在胆大包天,是可忍熟不可忍。 这么嚣张,他还真敢来这里。 落日余晖中,众人议论白天的事,义愤填膺,跑到天仙书院门口做揍人的生意,这是看不起书院的学生吗? 随后,人们了解到细情,一位刚入学的少年散修被民族的人欺辱,然后在这里蹲点,请到了那个人出手。 事实上是,十号持着黑色金属牌,准备进天仙书院,意外发现有一个鼻精脸肿的少年在打停他。 一番了解,他顺手而为,将几位趾高气扬,欺凌散修的民族精英给殴打了一顿,一个个口吐白沫,在那里抽搐。 十号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了一些报酬,告诉那少年,因为是第一单生意,故此半免费,但是要少年为他宣传下,揍谁都可以,前提是要有西式保药等。 扑! 民族那几位精英刚刚苏醒,听到来龙去脉后,气得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一群人闻听后,也都无言了,还真有这么一个奇葩呀。 在天仙书院门有长奏低年级学生,吊打高年级师兄,太混账与嚣张了。 他有说自己叫什么吗? 一位高年级学生问道。 他自称大师兄。 一群人面面相聚,露出诡异之色。 你们可曾听闻,今日还发生过一件事。 据闻,那被薅草淹没的破落山门,死灰复燃,又出了个门徒,并且还自称大师兄,将我书院的一些师弟揍了个落花流水,在书院内引发轰动。 这是大事件,明日可能会有一大批很高手前往那里看个究竟,如果那个臭名昭著的道统真的复苏了,肯定要大举征讨。 至此,所有人都露出了一色,两起事件难道是同一人所为? 我看,很有可能是一人。 果然是一脉相承,这一叫臭名昭著,烂到了根子里,明日一定要去大举征讨,镇压那名传人。 书院门口这里炸窝了,所有人都坐不住了,特别是执法队的成员,很想立刻就进山。 还我天仙书院宁静,铲灭臭名昭著的道场云夜。 讨伐败类。 太阳已快落山,那破落的道门有古怪,还是等明日进山吧,请高手供除恶徒。 远处,十号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一阵无语,顶着至尊道场大师兄的头衔还真是人见人恨哪,恶名远扬。 他倒也没有害怕,明天的是明天再说,现在去找杜结神连最要紧,大不了成功后拍拍屁股闪人。 天仙书院是一个开放性的书院,因为足够强大,故此大门盘查并不严格,允许房市的人出入。 由此也足以说明该道筒的强大,展现了一种底气,无惧外人来犯。 十号很顺利,溜溜达达就走进来了,并未受到阻拦。 红彤彤的晚霞,让整片书院越发显得祥和,进出的学生很多,但都很有序与安静,并无人大声喧哗。 十号很清秀,不过十七八岁,走在这里并不突兀,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一名学生。 他四顾,并未急着找杜结神连所在地,而是不时驻足,欣赏书院中如画的风景,以及烙印着大道印记的磨牙石碑等。 这里有成片的建筑群,也有一些散发锐气的灵山,还有大河从书院中穿过,更有飞铺等,亦有神琴亦兽出没。 半山半城,景色绝丽,流动淡淡的洁白物丝,那是天地精气的凝练体现,而非水气。 忽然,十号发现一个地方很热闹,许多学生都向那里赶去,隔着很远就能闻到醉人的酒香,以及令人蝉咸欲滴的美味芬芳。 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十号眼睛发直,因为他看到了黄金橡笔,紫金驼峰,灵药侯姑,飞天熊掌等真瑶,甚至还有金翅大膨大的肉翅被烤的金黄。 算了,正是要紧。 他咽了一口口水,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暂时离开了这里,因为今晚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他按照其道林给的一张破地图,辨明方向,沿着鹅卵石小路,走向一片宁静之地,进入书院最深处。 途中,十号注意到,那些重要的区域皆有法阵密布,符号闪耀,难以进去,故此不担心书院外的闲人来破坏。 左拐右转,他踏过一片山地,路上锐气蒸腾,霞光艳艳,显然进入了最重要的宝地。 路上,有数人曾经阻拦他,但是见到黑色的金属牌后全都后退了,不再出现。 特别是,当十号踏进一片法阵中,此黑色金属牌发光,阻挡了符纹的攻击,让道路一片祥和,可以安全入内。 十号吃惊,至此相信了其道林的话,这令牌果然了不得,是书院的重宝。 老家伙人神共愤,究竟卖了多大的人情,才让书院的高层对他又敬又恨,给予了一块密令呢? 他心中猜测,想必其道林虽然臭名昭著,但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不光为祸天下,也有仗义的时候。 太阳已落山,虫鸣声响起,躲在草丛中,有的婉转洞听,再有的咕咕而叫,如闷雷般。 十号惊讶,这里绝对有虫王,很不简单。 他以众同观看,发现了数十道神光,都是虫体散发的,趴在草叶上,藏在石峰上,异常惊人。 十号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见到了一头一虫,太过非凡,虽然只有拇指度大,但是却绽放赤霞,染红一座山头。 并且,他的模样很怪,像极了一只血黄。 这该不会是凤武从圆天秘境带出来的那只有万化成虫帝的神虫王吧? 十号凛然,未来会不会有虫帝大战? 月亮升起,银灰洒落。 他连穿树石中法阵,以仗黑色令牌,沿途很顺利,来到一片烟霞迷蒙之地。 这里应该就是栽种杜结神连的仙池吧。 十号自语,看着前方,水雾弥漫,西光流转,非常的灿烂。 相隔很远,他就已经闻到了芬芳。 仙池这么大,难怪天仙书院敢对外宣布,能提供七彩仙金的人可来此浸泡一天一夜。 十号工农 与其说是一个仙池,不如说是一个晶莹的湖泊,烟霞扩散,非常浩渺。 忽然,十号神色一动,神觉过人,感应到远方有人,立刻收敛自身气息,并动用众瞳观看,一时间呆住了。 因为,他见到了一幅非常唯美的画面。 皎洁明月下,有一道绝美的身影,绣发乌黑光亮,披散到妖际,景象雪白如天鹅,他衣裙半退,露出温营的香肩,明眸若兴,睫毛若兴,睫毛很长,再轻颤。 这是一位绝世仙子,江耀沐浴,衣衫半开,归美而惊人,如诗如画,令人心惊摇曳。 正是月蝉。 他身段婀娜,肌肤雪白,背后是一轮巨大的明月,他站在仙池边,晶莹花瓣飞舞,水气鸟鸟,宛若折仙子临晨般。 非礼物事。 十号自语,而后又补充道,怕啥,我媳妇。 并且,睁大了眼睛,努力观看。 他没有想到,居然看到了月蝉,摸了摸下巴,安静欣赏。 显然,月蝉的灵觉也很敏锐,转过身,有些狐疑,可惜他没有重铜,且十号早已收敛气息,他略作迟疑,进入了水中。 算了,我暂时就不过去了。 十号说道,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进入神池内。 现在有证事,他并没有耽搁时间,在月光下的湖泊中悄无声息地游动,接近药香地。 不过,万一相撞怎么办? 十号觉得,自己已经在躲避对方了,算是非常够意思了,况且那还是他媳妇。 你千万别来主动勾引我呀,我的定力一向,很差的。 他脸皮很厚的自语道。 第七百四十九章 杜结神连 月光如水,皎洁而温盈。 湖泊灿灿,如同神之玉叶,带着一股芬芳,腾起阵阵阳。 有效果,身体活性变强,能增加人体生命精气。 十号自语,这是他最直观的感觉。 这是一个仙池,内蕴先天之经,号称有仙道气息,对于天仙书院来说这里是最重要的宝地之一,仅次于人仙一刻。 当然,所有的仙道之经都在湖底封印着,并不能一下子涌出来,而是细水长流,滋养整座书院,令这里人结地灵。 也有传言,其实地下有一具仙师,与道融合,化为甘泉,鼓鼓而涌。 真仙便是死掉也不会辅,而是成为最本源的仙精。 西年,打这个湖泊的人不少,包括年轻时代的齐道林,结果都无功而返。 好地方,若是接近杜结神联,我多半真能在此炼化掉金蒲果。 十号加快速度,进入湖心,到了这里完全不同了,竟一下子闯入小千世界中,云征霞卫,神光滔滔。 大阵密布,鼓闻起伏,绚丽而经营,此地不同凡响,自成一方小千世界。 甚至,这里还有雷光。 十号精仪,不敢松开手中的黑色金属令牌,他确信这是确保无恙的重宝,有他在才能临近杜结神联。 果然,他平安穿行了进来,而这片湖水的生命精气一下子浓郁了十倍不止。 好厉害,可以称之为神拳了,若是负了重伤,可以在这里浸泡,相信很快就能治疗好。 忽然,他见到了一条身影,雪白晶莹,他急忙沉到了湖底,收敛一切生机,寂静不动。 他没有想到,这里除雀跃禅外还有其他人出没,显然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在此修行与沐浴。 天仙书院很大方,资质过人的弟子每月都有机会进入这里闭关,当然一般都会错开时间,避免彼此相遇。 这个人正要离开,如同洁白的美人鱼般,从湖面上划过,留下一具优美而惊心动魄的曲线轮廓。 十号目送他离去,而后慢慢浮了上来,继续向中心的游去,香气越来越浓了,让人身清体贱,将要飘起。 而且,这个地方霞光太鲜艳了,无比灿烂,要得人睁不开双眼。 有点不太对。 十号醋梅,在这小千世界深处,零时被压制,神念无法探得过远,也就意味着不能更好的探查了。 而且,他取出众铜,发现连他都失效了。 一缕又一缕霞光溢出,化成彩虹,布满虚空,交织在一起,绚丽到让人迷醉,并且还有电光划过,更加规律。 这里地方很大,而神觉等失效,若是有人过来,多半会在相遇时才发觉。 月蝉在对面,一般情况下来说不会向这边来,十号觉得,真要是相遇也没什么,不太担心。 咦,到了。 他感受到了一股蓬勃的生命朝气,整个人都像是要漂浮了起来,那是一股神道精华,蕴含着大量的生命力。 十号向前看去,目瞪口呆,所谓的杜结神莲,竟是一株古树。 他很茂密,通体金灿灿,树干苍净如龙,很多人都合抱不过来,宛若一头黄金老龙蛰伏在此,尝出了无数的金色荷叶。 也可以算是一株莲,因为仔细看,他那苍境的古树树体,就是神莲根精粗大后的体现,只是太过磅礴了。 他生长在此,很壮阔,挤压满了很大一块水域。 并且,最让人吃惊的是,他的四周全是闪电,密密麻麻,粗大无比,如同一条条银龙、金龙、紫龙缠绕,包裹与守护着他。 闪电颜色不一,但是都威力巨大。 这就是杜结神莲,与想象中的样子不同,并且展现出的状态也不太一样。 难怪以此命名,果然是在杜结呀,每时每刻都密布着闪电。 十号自语 关于杜结神莲,有很多传说。 兜颜仙谷过后,这天的不同了,法则不一样了,所有生灵冲冠一般都不再会有天结降临,唯有杜结神莲为特例。 当然,世间也有一些个例,比如恶魔岛的魔尊西年玉与世长存,杜结失败而亡。 很多巨头都慕名而来,想研究此连。 有一种很可怕的说法,杜结神莲因意外而通天的劫难,可在这一纪元活得很好,其他生灵则在积累劫难,将来要一并遭劫。 有无上人物窥盗天机,称早晚有一天,生灵进阶与突破生死关时还会再现天结,而到了那个时候,将是一场大难。 因为,此前没有遭受过的雷结,都将在那一天一次性的全部降临,融合在一起,究竟多么恐怖,难以说清。 特别是,一些妖孽与奇才,会更加危险,因为越是这种人越应该有天结找上门,可而今这一纪元始终不显。 所有这些,将会积累到将来。 当然,很多人是等不到那一天的,早在那一日到来前就已经作画在了岁月中。 可一旦那一天真正到来,无论是对于奇才还是那些老教主来说都可能会是一场大灾。 这东西有大秘密啊,为啥只有你如今可以杜结? 十号轻语 他忽然想到了雷帝的传承,决定回头要去从头认真惊严,而后在雷与天引雷炼体,进行洗礼。 这才是真正的先持。 十号注意到,杜结神连扎根处有一个内壶,巨大的池子,液体发光,如同金色的岩浆般,在那里鼓鼓喷勃。 这样一株鼓树,扎根在此地,枝丫茂盛,雷电与金光交织,遮挡住了一切,神念不可能探查。 月蝉在对面,我在这边。 被隔开了,彼此难以发现。 十号小心接近神连,想破镜,汲取神叶,甚至采摘神连叶片,然而他失望了,真正的先持附近古文密布。 即便他手持黑色的金属令牌,也没有办法穿行过去,被阻挡在外,任何人都不能接近神连。 并且,真正临近后,这里雷霆声震耳,宛若千军万马在奔腾,让人气血翻涌,一般的人肯定要昏厥过去。 十号凝神,发觉仙池边缘不时有金色枝叶躺出,没入外面的大湖中,导致灵气暴涨,仙气弥漫。 这才是根本,他虽然进入不了仙池,但是却能靠近,在外面收获这种金色枝叶,虽然不是最理想的,但也应该可以了。 因为这种枝叶生命活性极强,站在这里后,他的肉身一下子不同了,骨骼劈趴,宛若要生长一般。 嗯,杜杰神连熟了,即将整株融化,没入仙池中,而金的金色液体就是他的成分与仙池宝叶合在一起的结果。 十号看清了本质,难怪此地雷光闪烁,因为神连生命怒放,达到了顶点。 他默默掉息,让自身达到了最巅峰的状态,浑身骨纹密布,血气滚滚,而后取出一枚拳头大的金色果实。 嘶,这两种东西交相辉映,还真是有点株莲闭合的感觉。 十号倒吸冷气,相当的吃惊,因为仔细观看可以发现,金仆国与杜杰神连隐约间共鸣,同为金色,都很逆天,此际有了某种联系。 难道说,这两种东西本来就是互补的? 十号心头一动。 随后,他静下心来,开始汲取仙池中躺出的金色之夜,他的肉身如同一个无底洞,全部吸收,进行储藏。 若是被其他人看看到,一定会瞠目结舌,难以置信,这种东西虽然是无价神业,但是这样直接吸收,未免暴殲天物。 这么多金色之夜,一个尊者肯定是承受不了的,难以炼化。 因为,杜杰神连便是天神都眼红,渴望拥有,用以冲冠,更别说是十号这等境界的年轻人了。 果然,时间不长,他就承受了莫大的压力,躯体像是皮球般鼓了起来,金霞漫天,生命气息浩瀚。 并且,他还有一种将要陷入悟道境的感觉。 开始了。 十号将金蒲果咬破,小心地吸了一小口,含在嘴里,进行炼化。 紧一瞬间,他的身体如遭雷击,这种东西一旦入体,自行化掉了,冲向他的四肢百骸,更是猛攻其神念,霸道无匹。 扑。 十号当场可写,古断金哲,他吸入的那一小口,不容他炼化,就没进躯体各处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他变色,这种东西果然可怕,对于人族来说,这是剧毒,运航可怕大道,毁人道果,实在恐怖到了极点。 换一名尊者的话,估计现场直接炸开了。 就是十号,此时也是如遭雷击,骨骼断了很多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这简直不敢想象,一枚果实的部分之叶,就有这般破坏力,砖杀强大的生灵。 十号所吸收的杜结神怜与仙持的精华,终于发挥了作用,快速修补其躯体,接续断骨,让他衰弱下去的生机逐渐恢复。 轰。 某种莫名道泽静轰向十号的元神,显然是刚才吞下去的金蒲果索蕴含的,当即让他到心不稳,元神差点裂开。 疯。 十号大喝,运转原始真解,最古朴的古文交织,对抗这种神秘规则之力。 这简直是一场生死磨难,才片刻间而已,十号从肉身到元神,都几乎被撕裂开来,险些死亡。 可以说,神火镜的人若是遭遇这样的劫难,都必死无疑了,但是他硬挺了过来。 有效果。 十号惊喜,肉身的法力免疫能力更清晰了,最为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可让这种能力随他而成长。 随后,他静下心来,一边引仙池的金色枝叶,一边小心的吞一点金蒲果,到深夜时他已经炼化了大半。 但这个过程太危险了,即便有杜结神联,他的肉身还是炸开了几次,最惨烈的一次等于解体,四肢都分离了,肩胛骨都炸飞了。 又过了一个时辰,金蒲果消失了四分之三。 咦,好像有种神秘秩序涟漪在扩散。 杜结神联所在的仙池的另一边,一个身体洁白如羊枝玉般的少女自语,他绝带清艳,沐浴宝叶,躯体完美无瑕。 第七百五十章 仙池惊艳 哎呀! 十号一声惨哼,右肩裂开,向胸部蔓延,鲜血狂涌,半边身子险些被撕断。 他忍着剧痛,催动骨纹,治疗伤体,引动杜结神联的金色枝叶的与仙池的精气入体,修复伤口。 胸部愈合了,没有断开,但是右臂与尖头坠落,未能幸免,染红池水。 十号脸色雪白,咬着牙关,将那条臂膀捡起,自己接骨,引动仙池精华使断肢重组,修复这严重的创伤。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驱赶被扯裂,血染仙池,整个人遭受炼狱般的折磨,这等弱在分尸般。 如果是其他地方,即便是十号也吃不消,因为肉壳数十次被斩断,严重伤害了人体本源倒机。 幸好是这里,有镀结神联融化进湖泊中,金色的生命物质可以让白骨再造血肉,让将死的人心生。 十号在这里炼化金蒲果,他的选择是对的,不然的话,换作在其他地方冒险,即便他血气如龙,也要遭结,会陨落。 果肉更少了,现在已经不足七分之一,马上就要成功了。 现在支撑他的信念就是,完全炼化金蒲果不远了,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虽然很折磨,血淋淋,生不如死,而这也许只算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了吧。 十号深呼吸,调整自身状态,可以清晰的看到,仙池中金色之叶快速聚集而来,没入他的体内,修复身上的裂缝,滋养断骨。 这是一个神迹。 因为断骨再生,肢体重塑,早先的严重创伤都在愈合,趋近无缺,神速地恢复着。 这就是杜结神连,与传说中的效果一般无二,令白骨发出生机,长出血肉,让古代的天神们为之癫狂,为他而拼命。 很久后,十号睁开了眸子,开合间,竟有符号交织,如同一片星空在眸子中孕育,新生,焕发生机。 开始吧。 他忍着地狱般的折磨与痛苦,再次炼化神果,光束一缕一缕的冒出,缠裹在躯体上。 小千世界有道文,有法阵,遮拢天机,人的神念无法探寻,故此彼此相距不是很遥远,也难以感知。 栽众有杜结神连的宝石对面,一个丽人神觉惊人,瞳孔若两颗宝石般,熠熠生辉,他竟感觉到了异常。 湖泊温盈,月蝉曲线曼妙,洁白的躯体晶莹如象牙,没有一点瑕疵,他目光闪动,画出一道水波,向另一个方向而来。 当然,他很谨慎,并未贸然过来,因为他也只是怀疑而已。 在皎洁的月灰下,他轻力绝世,青丝披散,灵谋闪动神光,身体如羊之玉石般,血白细腻,流淌有点点光泽。 他,悄然临近。 在十号手中,只有很小的一块果肉了,粘在果盒上,绽放胜烈的光芒,规则引现,神炼在肉质中交织。 而那果盒有鸽卵大,成碧绿色,有一种魔性,持着他令人心计,碧悠悠的光将十号的手掌都映衬得透明了。 十号一狠心,张口轻咬,最后一块果肉化成一股赤光,疯狂冲入其躯体,再一次开始斩他的生机,如脱缰的野马。 他的手中只剩下一枚碧悠悠的果盒。 十号闷哼,身体摇动,这一次胸骨炸开,并且心脏发出一声烈响,这相当的严重,一大要害遭重击。 不! 他的心脏被撕开,一条秩序神炼将那里贯穿,令他躯体前后透亮,并以此为中心,向着周围蔓延。 一瞬间而已,他的胸部出现很多裂痕,如同平坦的地壳裂开,岩浆涌出,出现一道道沟壑,填充满赤胜的光。 这若是要彻底炸开,十号等于半毁。 好痛! 十号咧嘴,清秀的面孔扭曲了,摔倒在池水中,翻腾,挣扎,他的伤势太重了。 圣光跳动,他的胸部瓦解,化成了一片光焰,要烧成灰烬,那里有盈白的骨露出,危险到了极点。 轮回。 十号一声低吼,体内神西密布,骨蚊灿烈,如同凤凰浴火,披上一层神圣光辉,守护己身,加持在胸口。 他以自身造语最深的宝树对抗金蒲果的侵蚀,化解肉身崩溃之危机。 那规则闯进来了,十号胸部裂开,愈合,骨头断裂,而后又对接,轮回反复,陷入胶着状态。 这是最危险的一次,在短暂的瞬间,十号从胸骨开始,裂痕交织,蔓延向全身各处,整体被撕裂了。 轮回之力不仅可杀敌,也能影响时间,此时仿佛可以令岁月倒流,十号借此获得新生,挣扎与对抗。 当然,代价是极大的,肉身精气快被蒸干了,钱能全面释放,他在拿命争渡,希望跨过这道坎。 对于他来说,这是人生中的一次大劫,也是一次对赌,弱脉不过去,身死倒消,永结不复。 这么片刻间,十号的肉身瓦解了不下十次,他以各种手段对抗,骨纹亮起,肉身断裂了再接续。 很久以后,十号仰天灾倒在那里,鲜血染洪水面,肉身破烂,骨头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一动也不动了,疲倦到极点。 唯一庆幸的是,他熬了过来。 金蒲果的可怕药性被吸收了,他抵住了这次的折磨,炼狱般的旅程结束。 只是,他太疲倦了,艰难将分解的四肢,躯干拼在一起后,他就没有一点力气了,难以震动一下。 这一刻,他很想沉眠,不想挣扎。 还好,他毗邻肚结神怜,金色的枝叶从仙池中躺出,一缕又一缕的流了过来,没入十号的毛孔中。 他精疲力竭,挤进油尽灯枯,现在完全是被动吸收神液,恢复体壳与精气神。 我成功了。 十号笑了,虽然很疲惫,眼睛都快闭上了,但是却有一种满足感,终于熬过来了。 远处,水波一闪,一条如同美人鱼般的躯体露出水面,发丝披散,粘着水漏,如一颗颗珍珠般晶莹,面孔美丽到令人窒息,宁静注视前方。 这是一幅绝美的画面,他如月下的精灵细水,空灵而出尘,不染尘世烟火气,如梦似幻。 一个男人 月缠震惊 霞光一闪,他的身上出现一层绚烂的战衣,迅速调整到了战斗状态。 每月的双数日为女子占用仙职的时间,单数日才为男子所用,显然这个人越界了,在双数日闯进来,犯了规矩。 这是想图谋不轨吗? 月缠俏脸生寒,一个男人闯入到这里,相距不远,这等于在同他共遇。 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有一个男人与他共同沐浴神夜,简直无法想象,对于圣洁仙子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他心中生出波澜,不能容忍。 同一时间,不曾等他做出任何举动,时候也惊绝了,忍着疲累,祸得起身,看向对面的丽人,带起大片的水花。 吃。 两者身体都发光,进行防御,这样做的结果是,古文密布水泽中,发生了激烈的大碰撞。 因为他们的距离太近了,而这样的古文对积,彼此想不出手都难了。 羞的一声,月缠的眉心飞出一条七彩虹芒,这是最强大的神石攻击,上来就要震慑住十号,让他心神迷失。 十号刚经历一场大劫,如今虚弱到了极点,并未硬汗,破开湖泊,不必向一旁。 灯仆子,你夜月入仙池,很无耻。 月缠青翅,若以为这是一种择翅就错了,这些字词被加持了骤炎之力。 每一个字都画成一个符号,如同金属山峰似的,在空中显化,压向对手,等若一片伤壳大印砸落下来。 若是不注意,以为他只是休脑,那肯定要吃亏了,这是一种很厉害的宝术。 十号眸子闪动金光,并未迎击,不曾用法力可以暂时免疫的能力对抗,依旧是躲避向一旁,避其锋芒。 月缠美眸若星辰,一眼看出十号的虚弱,他脸色苍白,并且那里的池水鲜红,显然遭受了重创,失掉很多惊血,状态糟糕。 他是何人,补天骄的圣女,最洁弟子,神爵超凡入圣,自然可感知到这一切,他确信对方精气耗尽了,可以轻易拿下。 月缠嘴角露出一缕淡笑,玉蓉迎白而轻艳,这一刻如广寒仙子般,凌波而行,扑击向十号,要将他镇压。 他确信,经过最甚密的估算后,他可以轻易擒下对方,不费吹灰之力。 波纹如红,漫天都是锐彩,月缠瞬息封住了十号所有的退路,令他居于中心,不能躲开。 轰 月缠先后动用五大宝树,光辉耀眼,几种大神通同时降落,锁定十号,普照湖泊。 正常情况下来说,他这一击可以让所有初代凛然,因为实在惊人,这是一次最强的碰撞。 然而,有时候事实往往与期待向背。 刹那间,月缠愕然,他发现所有宝树都失效了,没入对方的体表时,被一股光扫开,宝树溃散。 而他真身已扑击了过来,接近对方,预想到的首盗擒来并没有实现,他与对方不得不近身搏战了。 十号吞掉金蒲果,法力免疫进一步巩固,比以前强了一劫,自然在初始阶段抵住了那五大神通。 原本,他身体虚弱,想要离开的。 可此时见到对方落下,近在咫尺,他果断还击。 他身上有破戒符,今夜根本不用担心走不了。 砰。 一瞬间,两人都擒住了对方的一条手臂,彼此纠缠在一起。 月夜捉美。 十号调侃。 你走不了。 月缠无暇容颜上闪动圣洁光彩,秀发披散,肤若凝之,眸子终神光大圣。 第七百五十一章身份泄露。 月缠瞳孔若黑宝石,神芒大圣,他虽然嘴上强硬,但是心中很吃惊,因为对方并未显露神通,居然瓦解了他的五大宝树。 这未免不可思议。 赵天树。 月缠轻斥,这是一种宝树,经过骤炎加持,威势更胜,随着他英纯发光,一团烈日般的光焰绽放,轰向十号。 可惜,依旧无效。 金色烈日撞在十号身上,他的机体发出一层宝灰,将所谓的赵天树化解,消散虚空中。 十号吞食金蒲果,法力免疫能力有所增强,相应的时间延长了一些,故此体现出这种场面,任对方法力澎湃,浑身绽放符号,都无用。 两人纠缠,手臂发光,而月缠更是在运转鼓纹,欺对方血气衰败,强势镇压。 砰。 两人碰撞,如同金属交击。 十号的确不在状态,自身血气亏损,在最擅长的领域,体术搏杀中,依旧没有立刻揍弓。 若是平日,有人敢跻身到这么近的距离内,十号必然要占据绝对的上风,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先天优势。 不行,得速战速决,不然的话我非败在媳妇手里不可,被他镇压,那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十号凛然。 风水轮流转,这次他遭受重创,血气干枯,还没有恢复过来,万一被月缠擒住,那肯定会生不如死。 吃。 五道寒光出现,十号的手掌风锐无比。 演化真龙爪的奥义,这是从原天秘境中得到的散手,为近战的神圣绝学。 当。 令人吃惊的是,月缠长指如玉,洁白而晶莹,抵住了这一击。 吼。 龙吟阵阵,十号捏龙印,一条真龙从其掌心飞出,笼罩月缠,进行镇压,依旧是无上体术。 其实,他很想施展其他法,比如轮回神通,但是现在法力耗尽,完整的绝学很难施展,唯有这种散手最省力。 月缠偶必经营,看似柔弱,但是却可以挥动千万军之力,能将山峰击飞,此时虽貌若折仙,但却强得可怕。 一声嘹亮的凤鸣发出,在其掌心飞出一只火红的仙皇,迎上了那条真龙,两者纠缠在一起,发出炫目的光彩。 龙凤成祥,看来你我真有缘。 十号调侃,即便身处险境,也没有忘记厚着脸皮占便宜。 羞。 仙皇翱翔,一双翅膀仙红如火,带着滔天的光焰,俯冲了下来,并且月缠那只仙仙玉手也拍击而至。 十号心头巨跳,因为法力免疫快失效了,必须要有所行动,突破对方封锁。 他强行提了一口气,浑身符纹密布,动用极尽力量,将所剩不多的法力加持几身,镇压向对方。 羞。 十号发光,他动用了变异的昆蓬法,浑身金色漩涡出现,宛若鳞片,又若金色羽毛在旋转,化作漩涡。 一般的蓬族也能施展,但很难达到这等程度,因为十号暗中在以昆蓬法催动,这是金悬波纹宫的升华。 早年他在补天阁时,学过蓬族惨法,金悬波纹宫,如今不可同日而语。 他用法力免疫这种手段化掉对方的赤红仙皇,而后用金悬波纹宫疯狂吞噬那散开的精气与神力,壮大起身。 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法力免疫马上就失效了。 金色漩涡转动,十号发光,如同一头人形神琴,君临天下,吞噬八方天地精华,壮大起身。 这是以弱机强的神迹,十号一瞬间强大了起来,来到月蝉进前,抬手就攻,长指如龙爪。 砰。 这一次,月蝉变色,他刚才欺对方血气干枯,现在却遇上了这种情况,手臂巨痛。 事实上,年轻一代中没有几人可与十号的肉身并论,连仙殿传人自幼接受无上道筒传承,百般魔力,也只能跟十号平分秋色。 月蝉肉身虽然很强,但这并非是他主修的方面,因此现在露出金融。 十号得势更猛,竭尽所能,浑身金色漩涡转动,吞噬八方精气,吸引杜结神连的金色之叶,化为己用。 一瞬间,他连出重手,与月蝉进身搏战。 浪涛起伏,两者肩骨纹交织,镜风扑面,绚烂光辉洒落,片刻间对抗了上百招。 月蝉凛然,这么近的距离对他很不利。 而十号更吃惊,月蝉果然厉害,比一般的初代要强,他那眉心中发出的光让他忌惮无比,精神力凝聚成光束,可杀人元神。 咻! 十号起月,毫不保留的施斩缩地成寸大神通,快到极致,围着月蝉攻杀。 然而,月蝉也有这种宝树,还以颜色,并且眉心不断发光,如同斩仙刃一般,无坚不摧,那是最为可怕的神石刀。 天赋一柄,难道说这是他与生俱来的神通,一直封印石海中,如今开启。 十号在下界时就知道他的石海有秘密,现在一见,越发觉得可怕,一般人难以破解。 嗖的一声,十号横跃而去,来到了仙池边上,疯狂汲取杜劫神联的宝叶,他必须要尽快恢复过来,不然血气亏损,法力衰弱,难以擒下月蝉。 他有几大宝树,现在竟都无力施展。 哼! 月蝉冷哼,发现了他的弱点,对方虽然在增强,但是依旧不能与他相比,身体还是很虚弱,这是机会。 他放弃了防守,不再忌惮,全力反击,眉心出现烙印,若一尊针鲜浮现,在那里起舞,盈盈灿灿,甚是瑰丽。 这一刻,他眉心发出的光密不虚空中,封锁十号退路,灵力无匹。 十号震动,不仅是因为神石刀的可怕,还因为他发现月蝉眉心的烙印,像极了仙道神形,令人发毛。 还好,此神形并不是叶青仙拥有的那种,可以对抗。 十号暗自思量,这世间不过两句仙道神形而已,另一句应该不会在月蝉身上。 扑通一声,十号一个猛子扎进湖底,绕着肚结神帘而游动,汲取神力,壮大机身,只要恢复过来一切都不成问题。 还有一枚果盒,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十号自语,取出金蒲果纳臂悠悠的果盒,尝试汲取一点力量。 为的只是让自己早点可以再次动用法力免疫这种能力。 当然,他不敢练话,怕出大问题。 还真有效。 十号吃惊,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的确能触发他的身体,有反应,像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再来一次。 十号反复尝试,露出古怪的神色,他居然成功了,不过法力免疫的能力很微弱,也许只能支撑一瞬间。 哄。 这一次,他掉头而回,全力出手,撑开光幕,原始真解中的古文化府围棋,镇压月蝉。 什么? 月蝉心惊,饱数再次失效,对方一下子到了前进,将他束缚了。 十号撑开了唯一洞天,全力出手,消耗所有法力,禁锢月蝉,将他短暂的定住了。 哼。 他抬手镇压,封印月蝉。 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产生了这种惊变。 月蝉眉心发光,想要抗衡,然而十号抬手一直点在其迎白的额头,让他头颅剧痛,没有能发出这一击。 再者,在十号的唯一洞天中,他本来就受到了限制,无论施展什么都很艰难。 十号不断出手,在月蝉身上拍击,进行封印,因为实在不太放心。 千里有缘来相会,看来我们真有夫妻相啊。 十号笑道。 月蝉机体盈白,身上的神灵战衣发光,但是不起作用,还是被封住了几处要害,即将就擒。 尤其是,十号揽住他的小蛮腰,轻轻在他耳畔吹了一口气,近乎调戏,让他雪白的景象生出一层小疙瘩,更加难以静心。 这是一位绝世仙子,体态轻柔,婀娜修长,十号揽着他,闻到了一个沁人心脾的忧香,快速封印,不肯停下。 当然,这避免不了肌肤之亲,两者不断触碰。 敢与我公平一战吗? 月蝉轻雨,尽量让自己平静。 我血气干枯,都不曾被你镇压,真正大对决,你认为我会怕你吗? 十号轻雨,拥着他盈盈依的小蛮腰,继续封印。 可以告诉我你是谁了吧? 月蝉平静开口,肌体血白如象牙,并且盈盈发光,面旁美丽到极致。 十号亚异,他为何这么平静,想试套他的话一般,难道还有手段? 突然间,十号变色,大叫一声不好。 他发现,金菩提的果核裂开了,当中有一粒碧绿的种子落下,没入其躯体内,疯狂冲击他的肉身。 怎么会如此,十号大叫,这太突然了,他并不知道种子更恐怖,居然与他体内的药效生出感应,彼此要融合。 地狱般的折磨又一次开始了,而且这次更危险。 唯一庆幸的是,月蝉被封印了。 十号肉身发出闭光,那种子融化了,奇异法则与神力横冲直撞,他的肉身当即就破烂了。 他的眉心发光,额骨裂痕密布,而后咔嚓一声崩开,他的元神不稳,遭遇金蒲种子内蕴法则的冲击。 这是最可怕的事,人死如灯灭,而元神就是生灵的灯,一旦他溃散,那么一切成空,万古俱计。 定! 十号大喝,可是他无力施展几种最强宝术,精疲力竭,法力消耗的差不多了。 唯有如此了。 他精神力分解,成为一只又一只小鼎,道中,神剑等。 这是在化灵境时的感悟,化古文,精神等为有形之圣物。 当! 道中悠悠,万中自明,那是元神分解成的一片又一片道中。 争! 剑鸣动人心魄,争争裂天,那是十号元神化城的微小神剑,密密麻麻,成千上万。 轰! 大盗气流淌,镇压虚空,守护己身。 那是十号的元神化城的顶,成片的排列,都从顶口垂落下盗气。 同一时间,他运转原始真解,以最朴素以及消耗最少的古文密布肉身与精神中,全面对抗。 这是生死对抗,十号随时会灯灭,肉身将崩开,血染神池。 钟、鼎、塔、剑等,无穷无尽,那是神识念的寄托,化成有形圣物,接受生死熬炼,随时会毁灭。 这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十号陷入到最危险的境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稳住,破坏力与生机达到一个平衡,整个人都破烂了,元神黯淡。 但是,他知道,这是一次机会,若是熬过去,收获不小,这是一次生死的洗礼。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月蝉动了,宁谋流动会光,冰激玉骨,乌发披散,青城熔岩上光彩焕发。 果然是你。 他倾起红唇。 十号心头巨跳,道,你怎么脱困了? 在下界被你锁成,镇压了一次,我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月蝉说道。 十号一叹,终是要用守护神符了吗? 他真不想这样耗掉,因为太息针了。 然而,出乎他的预料,月蝉宁静无比,身段挺秀,立在此地,并未出手,也无杀气。 媳妇 十号开口 月蝉目光灿灿,衣媚飘舞,月发宁静出尘。 能帮忙吗? 十号心思电转,这样问道。 需要吗? 月蝉眸自灵动,先机玉骨,曼妙躯体在发光,不时人间烟火。 需要 第752章 以身相许 你脸皮真厚 月蝉野鱼 银月高挂,月滑皎洁,洒落下柔和的光,如同一层淡淡的薄烟,披在晶莹透亮的湖泊上,肃淡朦胧。 他立在祥和的夜月下,站在湖面上,战衣发光,衣媚飘舞,如同一个出世的精灵般,双目若黑宝石般,带着灵性光辉。 场面安密,也很宁静与美丽,只是十号无心欣赏,他在承受着最痛苦的磨难,随时都可能会陨落。 患难见真情,你我间虽然曾有误会,但终究是解开了,且同来在下界,当相互扶持才对。 十号脸不红心不跳地的说道。 当然,他就是脸红也看不到,因为肉身破烂不堪。 他的元神分也解成一片神西,组成顶,钟,塔,剑等,演化诸多神圣之物,正是因为如此才抵住侵袭,不曾消亡。 但这种平衡很脆弱,一旦被破坏,他很可能会成为一片绚烂的烟霞,就此化成飞灰。 你曾那样得罪我,将我囚禁,今日不求饶,还想让我帮你。 月蝉嘴角微瞧,似在嘲讽,又想视云淡风轻。 我临死前,在石村毫不犹豫地将你放走,愿你一切都好,足以说明一切。 十号就是重提。 这是一个事实,在他将陨落前,曾告诫亲朋固有毛球等人,若是他死去,放月蝉离开,不要为难他。 明月高挂,朦胧银灰洒落,月蝉风姿绝世,他一阵沉默,若凝之般的雪白肌肤闪动西光,他许久都未动。 你是怎么进来的? 很长时间后,他才这般问道。 吃一块黑色金属令牌。 十号倒也没有隐瞒,他觉得有戏,对方自一开始就没有有杀意透出。 闯天官,踏过天梯的人也是你。 月蝉睫毛很长,红唇鲜艳,虽然清丽绝俗,但不经意间也有一种惑人心惊的风情。 那一日,他虽然去了现场,但却不能确定,是否为十号变幻容貌超越了古代天神,强势踏天梯成功。 是。 十号答道。 此刻,他的神念化成千百只小钟,一起摇动,终鸣起伏。 并且,那些小鼎,他,剑等也是如此,交相辉映。 因为,形势有些危急,纳梅种子蕴含着金蒲果可怕的魔性力量,毁人生机,在体内乱冲,更是要磨灭他的元神。 这种果实比血魂草的药性要强大数百倍,名义上能壮大神魂,但是人族等很难吸收掉,故此现在危害极大。 此刻月蝉拥有极佳的机会,只需要一支点出,十号的平衡就会被破坏,无论是肉身还是元神都将崩开。 十号很紧张,守护神符早已准备好,随时会激活,进而撑开防御光幕。 月蝉踏波而行,踩在月光下的湖面上,绝世而独立,有一种难以说清的绝俗之美,宛若最神圣与灵动的真仙转世。 可是,他一语不发,没有任何表情,难以猜测心绪。 气氛非常紧张。 十号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只能绷紧神经,密切关注。 终于,他抬起一条蚝壁,迎白而有符纹闪耀,准备出手了,对准了前方。 十号心头巨跳,寒毛根根道立。 吃! 一道璀璨的光飞出,落相十号,带着一股很宏大的气息,更有一种磅礴的力量,光彩照亮整片虚空。 一瞬间,十号几乎就要撑开守护神符,但最终又止住了。 因为,他感觉到了一股柔和,还有一种神圣,这团光并没有任何杀机,而是若干露般洒落下来,滋润进他的身体。 这如一场即时雨,十号的身体原本都快干涸了,生命精气缺失严重,早已耗尽,连自身的几种宝术都不能动用了。 他的体表在发光,伤口在绿洞与愈合,并且强大的生气更是让他的根基与本源焕发光彩,强行接续断骨等。 锐光征腾,阴晕迷蒙,将十号笼罩,由若一个大简,将他包裹在当中,进行一次神圣蜕变。 下一刻,月蝉的眉心发光,一眉烙印出现,那里透亮,画出一个灵动的仙形,若一个女子在起舞,散发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 神圣光辉涌出,他的眉心那里一片迷蒙,随后一片赤圣光束弥漫开来,冲向十号那里,滋养其原神。 这是精神之光,祥和而高洁,没有一点杂志,若不朽的仙经,照耀四方,罪事纯粹无比。 也唯有月蝉这种天生神识超凡入圣的人才敢如此,因为精神之光很难驾驭,其他人不会涉险尝试救人。 十号得此闭注,快速稳住了局面,肉身不再损坏,而且开始结果,再速血肉,原神更是一举解脱,从最危险的境地中脱困。 光雾缭绕,他一动不动,浮在仙池旁,修复伤体,炼化那枚种子蕴含的最后规则与要力。 而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也可以放心大胆的汲取杜结神联躺出的金色之夜了,从那仙池畔引来,吸尽体内。 一团金色的光将他淹没,裂开的躯体愈合,骨头生长,这是一个再生的过程。 杜结神联体现出了他的功效,与传说一模一样,并且让十号几乎要在这里悟道。 是了,原来如此,金蒲果提供蜜力,可以实现法力免疫,而它的种子则提供生机,能让这种力量成长。 十号悟道,借助杜结神联了物究竟,知道了这次的所得所失,这枚神果蕴含非凡物质与规则,具有成长性。 只是果肉需要种子配合,不可分割,不然的话效果将大打折扣。 早先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种子亦有用,意外遭结,祸福相依,有了这种收获。 很长时间后,十号终于彻底炼化了金蒲果与种子,溶于血肉中,滋养起身,彻底大功告成。 他认真体会,法力免疫的时间增长了一些,最为关键的是,他体会到了一股生生不息,可以成长的蜜力,这才是根本。 日后,随着他境界提高,这种能力也会变强,而不用担心最后因自身太强,这种手段变成鸡肋。 杀手锏 十号双目炯炯有神,发出火炬般的光焰,若是利用得当,这种手段将会发挥出奇效,也许不次于一种盖世宝树。 血色平原之行,护送云溪数十万里,最后虽然很伤感,被天人族背叛,折辱,但其实收获也是巨大的。 百川惠海,三千州大战,上界天纵奇才争霸,年轻至尊对决,我再期待。 他轻语,有一种自信的风采。 随后,他开始静心,治疗伤体,金色的枝叶从莲池中流出,不断被他吸收与炼化。 咔嚓。 那受损的骨发光,裂痕消失,骨质晶莹剔透,血白的近乎透明,骨髓鲜红,带着圣光,若火焰在燃烧。 而血肉也是如此,内蕴骨纹,百般凝炼,进行重塑,坚韧而富有弹性,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 他身上的所有血迹都褪去了,伤口愈合,体魄发光,没有一点瑕疵,如同琉璃神经铸成,闪动宝灰。 十号的伤慢慢好了,经过金色枝叶的补充与修复,逐渐恢复向巅峰,度过了这场难以想象的大劫难。 此时的十号露出的是真容,并非七十二遍所演化的面孔,他眼睛清澈,很大很亮,有一种自信的光彩,而整个人也很清秀,机体微微散发盛灰。 终于好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踏出水面,看向前方的丽人。 月蝉直接转身,赤道,穿上你的衣服。 十号从乾坤袋中取出一件战衣,穿在身上,脸皮厚达一尺,故此面色不改,向前走去,道,多谢,媳妇。 月蝉获得转身,看向他,目中神盲暴涨,竟有些破人,面带寒霜瞪着他。 十号善善的,道,这一次多亏你出手,不知道如何感谢,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不需要了。 月蝉轻飘飘的说了一句,并没有提什么要求。 这让十号惊讶,道,不行,无论如何,你也要说出一些条件。 然而,月蝉很平静,摇了摇头。 十号一正,而后略微一琢磨,他觉得月蝉不简单,十分聪明,并不邪恩图报,表现得很从容与宁静。 可是,依据他的性格,又怎能会不在意呢? 将来他若是有难,或者有麻烦,无论如何,他肯定会出手。 媳妇,你这么精明,是想为难我吧? 十号说道,他觉得对方应该请他降服主身才对,可是月蝉却没有做出那样的选择。 月蝉嘴角微瞧,吃到,偏偏你想那么多。 哎,头疼。 十号咕农。 而后,他一脸正色,认真的看向月蝉,道,我决定了,要以最大的诚意报答你。 月蝉露出亚瑟,眸自灵动,看着他,道,怎么报答。 都说了,尽最大的诚意,自然要竭尽所能。 故此,我决定,以身相许。 十号的脸皮能当盾牌用,一本正经的说道。 月蝉愕然,那屡笑意直接凝固了,他觉得还是高估了这家伙的底线,他还真好意思说的出口。 他脸去笑颜,美丽的面庞上散发圣洁光辉,令人不愿直视,更不敢亵渎,吃到,少要乱语。 我说的是实话,今日没有什么可回报的,只有将我自己送给你了。 十号一点也不脸红。 月蝉雅杰出世,以冷艳而又圣洁的气息针对他,神色清冷,如同一座冰山般。 神光一闪,十号将昆蓬法与缩地成寸大神通结合,发挥到极致,直接来到了他的身边,非常自然,牵起他的一只束手,道,我们本就是老夫老妻,这是再续前缘。 月蝉不得不叹,这家伙的脸皮超越了极限。 他的发丝根根发光,容颜绝美,笑脸吹弹欲破,瞳孔有神而又深邃,站在月光下的湖泊中,如诗如画。 然而,即便这样带着兵役,冷艳相对,这混蛋依旧不在意,死不撒手。 第753章 约定 放手 月蝉冰雪之姿,被握着一只手,更显冷艳,斥则十号,让他松开。 若是别人也许要迷陷于其风之下,在兵机玉骨,圣洁光辉笼罩的仙子面前,很难从容,甚至自残行贿。 显然,十号并不在这一列,他眼神清澈,很专注地看着月蝉,道,我是认真的,媳妇,你忘记我们在下届时拜堂成亲的过往了吗? 媳妇二字让月蝉额眉跳动,眉心间烙印出现,霞光大胜,他觉得这家伙真是没智了,这么自然与熟人,让人生出一股无力感。 月蝉迅速抽手,因为他知道凭借自己的气场,根本不足以压服他,不能让他惭愧,只会让他变本加厉。 然而,十号牢牢地抓住,不肯松开,眼中神侠异议,跟他对视。 我救了你,可不是为了让你轻薄我。 月蝉甜静开口,并不慌乱,若一朵出水的清莲,不带烟火气。 我怎么敢,这是真情流露。 十号一脸的诚恳之色,就是死抓着不放。 月蝉在抽手,结果依旧难以撼动,整条蕉臂晶莹发光,血白透亮,但是被十号抱着小臂,难以挣脱。 你我虽有误会,但今日你救了我,让我看出了你的心意,终是舍不下我。 很明显,十号的脸皮又厚了一寸,在这里自顾自说。 然而,很快他就不满意了,道,月蝉,你什么意思? 我这样真情流露,你居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太伤我的心了。 别肉麻。 月蝉不假颜色,他知道,对付这个不知羞的家伙,绝不能给他灿烂。 可惜,任他古文交织,依旧无法正开十号,因为十号吞噬菩提果后刚修成的秘力起了作用,化解符文于无形中。 媳妇,你忘了昔日的情分了吗? 十号认真的问道。 听到这个称呼,月蝉很想揍他一顿,他第一次觉得,这家伙太无赖了,有点让人头疼。 有时我好像不认识你。 他轻叹道。 他也曾见过十号豪情天纵的样子,大战七神,明知必死还要去赴约,究竟怀着怎样的悲壮情怀。 也曾知道他气吞伤和,身为石黄石,斩断补天,西方教,布老山等一个又一个大礁的根基。 那个时候,他的确有股摄人之姿,君临天下,替逆群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年轻至尊。 只是,一旦让这家伙闲下来,绝对就是人神共愤了,他的雄姿只有体现在需要力挽狂澜的危急关头。 十号摇头,道,人活一世,为什么要那么累,月蝉你想多了。 这些话语说的不在意,但是月蝉却可理解,也能明白,他终究还是下界那个曾经搅闹出无边风云的人。 你我的误会就让他过去吧。 月蝉说道,身如神帘,盈盈而立,流动出尘的光。 误会接过,自然要庆祝重逢。 十号笑道,他张开手臂,直接就要来热烈拥抱。 月蝉额头印记在线,轻微颤动着,且很赤胜,照耀出刺目的光。 别呀,这是要做什么? 十号赶紧收敛姿态。 月蝉白了他一眼,轻语道,你正经的时候比你嬉笑时有气韵,也表现得更好。 那我多注意,以后英雄气盖世。 十号大言不惭,而后更是用行动表示,直接拦住他的腰肢,大步向外走去。 你这混蛋。 月蝉再也不能平静了,从高高在上的仙子跌落到凡尘,真是有点休脑了,无论对这家伙说什么都没效果。 我这不是在认真表现吗? 十号说道,而后停下来,道,我们都拜堂了,你难道还要嫁给别人? 好了,我们谈些正事吧。 月蝉说道,止住脚步。 十号虽然脸皮厚,但也不会死皮赖脸,纠缠不清,闻言松开手臂,跟他并肩而行。 你来到上届都去过哪里,做了什么? 月蝉问道。 十号并没有隐瞒,能说的都说了。 月蝉惊异,慌就是他。 着实大受震动,好半赏无语。 想必不久后,你的身份终究是要泄露的,我想天人族不会保密太久。 他轻语道。 月蝉也很坦白,道出了自己的情况,他在躲避主身,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不是主身的对手,再必杀结。 有我在,这不是什么问题,将来生擒他。 十号说道,语气坚定而强硬。 你不可小看他。 月蝉摇了摇头,而后指了指眉心,道,他的神识一旦全面涅槃与复苏,很难匹敌。 十号想问究竟,月蝉只言,这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两人谈了很久,了解了彼此在上界的经历。 你我都在躲避强敌,无法以真身出现,且都来自下界,你不觉得我们很有缘吗? 十号笑道。 月蝉也有些触动,的确有同病相怜之感。 你能不能正经一些,应武器多一些,比你这样好多了。 月蝉说道。 好,一定。 十号道,接着又补充,问道,我们的确成过亲,真当没发生过。 月蝉手抚额头,真的败给他了,机体迎白,流动符纹与曝光,压制脑溢。 你如果在百川惠海,三千州天才大战中胜出,我承认,我们曾拜堂成亲。 最后,月蝉这样说道。 就这么简单。 十号问道。 你能不吹牛吗? 月蝉实在受不了他,直接驳斥。 我是谁? 未来注定要崛起,灭天国,平民土,除仙殿,杀进广袤无人居,了悟一起根源与秘密的至高存在,能难倒我,十号嘚瑟。 这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大。 月蝉一声轻叹,指向天空,而后又道,连仙古都成为了过去,是被生生葬下。 对此,十号很感兴趣,向他询问,可惜月蝉也只知道一临半爪而已。 两人又聊了一些,提到了三千州大战的准备,以及各种后手,月蝉很遗憾,他还没有寻到自己想要的火焰。 你想要什么火焰? 用你成神,点燃几身? 十号问道。 我可借用月之力,与月共鸣,希望能寻到与之相关的神燕。 月蝉道。 十号摇头,道,那可惜了,不然的话,我知道火舟草原上有一促神火,轻壁如天,异常神秘与强大,我见到他都只能跑路。 你说什么? 月蝉吃惊,而后睁大了眸子,看着他,急促询问,与其平日出尘宁静的气质不相符。 十号简要描述了一番,道出了那青色火团的各种形状。 青月焰。 月蝉震惊,道出这样三个字。 你确信? 十号讶异。 如果你描述的没有错误的话,应该就是他,轻壁如天,其实是一轮巨大青月,挤压满了天空。 月蝉说道。 十号愕然,仔细想一想,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他没有想到,意外一提,却是月蝉最需要的东西,号称西式宝火。 他很特别嘛,价值很高。 十号问道。 月蝉郑重点头,道,他与大翅天火,天堂燕等一个级别,为世间最强神燕,无以伦比,只要能得到,就能实现完美进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同样是火,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十号工农。 同时,他也想到了随九条龙骨还有青铜棺而出现的那团更为神秘的火焰,究竟什么来历? 西式宝火之所以特别,那是因为他们来历太过非凡,异常惊人。 月蝉说道。 十号问道,他们还有讲究与来历? 是,正是因为如此,才显得西真,贵不可言。 月蝉神色郑重。 十号来了兴趣,请他细说。 因为,他们来自仙谷纪元,这一点差不多已公认。 月蝉道。 什么,十号惊呼出声。 月蝉肃目,很认真地解释,价值最惊人的宝火,疑似为真仙陨落后所留,自身燃为灰烬,只留下一团火。 这,不可能吧,十号真的被震住了。 月蝉道,这只是推测,的确不曾被证实,只是挖掘部分仙谷遗迹时,人们觉出了部分真相。 十号发呆,少数西式宝火竟有如此来历。 比如那大赤天火,据闻,很有可能是威震仙谷纪元的大赤天主陨落后所留。 月蝉道。 十号心中大震动,来头这么大。 而清月燕,则传说是一个名叫清月的女真仙所留,其地位可与大赤天主比肩。 月蝉进一步说道。 这些话对十号触动极大,居然还有如此可怕秘心。 只是,这些并不能真正确定,只是从地下,以及仙谷秘境中所挖掘出的东西中破译的,且多为推测。 大赤天主陨落,遗留下的火并不以仙火命名,而那世间的混沌火,还有那以仙命名的火,又是怎么回事? 十号问道。 仙火,混沌焰并非真仙死后所留,它们异常神秘,难以说清。 月蝉道。 十号点了点头,最后与月蝉一起离开了此地,它们相伤,过几日一起去收清月宴。 能对付的了吗? 十号觉得根本就不能收服。 咸咸有经验,并不是用墙,总结出了秘法,到时候我告诉你。 月蝉道。 当离开湖泊,穿行各种法阵,走出来时,有人见到了并肩而行的它们,当即惊讶。 清衣师妹,你去掀持的,他。 那人难以置信,因为十号的发丝上也带着水珠,有先迟的气息,让他震惊,这是,共狱吗? 今天是双数日,你身为男子,竟敢闯禁地,跟清衣师妹在一起,有人呵斥,这是执法队的几人,见到这一幕,他们备受打击。 喊什么,这是我媳妇。 十号嗷唠一声,并且直接拥住月蝉的小蛮腰,站在一起,看着众人。 松手。 月蝉霞飞双甲,这家伙太不讲究了。 我认出了,你是在书院门口承接生意的那混蛋。 有人惊叫。 什么,是那个小破山门的人? 居然跑来调戏我天仙书院角色榜上的丽人,不可饶恕。 几人怒了。 显然,他们也知道厉害,呼喊人手来帮忙。 过几日我来找你。 十号对月蝉说道,而后手持黑色金属牌,化作一道流光,从这里消失了。 天仙书院一阵大乱,尽管叶以身,依旧闹出了波澜,不少学生赶来。 是可忍赎不可忍,这个臭名昭著的道统,真的要回来了吗? 而且,他居然感激于轻衣师妹美色。 群情激愤,恨不得立刻去征讨至尊道场。 这一切都跟十号无关了,空流月蝉暗自磨牙。 破落的山门内,齐道林在盘坐。 道主,我想问下,你知道九条龙与一口青铜骨官的是吗? 回来后,十号满脑子都是神艳,过几日要帮月蝉去收清月宴,而他更放不下那铜关处的神秘宝火。 此话一出,齐道林腾的一声站了起来, 难以保持平静。 第七百五十四章一群变态 齐道林金色袍袖烈烈作响,神色严肃,双目中有与日月星空幻灭,头顶上方有一缕缕锐气蒸腾。 你知道。 他郑重的问道。 十号心头一跳,九条龙与一口青铜骨官居然让老头子反应这么大,很显然他知道一些隐情,也许能解密。 我在天仙书院听到人谈论。 十号并没有立刻吐露实情,因为对方臭名昭著,不光彩的事太多了,怕被他吭掉。 何人提及? 齐道林问道。 三千州大战将近,天仙书院一些奇才在谈论各种至宝,有人说到了这东西,言称可怕至极。 十号说道,并再次请教。 齐道林看着他,久久未雨。 道主你怎么了? 请为我解惑。 十号心有波澜,但脸上很平静。 罢了,就是知道在哪里又如何,无人可以开启,只会葬下更多的人。 齐道林悠悠一叹,像是放开了心思,不再过于严肃。 究竟有何秘心? 十号问道。 他名三是同关。 齐道林说道。 十号当即一阵,对于这个名字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在出入上界不久后就有耳闻了, 更是险些卷入那一场风波中。 仙殿传人、真骨、魔女等一杆初代都在追寻一个银发女子,导致她重伤, 据文不是与至尊殿堂有关,就是与三是同关有关。 十号那个时候粗略的听闻道,三是同关为上界一只宝。 他没有想到,所谓的九条龙与青铜骨关就是三是同关,名字很有讲究, 不知道是否真的蕴含非凡意义。 关于这东西,我了解的也不多,但却知道它很可怕,也很神秘,起源仙谷。 齐道林悠悠开口。 十号对此深信,他曾掀开关盖的一角,曾见到可怕的一幕大战,喊杀震天,疑似针仙将士,参与当中。 我的师门,每代只有一人,虽然我不曾真正败入,齐道林说道这里很伤感,也有些惆怅。 十号没有打断他,尽管已经大致猜测到是和道统,但并未揭开。 九条龙与那口青铜关与我那师门有一点关系。 齐道林提到了那个传承,言称那一道筒的无上老人曾追寻此官很多年。 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位至高的老人荒废了很多事,没有留下一名成长起来的强大传人,算是传道失败。 那位老者可曾探出什么? 十号问道。 由他证实,那铜关不可打开,不然强制绝颠,也有陨落的可能。 齐道林神色凝重,还有一点遗憾。 当年,那位老人追寻漫长岁月,终于寻道,掀开古关时发生了一些异常的事,导致他到击受创。 随后,他就迎来了大敌追击,先点自太古旧陈眠的无上强者复苏,联合其他几人,对他展开大围剿。 最后,他终是陨落了。 不然以他攻参造化的实力,也许到这一世还有一些寿源,不至于化为尘土呢,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当年没有急着扶起一个强大的传人。 所有意外皆因九条龙与青铜关而起。 整片仙谷都被葬下了。 齐道林说到这里,仰望天空,目光深邃,想是要望穿天穷,想看到什么,轻语道,只有九条龙拉着一口铜关使出,其他都葬在了身后。 他近乎梦意,说着一些往事。 他的师门,那个至高无上的老人为了揭开古代大秘,探寻先古真相,半生都在追索,可惜隐恨而终。 故此,这也成了齐道林的心结。 十号漠然,这个老头子恶名远播,但通过接触,他觉得应该不至于坑他,但是他还是没有讲出真相。 因为,他很担心,万一齐道林因为有心结,而不计后果去硬汉三世同关,那后果不堪设想。 十号决定,过几日再讲,等老头子平静下来,避免他出现什么意外。 道主,你有什么办法降伏西式神宴吗? 十号向他请教这个问题,因为这对他很重要,迫切需要了解。 哦,你发现了宝火,想点燃几身成神。 齐道林来了兴趣。 三千周天才大战临近,我这不是在早做准备吗? 十号道,他很头疼,见到的两种火都让他没辙。 虽然岳禅曾说,他有一些办法,到时候告诉他,但还是觉得不太稳妥。 嗯,身为我至尊道场的传人,这次你如果不能在三千周大战中崛起,我直接清理门户。 齐道林眯愤着眼睛说道。 凭啥,十号教区,这简直比邪教还可怕,动辄就要被人道毁灭,不是因为大错,只是因为那些变态的要求难达到。 你若是第十名以后,就不要回来了,自行了断吧。 齐道林说道。 咦,你不是要我第一? 十号愕然,这老家伙不是一项高标准吗,这次怎么好说话了? 上界三千周,英才无尽,天骄无数,连初代都要成批的出现,想尽前十谈何容易,尤其是这一次。 齐道林轻轻一叹。 很显然,他知道一些事,了解到了不少隐情。 连仙殿那货,都号称鸭的年轻一代喘不过气来,傲视同龄人,我注定要镇压他,难道还不能前几名,甚至独占凹头。 十号从不欠缺自信,当然在很多人看来,他很喜欢吹牛。 我都说了,想成为我至尊道场的人,必然要拜仙殿传承者,他的确很强,但并不是最大的威胁。 齐道林道。 你该不会是要告诉我,他这么强大,同代中数一数二,也进不了前十吧。 十号惊讶。 数一数二。 谁疯的,狗屁。 齐道林瞪眼,根本就不承认。 十号心中一惊,这次的天才大对决中,难道仙殿传人还不是第一等的人物吗? 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谁敢自称第一。 当年不少奇才都曾这样自封,结果没用多久就有人站出来,将其击败,古来谁敢妄称无敌,齐道林触动极大。 我。 十号大言不惭的说道。 齐道林直接背弃乐乐,不怒返笑,道,好,小子,你如果进不了前十,看我如何收拾你。 十号工农,我说道主,你也太常他人置气,灭自己威风了。 什么叫至尊道场,自然要天下第一,有这种气魄才行,你不是也曾这样说过吗? 为何提到三千周大战,直接就尾掉了? 我给你立下的目标,是将来称尊,你需要积淀,期待来日。 而非争这一时,这次与众不同,不想你去,送死。 齐道林郑重告诫。 臭名昭著,一向对十号严格要求,要他走到最巅峰的齐道林,此时竟是这样的低姿态,让十号吃惊。 很明显,对方是好意,担心他遭劫,故此才郑重解释与戏说。 是因为雪藏的年轻生灵吗? 十号问道,他曾听闻,当时有古老道童雪藏着绝世天骄,可称雄同代中,无有抗手。 也对,也不对。 齐道林摇头,为他道出隐情。 若只是当时隐藏的年轻而无匹的生灵也就罢了,还好说,仙殿传人足以位列第一等,近前十根本不成问题。 可怕的是,还另有秘文。 三千周天才大战,每隔数千年上万年就会举办一次,自古至今从来就没有断过,只因他蕴含了太多的造化,谁若得到某种东西,当可不朽,奥利万古绝颠上。 齐道林探道。 十号静静聆听,不曾插话。 你以为我说的雪藏是指当时那几个奇异生灵吗,我是另有所指,还有他人。 齐道林眸自发光,犀利若闪电。 十号不解,这有什么不同吗? 我说的雪藏,是指古代风于冰山,葬在雪窟中的人,几大冰雪进地下,压着一些你难以想象的年轻至尊,足以傲视古今未来。 什么? 十号终于忍不住,发出惊呼声。 只为了超脱。 为了那些古纪元留下的大造化,有人一直在等,一直折服,要在最恰当的时机出现,进行破局。 齐道林轻宇,连他都很无奈。 十号足够惊艳,但若是与那古代鸡殿下的无敌年轻至尊相比,也许就有些不足了。 然而,十号撇嘴,风采自信,道,我当什么人,原来是一群这样的家伙,到时候我一个一个打过去,男的镇压,女的捉来暖床。 扑。 齐道林一口老血差点喷出,这牛吹得也太过了,要有个度才行啊。 你懂什么? 他斥则道。 十号撇嘴,道,不就是一些温室里的豆芽菜吗,而且还是挨过冰冻的,回头我炒吧炒吧,就是一盘又一盘凉菜。 吹牛适可而止,自负也要有个度。 齐道林叫选,道,被押在那些冰山禁地下的人没有一个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人不止一次参加三千州大决战了。 啥,这下十号被惊住了。 那些人几乎都曾参加过这种旷世大战,而且获得了各自那仪式的第一名。 曾有辉煌仪式,君临天下,俯视三千州。 齐道林郑仲说道,只是在各自的那仪式,他们并没有发现那所谓的最大造化,无功而返。 变态呀,一群史上第一。 这一次,十号神色凝重了,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压迫,未来的大战注定会很艰难,要流血蒸伐。 据传,当中甚至有石棺者,隐约间有古今第一人之事。 齐道林再次说道。 曾有一人,先后在不同时代显化,共参加了十次,皆独占凹头,天下第一。 十号文言,觉得寒毛嗖嗖的竖起,身上冰凉,这还要不要人火。 有一群变态要出来。 第七百五十五章对手可怕 不对。 十号很清楚一件事,与齐道林所说不太相符,难以令人信服。 有何不妥? 齐道林问道,盘坐在一块大青石上,道袍飘动,有种先锋道鼓的气韵。 十号道,三千周天才大决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参赛者不得高于尊者镜,绝不能违反,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许多很强的生灵都在压制己身,等待进入那片仙土后再突破。 有一道神门阻挡尊者镜的修饰进入,而一旦到了里面就没有什么限制了,就是突破到天神镜,那也只能说是你的造化。 齐道林点头,道,你说得很对。 既然如此,那些变态大多都参加过这种大决战,并且得到了第一名,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肯定要突破进神火才行,不然怎会能均临天下,闭你上界三千周? 十号提出疑问。 一旦成为神火镜高手,这一世他们又如何进去,明显不符合条件。 至于曾数次参加大决战的人,那就更加显得有些虚秒了,至于老头子所说的石棺者,似难以成真。 齐道林轻轻一叹,道,为何我要你保住第十名就可以了,而没有提更高的要求,那是因为他们太可怕了。 甚至,我可以允许你出现在前二十名就可以,留住性命,以待将来,去积淀与成长,毕竟你还是太嫩呢。 喂,道主,话可不乱说。 你也太小觑我了,号称古今第一强者的人就这么不堪吗? 十号不满,当然也很自恋。 你所说的前提条件,自然会遵从。 齐道林首先点头,认可那些条件,而后看向他,道,他们并未违规,你可知为何? 别告诉我,他们被埋在冰窟路里,一个个都冻傻了,到头来实力大退步。 十号说道,同时心头一动,想明白了。 齐道林哑然,而后一叹,道,等你被镇压,性命垂危时,你就不会这么乐观与自信了,你会发现,那些人究竟多么恐怖。 他顿了一顿,道,这些人都有大气魄,参赛归来后,直接自费神火镜,跌落下来,重新再巩固。 真是,一群变态。 十号就知道没那么简单,果然如此,这些人太狠了,一个个居然敢如此。 世间传言,一旦成神后不可自费,因为极度危险,碎掉神道根基,那是致命的,一般人绝不可尝试。 而这些人竟能重修,只为满足那进入战场的条件。 有些人重修了数次,你能想象他的神道根基多么的恐怖,在不断蜕变呢? 其道林青叹道,就是他都觉得可怕,实在惊人。 十号也促眉,这次的大战很危险,注定无比艰辛,要以血去扑洒。 甚至,有人更彻底,出来后将自己直接斩到斑血镜,从头再来。 其道林补充。 十号文言,真正变色,这样反复斩掉根基,从头再来,真的很变态,也很可怕,可以预料那种道果会多么的坚固与胜烈。 他神色不善,道,老头子,你什么意思,故意泼我冷水吗? 小子,我是在告诫你,那些人过于惊人,绝艳古今,很难有比肩者,除非是他们同一类人。 让你明白,一旦遭遇他们,保住性命就可以了,不要逞强。 其道林叮嘱。 十号思存,眉头深锁,这群人的确走到了某种绝颠上,无论谁与之遭遇都多半凶多吉少。 但是,他并不气美,想了想后依旧自信满满,道,那是他们认为自己还有瑕疵,所以才要自费,说到底还是做得不够好。 实力的强大,并不是以斩掉神道根基重新再注的次数来确定的。 就比如我,而今个境界无瑕,极尽升华,不用自费神道根基,同样可以镇压他们。 孩子,你是不是自恋过头了? 祈祷林被逗乐了。 请相信,我能胜出。 十号说道。 呵呵,好,我等待你发威,如你所说,男的镇压,女的捉回来暖床。 祈祷林微笑。 必须的。 十号点头。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要不要我提前嚷嚷一下,告诉外界众人你的自信。 祈祷林说道。 这个,我不想成为公敌。 十号善笑,男的镇压也就罢了,女的,说出去,到时候肯定会被围攻。 祈祷林向是想起了什么,道,给你举个例子,说明这些人的不凡,有个人只参加过一次大决战,以尊者敬的修为拿到第一。 他告诉十号,那些人每一个都与众不同,走的路也不同,并非是一定要废掉神道根基重修。 不想那么多了,到时候我以最强姿态迎击就好了。 十号说道,坚定信念。 当然,他也没望再次吹牛一通。 随后,祈祷林传他玉火术,寻火法,寄火道,各种都与西式宝火有关。 总的来说,并不是去强行收取神火,因为那些神宴有些比强大的神旨都厉害很多倍,尊者想降服太难了。 尤其是一股火,烧死天神都不成问题,很容易做到。 总的来说,神火境世界火势点燃几身神源,永世不息,助就无上道基。 这一过程,并不是奴役火焰,也不是彼此融合,而只是借其神道力量炼化己身,洗礼神性之根源。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所谓的点燃神火其实就是埋下神道种子,最好的火种将来自然会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记住,不是去降服,而是去跟他交流,得到其认可,许以条件,将来回报。 祈祷林传授十号各种手段,其中寄火道最为重要。 同一种火焰,自古至今也不知道帮过多少天才驻下神道根基,并不会跟某一人彻底融为一体。 你若是能寻到最顶级的蛊火,接下来的我教的你东西将会派上大用场。 祈祷林说道。 随后,他所教的并不是什么术,也不是什么古文等,而只是一种祭祀语言,古老,神秘,低沉,若诵经般。 这是什么? 十号相当的吃惊。 这是一种语言,传承于仙谷纪元,是从废墟中挖掘出,背后世人破译,用于祭祀。 祈祷林说道。 传言,古火可以沟通,甚至可构建出契约关系。 这,十号心中不能宁静。 早在仙谷纪元,人们就在祭祀超凡的神火。 祈祷林说道。 你所说的古火是指哪些? 十号问道。 是指仙谷时代遗存下来的宝火,比如天堂燕,万叶火等,也就是世间最顶级的火种。 祈祷林答道,指出唯有这样的古火才能以那种祭祀语沟通,建立关系。 他告诉十号,在当今的上界能掌握这种古语的道统都极为古老,皆为无上大叫,一般人根本不知,秘而不宣。 十号消化这些消息后,认真请教,询问祈祷林,这些古火是否真的是那真仙陨落后形成的? 有这种说法,暂时缺少一些证据。 祈祷林点头。 并且,他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认知,他认为,应是真仙陨落所留的最后产物,故此可以被当作火种,点燃几身,注下最强的大道根基。 而且,祈祷林认为,早在仙古时人们就在这样做了,甚至比现在更彻底,依据他从那股祭祀语中推测出的部分真意,那时的人可能直接将真仙所遗落的火种栽进体内,以秘法催生,成就起身。 不是自己的,终究不是自己的。 十号文言后,醋梅说道。 你发现了什么宝火? 祈祷林问道。 星月燕。 祈祷林一阵,真正动容,因为这可是赫赫有名的一种蛊火,是最强大的火种之一,太有名了。 从一些开拓出的遗迹所得到的线索来看,他应是清月女仙陨落后所留,这位真仙在仙古时似乎富有盛名。 十号文言后确信,清月燕果然了不得。 祈祷林开口,道,文,我原本还想为你去寻大赤天火呢,不疼想你发现了足以与之笔尖的清月燕。 十号道,大赤天火。 天仙书院跟神崖书院交换七彩仙金时,似乎提供了这种火的线索。 我就是接到消息后,想去为你取来。 祈祷林点头说道。 十号心有感激,但也觉得这位道主很霸道,难怪会恶名远播,两大书院所交换的线索被他知道后,居然敢去抢。 既然你有了,我就不掺胡了,自己去取更有意义。 祈祷林说道。 十号张了张嘴,但没有说出这是要去为月蝉取火种,他不希望祈祷林与两大书院对抗,冒险夺大赤天火。 大赤天火,那是一位天主陨落后形成的,妙用无穷。 祈祷林因不能出手而颇为遗憾。 随后,祈祷林让十号认真去准备,给他时间,不用去背负大山熬练肉身,骨纹,精神,暂时不需修八九天弓,全力收骨火要紧。 接连数日,十号都在闭关,巩固祈祷林所传授的那些火树,以及漫长岁月前的祭祀语。 他选择一处幽境地,认真揣摩之际,也避过了一场麻烦与喧嚣,因为这几日很多年轻高手出现,来到至尊道场的破落山门前。 五日后,十号出关,前往天仙书院,去寻月蝉,要与他一起行动,收清月宴。 他很期待,因为这将是第一次试水,若然成功,他便可以去青铜关那里了,收走那种更为神秘的火种。 第七百五十六章 联媚而行 天仙书院,神山与巨城结合,瀑布垂挂山上,荧光腾腾若隆,且有古树参天,扎根崖壁上。 至于城区,则建筑气派,街道宽阔,非常宏伟。 咦,那人怎么很眼熟? 书院中有人驻足,看着远去的那道背影,露出私存之色。 你也觉得似曾相识? 另一人惊讶,而后皱眉,最后一声惊叫,天杀的,是他,居然又来了。 这块地方操乱,有些人已认出十号就是在书院门口承接生意的那个人,扬言可欺负低年级师弟,可吊打高年级师兄。 一群人恨得牙根都痒痒,因为皆已猜测到,他来自那破落的山门,臭名昭著的道统,一脉相传。 再加上陆明,柳师兄等一群人去至尊道场评调古迹时被收拾惨了,传回来后,一引起公愤。 赶紧追,不要让他跑了。 书院内的一大帮学生醒悟,呼拉一声向下追去,想将十号截住并包围,为民除害。 可惜,他们干着急却没有办法,前方那人速度太快了,左转右转,才十几步而已就消失在书院深处。 胆大包天,他太嚣张了,惹事后还赶进我们书院,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兄弟姐妹们赶紧搜查,不要让他走脱。 有人建议,发动力量,一起行动。 事实上,这几日间早就有一大批人曾经出动,前往那片被薅草淹没的废墟,至尊道场,进行扣关。 很遗憾,那里空空如也,不见该道统的传人。 前方有人发现他的踪迹。 一名师兄得道禀告,迅速告知众人,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再次追了下去。 这成为一种奇景,如同滚雪球般,人越来越多,向前进发。 很快,有人变色,因为那家伙的目的很明确,竟是前往女生宿舍,这是在诚心招恨吗? 太可耻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赶闯女生区,果然是一脉相传的恶徒。 有人愤怒,大声喊道。 更有少部分人脸色怪异,因为想到了数日前的那一晚,有传言称,恶徒曾与角色榜上的轻衣仙子并肩漫步,像是一起从仙池走出的。 这则消息曾在小范围内引起哗然,人们并不相信,只认为是那恶徒心思不纯,动了邪念,引人误会。 我错,真进去了,天杀的,这家伙居然闯进去了女生区,那法阵怎么失效了,不能阻拦他。 有人大叫,目睹十号走进那块神圣之地,而且是大摇大摆进去的,部下的法阵等并未发光,古文内敛。 太可耻了,当我天仙书院是什么地方了,连女生的清静净土都能赶闯,不可饶恕,绝不能放过。 这次显然是炸窝了,群情激愤,一大帮子人涌来,向守护此地门庭的人讨要说法,为何放他进去? 他有我书院的特别令牌,可畅通无阻,并未违规。 守护此地净土的人觉得很冤,不该被指责。 众人不相信他能合理拥有这样的重宝,一定是以令人不耻的手段盗取或者强夺过来的,一时间更加义愤填膺。 这个地方乱了,人越来越多,执法队都被惊动了,快速赶来,要求进去清理败类。 当然,女生宿舍区内也被惊动了,很多女子出关,询问出了什么事。 这个地方,小湖湛蓝,古树发光,一片又一片的惊蛇坐落在石崖上,松林间,说不出的清幽与雅致。 十号很顺利就进来了,沿途并未遇到阻隔,他赴匪,祈祷林有这样一块令牌,当年是否就是借此差点偷走院长的玄孙女。 他虽然发觉后面有点乱,但是并未在意,很快就到了月蝉所在的灵山上,这个地方锐气一缕缕,祥和而安宁。 该出发了。 他暗中传音。 在霞雾中月蝉出现,青丝飘舞,眼眸若星辰,兵姬雪夫,长裙随风而烈烈扬起,站在灵山上,说不出的出事与圣洁。 媳妇,你又漂亮了。 十号赞叹。 如果是别人,面对这样一个神资玉谷的佳人,一定会很小心,不愿唐突,甚至自残行贿,但十号显然不在这一列。 月蝉面色平和,出尘而清雅,并没有择翅,也未多说与纠正,因为深知这家伙的秉性,那样是无用的。 十五年没见,真是让人想念啊。 十号来到近前,打亮眼前的女子。 你又乱说什么?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五天了自然等于十五年。 十号向前走来,脸部红心不跳,张开一双手臂,笑道,为了庆祝我们的重逢,来个热烈拥抱吧。 月蝉向后退去,轻艳过人,谋波流动,有轻视的风采,道,规矩点,别毛手毛脚。 两人立在灵山上,伴着紫气,衣媚斩动,都有过人的风姿与气韵。 当然,前提是不要去看十号那一脸的见笑,不然的话很容易破坏这种意境,而他对此毫不自知。 两人商议,如何去收清月宴,并肩走到一起,认真讨论。 而不知不觉间,十号牵上了月蝉的素手,一脸的恳切,道,我一定会助你攻城,再现仙古清月之风姿。 月蝉无奈了,若是旁人,谁敢亵渎。 他浑身晶莹发光,圣洁气息弥漫,早已在不经意间避开了他的手臂。 可谁知这家伙将昆蓬身法与缩的成寸神通用于此道,发挥到了出神入化之境,没有揽住他的小蛮腰,但还是牵住了他的一只玉手。 咦,那不是清衣师妹吗,与一个男子同行,那是谁? 有一些女生看到月蝉与十号。 两人以腾空,瑞霞澎湃,决定上路,远远望去真的如同一对真仙临视,遇风而行。 侧身很像走天梯的那个奇才,只是面孔不一样。 有少女眨动大眼,浮想连篇。 而与此同时,骚乱蔓延到这里,执法队带领一批神情激愤的人进入清静雅地,搜索恶徒。 什么,清衣师妹跟人走了? 坏了,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恶徒啊, 怎么能跟他离去,赶紧去营救。 当了解情况后,许多人大叫。 乱语,那个师兄可不是恶徒,我看很像是走过天梯的那位天纵奇才,你们是不是极度羡慕恨,故意栽赃啊? 有女声报打不平。 怎么可能,一群人怪叫,而后彼此相识。 一些人生出妙的感觉,难道说弄错了,那个人应该是只在天梯出现一次,而后就神秘消失,被书院雪藏起来的奇才。 肯定没认错,先去将清衣师妹找回来再说。 有人叫道,其实打了退堂鼓。 当然,更多的人也很不愤,将气都对准了破落的山门,至尊道场。 不管怎样说,这个门派确实复苏了,今日我们再去围剿,将那人捉住。 怨气需要宣泄,矛盾需要转移,一群人开始组织,决定再次征讨那片废墟。 火州,大草原。 这里是流寇的净土,是犯罪者的乐园,也是冒险者的天堂,三郊九流,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只因这里出产各种稀有的神料,骨矿众多,上界各大轿都在此驻扎有人马,采掘天才地宝,运往各自的家族。 在这片土地上,充满了罪恶,流血事件不断,争矿,抢神料的事实有发生。 听闻,这片草原上有一处震动骨金的鲜矿,当中运有七彩仙金。 十号问道。 月产点头,那座鲜矿很诡异,更很可怕,世上借有记载孕育出了七彩仙金这种无上至宝材料的矿洞,但是却无人能采。 据闻,自古至今,光是可以屁腻天下的大教之主就已死去多人了,此后就很少有人敢去问津了。 凤武很需要那种至宝材料,但是天仙书院却只能从其他地方想办法。 月产提醒。 那我就不去打主意了,不过等我闲暇下来,倒是可以去一些大教所在的神洞走上一遭,先去收些利息。 十号清语。 他早已听闻,各教的天才等会被派来,在这片罪恶之地魔力,进行护矿等,可谓异常热闹。 相对来说,他所踏足过的火州草原,只是一个小角落,与火州广袤的神土相比,很微妙。 就是这里。 十号点指,路上没有什么当个雨意外,他们到了目的地。 巨大的峡谷非常寂静,深不见底,一片黑暗,如同一个史前巨兽张开了可以吞天大嘴,横在前方。 就是这里。 月蝉洞容,这地下深渊太广阔了,方圆恐怕足有万里。 相对来说,这片区域很荒凉,因为并没有什么出名的神况,生灵踪迹较少,倒也不用担心有人打扰。 两人一同下降,进入深渊,一路俯冲,很快就到了地底,而后又经十号引路,穿过地层大裂缝,来到那片废墟中。 这是,仙古一记。 月蝉洞容 这里并不是漆黑一片,因为废墟中还有残留的符文,闪耀点点光泽,令这里朦胧而又显得虚妙。 往事成尘,多少辉煌盛事都葬在了岁月中。 月蝉自语 十号点头,不过现在不是怀骨石,三千周大战越来越近了,需要努力准备,以最强姿态参加,他与月蝉在瓦砾上行走,寻找那团火种。 时间流逝,已过去半个时辰,不知不觉间,两人竟感受到了一种柔和,有淡淡朦胧光辉洒落下来。 今晚月色这么柔和,说到这里,十号惊愕,猛的抬头,而月蝉也异常吃惊,仰望高空。 在天穹上,有一轮青色的月亮,无比的柔美,带着如薄烟般的霞雾,月滑如水,洒落下来,说不出的圣洁。 青月宴 十号叫道 因为这是地底世界,怎么可能有月亮,分明是一团蛊火。 月蝉也激动了,难以保持宁静,绝美的容颜上写满了欣喜,大眼中更有惊人的光彩。 颤声道,就是它。 就在此时,两人感觉到了一股灼热,天空中的月光洒落下来,让他们身上的衣服迅速燃烧,化成灰烬。 第757章 青月 灼热 柔和的月光洒落,一群化成飞灰。 不过,并无恶难降临,没有其他危险的事发生。 可以感知,那轮青月很祥和,没有可怕气机发出。 月蝉修长的身体如象牙般洁白而晶莹,青丝飘散,遮住半章无暇容颜,他立身在瓦砾上,先机玉骨,白皙透亮,闪纵柔和的光泽。 而对面,十号意识深不黏思缕,被蛊火烧毁衣衫,露出强健的体魄,有宝灰闪烁,黑发披散,目光灿若星河。 仙谷废墟上,两人相对,相距不远,彼此可以看到一切,这个变故太突然了。 当看到月蝉变色,将要尖叫时,十号首先大叫,道,不好,小心。 并且,他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挡住青色的月光,到了月蝉的身前,一条手臂半拥他的洁白的躯体。 两人实在是太近了,阵阵少女的幽香清新可闻,在月色下散开,弥漫,这是一种令人迷醉的芬芳。 这非常突兀,圣洁与宁静如月蝉也难以保持平和的心绪了,此时他花容失色,发出一声轻呼,快速后退。 不用担心。 十号一脸正色,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跟到月蝉的身边,道,我来对抗他,你躲在我旁边。 松手。 月蝉迎白的笑脸上腾起红侠,这家伙太混账了,分明是在占他便宜,却还如此义正言辞。 他的脸皮实在太厚了,说得一本正经,可结果却以一条手臂快速拦住他的柔软的腰肢,非常自然。 这让月蝉的身体当即就是一将,因为两人都衣衫被毁,他身体如羊之玉石般光洁,这样被人触碰,实在难受。 刷的一声,月蝉如一个精灵般,留下一道美丽的背影,曲线起伏的修长躯体迅速避开,快到极致,躲了出去。 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受伤。 令月蝉无言的是,十号大意凛然,如影随影,竟将昆蓬法与缩地成寸大神通发挥到了极致,贴着他而来,依旧站在一起。 离我远一点。 月蝉白皙的脸颊生出红晕,带着羞脑,低声斥责,这实在太尴尬了,刚来到此地,就遇上这种情况。 最为可恨的是,这家伙脸皮厚得不像话,看起来一脸颜色,但是却与他并肩而行,揽着他光洁的腰肢,令他微颤,美眸怒争。 我绝不能让你犯险,有我在,你不会受到一丝伤害。 十号面不改色,大声说道,而且紧了紧那条手臂,拥着他的小蛮腰,两人几乎贴到了一起。 你这混蛋,脸厚心黑的家伙,快放手。 月蝉轻斥,腰肢上起了一层小疙瘩,且脸颊发烫,这个处境实在太让人尴尬了,倍感休脑。 我不会放的,在危险面前,我必须要坚持,一定要站在你的身前,为你挡灾祸。 十号话语铿锵的说道。 谁用你保护? 月蝉感觉自己的脸肯定红透了,因为有灼热感,两人寸缕不沾,风光疑你,实在过于亲密。 他能感觉到,那只手臂还着他的腰肢的热度,还能感觉到那只手的不老实,俯过洁白的腰腹,居然还捏了捏。 羞的一声,月蝉若离线的圣剑,令虚空都扭曲了,横移数百丈距离,想借此摆脱那条手臂,远离十号。 然而,让他深感吃惊的是,十号的速度居然超越以往,快到不可思议,依旧与之相伴,近在咫尺。 月蝉美目大睁,那条手臂,还在,依旧揽着他的腰肢。 不曾被甩开。 若是昆蓬有之,估计也会恶而长叹,最后无言。 他的法居然在这个时候被一个外人演化到极近,快到难以想象。 你学神通,是为了此时显摆吗? 月蝉修愤,斥则道。 是为了保护你。 十号大声道,一脸的正气。 去死。 月蝉抓狂,再也受不了,浑身霞光绽放,各种符纹密布,同时身上发光,金属颤音响起,出现一层神灵假咒。 他觉得自己是被气昏了,应该早些穿上这种神圣铠甲。 然而,就在此时,天上那轮青月发光,更未胜炼了一些,有莫名气息散出。 十号抬头,这次是真正的认真了起来,眉头微醋,盯着那轮青色的月亮,体悟为何会如此,变得危险了。 痴。 突然,一道月华飞来,如一道青色的皮链,不是多么的灿烈,但是却聚集成了光束,很不一般。 闻。 十号一惊,这道光是冲着月蝉而去,他严肃了起来,收起了玩笑之心,快速取出一件神灵法器,去阻挡。 痴。 令人心惊的事发生,第二道光束出现,俯冲下来,一人一道,攻击他们。 当。 一瞬间而已,十号手中的法器折断,化成金属液体,要知道这是在火舟草原上的流寇那里缴获的武器,神鞭,是神级宝物。 可是,他却不堪一击,快速被融化,坠落在地,化作废料,古文等全磨灭了。 与此同时,月蝉也惊呼,身上的法衣扭曲,变形,若非他反应迅疾,整个人都要跟着融化,他阵落甲咒,与之分离。 一套强大的神灵铠甲就这么毁掉了,成为废铜烂铁,洒落一地。 这一次,十号是真心的,而非捉弄,神色严肃的挡在月蝉的身前,背对着他,独自面对那轮清月。 然而,两道光束消失后,清月恢复柔和,又没有了危险契机,令人不解。 这是怎么回事? 十号自语。 月蝉也惊疑不定,如今他身体无瑕,再次思缕不挂,雪白而晶莹,让他觉得非常难堪。 难道这轮清月在成全我们? 十号回头看向月蝉。 你乱说什么? 月蝉给了他一个白眼,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清月高挂,柔和而朦胧,的确再也没有意外,两人近在咫尺,又有些暧昧与疑你了。 十号抬头,仔细感应,而后口颂仙谷的祭祀语。 一刹那间,他震惊,居然感应到了一股波动,一种情绪,几乎可以沟通,这仙谷语言果然超凡。 随后,十号感知到了一些情况。 烧掉我们的衣服,他是在警告,不得在此乱来。 身穿神灵甲咒,手持神级兵器,对他来说,这是挑衅,故此毁掉。 这是十号一番琢磨后,从那种情绪中体悟出的信息,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与月蝉相伤。 竟是这种情况。 月蝉了然了,他快速取出一件普通的长裙,穿在身上。 十号很是遗憾,小声孤农,并且用眼睛还有脸上的表情表达了出来。 你,什么意思?快穿上你的衣服。 月蝉瞪他。 当两人再次面对时,终于都已穿戴整齐,十号没有再次积补天骄的仙子,开始认真与他讨论如何收取清月宴。 你刚才的古语很有效。 月蝉道,他也懂得一些,传承自补天教,毕竟那是上界最古老与强大的道统之一,自有秘法。 在路上时,两人就已交流过,现在更是开始认真交换寄火之道,以及那种古迹似语,并不藏私。 因为,他们发现,特别是那种仙古语言,两人所掌握的不太一样,可以互补,能更加的完善起来。 其道主虽然名声大坏,但是真的很有手段,他偷师百家,所得到的古语比我不添交的还多。 月蝉轻叹,不得不佩服。 两人都天资过人,因为已经掌握有寄火之道,以及部分古语,故此交流起来后很顺利,触类旁通,很快就掌握了。 期间,他们几次尝试,与那轮轻月沟通,很有效果。 你为我护法,我要开始了。 月蝉说道。 下一刻,他宝香庄严,青丝飘舞,眸自灵动,整个人空名若仙,站在这里,仰望天穷,面对那轮轻月。 一段又一段神秘的祭祀语从他鲜红的鹰唇间透出,传向高空。 十号在旁护法,也在低语,用祭祀古音跟那轻月沟通,帮助月蝉与他建立联系,真正沟通起来。 这,有奇效。 那轮轻月慢慢下降,柔和而灿烂,如玉石般,出现在不远处。 这种语言本就是仙古时代的祭祀语,原本就是为了同西式火种交流所用,建立契约关系,现在自然起到了大作用。 轻月明亮,归美到极致,近距离观看,盈盈灿灿,根本不像是一团蛊火。 越来越近,他到了眼前,悬在两人的上方,相距不过数丈远。 吃! 月灰洒落,两人的衣衫再次成为灰烬,这是因为火光自身温度胜烈,并非有意针对。 两人没敢妄动,卫去遮体,因为现在很关键,再次送古语,进行祭祀与沟通。 随后,轻月一点一点临近,越发的柔和了,但即便如此,还是炙烤的两颗皮肤晶莹发光,出现神闻,自我保护。 到了这一刻,两人都尝出了一口气,若无意外,应该会成功,已经算是与轻月燕构建了一种和谐的关系。 一旦放松下来,十号自然双目四顾,开始打量眼前的美景。 轻月当空,洒落月滑。 废墟上一个身体修长,洁白如玉的女子挺立,发丝根根发光,一尘不染,眸子灿灿,红唇鲜艳,景象雪白如天鹅。 至于一身曲线,更是起伏,几近完美,胸部风挺,小蛮腰盈盈一卧,双腿比直而修长,肌体雪白。 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没有瑕疵,非常的完美,容易令人迷失。 月蝉瞪他,这也太肆无忌惮了,居然就这样盯着他的躯体看个没完,让他修脑,但却没有办法,因为收火种到了关键时刻。 并且,就此时,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这家伙还倒打一耙。 非礼物事,不要光顾着看我,收取仙谷宝火要紧。 十号一本正经的说道。 谁看你了,月蝉修愤,跟他平日不食人间烟火的出示仙子气韵大不相同,如同折落在了红尘间。 十号咳了一声,活动了一下修长强健的躯体,自语道,没办法,我风姿绝带,就是补天骄的仙子也难以自持,被深深吸引。 此时此刻,月蝉目中有神霞射出,牙根都在痒痒,真想镇压他,狠狠的识斗一顿。 来了! 十号提醒,清月下坠,临近月蝉凝白的肉身,将他映照的一片灿烂,悬在其头顶上方,传达出一种柔和之意,马上就要成功了。 月蝉凝神,倾起红唇,认真送祭祀语,与之沟通,建立密切关系。 让他无奈的是,现在置之事外,不需要再出手的时候,居然在这里走来走去,将他看了个透彻,令他血白的机体顿时泛出红霞。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他咬牙道,因为这样心神不宁,怕被打扰而出问题。 好,但你要对我负责,非礼物事,而你却已经将我看了个透彻。 十号说道。 月蝉鲜红英纯微章,背弃的险些吐血,被指按咬,最终也只能狠瞪他一眼。 有效果,月蝉他就要成功了,我是不是也可以去收纳到更为神秘的蛊火呢? 十号自语,很期待。 当然,现在眼前的美景同样让他期待,不愿错过。 第七百五十八章 先影 十尺,九尺,八尺 青月下降,如同一块可以映照朱天的神力,熠熠生辉,缓缓接近下方的两人。 至此,十号都严肃认真了起来,不再嬉皮笑脸,严阵以待,就更不要说场忠心的月蝉了。 初时,还能感觉到一股温暖,到了后来那是一种灼痛,宛若刀削神皮,俯匹道骨,最后更是让人的血液蒸腾,从毛孔溢出。 月蝉原本浑身洁白若象牙,但是此刻体表却出现一层淡淡的血气,弥漫开来,与仙天之精一同燃烧。 这很危险,一个弄不好自身就要化成一团火,烧成灰烬。 因为,这是青月燕,古今强者尽知。 号称真仙允落后所留下的绝世古火,连古代的天神都挡不住,被焚死了也不知道多少。 不能硬拼,无法对抗,唯有跟他沟通,构建一种稳定的契约关系,不然的话必死无疑。 月蝉神圣无暇,双唇红润,绽放符文,他在银送仙谷祭祀语,与那青月燕共鸣,要与他化作一体,不分彼此。 可是,他虽然在坚持,没有对决,但是依旧消耗掉大量仙天本源,随着血气而从毛孔溢出,在虚空中燃烧。 因为,青月燕太恐怖了,虽然没有降下天威,但只是这种正常的光,就让人受不了。 月蝉洁白的身体上起初还有一层汗珠,但很快就随着蒸发,化成白雾,跟溢出的惊血一同燃烧。 他的情况有点不妙,摇摇欲坠,太过吃力,这样下去会吃不住。 十号醋眉,身体发光,喷泊出一股先天之精,化成一片脾炼,没入月蝉洁白的肉身中,帮助他补充真元。 月蝉稳住了身形,眸子灵动,他舌战莲花,符号一个又一个的从嘴里跳出,同那团火种交流。 闻,要成功了吗? 十号露出喜色,见到那青月柔和了不少,而且温度骤降,火种像是能感应到月蝉吃力。 青月压落,离月蝉的头顶不足无耻,这个距离太近了,而他并未因此而被吃火伤到,情况反倒好了许多。 十号不得不叹,人跟人真不能比,他第一次见到的蛊火就是青月焰,结果差点被一片火光给淹没掉,对他驱逐。 现在月蝉居然要成功了,这若是传出去,一定会震动天下。 要知道,这种蛊火与真仙有关,最是珍贵,天下罕有,以他成就神位,可实现最惊人的进化,潜力无穷。 四尺,三只,两尺。 青月临近,越发的祥和与宁静,一切似乎都已经成定局,将要成功。 轰。 突然,月蝉身体一震,在青月距离他还有一尺时,火肿发生了变故,隐约间有一道虚影浮现,令他再次光芒大盛。 不好。 十号没有犹豫,浑身发光,催动自身的先天本源,化成万条锐气,没入月蝉的肉身中,竭尽所能相助。 而且,他口中也不断送祭祀语,进行沟通。 青色月华灿烂,涌出一大片,将月蝉包裹,散发令人心计的气息,便是十号不在场中,也都觉得很可怕。 这种光若是暴动,足以将天神化成结灰。 此时,月蝉一动不动,只是口中发音,任青色的月华环绕体外,他表现得很从容与宁静,无喜无忧。 十号很紧张,这若是有意外的话,那么就不是收火失败的下场,而是行神俱灭,从此一切成空。 他现在不知道如何相助,不敢再轻易出手,怕引发那团月光一变。 忽然,十号神色一将,他在青月中看到了一条身影,婀娜挺拔,立身月亮当中,宛若一位真仙在生。 这是,青月女仙。 十号大吃一惊,难以置信,怎么会有这样的烙影? 他曾请教过其道林,询问面对这种稀释蛊火时是否会有妖异的事发生,当时得到答案,并不用担心,与昔日真仙早已无关。 可眼下怎么见到了一条身影? 这蛊火非同寻常。 突然,月蝉发出一声轻哼,忍着极大的痛苦,躯体在颤抖,他支撑不住了。 月蝉。 十号变色,那笼罩他躯体的青色月灰接近其体表,触碰到了他,温度高得足以让神指胆颤。 怎么会如此,他不是收敛炽热,变得柔和了吗,现在怎么又可怕了,十号握紧了拳头。 不行了,我可能失败了。 月蝉开口,这种最可怕的温度足以将任何神指焚成尘埃,更何况是一名尊者。 再说这些话时,他的身影已经有一些模糊了,生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这是突然的变故,早先月光临体,但是并不伤害他,而现在却若脱僵的野马,冲进其血肉中,将他点燃。 不。 十号大喝,口诵祭祀语,与青月沟通,想将他吸引过来,阻止这场恶难。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月蝉惋惜,无比的遗憾,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洁白的肉身被烧坏了,难以支撑。 他现在能说话,完全是凭着一股强大的意志,不然的话,早就到下去了。 我还在,不会让你死。 十号以神念沟通火焰,采取了最为激烈的方法,他在刺激此火,希望吸引过来,让月蝉摆脱。 哼。 一道光落下,炽热无比,将十号震飞。 并且让他浑身焦黑,有种剧烈的灼痛感。 他骇然,只是一道霞光而已,就让他如此,可想而知场中的月蝉遭遇了怎样的恶难,即将化成飞灰。 你这妖伙哪有什么针纤气韵,跟一个小女子计较算什么,有种冲物来。 十号放弃了古迹似语。 因为,他知道,这火出了异常,月亮中居然有道仙影,与其他稀释薄火不太一样。 铿锵一声,他穿上了那具破烂的甲咒,毕竟传说他出自无人区,隐约间好像有什么天大的来历。 在这一刻,十号顾不上那么多了,虽说鼓火不可抗,只能沟通,建立契约关系,但是现不起作用,他只能动武了。 痴。 他冒着生命危险,直接去抓月蝉那模糊的身影,想将他拎出来。 见到他冒死来就,月蝉在火光中张了张嘴,虚弱无比,道,别送死,你快走。 开。 十号鹤道,以手臂正火,想要将月光积散,将月蝉拉出来,摆脱死结。 月蝉身体模糊,形体受损严重,他目光早已暗淡,但此时见到十号相救,还是有了一些光彩,轻语道,你快走吧,别犯傻。 这是真仙的火种,别说尊者,就是来一群最强大的神旨,也只能枉死,根本不是对手。 砰。 十号不待他多说,他的手臂贯穿光幕,一把将他拽了出来,快速后退。 然而,那轮轻月跟随,依旧有青色圣灰洒落,笼罩月蝉,根本不退,要将他的肉身彻底化个干净。 而在这时,十号那条手臂剧痛,他觉得像是被烧断了骨头,最起码血肉干枯了。 可若是有人在此,一定会震惊,这是什么破烂假咒。 居然挡住了火威,没有让他真正燃烧起来。 真仙以火,不可抗衡,月蝉目中有光,看着十号,想说什么,最终只有这样一句,用力推开了他。 此时,他的神魂都被点燃了,就不要说凝枝般的肌肤与晶莹的骨头了,生命将走到终点。 而这还是轻月未曾真正狂暴,只有月光洒落而导致的,不然会直接焚成尘埃。 你到底想做什么,会一个人还要这样慢慢折磨吗? 十号呵斥轻月,而后猛力一震,身上的甲咒脱离,迅速照在月蝉的身上。 而后,他施展神通,直接将月蝉送了出去,他自己也快速躲避。 甲咒虽然满是大窟窿,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月蝉模糊的身体被笼罩后,赞与轻月隔绝,而所有危险一下子转移到了十号那里,青色神月中像是发露了。 轰! 一道火光洒落,将十号击飞,若是别人,肯定是化成了灰烬,而他则被撞进废墟深处,浑身剧痛,火焰疼疼。 十号咬牙,挡住了这一击。 妈的! 十号诅咒,冒死一搏,想救下月蝉,结果还是失败了。 那青月蝉上了他,随影随影,这次更彻底,悬在他的头上,两者连在了一起。 且,铿锵声不绝,那破烂甲咒被震开,脱离月蝉的模糊躯体,坠落了出来,不能再守护他。 十号果断取出丹炉,想要拼命,不然的话,月蝉没有一点机会了,将形神俱灭。 你,不要过来。 这是月蝉以最后的意志喊出的喊话。 他神色复杂,在远处看着十号,抬起模糊的手臂,轻轻挥了挥。 胡说八道,你是我媳妇,自然要救。 十号制出丹炉,要释放有仙道气息的雷霆,还有那块黄泥,将动用所有手段。 并且,他整个人也冲了过去,想将青月引走。 月蝉张嘴,可是却已发不出话语,神念都传不出来了。 轰。 一道光洒落,神圣无体,将十号砸飞。 然而,出乎意料,他并未被击杀,甚至都不曾被烧伤,这月光很特别,只是为了推开他而已。 与此同时,青月璀璨,当中那道女仙烙印更清晰了一些,仿佛间似发出了一声叹息。 并且,笼罩月蝉的火光不再躁动,竟在一瞬间比变得柔和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逆转。 月蝉的衰弱气息再变强,模糊的肉身再现,像是凤凰浴火重生般,一股蓬勃的生命气息散发开来。 渐渐的,那里一团柔和,露出一具洁白而晶莹的仙区,月蝉再现,他重塑机体,再生了出来。 这是,十号吃惊。 月蝉的眉心在发光,他那一似仙道神形的印记,在眉心画成一个虚影,若一个女子再起舞,竟与青月中的女子烙印共鸣。 第七百五十九章 火种到种 月蝉静立,眉心熠熠生辉,那里有一个女子起舞,虽然很小,以烙印的形式显化,但却栩栩如生。 这很奇特,一个人的眉心居然如此。 不管怎样说,他无恙,让十号尝出了一口气,总算度过了一劫。 月蝉身段高挑,雪白温盈,竟然完好如初,连那一头青丝都更加光亮了,整个人有种蓬勃生机。 在其头顶上,那轮青月还在变化,逐渐放大,当中那个仙影越发清晰,像是奥利云端般,仿佛有一位真仙药将士。 不! 他如泡影般散开,化成烟霞,融入青月中,最后整轮青月化作一团火光,遮拢月蝉,异常的祥和,无灼热散开。 青月焰变了,不曾伤害月蝉,将他包裹。 十号惊讶,这真仙以火竟无比柔和,化成了衣裙,附在月蝉的身上,将它保护在中央。 月蝉宁静,目光清澈,闪动会光,完全镇定了下来,口中送祭祀语,与这火焰构建成神秘的契约关系。 至此,工程。 在其身上,宛若有青色宝衣在闪烁,古火化成长裙,漂亮而神圣,且还有一种金属质感,闪动晶莹光泽,让月蝉看起来有一种别样的风采。 还能化作战衣。 十号惊讶,总觉得清月燕有些与众不同,跟月蝉特别的契合。 吃。 下一刻,青色月光一闪,衣裙消失,月蝉再次露出象牙般的躯体,而那团火化成烟霞,出现在其眉心。 一声清明,他竟与起舞的小人也就是那眉烙印,合而为一,常住那里。 与传说中的其他蛊火,比如万灭火,大赤天火等不太一样啊。 十号轻雨。 这个时候,废墟安静了下来,清月消失,雨藏在月蝉眉心内的烙印融为一体,不照换时便不显化。 月蝉静力,默默体会,认真感应,渐渐的脸上露出笑意,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收获感,他成功了。 忽然,他有所觉,或得抬头,见到十号一双眼睛肥亮,正在盯着他雪白的动体看,当即绽放赤圣光芒。 正具曲线起伏的玉体如同一轮太阳般,刺人双眼,那其实是青色的月光在照耀,从其眉心躺出,遮拢全身。 与此同时,一件长裙出现,照在他的身上,月蝉于第一时间穿戴完毕,这才脸去眉心的神圣光辉。 看够了吗? 月蝉的声音很动听,没有什么烟火气,相当的平静与祥和。 没。 十号很果断的答道。 月蝉拢了拢袖发,浅浅一笑,若神月战灰,比以前更出尘与圣洁了,更有一种灵动,道,我说话算话,而你也要道心坚固。 十号诧异,而后笑了起来,道,你是在说在那个约定吗? 对。 月蝉点头。 你怎么这么大方语洒脱了? 十号惊讶。 月蝉轻语,道,历经三千周天才大战后,你若是失败,当静下新来积淀,他日一定会崛起,成就极大。 十号一听,脸上的表情当即就跨了,所谓的约定,原来是认为他必败,告诉让他当静心参悟。 月蝉,我才救过你,结果就这般小聚我。 月蝉摇头,道,我觉得,以你的天资将来注定会有一世辉煌,不应分心于其他,当重视修行。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各种情绪,依照你所说,重视修行,忽略其他,那就会在路途上错过很多东西。 十号并不认同。 月蝉青语,道,所谓红粉骷髅,便是风姿绝代,也有归于黄土的一天,应有更大的追求,超脱人世间。 我一直在超脱,在这条路上坚定前行,与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并不冲突。 十号说道,而后狐疑,道,你怎么了,得到这西式古火后,怎么有些出事了,想要离尘而去一般。 真正得到真仙疑火后,我莫名就有了刚才的感觉,忽然觉得,红尘一切都如过眼烟云,终将消散,只有超脱,才是唯一的路。 月蝉道,他一头乌发如绸缎子似的,整个人带着淡淡白雾,朦胧而出尘,仿若快不属于人间了。 喂,月蝉,你不会要厌世了吧,回头赶紧生个娃,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十号与不惊人死不休。 飘渺,灵动如月蝉,即便很宁静,有了出世之心,此时也恶然,而后绝美的俏脸上出现生动的表情,背弃了个够呛。 总算还有旧。 十号自语道。 红尘有尽头,这千伤万水,世间一切,终将幻灭,皆有枯寂的一天,什么都不复存在。 个人微妙,诸般欲望,万千念头,皆是浮沉,何必久留与驻足。 脚下其实只有一条路,月蝉说到这里,望向天穷。 你入魔了,让我将你拉回来。 十号以正言辞,牵起月蝉的一只手,做狮子后,道,还不醒来。 青色圣灰一闪,月蝉正脱十号的手,邪逆了他一眼,那意思是,别一本正经的占便宜。 我如果在三千周大战中,最终第一,独占凹头,心自度你回来,让你好好体验红尘美丽,比如相夫教子等。 十号笑道。 好啊,你若能天下第一。 月蝉微笑,漫步惊心的说道。 那就这么说定了。 十号看着他漫步惊心,他居然胜出一股斗志,有了一种好胜心,希望在三千周大战中崛起。 随后,他询问青月宴的奥妙,收取了这种西式宝火后,究竟有何不同? 月蝉坦言,没有藏丝,告知他,像是顿悟了般,体悟到一些东西,前方如有一座灯塔在发光,让他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路。 一般来说,一旦成神,点燃几身,西式宝火就会离去。 成神瞬间,任何一位修士都会有极大的感悟,可于刹那间急目远眺,看清前路,这是修士一生中非常奇特的一瞬间。 而月蝉还没有成神,却有了瞬息的大悟。 西式宝火与潜能极大的天才,构建出契约关系,为的就是那一瞬间,得到回报。 前路,赶雾,大道,这些是西式宝火造成的吗,在此基础上悟道,踏出自己的路。 十号自语。 说不清,道不明,谷火疑似为真仙遗留下的火,以他种道,当作火种,自然可以占得更高。 月蝉说道。 为什么要用它们当作火种,就不能自己成就道种吗? 这一刻,十号有了这种心思,对所谓的点燃神火动摇。 月蝉惊讶,道,西式宝火,为真仙死后所留,也可以称之为仙种,以他种道,自然会一路坦途,日后有超脱的希望。 与其如此,我倒是希望,以一粒沙,一株草,一棵树,一座山等有形的物为参照,以整片山河天地日月星辰为火种,栽种下我的道。 是好说道。 月蝉露出异色,道,你想怎么做? 不用蛊火,直接燃己身,不行吗? 十号道。 月蝉道,很多人寻不到西式宝火,便以其他神焰点燃己身,更有一大部分人什么神焰都得不到,那只能自燃己身了。 这么说,最普通的人跟我一样,才会如此。 十号问道。 是。 月蝉点头。 为何我觉得这条路没错呢? 十号轻语,而后又道,难道先收取一种蛊火,研究透彻,在那样做? 轰。 一道天雷坠落,直接劈在了十号的肉身上,让他头顶冒烟。 浑身焦黑,整个人横飞了出去。 若是一般的尊者,一定已是形神俱灭。 而他则头发倒数,张口间喷出电弧,并未陨落,受伤也不是很严重,只是被惊住了而已,莫名抬头,看向天穷。 妈的,谁踢我? 十号怒了,居然敢偷袭他。 月蝉也发呆,他刚才看得清楚,这雷电是虚空中诞生的,无人出手,自天而降。 十号取出重铜,仔细寻觅,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 仙谷年间,研法,论道,若有惊人之语,偶有天雷降势,可而今连正常的天节都没有了,刚才怎么会? 月蝉心中自语,他眼中有神霞,看着十号。 十号着实郁闷,莫名被雷劈,实在气愤。 走了。 他低头说道,太久了,无缘无故遭天打雷轰,真是好说不好听。 月蝉想笑,但忍住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当然也没有忘记云淡风轻的说一句,做人要本分,老天才会护佑。 十号脸红,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着了。 随后,他们回到了天仙书院所在地。 当! 一口大钟在轰鸣,响彻天地间。 是书院的道中,发生了什么,为何会敲响? 月蝉露出异色,一般情况下来说,非众大事件此中不会明。 与此同时,远方也传来钟鸣声,震动天地,悠悠回响。 这是昆州方向传来的。 月蝉确信。 这个地方位于天仙州、火州、昆州三地交界处,位置特殊。 下一刻,又一口大钟轰鸣,古老,沧桑,传得格外幽远,来自火州方向。 难道是,月蝉虽然飘渺出尘,但此时美眸中却光芒大盛,难以平静。 怎么了? 十号问道。 月蝉道,百川惠海,三千州天才大战,我想临近了,也许就要开始了。 与传说中一样,天地万中齐名,各大古教,众多道统,接到消息后,会议中明道。 第七百六十章出动 各教相商,万中齐名,盛会即将开始,这一世的辉煌,年轻至尊大战要开启了,百个争流,万道敬霸,即将到来。 草原上,一个老者拄着拐杖,牵着一头金狼,悠悠而叹。 不会太久远,这一日终于临近了,仙谷造化,遗存到今天,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吧。 大河畔,一块长存世间的磐石抖落身上的灰尘,开口说话。 这一天,悠悠终身划破千山万水,从山林中的部落到繁华的巨城,从刚旱的大沙漠到汉海之滨,让天下大阵。 很多人都知道,上届天才大战快开始了,仪式辉煌即将到来。 这是万教相伤的结果,最鼎盛的大族巨手,共益此事,定了下来,而金各交的大钟响起,等于是在昭告天下。 从这一日开始,可以开始期待了。 道中悠悠,划破天地,提醒让闭关的天才,告知他们需做准备了,莫要错过这一举事都在关注的大战与机缘。 天谦书院,自然沸腾。 许多人都在惊呼,议论声四起。 你回去吧,如果有事,我去找你。 十号说道,他没有进书院,不然的话估计会被人讨伐。 月蝉回眸的刹那,风姿轻势,他化作轻衣的样子,冲十号挥了挥手,进入书院。 两人也算曾共患难,彼此不需要多说什么谢。 这一日开始,天下年轻至尊都开始备战,未来注定会很激烈,十号需要静心去私存,如何在大战中胜出。 你回来了,看你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定失败了。 山门内,齐道林睁开眼睛,扫了他一眼。 成功了,但送人了。 十号没有隐瞒,如实说出。 齐道林一阵张了张嘴,这个小子究竟在想什么,连京月宴都说送人就送人,到底是大气魄,还是傻了。 你这败家字,为了追一个女人,将爵士蛊火都送人了,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 那是古来最宝贵的火种之一,号称仙种,多少教主追寻很多事都不可得。 齐道林劈头盖脸,大声斥责了一顿。 十号反驳,我是谁,还用追女人吗? 一旦三千周天才大战开启,你肯定要吃大亏。 别说那些风于冰山禁地的古代第一了,就是当时的年轻奇才,也都会寻到西式薄火,进去后就会点燃而成神,你如何抗衡? 怕什么,都说了,那些史上第一都是我的菜,到时候女的全部捉来暖床。 十号大言不惭。 你必须要得到一种蛊火,也就是仙种,不然的话,你没有一点希望,前百名都进入不了。 齐道林很严肃。 他郑重告诫,唯有拥有无缺的仙种才能让自身实现最彻底的进化,完美无暇,未来才会一片坦途。 看来我需要去将大赤天火给你夺来。 看得出,齐道林对他给予了厚望,不惜要再去扬恶名。 十号拒绝,信誓旦旦,不需要如此,他一样可以崛起。 他很想说出九条龙骨与青铜关的事,以及那道神秘火焰,但是怕老头子一激动,立刻去不计后果的开关,他觉得还是在等一等吧。 去修八九天宫。 齐道林鹤道,恨铁不成钢,不想看到他懒散的样子,让他去背负大山狂奔。 道主你倒是教我法觉呀,天天背着山四处跑,被人看到,也太糗了。 十号工农,十分不满。 你没达到要求,肉身,骨纹,精神合一,不分彼此时才行。 齐道林陈酌脸说道,将十号震飞,并一把抓起一座大月,压在了他的身上。 轰隆隆。 地动山摇,十号背着大山远去,虽然一百二十个不乐意,但也不能当面顶撞,他还真怕这个臭名昭著的老家伙一狠心清理门户。 三千周,各教道中大名,从这一日后,所有人天才都行动了起来,准备迎接大战。 在这最后时间里,有人静坐,有人祭练宝具,还有人走出来同人切磋,借此而调整自身的精气神。 天仙书院富有盛名,上界尽知,自然同很多大教友来往,在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不断有访客。 咦,九头蛇族,阴阳书院,邪悦鼓动,圣语族的一群精英来了。 有学生惊叹,这些都是大骄语巨族。 这段日子以来,各教杰出弟子来往,彼此论道,相互切磋,再调整自身状态。 而且,由于毗邻火舟这个出产神料的乱地,各教年轻弟子常被派来互况,鱼龙混杂,天才很多,以致到访者不绝。 你们不知道,书院中可能还有弟族来访,要关我们的人先一刻。 携来了价值等同的古书进行交换。 众人倒吸冷气,预感到暴风骤雨将来。 天下各教天才行动,风云已起,全都在积极备战,可以预想,不久后的那场盛会将多么的不凡,大战连天,注定要惊世。 对了,那个小破山门的家伙出现了吗? 这么多大教精英来访,若是一起去赌他,一定揍得他满地找牙。 这个废柴,上次出现一次立刻就伪掉了,再也没有敢出现,书院的一群师兄去赌过他好几次了,都扑空了,他早逃走了,不在哪里。 他们提到了十号,依旧很不满,身为名门,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那个臭名昭著的道统很轻蔑。 当然,这些人心中还是很忌惮的,因为知道那里名声虽不好,但是出来的人却很不简单。 你们听说了吗,草原上出了个山神,经常狂奔,很多人去围追堵截,都失败了,没有捉住他。 嗯,听闻了,也许运有山宝啊,我们也去看一看,如何? 好。 最近几日里,十号苦不堪言,被齐盗林逼着扛山,这山体都是贴了封条的,可让重量数倍甚至十倍的增加。 究竟如何肿道呢? 他一边狂奔,一边撕存自己的路,临近神火境,他须踏出关键性的一步。 这些天,他都在火州的大草原上苦修,因为这里很空旷,背着大山奔行,没有障碍物阻挡。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可以分心想其他问题。 咦,真是运气,你们看,那山神又出现了。 地平线上来了一群人,盯住奔行的巨山,一个个都露出异色。 不太对吧,这该不会是一位强者的法宝吧,比如说腹的印,化成山体,在这里乱冲。 也有人怀疑。 那山体上,古树参天,并且有符纹闪烁,气象不凡。 如果真是宝具,也是无主之物,他通灵了,所以四处乱飞。 众人议论,快速接近,要看个仔细,因为很多人都心有疑惑。 咦,他疯了,去撞山岭了。 就在这时,有人惊呼。 大草原上也有山,比如前方,便出现了一道山岭,那座大月依旧在狂奔,直冲了过去。 事实上是,十号走神了,他在想如何肿道,怎样才能在成神时崛起,踏出一条自己的路。 结果就是,他背着大山,轰得一声撞在了前方的山岭上,地动山摇,而后他被埋在了下方。 呼啦一声,天谦书院的一群人围了上来,都很振奋,盯着烟尘中的大山。 嗨,十号咳嗽,灰头土脸的爬了出来,暗叫晦气。 他的出现,让一群人愕然,一副活见鬼的样子,不明所以。 他是,那个小破山门的人。 有人惊叫,认出了他是谁。 没错,就是他大言不惭,在我书院门口承接生意,扬言可以有偿吊打高年级师兄,欺负低年级师弟。 一些人怪叫。 竟然是这个败类。 他在驮着山狂奔,脑子有问题吧。 一群人醒悟后,全都不解,惊诧中也带着嘲笑。 谁是败类? 十号原本就很烦闷,被逼扛山,见到这群人后就更加的脸色发黑了,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的道统臭名昭著,天下贡角,数千年不敢出现了,你还敢主动来我天仙书院挑衅,今天收了你。 这群人可不是弱者,都为高年级的猛人,不然也不敢来收服山神,此刻见他主动出手,自然全都大怒。 可惜,他们真的不了解十号,不明白他的嫡系,不然绝不敢冲过去。 要知道,十号连初代都杀过。 才一交手,便有人被拍飞,跟指胡的似的,浑身都是裂痕,鲜血淋淋,庆庆的是十号没有取他性命。 这一结果让众人变色,他们蜂拥而上,宝具闪耀,骨纹成片。 令他们恐惧的是,这个人太可怕了,徒手裂骨气,铿锵刺耳,将一片宝具全部击碎,更是将众人震得口喷鲜血,横飞了出去。 你是天人族的。 十号看到一个青年。 不错,我为皇族后裔。 那人站起身来,以为十号忌惮,大声说道。 砰。 十号二话没说,一脚踹飞,震得他满嘴牙齿全部落下,最后又补了一脚,踢得他化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远空。 一群人看到发傻,而后一哄而散,这家伙是个魔王,无法利敌。 天仙书院,各叫精英弟子齐聚,连凤舞都出关了,在殿堂中谈法,论道。 这位就是昆墨兄吗,天人族的六节之一。 有人开口,客气的对一个青年抱拳。 附近的人都惊讶,连天人族都有人来访,还真是热闹。 愧不敢当。 昆墨谦虚,事实上他不在六节内了,因为天命时的原因,造就出芸汐等,将他挤了出去。 听闻不久前天人族出现变故,各大巨头旗帜,可有此事。 有人问道。 是。 昆墨点头,但是却不愿多说,因为当日的事错综复杂,难以说清。 嗯? 传闻名为荒的少年魔王曾在那里搅起风云,不知是真是假。 此语一出,一群人都露出异色,全都望来,颇感兴趣。 是,他曾出现。 只是见面不如闻名,一个萧小之辈而已,算不了什么,若非有人求情,我族英杰直接就将他击杀了。 莫昆说道。 不会吧,荒名洞数十周,号称是一位可怕之极的少年英雄,在圆天秘境中大战各路高手,威名赫赫,怎会如此不堪。 有人质疑。 有人故意吹嘘而已,他算什么,若是真正见到,与他交手你们就知道了,不过是某些大叫推波助澜,故意造出的一个魔星而已,他在我族被教训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昆沫冷笑说道。 众人惊讶,不太相信,因为听到了一些密闻。 我听闻天人族觊觎他的宝树,恩将仇报。 就在这时,轻衣开口,神色甜淡,目光清澈。 谣言,这时在诋毁我族,是非屈直,你们去魔州与天州打探一番就知。 昆沫说道,而后又补充道,我族第一高手优宇,以及后起天骄云熙可能会在近日内巡视火州骨矿,你们若不信,可以问他们。 事实上,天人族很不光彩,昆沫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了,借此推脱。 好啊,那倒是期待了。 轻衣开口,也就是月蝉,他亦有所指。 第761章 兴师问罪 优语要来 很多人动容,因为这是天人族第一年青天才,是一位真正的初代,天资超绝。 而且,要知道天人族可是曾经的无上皇族,这样的古老门亭内诞生的初代究竟有多么强,无法想象。 最为关键的是,他融合了天命时,等于再次超脱,足以僻逆同代人。 不错,优语师兄应该会来。 昆沫说道,脸上露出一缕淡笑,有些矜持,毕竟优语之名洞四方,各叫天才文言都要变色。 身为皇族后代,融合了天命时,本身又是初代,很多人推测优语未来的成就多半要超越太古六大天人。 有朝一日,这很有可能是主宰上界臣服的禁忌人物之一。 优语兄,精彩绝艳,我早有耳闻,若是能一见,真是不胜荣幸。 有人恭维,对天人族的天骄很看好。 是啊,听闻优语兄已经初步演化出自己的独有宝树,才情经事,到时候一定要请教。 有人附和。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进行称赞。 听闻贵族女天骄云熙滋容绝世,美貌如花,如今融合天命时,强势崛起,天人族可真是人节辈出啊。 另一人这样说道。 无论是九头蛇族,还是邪月鼓动等,也都算是顶级大势力了,但是对于昔日的皇族还是有种敬畏。 诸位,你们应该相信,以忧与师兄之绝艳,足以镇压那所谓的少年慌吧。 昆默说道,总觉得刚才被轻衣质疑时,自身应答得不够自信,现在重新点到这个问题,底气十足。 有不少人附和,点头秤势,优语名气极大,让很多人忌惮。 但是,也有部分人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并不表态,他们可是听到过密闻,那个荒诀不简单。 月蝉浅笑,轻力出尘,道,希望见面更胜闻名。 你是何人? 昆默问道,对这个女子很不满,居然屡次质疑她。 她是我师妹轻衣。 就在这时,凤武开口,她一身金色衣裙,飘逸中亦有灵性,此外还有一种强势的自信。 她一开口,所有人都很重视,因为这是天仙书院第一奇才,被选定为继承人,不仅自身强大的离谱,未来还是书院的掌控者。 嗯,凤武师妹曾经被邀进入元天秘境,想必对那少年魔王荒有所了解,最有发言权,她究竟怎样,强还是不强? 有人问道,虽然漫不经心,很是随意,但是明显是在质疑天人族的说法。 其他人闻言,也都关注,很想知道究竟。 我不曾与她交手。 凤武说道,在这里她很稳重,因为要起到表率作用,当年与十号在同雀谈一战时,她可不是这个样子。 昆墨一听,脸上露出笑意,道,都说了,此人浪得虚名,凤武师妹若是出手,一定可以轻易镇压。 凤武看了她一眼,道,我知道她的战绩,杀明子,斩太阳神藤,更是将紫金针吼族的翘楚放在顶中顿熟,直接吃掉。 这些话语一出,昆墨脸上的笑意直接凝固了,这等于抽了她一个大耳光。 要知道,凤武所提到的三位生灵可都是初代,结果全部隐恨而亡,这样的战绩族可以证明荒拥有强大无匹的战力。 很多人都露出异色,看向昆墨,为她感到尴尬,这实在是难堪。 凤武师姐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再说,这些事外界不是早有传闻吗? 月缠化身的轻衣平静的说道。 诸位,就到此吧,我要去闭关了。 凤武起身,对轻衣点头一笑,而后就此离去。 众人都跟着站起,皆知她是赫赫有名的初代,而今在参悟人间一刻,时间宝贵,想在三千周天才大决战中胜出。 剩下的各教精英虽然还没有散,但也都缺少了弹性。 忽然,书院有些骚乱,连殿中的众多强者都感知到了,不禁露出奇色。 发生了什么? 一个小破山门的弟子,将书院内的一些师兄打伤了。 很快,人们大体明白发生了什么,一时间都来了兴趣,向外走去,想详细了解。 这是什么人啊,敢挑衅天仙书院,将这里当成了什么,看不起这古老的道筒吗? 昆默说道。 他脸上带着淡笑,刚才在殿堂中被质疑,面子颇为挂不住,眼下难得出了这种事,有点嘲讽与幸灾乐祸。 很快,他就笑不出了,因为一群人虽负伤,但是都能站着,唯有天仁族的一人是被抬回来的,骨断金褶,牙齿落光。 什么人干的,他忍不住喝问。 天仁族人口数以异计,自有弟子投奔其他大教,在外修行,可骨子里是一脉的,更有不少人学成后会回到族中。 有人开口,简单提了几句。 而天仁族这名弟子更是哭丧着脸,告诉昆默,那人见他是天仁族,特意照顾了一番。 一个小门派的弟子,也敢如此,挑衅我天仁族,他不想活了吗? 昆默阴沉着脸,他们身为上界大族之一,各方一般不敢针对。 他刚才在电雨中就很不痛快,现在居然又遇上了这样的事,自有一股火气,道,他在哪里,我去那个门派讨个说法。 昆默有这种自信,毕竟他名声在外,身为天仁族六节之一,若是到了一个小门派,他相信便是那些族老等比他实力强,也得掂量一番。 而后笑脸相迎,毕竟他代表了天仁族。 其他各教精英都露出异色,他们知道,昆默要以示压人,多半会让那个小门派交出伤人的凶手。 师兄,那个人很不简单。 天仁族被重伤的修士脸色雪白,遍体都是冷汗,想要解释。 然而,他直接就昏了过去,没有能够多讲。 月蝉面色平静,事实上他刚才不动声色轻浮,令此人被过气去。 谁能告诉我,那个小门派在哪里,我要去登门拜访。 昆默冷声道,看向天仙书院其他富商的弟子。 他忌惮奉武,但是对于这些人就很自视了,天仁族为最强道统之一,身为该族六节之一,自当辟逆同辈众多强者。 有人想要详细解释,然而暗中却听到了月蝉传音,顿时闭嘴了。 不得不说,月蝉化身的涟漪,虽然没有露出真正无暇滋容,但依旧是角色榜上的丽人,在书院中拥有极高的人气,众人很拥护他。 师兄我带你去。 那些人不解释小门派的特别,直接拍着胸脯要带昆默上路。 就是九头蛇族、阴阳书院、圣语族等各大交的精英,也来了兴趣,要去看一看昆默如何发威,逼压那个小门派。 带路 昆默说道,声音低沉,有种霸气。 富商的人点头,立刻领路,准备带他去远方那片破落的道场,这自然是月蝉兽意。 邪悦鼓动,神崖书院等地的精英天才,着实来了不算少,原本是书院间交流,现在则全都跟着一同前往。 除了天仙书院的人,其他各较而今还不知道那破山门怎么回事。 人群外,月蝉云淡风轻,淡淡一笑,什么也没有说。 路上,昆默目光阴至,他已想好说辞,去了后直接扣大帽子,让该门派交人,以天人族的大势压迫。 在他看来,天人族便是大不如从前,退出了皇族之列,但也远不是一般的门派可以挑衅的,更遑论是一个小门庭。 这路都长草了,太荒凉了,一看这个道统就衰落了,底蕴应该不强。 阴阳书院一位精英弟子说道。 是,衰落好几千年了,几乎都快断传成了,最近才又出了个极品。 天仙书院的一位受伤的师兄答道。 昆墨文言,更加生气,此地连一般的小门派都不如,就这样的破落道统也赶伤天人族子弟。 实在让他怒火填膺。 其他大娇的人也都讶异,这一门派还真是弱得不像话呀。 随后,人们相信,这一教一定没落得不像样子了,因为这山路崎岖,杂草与荆棘密布,哪里还有门派的样子,分明是野地。 快到了,就在前方。 天仙书院的人带路。 昆墨越走越生气,面沉似水,这是什么破地方? 被这样的小门派伤了族人,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 终于到了,山门这里,一个破牌楼勉强还立着半截,至于其他地方,瓦砾遍地,薅草丛生。 这还是一个门派吗? 分明是处一计,是片废墟。 众人看得一阵无语。 他们所见自然是真实的场景,跟十号曾见到的恢弘与壮丽景象完全不一样。 昆墨当即怒火窜起,今日之事若传出去,实在是一场笑话,这就是他兴师问罪的门派。 他很后悔,真不该来,此地也太寒酸了,根本不值得亲自赶来,喝道,可有人在,给我滚出来。 其他大娇的人想笑,又不好意思,全都憋着。 唯有天仙书院的人很紧张,一点都不敢放松,严阵以待。 薅草后方,一块大青石上,十号黑着一张脸出现,他很不爽,因为刚才又被齐道灵给数落了一顿。 好什么,滚。 他没好气地说道。 昆墨文言,肺都要气炸了,就这破烂地方,随便走出一个青年,居然还跟他这样说话,实在是是可忍熟不可忍。 小子,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去将你的长辈叫出来,我有话对他讲。 昆墨寒声道。 虽然他很恼怒,但是顾忌到后方还有个叫人马,他不愿太过,自是十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十号,这样命令。 十号的脸更黑了,被老头子逼着背负大山狂奔,累了个半死,回来后还不能清静,有人这样跟他说话,怎能容忍。 事实上,有一点他还没有注意,这是天人族的强者,因为与人族相近,这次他忽视了。 不然的话,他的脸色会更黑。 即便如此,十号也逼了过来。 还不快去将你的师门长辈找来,你没听到吗,耳朵聋了吗? 我有话跟他说。 昆墨呵斥,一副圣使驾临的样子,高高在上。 后方,各叫天才都在那里看戏。 只有天仙书院的人神色怪异,寒毛嗖嗖倒数,他们屏住了呼吸,非常紧张。 可是,他们曾得到轻衣传音,也不好多说什么与提醒。 轰。 黑着脸的十号出手了,快到让人震惊,灵魂都发颤,他将昆蓬法与缩地成寸大神通结合,如浮光斑。 且,他身上有一股滔天的血气散发,如一头史前巨兽出闸,勇猛无敌。 昆墨瞳孔急昼收缩,他是高手,而且非常强大,但是现在却发现自己大意了,中招了,被人以莫名的场域禁锢,难以动弹。 十号动用的是唯一洞天,不过却很隐蔽,定住他后,直接又收敛了。 你,松手。 昆墨能动了,但是却正拖不开,手脚启动,鼓蚊迸发,想震死十号,结果无效。 砰。 十号像是摔步娃娃般,抓住他的脚踝骨,将他拍在了地上,震得地面崩开,山石飞溅。 昆墨问哼,这也太屈辱了,对方可没动用宝树,而只是在用蛮力,直接在摔打他。 砰。 十号将他当成个稻草人,一顿乱摔,差点让昆墨散架,浑身骨骼断裂多处,而后又拎了起来,几记老拳砸下去,让他满口牙齿落光,眼睛乌黑肿胀,鼻梁鼓塌陷,惨毫不已。 旁边,各叫天才全都傻眼,一个个张口结舌,而后使劲的咽唾沫,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要知道,这可是天人族的六节之一,可是却被人像是摔娃娃般,揍得不成人形,而动用的仅是蛮力。 这实在是吓坏了一大群人。 这货到底是谁呀? 十号将不成人形的昆墨扔在了地上,问天仙书院的那些人。 一群人发呆,这也太生猛了,到现在才询问。 昆墨浑身剧痛,羞愤得几乎要昏厥过去,堂堂天人族俊杰,居然不入一个小门派弟子的法眼,揍完他才随口一问,太羞辱人了。 你可知道,我是谁,来自哪一族,他气得声音发颤,忍着剧痛,大声说道。 你来自哪一族? 十号黑着脸问道。 第762章针对天人族 断墙,被蒿草淹上的地基,陈旧的烂瓦快,这一切都诉说着此地的破败。 一群人发傻,就是这样一个小破门派,走出一个少年,将天人族六节之衣揍得鬼哭狼嚎,毫不凄惨。 我,来自,天人族。 昆墨用尽力气,带着颤音,吼了出来。 他的眼睛带着立光,盯着十号,看他的反应,这样一个大族兴师动众而来,意义非凡,绝对能吓坏诸多小门庭。 因为,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一脚。 十号睁大了眸子,仔细地盯着他。 昆墨原本火气怒烧,但见到十号这个样子,觉得他怕了,心中自傲,天人族的果然依旧有大威势,令天下各方忌惮。 你惹大祸了,可后悔已经晚了。 昆墨无情地说道,自故坐了起来,对十号冷笑连连。 周围,一群人也是轻叹,这个小道筒的确够倒霉,惹谁不好,偏偏得罪天人族,导致六节之一亲自赶来。 不过,人们也惊叹,这个小门派当真了不得,出了个非凡人物,居然将昆墨都擒住了,不可思议。 唯有天仙书院的一干人,脸上的表情很怪,一个个嘴唇息动,想说又无法说出口,憋得很难受。 他们不相信这个败类被震住了,赶去天仙书院承接生意,扬言可吊打各年级的英才,还会怕天人族吗? 你是天人族? 十号开口,绕着他走了一遭,一脸的古怪,这真是他妈的见鬼了,他还没有打上门去呢,该族居然有人来此嘚瑟,找他麻烦。 自然,谁敢冒充我天人族? 昆墨说道,底气越来越足,在他看来,十号怕了,再小心求证。 他坐在那里疗伤,血气蒸腾,眼睛却在盯着十号,带着冷酷与快意,道,由于你的无知,为你的门派惹来了大祸,现在就是请你的师长出来道歉都晚了。 是吗,我该如何做呢? 十号问道。 昆墨站起身来,不得不说,身为天人族富有盛名的年轻强者,他底子很厚,遭受重创还能立身在这里。 虽然站着很吃力与勉强,但他还是背负双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着前方的少年,恫恪道,晚了。 道兄,最不及门派,还是不要太严苛为好。 旁边,有人求情。 不出口气,天人族威严何在? 也有人幸灾乐祸,在这里看戏。 只有天仙书院的一群人莫不作声,事实上他们,很同情昆墨,因为知道,那少年根本不是那意思。 书院的学生相信,昆墨要倒霉了,其实,他很可怜。 给你一个机会,好好表现,让我满意为止。 说到这里,昆墨看了一眼十号的双腿,道,你的膝盖很硬啊。 这是何意,让少年跪下吗? 听到这里后,天仙书院的不少人捂住了嘴巴,甚至一些人直接扭头,不忍看了。 好。 十号点头,懒得看他嘚瑟了,因为在人群中仔细搜索,发现这就是天人族的头领,为最强者。 而后,他出脚了,咔嚓一声脆音传来,鼓裂的声响很刺耳,让人觉得牙尘,忍不住想打哆嗦。 啊,昆墨大叫,五官扭曲,冷汗长流,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双腿难以支撑身体。 因为,他的膝盖裂开,双腿骨折变形了,扑在了岩石地上,这种痛撕心裂肺。 各大交的精英发呆,这个少年出手了,得惜天人族问罪而至,还敢这般强势,出乎他们的预料。 天仙书院的人较为平静,因为他们知道,肯定会如此,这个道统一脉相传,从不吃亏,恶名远播。 你,在为自己的师门招货。 昆墨大叫。 他有点猛了,为何跟自己想的不一样,那少年刚才不是怕了吗,再么会突然变脸,这样暴起发难。 我叫昆墨。 他心中恐惧,稍微清醒后,赶紧道出自己身为六节的身份,吸气对方顾忌,或许才有逃过一节的机会。 砰。 十号一脚横扫,让他的下巴裂开,再也难以开口说话,并且横飞了出去,撞在一块巨石上,口鼻窜血。 你很有名吗? 十号黑着脸问道。 昆墨又惧又恨,充满羞辱感,身为天人族最富盛名的种子高手之一,居然被人这般轻蔑,人家根本不曾听闻过。 他曾为天人族六大年轻高手之一,不过而今被挤出去了,排名第八。 自然也有人看昆墨不顺眼,暗中开口。 前三我都叫不全名字,才第八,没听说过。 十号自语道。 这是实话,但是听在众人耳畔,一个个神色古怪,这家伙太猛了,一副根本看不起天人族的样子,真是一个小道筒的弟子吗? 哦,接下来,昆墨发出的叫声根本不像是人声了,如同一只野兽在嚎叫,凄惨无比。 十号对天人族没有一点好感,甚至说恨透了,他护送芸汐数十万里,贯穿血色大平原,沿途一路血拼,结果对方恩将仇报,囚禁他于黑牢中,要夺他宝树。 今日,居然有一个天人族的所谓的种子及人物来他面前装深沉,展示天人族的强势与底气,这不是找死吗? 十号没什么废话,虐了他千百遍,一巴掌下去,别说牙齿,连下巴都快没了。 至于骨骼,则早已断的断,裂的裂,不成人形。 住手! 道友何必这样无情,被饶人处且饶人? 有人开口,算是求情,想制止十号,交好天人族。 你误判了形势。 十号说道,一挂闪电直接招呼了过去,劈啪作响,这可是雷帝宝树,当场让那人浇黑,浑身抽搐, 倒在了地上。 很多人变色,那可是九头蛇一脉的人,最实际仇,这位上来就施辣手。 道兄,还是收手吧,不然你这一门派多半会有大祸。 有人委婉阻止,怕来应的话,也被放倒。 十号冷审,道,我打的就是天人族,别说是他,就是六节全都来了,也照奏不误。 此语一出,众人吃惊,这已经不能用嚣张来衡量与形容了,这是下战书吗? 要对抗天人族? 须知,天人族年轻一代第一人优语就要出现了,此外还有国色天香的芸汐也将连媚而至,他居然敢如此放话。 昆墨彻底傻了,被揍得不成人样,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子,这个人到底是谁? 根本无惧天人族,而是在针对呀。 你们对我怀有敌意,想为天人族出头。 十号神色不善,盯住了那些大教子弟中的一部分人。 除却天仙书院外,其他人很不适应,被一个破落山门的传人这样威胁实在有点荒谬,但是不得不承认他很强。 接下来,众人心中狂跳,这家伙太霸道了,竟然直接出手了,针对那些刚才对他露出敌意的人。 你! 那些人又惊又怒。 虽然彼此交流,露出敌意,但毕竟未出手,对方却主动下手了。 既有敌意,我成全你们。 十号浑身都是金色漩涡,勾动天地精气,这是鲲鹏法中的金悬波纹弓,补给身真元。 接着,雷暴惊天,金色电弧成百上千道,从得身体散发出,有选择性的将一些人笼罩。 十号而金河等的强大,连明子都杀了,将紫金真吼的最强后代都给煮熟吃掉了,对付这些人自然不会吃力。 片刻间,各教年轻强者被电翻了一大片,跟主角子似的,噼里啪啦一大片下锅,同时熟了。 昆墨挡寒,仅有的清醒让他明白,惹了一个魔王,这家伙太恐怖了,根本就不怕各教,强大且肆无忌惮。 众人发毛,各教的高手都被惊震住了,一时间无人赶出头,也没有人说话,场面寂静。 咔! 最后一道电弧落下,进入昆墨体内,让他神魂抖动,心中嚎叫,万念俱灰。 因为,十号将他一身道横给废掉了。 滚吧! 十号一脚将他踢飞,落入人群中,并且严肃警告众人,立刻离去。 很多人都露出异色,这主太邪了,真的要叫板天人族吗? 道兄,你这样做可能会有祸事临门,还是早做打算吧。 有人善意提醒,暗中传音。 无妨,我就等在这里,看一看天人族有什么高手,六节可以一起来,我等着。 十号道。 众人先是一正,而后心中大震,这是下战书吗? 人们都意识到,将会有大风波。 优雨与芸汐将至,多半会来此地争锋。 事已至此,无人敢出手,各叫弟子面面相去,最后沿着原路下山。 不少人心有疑问,这到底是怎样一个道统,破落成这个样子了,为何还有如此可怕的传人,所有人都惊觉,这很不对头。 众人看向天仙书院的学生,带着一色,要问个究竟。 山门,清静了下来。 十号向里走去,在一块虎跳石上看到了打坐的齐道林,小声开口,道主,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何事? 齐道林闭谋打坐。 我身上有些秘密。 十号道。 谁没有秘密,算得了什么? 齐道林很平静。 道主,各脚都在寻找我。 十号坦白。 齐道林吻了一声,睁开眼睛,表示知晓。 你知道。 十号吃惊。 不然我带你回来作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至尊道场的记名弟子。 齐道林说道,此时他一身金色道袍,先锋道骨,眸子深邃,有种大威严。 十号发呆,而后道,既然知道我是谁,那我没什么顾忌了,道主,我想去平调天仁族在外的道场,比如火州的神矿,不会惹祸吧? 去吧。 齐道林只有两个字。 第763章造化 十号眼睛顿时亮了,没有再多说什么,老头子还真是霸气,两个字道尽了一切,正是他所需要的。 荒,这个名字不错,去吧。 齐道林闭上了眼睛,继续打坐。 十号原本转身了,当时身体略微一致,稍作停顿才走开,这老头只提了荒,怎么没提他真名十号。 应该也知道我来自下界了吧。 他心中狐疑,但却没有说出来。 因为齐道林老神在在,每次都直接截断他的话语,没有给他机会说,想必都应该了解透彻了吧。 十号离开,开始着手准备,首先就是霍兮天仁族在火州的神矿详情,必须要弄得清清楚楚。 山下,一群人向回走,气氛有点压抑,今日来到一个小门派,所经历的事让人难以置信。 天仙书院的各位道兄,那人叫什么名字? 天仁族一人开口,语气不算多么友善,因为觉得今日被欺骗了。 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天仙书院怎么不提前告知? 昆墨面如死灰,被人背着,他握紧了拳头,咬牙切齿,眼中充满怨毒,今日太惨了,居然被废。 这种惩罚比杀了他都难受,这是以他为战书,做给天仁族看。 不知道,他自称大师兄。 天仙书院的一人回应道。 大师兄? 各教子弟都露出异色,这还真是一个特别的称呼,这家伙口气不小,但是也的确强的离谱。 真是一个小道筒的弟子吗? 有人开口,而这也是所有人的疑惑,今日的事太邪门了。 是,破落了数千年,本已断了传承,最近才死灰复燃。 天仙书院有人答道,但多少有点硬着头皮。 究竟是什么门派? 有人不耐,深入询问。 至尊道场。 天仙书院一位女弟子小声道。 有点耳熟,我怎么觉得听说过,一个小门派为何会让我有印象? 圣语族的英才自语。 邪悦鼓动的人则惊呼,像是有所觉,想起了什么。 至尊,道场,昆墨咬牙,愤懑无比,而后他醒悟了,因为他记起了,这是一个邪教。 这个道筒的主人曾是上界名人,偷师百家,败入过不同的大门派,学习各族的秘法,臭名昭著。 阴阳书院的人也惊诧,显然了解内情,暗叹居然是这个道筒,实在是出乎意料。 这一叫,也好意思再开山门。 有人抱着敌意,因为这绝对是上界最奇葩的道筒之一,盗取各族殿与楼阁,千夫所指,各方围剿。 时隔多年,这一门派居然在线,称得上死灰复燃,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我记得,数千年前该道场有几名弟子,结果被各交的门徒打得再也不敢回来,成为校团,而今还敢立门户。 提起这个门派,许多大教都觉得牙根痒痒,主要是其道林当年太不讲究了,偷学百家,还盗取各族标志性建筑。 最为臭名昭著的一脉又出现了,我觉得那里肯定会热闹了。 不需要做别的,只要将消息散出去,估计很多人都要登门,重演数千年前那一幕,那里的弟子会被人杀得逃顿,不敢再回去。 有人说道。 显然,这片大地要热闹了。 但是,也有人猝眉,因为知道其道林很难惹。 他臭名昭著,当年曾被各教围剿,结果安然无恙,逃出生天,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定更加可怕了。 火粥,草垫无银。 一个少年上路,速度极快,正是十号。 他曾秘密去了一趟天仙书院,从月缠那里得到很多资料,此时在广袤的大地上风驰电撤。 他已了解到很多,仔细观看了火粥地图,辨别各大礁的势力范围,一路向着目标前进。 轰。 前方,一片银艳腾起,笼罩方圆树里的土地,草木无损,但是有生灵烧成结灰。 十号心中凛然,对火粥的恶劣环境进一步了解,有些地狱常有火光腾起,来得快去的也快,诡异莫名。 真是一片歧途,这地下究竟有什么,为何总是有莫名火焰腾起? 到了现在,十号还不知。 事实上,不要说是他,就是火粥的各大道统也难以真正洞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天人族所占据的神矿,毗邻天仙洲,并不在火粥深处,故此十号不需要借助传送阵,一路飞驰就可以。 数个时辰后,他来到了那片区域。 这是天人族的神矿区,占地极广,吸针材料丰富,是一处非常出名的宝地。 在天人族所占据的这片疆域内,最出名的是两处神矿,采决多年了,但当中的神料始终不绝。 据闻,有一座神矿甚至出土过仙金颗粒,引发大轰动,诸多大叫旗帜,差一点打起来,引发大乱。 可惜的是,最终也只发现了一粒有杂质的仙金,并非真正的仙矿,风波才就此停息。 十号来了,远远望着此地,默默打量,他并不是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里没有天神。 最强者也只是真神。 毕竟,天神太过超绝,一般情况下来说,不会坐镇神矿中,都会被家族供起来,全力修行,用以守护一族。 事实上,真神就够了,天人族身为上界极其强大的道统,还真没有多少人敢虎口夺食,来此夺矿。 除非仙金出世。 十号无据,今日来他将昆蓬法与缩的成寸结合,速度越发快了,就是遇到真神也能走脱。 他并未急着出手,而是从一地转向另一地,将两座最出名的神矿都看了个遍。 咦? 忽然,十号吃了一惊,他持着重铜,看到了其中一座神矿有一丝到其样出,显得很不一般。 当他收起重铜时,立刻就不见了。 有些不同寻常。 十号再次持重铜,嬉戏打量,那里寂静无声,等了很久后,才再次发现一丝白雾自地下蒸腾上来,很淡也很虚渺。 这地下有什么东西? 十号疑惑。 便是持着重铜,也很难捕捉到那种物,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丝丝溢出。 他没有出手,在此隐秘下来,认真地观察,发现这座骨矿看着一般,其实守护严密,光是真神就有识人。 这还是他看见的,这领他惊异,一般情况下来说,真神就是来此也只是坐镇,怎会不断巡视。 这里恐怕有什么事要发生? 他轻语。 忧语他们怎么还没有来,机会难得,错过就可惜了。 有人道,十号凭着强大的神诀,听到了。 这块地方虽然是草原,也有几座山坐落。 骨矿就在一座山脚下,有几尊真神盘坐在不同山峰上,在轻语与对话。 忧语才融合天命时需要巩固,而且族中的几位天神经过上次的事件后闭关了,还没有被唤醒。 听他们的意思,会有天神护着忧语等过来,这让两档号的精益,天人族的奇才是为骨矿中的东西而来。 忧语要来火舟,巡视神矿以及去天仙书院交流都是幌子。 竟另有目的。 这让十号来了兴趣,密切注视,在这里观察。 有时片刻间就出现一条神秘的物丝,有时需要等上一个时辰,那种极其微弱的雾气令十号心中易动。 这石头很不一般,可令你我几乎顿悟,证明价值极大。 起初,不曾在意,谁知这么奇异,早知如此我们上报时应该夸大一些,就足够引发上层震动了。 嗯,我已经重新将详情汇报了上去,相信族中一定会震惊,马上有天神降临。 透过他们的谈话,十号确信,这地下有瑰宝。 可惜,这其实太脆弱,才一触动,就几乎炸开,只能等天神来了做决断。 十号亚义,这是他在这里等了几个时辰后,才听到的话语。 仅在这一瞬间,十号改变了主意,暂时收起进攻天人族矿区的决定,他准备想办法进入这座谷矿中。 若无意外的话,这里可能有一场造化。 会不会是仙种,我可是听闻过,曾有仙的血精,谷块等被封印下来,若是得到,足以借此实现完美进化。 嗯,不错,听闻古代有人并不是以神焰点燃己身,而是极鲜血肿道,效果齐佳。 十号亚义,居然还能听到这样的密闻,他更加期待了。 最后,他开始行动了,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这里的人已经重新上报,也许不久后会有天神降临。 十号以缩地成寸大神通顿入地下,悄无声息,一点一点的接近,最后进入一座谷矿中。 他虽然还不能与真神血拼,但是而今的身法的确算是一绝,无声无息,就这样潜了进来。 来到谷矿较深处,远远的,他见到了一块骑石,能有四丈长,竟有一丝丝仙气般的雾矮一伞,令人心颤。 这块石头上有很多裂痕,显然正如真神所说,一触碰他,就会军裂。 天人族的高手很在意,故此停了下来,没有敢轻举妄动,怕破坏瑰宝。 石浩目光闪动,他可不会太小心,若有机会,直接扛走。 只是,这地下也有真神,就盘坐在其实不远处,而且还不止一人,认真地守护着。 拼了。 石浩心中自愈,意外见到这一造化,他决定冒险形势,当然也不用太过担心,毕竟他身上有破戒符。 一天一夜的隐忍,最后荡真神交接,进行幻岗石,石浩动了,抓住这唯一的机会,化成一道神光冲了过去。 轰。 他扛起了这块其实,顿时间大到气息茫茫,无尽天地母气垂落,降临而下,令他大震。 一瞬间石浩就知道了,真要能将这块其实内的东西带走,天人族一定疯狂,这绝对是人间瑰宝。 第七百六十四章 天地孕育 咔嚓。 这块一时发出脆声,出现一道道裂痕,随着道气躺出,他也军裂了,缝隙交错。 啊! 天人族的真神大叫,眼睛立了起来,这是虎口夺食,在天人族的第一神矿中居然出现一个外人,抢夺瑰宝。 木气。 有人声音发颤,确信没有看错,身体都发抖了,双目冲血,疯狂追了上去。 咻! 一瞬间。 就有四人出手,四大真神显化,轰杀十号,绝不能放他离开。 小心,不要让其实受损。 一位真神提醒,低沉咆哮,这个惊变超乎他们所有人的预料。 十号很果断,背负其实,阻挡他们的浮光,用以保护自己,既然对方投鼠忌器,那没什么好犹豫的。 小孽畜。 一位真神怒吼,强行收回祭出的古文,没有感应机,怕损坏那块神秘的意识。 咔嚓。 事实证明,这块石头真的很脆,就是十号背负着他奔跑,这种震动就让他多了几道可怕的缝隙。 你想毁掉天地其真吗,快放下,不然就是千古罪人,百条命也难以赎罪。 一位真神怒斥,握紧了拳头。 并且,他张口吐出一片符号,化成金属字,碰撞在一起,如群星闪耀,也有蒸蒸交击的声音。 这片有形的符号连在一起,化成一条神链,锁向十号,要将它截住。 吃的一声,十号化作一道光束,横一束石杖,在巨大的地下矿井中穿行,避过了这一击,它的速度让真神忌惮。 怎么会这么快? 后方的四大强者瞳孔收缩,真怕他顿走。 这可能真的是母气,在滋养一件正在成形神圣之物,不能有失啊。 四大真神极了。 他们认为,始终有异物,也许是仙的血或者遗物,魏仙种,已经通灵,被封在里面,而今发生了某种变化。 轰。 四人再次出手,只是不攻击他这个人,而是采取阻断前路的方法,以及干扰他前行的方式, 骨纹充斥在每一寸空间。 就在这时,石浩以不可思议的身法躲避了出去,肉身如同在虚空中扭曲了,缩数百丈空间为一寸,穿过骨纹区。 这是将缩的成寸宝树演化到一定境界的体现,身体跟着模糊,避过诸多攻击,化成一缕青烟,出现在另一地。 留下。 一人大喝,猛力一跺脚,这座骨矿发光,一条秩序神炼浮现,横结石浩的腰身,如同力气般斩来,这太突然了。 很明显这地下骨矿中有布置,蕴含着一些法阵,此时发挥了作用,足以能击杀真神等。 石浩变色,背后浮现淡淡的羽赤,猛然震动,原本如一道光束冲向前去,但此时却生生变相,违反了常理。 这是昆蓬身法,可逆转长空而行。 吃! 那条秩序神炼落空,将一片矿洞结断,化成了两部分,并且冲出了地表,在草垫上空炸开。 可见这一击多么的可怕。 此时,这片区域的天人族高手都被惊动了,蜂拥而来,特别是真神,一个个全都发光,如同十几轮小太阳般,照耀天地。 所有人都心血沸腾,带着怒意,何人敢如此? 一个人闯天人族禁地,博取造化,这是从未有过之事。 即便是一些大教也不能这么行事,因为这样等于在下战书,两教会开战,注定死伤无数,后果非常严重。 吃! 十号奔跑,又一道圣光腾起,是洞中的禁制,险些将它笼罩,显而又显得避了过去。 还好,洞中的禁制不是很多,因为每天都有人来采决神料,如果布下太过可怕的法阵等,交织在一起,自己人都会受损。 十号一路狂逃,在此过程中,尖头上的骑石不时发出猎音,并且溢出的大道气息更加多了。 地下骨矿深处,暗洞无数,有的道路达数百上千里,如同一座迷宫般,十号进入一条岔路,一头就扎了进去。 这都是千百年来开凿出的新洞,在更为古老的年代还有诸多猪网般的老洞,无穷无尽,密布在远处。 这自然为十号的逃跑提供了不少便利。 而共有十一尊真神依旧在追赶,在各座洞穴中穿行,围追堵截。 咔嚓。 突然,一声大响传来,十号背负的其实断裂了一截,他原本四丈长,现在直接脱落一丈,砸在地上。 不会毁了吧? 十号一惊,这东西太脆了。 就这样扛着奔行而已,居然就会被震裂。 你敢如此,杀你千百次都难以赎罪。 后方的真神急眼,这种情况太糟糕了。 他们认为,除了可能运有仙种外,还有可能是一件神圣宝物,属于超出了想象的天才地宝,正在成形中,若是因子而毁,太可惜了。 不然的话,这可能会成为天人族的底蕴,用以阵教。 天地有其真,在最初阶段,被孕育时会有母气相伴,滋养其灵性等,当它完全成形时才会消失。 但凡这样的东西,绝对是无上其物,价值不可估量,一旦出事会让人疯狂。 十号回头瞥了一眼,发现坠落下去的那一杖石块并不是主体,倒气很快消失,而它扛着的巨石散发出的雾气更浓了。 它并不想收起肩上的石料,因为它想用此十当盾牌,阻挡后方真神的攻击,令它们不敢全力出手。 不太对,凭我的速度早该冲出骨框了,怎么还在打转,于各大石洞中转悠。 十号发现了异常,这里太奇异了,如同迷宫一般,它觉得可能迷失了方向,有法阵在误导它,非常不妙。 轰。 十号横冲直撞,不再走地宫的路,而是破开石壁,扎进了岩石中,认准一个方向,自己开凿道路前行。 轰。 突然,一股距离出现,非常的突然,是从地底传上来的,要透过十号的双脚将它震成肉酱,一位真神毫无保留的出手。 十号想用其实阻挡都不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古文赤胜,在这片区域绽放。 与此同时,岩壁炸开,出现一个巨大而开阔的场地。 数位真神出现,堵在这里。 死了吗? 一人开口。 很快,众人惊异,发现场中心发光,柔和而圣洁,挡住了刚才的灿烈古文,让中心的不受影响。 守护神符,这是什么级别的? 几大真神心惊。 在场中,十号扛着巨石,毫发无损,其体外出现一层光幕,将它笼罩在里面,正是从藏有三世铜关的那片废墟中带出几枚古符之一。 这是十号感冒险一搏的原因,此符连青铜宝和内运的小世界炸开,都可以抵住,无穷虚空大裂缝都不能让它破灭,绝对能阻挡真神的攻击。 唯一让它担心的是,此符因此而耗掉,那就太可惜了。 无损,十号惊喜,真神的一击都没有能让古符增添裂痕,它居然无恙,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使用的符传。 咻! 呆光幕退散前,十号身体扭曲,以不可思议的身法逃向远方,几位真神阴沉着脸,急速追杀。 此人身上有宝符,出乎他们的预料,这种东西在手,怎会是一般的大教子弟,来历定然很不寻常。 咔嚓! 脆响传来,这次更彻底,这块其实直接断落下两丈,让十号都一阵心惊肉跳,快速抛下手中的那块,捡起地上的石料,因为那里是散发稻气的根源。 后方,天人族的真神眼前发黑,惊怒交加,这若是被毁坏,他们将担负巨大的责任。 气息更浓郁了,果然是不可想象的奇物,多半真的蕴含有仙种,能让人实现最惊人的进化。 一位真神心颤,热血沸腾了起来,若是被天人族所得,也许能培养出一位超绝人物。 地面破碎,十号冲了出来,脱离骨矿,而十一名真神也出现,疯狂堵截,有点不计后果了,发动猛攻。 好厉害! 十号惊悚,只差一点,他就被几道规则扫中,显然天人族的真神发狂了,哪怕让石料破损也要留下。 砰! 在他突围时,守护神符再次亮起,又一次帮他挡住了一击,他就此没入大草垫中,急速逃顿。 你走不了! 有人大吼,祭出一剑赤红的镰刀,带着火光,割裂大地,急速斩落过来。 天神法器! 十号心头巨跳,亡命而顿。 但是,那件法器很可怕,一路跟着,在真神的催动下,赤红光芒越来越胜了,如同死神的兵器,坠落而下。 隔着很远,十号就已经觉得脖子上寒毛倒数,根根立起,生出一层小疙瘩,显然法器是冲着景象来的,要割下其头颅。 可怜我的守护神符。 十号皱眉,怕在这一击中,身上的宝符被毁掉。 然而,惊变发生,他背负的骑石窑洞,冲起一道又一道雾矮,如同成百上千条瀑布般,笼罩其身。 十号吃惊,他觉得自己身上一下子重了,像是背负着很多座大山,压得他肩头都痛了。 若非他肉身远胜其他尊者,绝对被压垮了,躯体肯定要化作肉泥,这是不可承受之重,而且太突兀了。 停! 后方,有真神大叫,一起收纳赤红色镰刀,怕误会其时。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十号被压的速度变慢,几乎要陷入大地中,那时快发生了异变。 天人族的真神俯冲而下,一起扑杀了过去。 十号咬牙,心中诅咒,怎么这个时候发生了异常,看来只能靠手中的骨服了,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带走这块石料。 众人降落,气息磅礴,几只大手一起探向骑石,还有几人去禁锢十号。 轰! 突然,十号身上的骑石撕裂,爆发出一场可怕的光束语道气,令所有人神色惨变。 十号更是大叫了一声,手中的守护神符瞬息暴涨,发出光芒,将他笼罩。 同一时间,天人族的真神飞快倒退,感觉很不妙,这虚空都被震裂了,蔓延向他们。 咔嚓! 十号的守护神符多了一道裂痕,非常醒目,居然在这种暴动中有损,这让他心惊肉跳。 要知道,当日小世界炸开,都不曾让此服毁掉。 这是天地反噬,果然孕育着无上宝物。 天人族的真神大叫,既是惊喜,又是恐惧,因为虚空大裂缝蔓延了过来,有些人遭闯,身体裂开,还有人大口咳血,险些陨落。 其实彻底裂开了,堆落出一物,包裹着浓重的母气,一会儿大如磨盘,一会儿小到寸许,异常诡异。 天哪,不会试毁了吧? 遭受重创的真神发狂,这等东西若是还没有孕育好,提前出来,太遗憾了。 十号出手,因为他尽在支持。 有守护神符护体,并未远退出去,见到此物不再爆发可怕波动,抓起来就逃。 追。 真神们阴沉着脸,在后追杀。 最后,十号消失了,他将在浮风城兑换的一件破空符用出,再加上缩的成寸,昆蓬法,逃离此地。 至于破戒符,他虽然从遗迹中得到两枚,但不想用在真神身上。 第七百六十五章 神圣之物 草原上,天人族的十几位真神疯狂了,便寻大地。 四处搜索,结果无功而返。 族中的天神怎么还不到? 他们眼睛都红了,竟丢失了这等重要的神圣之物。 若是他们足够谨慎,若是天神早一步到来,绝不会是这个结果,悔恨与自责让他们的心脏如同在被野兽啃食。 这个人是谁? 一群高手脸色铁青,恨不得立刻寻道,将那人火管了,以最可怕的酷刑针对。 仅凭一个破空服他逃不了,坐标完全能确定,可以追到,只是他的那种身法太诡异了,快到离谱。 一位真神脸色铁青。 其他人也神色难看,须知他们是真神,而对方只是一个尊者,居然可以快他们一筹,就此走脱。 其身法,一种是缩的成寸,为人族大神通,而另一种属于神琴。 一个年老的真神说道,他经验丰富无比。 我觉得像是金鹏身法。 另一人道,因为模糊间,看到十号背后浮现出一对金翅。 错,他比金鹏身法还要快。 老真神说道。 比金鹏还快。 难道是,有人睁大了眼睛? 没错,应该是那小子,他在报复。 老神面沉似水,眼中寒光闪动。 是被我族拿下,最后又走脱的那小子。 另一位强者眼神阴智,握紧了拳头,一个曾经的阶下球抢走了他们的大造化。 除了他,还有谁会昆蓬法? 老神脸色难看,他猜测出,那是荒,也是下界的十号。 他活腻了吗? 一人站起,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森寒无比,道,这个小狗,我族还在寻他呢,结果他自己暴露了,这次不能让他走脱。 其他真神也震怒,全都散发杀气,神矿附近顿时温度骤降。 我想,他是故意露出疑点,诚心让我们猜测到是他,这是赤裸裸的报复,告诉我们他来了,让我天人族难受。 有人说道。 一个个小小的尊者,盗走了属于我族的神圣之物,不能忍受,我的心,如被地狱的火焰焚烧。 有真神低语,想到很有可能是十号在报复,简直要发狂了,怒血沸腾。 他成功了,让我们心中悔恨与煎熬,嘿,千万不要落在我手里。 有人满头发丝乱舞,目光如刀子般。 他们认为,失去的其实内多半包裹着一枚正在孕育的仙种,这种损失太大了,任何大叫得兮,都要发疯。 这,能够造就一位无上高手。 因为,他们曾听闻,在古代三千州的大决战中,得到第一名的生灵就有人以仙种成就神火镜,傲视同代,天下无敌。 大草原中,十号不知道自己逃出多少万里,利用破空符出来后也始终不停步,变换方位,一路及时。 最后,太阳快落山了,他才止步,觉得彻底摆脱了天人族的强者。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看着手中的东西。 他被一团雾海包裹着,一会儿变大一会儿缩小,并不太稳定,大石若墨盘,小石如龙眼。 并且,他的重量也是变化的,有时比山月还要沉,有时又轻弱稻草,捉摸不定。 十号通体都是古文,运转神力支撑此物,因为这东西有时太重了,若非如此可能会直接压进地下去。 最后,他终于稳定了下来,似乎随着外界平静,他也安静了,变得很轻,可以放在草原上而不沉。 十号盘坐,探出神识,仔细查看。 这团雾很浓,包裹当中的奇物。 这是天地母气吗? 他很怀疑,因为那是传说中的东西,但天人族的真神曾惊呼,这很有可能就是。 据传,天地母气可滋养生灵,也能造就出无上瑰宝,它本身是一种奇异的物质,若是凝聚足够多,可以当作鲜料用。 当然,它最为奇特之处在于,有它出现,必是因为有无上神圣的东西要出世了,因为透过它在吸收这个世界的精华。 之所以称为母气,就是因为它好比胎盘齐带,连着被孕育的质宝,以它为桥梁,得天地的本源与大道。 十号看了又看,最后确信,这真的是天地母气,与古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 这种物质沉重时一缕就足以压它大山,轻时又若无物,可飘散虚空中。 且,它很容易与道共存,承接天地与大道的烙印,输送进无上鲜料与质宝中。 以母气滋养,这当中真正的宝物的多么的珍贵。 十号激动了,眼中火热。 在外界看来,连母气都是稀释宝物,若足够多的话,可以凝练成仙料,而它包裹的东西岂是繁品? 母气很特别,即便是众铜都很难看穿,十号小心翼翼,用手探进天地母气中,仔细地摸索,感知究竟是什么? 不得不说,天地母气很特别,总是将它的手推具出来,让那物与外界隔绝。 十号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历时露出古怪之色。 因为,它的形状竟然是,一枚蛋。 仙种! 它有点发呆。 别人所说的仙种是泛指,如一团仙血,一块仙谷等,都可以用来成就己身,在神火镜时中道,实现最强进化。 而它真的得到了一支种,这净是一枚蛋,多半会呼吁一头生灵来。 仙蛋,一想到这里,十号眼睛就贼亮,或许是真龙蛋,或者是仙黄蛋也说不定。 这要是吃掉,我能得到多大的造化。 它自语,觉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如果有人在此听到,一定会发呆,而后怒斥它,吃货,你个败家子,这想法太与众不同了。 这蛋在缓慢变化,从直径三尺到一寸,又从一寸变回三尺,个头不定,来回变幻,令人有点不解。 十号自然不会妄动,在这里探索,以手抵在蛋上,闭上眸子,认真感应。 最后,它被惊呆了,身体摇动,觉得不可思议,露出震撼之色。 这蛋壳蕴含着各种烙印,天地大道加持,像是能与整片世界沟通,它仿佛看到了天地万物,一草一木等。 这蛋不能吃了。 它心中大受触动,一直在想,不以大翅天火等点燃己身,而是另寻它法成神。 因为,它还一直觉得,真仙所仪火焰虽然强大,可以助人完美进化,但终究是形成了一个框架,走的是古人的路。 以整片世界为熔炉,以诸天道则为火,这样熬炼己身,成就神位,也许更强。 而现在它看到了一点希望,因为这枚蛋像是与天地中各种道则相连,能隐约间体会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是了,依照古书记载,一些神圣之物成形时,居天地未养,居各种道则浇灌,看来就是如此了。 十号明白了,而后身形微微颤抖,这是激动的,机会难得,他若持这枚蛋感悟,借此沟通各种大道,当作火种,比什么都强。 不行,去问下老头子,他知道的比我多。 十号一刻也待不住了,因为这关乎着他的未来。 只是,稍微冷静后,他又有点迟疑,齐道林可不是善茶儿,臭名昭著,见到这枚蛋万一灭了他,据为己有怎么办? 我相信他。 一番思索,十号毅然上路。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且也听到了齐道林各种恶名声,但是十号的直觉却告诉他,老头子有一套独特的形式准则,不会那么做。 毕竟,对方知晓其身份,都没有夺他的雷地宝树以及鲲鹏法。 十号回来了,进入破络的山门内,开始请教。 嗯,你说掏了一个鸟窝,得了一枚蛋。 齐道林睁开了双目,结果双眼一下子直了。 道主,你看这是什么蛋,吃下去的话,能有什么效果? 十号还是有点念念不忘,如果吃下一枚鲜卵,也能误到,他宁愿尝美味。 你个败家子,还想吃? 我揍不死你。 齐道林腾的站了起来,追着十号轮巴掌。 哎呦! 十号惨叫,赶紧飞逃,他没有想到老头子反应这么大,根本不容他再说什么,一顿痛揍。 冤死我了,不是这么回事。 十号大叫,玩笑开大了,莫名其妙被揍,他实在觉得冤,想抽自己两嘴巴。 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句话而已,刺激的老头子追着他打。 最终,十号解释清楚了,他呲牙咧嘴,身上剧痛,愤愤自语,我,招谁惹谁了。 你说这是一枚蛋? 齐道林古怪的看着他。 难道不是吗? 十号狐疑。 就知道痴,形状像蛋他就是蛋。 齐道林纠正,这绝非什么鲜卵,而只是因为天地喂养他时,形成了一层壳而已。 究竟是什么? 十号问道。 多半是一种仙金,也许是七彩仙金,也许是虚空仙金,总之不是什么蛋。 齐道林探道,这小子运气太强了,那位老天人若是知道真相,估计要发狂。 仙金,十号自语,满意点头,这种东西让各大教都疯狂,可遇不可求。 仙金虽然让人痴迷,可让各大教主血拼,但,这并不是此物最稀真的地方。 齐道林道。 还有引擎。 十号问道。 你已经感应到了,外面这层壳与天地中的各种道则纠缠,这才是古来难求的造化。 齐道林郑重说道。 按照齐道林所说,不管当中孕育了什么,但是价值最大的不是仙金本身,而是目前的胎盘。 所谓的胎盘,就是植母器,蛋壳等所有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物质,它能与这大天地中的各种道亲和,再汲取养分。 自古以来,有几人能能看到神圣之物的形成过程。 在齐孕育与成形时,与之半生的胎盘有不可思议的神效,与天地万道沟通,交融,价值无量。 单一的母器与单一的蛋壳都没有此效,唯有孕育时,诸多物质这样结合在一起,才是造化。 我是不是不需要神火了,借此种道,如神火镜就可以。 十号很不平静,将早先的那些念头都说了出来。 只能说有了一点可能,有了一丝希望。 齐道林说道,严肃了起来,道。 古来经验知识何极多,不止你一个人有过这种想法,太多了,只是,应该都失败了,多半没有人成功过。 若是用其他仙种也就罢了,但想借天地为炉,各种道为火,这样成神太难了。 道主,我该怎么做? 十号问道。 借此胎盘为己用,利用好的话,有两成的几率成功,而若是败了的话,连里面的仙金都会废掉,当然你也会成灰烬。 齐道林郑仲告诫。 别说这么丧气的话,多说点极力的。 十号功农。 最好的结果是,你有四成的几率成功,且孕育的仙金会无损,甚至因与你共生,化作你最得心应手的兵器,天地为他住就道痕,演化规则。 齐道林说道。 最好的结果,也才只有四成希望成功。 十号发呆,死路大于生徒,这还如何去走? 第七百六十六章不同的路。 我还是想走。 十号轻语,这条路很难,自古以来踏上去的生灵差不多都死了,以失败而终。 他不甘,愿踏出那关键性的一步,闯出与众不同的道徒,领略另一片天地的风景。 你可要想好了,陨落的可能更大,远远大于那一线希望,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条死路。 齐道林平静的提醒。 在他看来,这种希望更像是一种诱惑,算不上真正的曙光,若是执意一路走下去,最终会如前人那般,以血写下一篇失败的残卷。 没有走过,怎么知道不行,慢慢摸索,总会走出一条不同的路。 十号自语,而后盯住了齐道林,认真请教古人的各种路。 齐道林没有说话,看着他,见他坦然,神色宁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最后点了点头,道,看来,我得另寻一名记名弟子了,早做打算。 十号哑然,这么早就不看好他了,认为他一定会失败并陨落马。 齐道林宽大的袍袖一展,哗啦一声坠落下一大堆古书,将十号埋在了下方,这些都是前人的典籍。 十号相当的吃惊,在他的周围,古书成为一堆小山,一块又一块的骨头,有的围金黄色,有的银白赠亮,有的带着紫气,全不是繁品,呈现瑞相。 当中也有反扑归珍的古块,十分陈旧,没有一点光泽,带着岁月的气息,计数着前贤的经验与道路。 十号从古书中随便拿了一块,仔细观看,刹那就被吸引住了。 寿海历,九十三万六千八百五十二年,昆宇出世,背负天图,光照四方。 十号读到这里,相当的惊讶,这是寿海那块区域的一位古人,出生时具有大意象,他接着向下读去,发现此人果然不凡。 昆宇横空,群星暗淡,十九岁腾穿入海,压三千周初代,天下第一。 后气鼓火,另寻道徒,当碎伤。 此人生平很简短,但极尽辉煌,古之寒有,可惜为了踏出一条不同的路,终究是死掉了。 后面有后人的总结,记述了昆宇的那条路,令十号心中大震,仔细研读。 这绝对是秘本,便是各大道统中都不一定有,一般来说,这是禁书,因为会误导后世的天才等。 十号很投入,将每一行古文都读了数十遍,认真撕存与揣摩,分析天纵人物昆宇那条路的的语诗。 他放下了这部古书,已记下了所有。 随后,十号捡起另一块陈旧的骨,蒙上了岁月的沉寂,一番严毒,他心中难以宁静,这又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火金历,1243291年,武皇要天,确尽迟暮,火金没出。 十号看完后,心头大震动。 西年,火金族位列十大族内,号称帝族,皇族,曾有武皇,统御那个时代,在武皇生命将近时,想让天纵奇才火金没的无敌神话延续到更高境界,可最终悲歌。 武皇妖固有,请名诉,合众道为伙,断火金没神位。 然,众道失败,皇族眉。 人事沉浮,火金宝平印成绝响。 十号一探,真是可惜了。 他快速查看,其他古书也都类似,都是前人曾走的路,背后世人计数下来,这是最宝贵的经验,可称之为秘点。 这些古书的价值不好估量,落在当世生灵的手中,只能算是一文秘史。 可若是被他这样的个别人看到,这就是天接宝书。 这些东西,十号抬头,看向齐道林,一个人很难拥有这么多部,因为涉及到了一些大礁的秘心。 都是我偷来的。 其道林很坦然,甚至有点自傲。 十号无言,不得不佩服,难怪他会被各教围剿,连这种古书都能搜集到一堆,可想而知其他宝树。 只能说,这位道主是个奇人,无愧其臭名昭著的名声,太了不得了。 当然,十号不会比试,有的只是佩服,或许在外界人看来,两人这是臭味相投。 这世间不止你一个天才,太多的人想走出不同的路,老夫就是其中一个。 其道林说道。 显而易见,他失败了,庆幸的是,他没有如史上的一些年轻至尊班商允落幕,活了下来。 他直言,在那条路上走出很远,推测到明确的后果后,他果断放弃了,不会愚蠢的用命去挣扎。 人杰,有所为,有所不为。 若知必死,还去飞蛾扑火,那是不至。 其道林说道,一点也不为自己的退场而脸红,反而自视为荣耀。 十号知道他是好意,这是在敲打他莫要一条路走到黑,适可而止。 毕竟,这条路太难,应该是从未有人成功过,号称天骄蝶血的绝路。 我知道。 十号点头,最后全身心的投入了进去,阅读各种古书,了解古代前贤的路语法,总结经验。 这是基石,也是成功的土壤,只有在前人的路上汲取经验,攫取智慧的火光,才有成功的可能。 没有人可以凭空突破,闭门造车肯定不行。 外界不平静,特别是火州的神矿区,但是这与十号无关,他沉浸在一片灿烂的世界中,追寻道徒。 在此期间,他化成了舞痴,不时骚扰齐道林,拖着老头子请教,废寝望时,全身心的投入了进去。 齐道林虽然说要再去寻一个弟子,看到了他失败的前景,但依旧给予指点,非常的认真。 随后,十号从前人的路途中挣脱了出来,暂时宁心静神,让自己超脱所有思绪,默默思考与推演。 真是一条死路啊。 他轻语,同其道林一起论证,即便有那神圣之物,天地的胎盘,失败的几率也大到让人长叹。 不管其他,先向前走。 十号目光坚毅,若是现在就退缩,那就真的什么都不用想了。 地上,那眉椭圆形的天料早已稳定下来,被层层母气包裹,经由天地喂养,汲取各种道则,依旧在被孕育中。 十号与其道林讨论后,一致觉得,这蕴含仙金的天地胎盘与各种大道交连,最好的放置之处就是眉心内。 在此过程中,十号的元神可以观摩,为日后以天地为熔炉,用各种道则点燃几身做准备,现在需先行感应。 有朝一日,三千周天才大战开启后,他需要取仙金而代之,葬起身于弹中,就此焚烧真身。 嗯? 便是在其道林的护法下,十号收母气环绕的神圣之物时,也险些出现意外。 因为母气的重量随时变化,方才暴动时让他额骨都快均裂了,因为他沉重了,一缕就能压他煽风。 还好,其道林真的很了不得,传了他八九天宫的粗法,鲲鹏法,雷帝法等一起出现,共同转动,笼罩此物,令他平静,隔绝了起来。 十海很神秘,可收容性命娇羞的盗气等,多了一物,自然可以容纳。 这就是八九天宫,驾驭宝树的法。 此前不是我不想传你,而是怕你因此负伤,因为在这个境界根本不可能施展。 其道林郑重告诉他因由,想学此法,必须要达到极高的境界,肉身,骨蚊,精神等高度融合,不分彼此。 十号也算是异柄,肉身等强的离谱,故此能简单的施展出粗法。 一般来说,尊者,神火镜的修饰强施此法,身体会崩开,需要强大到极致的肉身作为根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若非需要镇压这神圣之物,其道林暂时是不会传给他的,怕他出现意外。 十号觉得头骨内骨蚊闪烁,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压力。 这样也好,以此天弓为牢笼,困住仙金,可以磨砺你的宝树等。 其道林微笑道。 十号认真体悟,果然有好处,这样形成了压力,等若让他不时要运转八九天弓粗法,带动几种宝树,释放骨蚊,这也是一种修行。 此外,十号观此胎盘,捕捉各种道责,对自身原神大有弊意,虽然还未取仙金而代之,入胎盘中,但也可以观到,领悟等。 外界不宁静,各教弟子都在期待,据传优雨与芸汐可能到了,也许会来至尊道场。 此外,火粥一片喧嚣,天人族的神矿糟结,造成巨大的波澜。 轰! 小破山门内,十号的头盖骨充起可怕的光焰,神石里波动剧烈,让其道林都睁开了眸子,向他看去。 这小子,一直吵嚷着要去栽种有杜结神帘的池子,看来是在消化一种可以滋养神石的奇药,如今药力显化了。 其道林是何等人物,只此一观,就看出了个大概。 他眉毛直跳,露出一色,道,难道是金蒲果,有那种气息,他,居然能成功。 就是他都有点吃惊,要知道,古代很多人在这个境界尝试,结果自身都爆碎了,有记载的都以失败告终。 不过,其道林知道,还是有人成功过,不然不会留下这种古法,告知后人去探寻,只是不曾被载入古书而已。 十号盘坐不动,如同一块巨石,他的头颅发光,映照的头骨都晶莹了,且发丝都在根根绽放神侠。 他一直都知道,金蒲果可以壮大神石,滋养元神,但是成功练化后一直不见动静,今日头骨中多了遗物,反倒刺激了石海,发生异变。 他的元神在壮大,要效显化,全部释放,精神力在快速滋长。 可以看到,十号的头骨内,神石化形,最后蜕变成一个盛光溢溢的小人,灿烂夺目,盘坐在那里,非常的强大。 比以前强了一大截。 十号能够清晰的感应到这种变化,这是元神的蜕变,化成了人形。 与此同时,他肉身发光,骨纹一层又一层的亮起,笼罩全身,所有毛孔喷勃恐怖血气,冲销而上,远远望去,如同一片血色天幕。 最后,轰的一声,诸多血精回归,脸于他的体魄中。 他突破了。 十号眸子中光束暴涨,如同数百丈长的有形力剑般,射出去很远,他晋升到尊者后期阶段。 积累太多,今日随着元神壮大,他自身的境界也破关,更上一层楼,让他异常的强大。 十号站起身来,向着山门外望去。 第七百六十七章 血洗天人族 十号突破,感觉从未有的强大,双目中的光束如同利剑般,当扫过崖壁时,蒸蒸作响,锋芒战战,斩落下一截石壁。 轰隆。 巨石滚落,烟尘冲起。 同一刻,他体内血气澎湃起来,不断挣扎,静在化形,最后熬的一声,肉身自鸣,如同真龙一般长银。 这不是他口中发出的,而是肉壳的反应,血肉共鸣,骨骼律动,发出一道龙银。 与此同时,他的天灵盖中冲起一道血光,如狼烟般,滚滚而上,最后化成一条真龙,震散了云朵,俯视巴慌。 这时,就是齐道林都吓了一跳,目光深邃,盯着石号,要将他看个透彻。 此时,石号黑发披散,身躯寸寸发光,缭绕云霞,散发出一股异常惊人波动,而那血气真龙则腾空,龙吟不绝。 这一刻,天摇地动。 破落的山门附近,龙龙颤抖,各座山峰都在跟着共振,想是要崩开了般。 尊者静,血气冲销也就罢了,还能化成真龙,盘踞头上,俯视巴方,这等异象古来有几人。 这是齐道林吃惊的原因所在,在古代有此成就者,不是炼体一系的鼓祖,就是吞食天地其果的一人。 他没有想到,石号也能走到这一步。 不久后,血色真龙俯冲下来,环绕着石号,将他勒紧,而后没入其身体中,令其体表越发的透亮,如同玉石,又像仙金。 很好。 齐道林点头,能得到这种称赞,可以说是破天荒,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臭名昭著的道主从不夸人。 道主,我想去看一看外界怎样了。 石号说道。 去吧,不用顾忌什么。 齐道林点头,露出和煦的笑。 外界,风波很大。 天人族的高手来了,因为得道禀告后,德西火州骨矿中出现天地喂养的其实,高层都被震动了。 母气环绕,运有仙种,这等古来少见的至宝,任何大教都要眼红,自然有天神出关,而且还不是一人,急速赶来。 可惜,晚了,当他们赶到的时候,德西神圣之物已失,当即发狂。 就在这两日间,有天神笑月,将忧羽与芸汐放在天仙书院后,他们奔走于火州大草原上,快将地皮翻过来了,爆发雷霆之怒。 这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就是天人族也难以承受,那样的仙种蕴含了太大的造化,于一族至关重要。 天人族竟一下子出动了两位天神,来到火州,到底出了何等神料,让他们这样发疯。 浮风城,毗邻天仙书院,位于火州边境,此时很多人都在议论。 十号来到这里,漠不出声,听取这两日的风云变幻。 这引发了轰动,两大天神这样失态,呼啸于大草原上,惊动各方大叫,所有人都在猜测他们可能失去了一件了不得的东西。 该不会是挖出仙金了吧,被人劫走。 有人做出这等猜测,一时间让众人吃惊,接着心血澎湃,那种东西一旦出土,必然有天大的波澜,会引来教主征战。 就是在仙谷时代,这也是绝世宝料,堪称世间罕有,想成仙必须要有相应的兵器,须以仙料铸成。 就更不要说这个时代了,那种天才早已枯竭,几乎难以寻到一块。 浮风城嘈杂,三娇九流,各式各样的生灵都有,所有人都很稀奇,眼光热切无比,可求一件那种瑰宝。 天人族没有透露出是和人劫走了宝料吗? 十号问道,请教城中的生灵。 一位老者摇头,道,只说是卑劣的人族盗走了天才地宝,他们会让那个人后悔的,若不交出,他日必让他生不如死。 十号问言,不禁冷笑。 自他离开天人族后,并未听该族提及荒就是十号的事,不曾揭露其身份,显而易见,依旧在打他的主意。 不揭开他的身份是怕其他大教也知道他不仅有雷蒂树,还来自下界,掌握有昆蓬宝树,天人族想独吞,希望在上界人知晓前,将其勤杀。 大消息,道保者的行踪疑似暴露了。 忽然,浮风城传来喊声,有人带来了火州深处的最新消息。 两大天神一怒之下,施展禁忌秘法,依据蛛丝马迹,分别追了下去,针对几个道统,很可能会出众手。 十号亚裔,天人族傻了还是疯了,他离开时分明露出破绽,让他们知道是他所为,怎么去迁怒他人了。 哪些道统可疑,在被逼压? 有人问道。 听闻,两大天神仙是去了孔雀一族的神矿区,原本要强闯,但是最后又止步了,没有冲突起来。 后来又去了另外几个相对弱一些的道统。 当时浩听到这里时,心中一动,天人族曾想去找孔雀族的麻烦,这是借机巡视吗? 因为孔雀神主曾在天之城保护过他。 还好,孔雀一族天生强大,是上界赫赫有名的妄族,就是天人族曾经为皇族,也不敢轻易招惹。 那两名天神退走了,想必也是意识到,这一族不是他们而今可以随意触碰的。 然而,接下来的一些消息。 让十号愤怒了,他瞬息明白了天人族的意图。 说也奇怪,两大天神认定火族等嫌疑很大,亲自降临几族的骨框去逼迫,讨要说法。 这不是罪州的几个道统吗,似乎都来自下界。 上界有火族等,皆来自下界,这怎能不让十号产生产生联想,他刹那就想到了火灵儿等人。 这么说,下界的一些大族在上界也有根基。 他心神皆动,直到今日才听到他们的一些消息,心中难以宁静。 同时间,十号握紧了拳头,心中大愤,一股怒血沸腾了起来。 事已至此,已经很明显,天人族是故意的,这是在威胁与警告他,要牵连火族等,迫使他出现并交出那举走的仙种。 火州深处传来消息,两大天神的确赶到了那片区域,非常严厉,逼压几个道统,认定他们有嫌疑。 两大天神强势无匹,扬言几族若不能给个说法,他们不介意大开杀戒,血洗一方。 十号接到这些消息后,目光冰冷,怒发冲冠,他很快就离开了浮风城,前往火州,进入大草原中。 随后,他来到了天人族的矿区,一瞬间而已,爆发出一股凛冽的杀意,血气滚滚,弥漫而出。 天人族,我又回来了,大开杀戒来了。 十号低语,他首先降临的是一座中型矿,此地有神火镜强者坐镇,但无真神。 他的身体发光,如同烈焰喷勃,席卷上高天,远远望去如同一头战神林氏,金色气焰卷天,隆隆轰鸣。 什么人? 这里的高手有所觉,被惊动了,一下子冲了出来。 共有两尊神火镜强者,在见到十号的那一幕,他们愕然,因为认出了,这不是荒吗? 露出了真容,并未隐藏。 你还敢出现? 哈哈,真是自己找死,送上门来了。 两人大笑,又惊又喜,居然在此见到了荒,若是能捉到,绝对是大功一见。 不过,很快他们又凛然,荒既然赶来,足以说明他有底气,无惧他们,让他们不得不心头一颤,戒备起来。 十号满头发丝都在发光,披散下来,眼神如金灯班射人,出乎两神的预料,并未有其他矫际,而是直接逼来。 杀! 两人相试,寄出宝具,一同攻击十号,古文密布,瞬间挤满草原,他们以高一个大境界的修为镇压。 咔! 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十号一拳击出,将宝具贯穿,在虚空中炸开,光芒璀璨。 什么,这可是神火法器,他居然这般轻易徒手击碎了。 两人全都变色,与此同时,另一件法器也被十号轰得爆碎,化成一片金光,飞向四面八方。 法力免疫,传说是真的。 两人终于明白了,法器被克,威力骤减,故此被轻易轰爆。 身在他们这个层次,也曾得到过消息,听闻过十号在短时间内会无惧法力,直到真正见识才知道多么可怕。 十号冲来,带着沸腾的光焰,如同从烈火中走来,他大开大河,扑杀两大强者。 两人震怒,且有种荒谬的感觉,这只是一个尊者,居然在猎杀身为神灵的他们,荒虽然天纵奇才,但境界毕竟不足。 坏了,他法力免疫持续时间怎么这么长,难道成功吞掉了金蒲果? 两人惊悚了,他们在计算时间,觉得十号这种能力该消退时才出手,但是依旧被克制,一身法力如泥牛入海。 扑! 下一刻,一位神火镜强者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十号的一只拳头击穿他的身体,让他快速军裂,而后炸开。 一片血液洒落,一位强者毕命。 另一人吓到脸色苍白,转身就逃,这还是尊者吗?居然这样轻易杀了一位神旨。 哪里走,天人族不是威压四方吗?今天我来了,要在这片区域大开杀戒。 十号喝道,他的速度太快了,直接追了上去。 啊! 伴着怒吼还有成片的古文,神火镜强者反击,可依旧不可避免的败亡,被轰杀成碎片,血染草地,就此陨落。 至此,十号法力免疫时间才到,慢慢消退。 轰! 一声俱响,整座神矿被十号击沉,彻底塌陷,被毁掉了。 下一刻,他冲向了远方,前方另一座神矿,他呆自身的那种能力在出现时,果断出手。 你是什么人? 有人大喝。 他是荒,不要放走。 依旧是两尊神火镜的高手。 没错,我是荒,也是杀你们的人。 十号喝道,向前冲去,爆发滔天光焰,激烈出手。 扑! 血雨渐开,这一战没有悬念,两神被快速击毙,就此败亡。 并且,整座骨矿都沉现了,被乱石埋上。 天哪,大消息,夺取天人足仙料的人出现了,你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是谁,竟然是,荒。 因为距离浮风城不远,所以消息在第一时间传到了这里,一下子引发了轰动。 荒又出手了,在大开杀戒,连毁天人足八处神矿了,还在继续,所向披靡,击杀了十几位神火镜的强者。 这样的消息一出,让浮风城沸腾,这绝对是爆炸性的消息,太具有震撼性了。 这么多年以来,即便有些大叫跟天人足不睦,但也不敢如此针对,不然会引发族战,而今日竟有人打破了传统。 荒,在现世间,霸裂出手。 毫无疑问,这是对天人足的一种蔑视,敢这样出手,这是在挑战他们一族的威严。 同时,这也是对两位天神的无情嘲讽,荒在告诉他们,一切都是他做的,你们愚蠢,找错人了。 显然,两大天神的冒使将被人诟病,会成为笑料。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荒的强势,竟敢血洗天人足重的,这注定要引爆火粥,传遍上界,震动各大族。 好啊,早看天人足不顺眼了,杀得妙。 杀,就该这样出手。 有很多人心潮澎湃,跟着热血沸腾。 第768章 大杀四方 最新消息传来了,天人足第九座神矿被震塌了,荒之身大开杀戒,闯进重地,击毙天人足一群高手。 消息骇人,不断传来。 一个少年而已,居然敢如此,挑战天人足的尊严,这样打上门去,实在惊人。 各族生灵难以平静,全都震惊,因为消息不觉,不时被人从草原中带回来,荒的战果在持续扩大中。 天人足遇到了麻烦,被一个年轻人挑战,最后如果不能将他擒杀,被他毫发无伤地走掉,必然有损皇族威名。 人们的神经跟着绷进,情绪随着跌宕起伏,整座浮丰城的人都震撼,消息在此惊起滔天波澜。 当然,他们知道,消息虽然传得快,但肯定还是有时间差,相对滞后了。 这些都是被确定的战果,但依此情形来看,应该还会有一些惊人的战绩,已经发生,或者正在上演中。 若是那些讯息传来,也许更惊人。 十号风驰电撤,在低空中横过,体表有一层光焰,锁过之处下方草木尽碎,山石崩碎,地面背离出一条可怕的沟壑。 在他冲过去很远,才有震耳的声音传出,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了,远超音速,身后空气暴鸣,如同惊雷一般,在后方乍响。 一片金碧辉煌的宫雀坐落在草原上,锐气渺渺上扬,相当的气派,这是天人族矿区中的一片道场。 平日间,这里有高手坐镇,总领各大股矿的事物等。 近两日,最大的神矿出了问题,丢掉无价仙真,所有真神都疯了,跟着两大天神四处寻找,让这里空矿了下来。 十号在这里止步,默默吊息,仔细感应一番后,轰得一声爆发出刺目的神光,血气滚滚,他出手了。 虽然现在没有那么多高手坐镇,但这里毕竟是矿区重地,依旧有神火镜的强者驻扎,当即全被惊动了,冲了出来。 神指,就只有你们四个吗? 十号双目深邃,背后昆鹏翅一盏,如同惊雷般,带着爆炸声,横空而至。 这是一种轻狂的语言,身为尊者,却这样对神火镜的高手出蔑视,让几大高手皆冷下了脸,杀意扩散。 折辱皇族的人,从来活不长,尤其是你这样的后生,自以为是,注定早邀。 一人冷悠悠地说道。 得罪了天人族,无论是什么奇才,他们都敢去斩掉,自有族中的天神,纪灵等出面撑着天空。 没有想到,是你,慌。 有人眸光暴涨,认出了他,一声冷笑,体外的符纹更加刺目了。 显然,十号的画像都送到了各地,天人族上下一直都在寻找,不想放过他,要夺其宝体,灭其行神。 慌,你可知道,欠了我族一条命。 留下来吧。 另一人寒声道,目光大盛,快速启动此地的法阵等。 恩将仇报的东西,我救你族的天女,却这样针对我,真是狼心狗肺,现在杀你们没有半点愧疚感。 十号说道,自从被天人族囚禁,而后又逃出,他心中始终憋着一口气,今日连斩该族神火镜高手,破毁神矿,一股情绪在激荡。 报。 远方,传来喊声,有从半空中跌落下来,泪到贪软,惶恐地喊道,荒出现了,是他盗取了我族仙真,而现在又在报复, 连毁十四座神矿,大杀四方。 什么,这座道场的人震惊,才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 你来晚晚了,我已经亲临此地,这是此次的目标。 十号说道,盯着那人,终究是有漏网之鱼,跑来送信。 显然,现在发生的事,浮风城根本不知呢,注定要滞后不少。 轰。 草地崩开,土石与草木如同大浪般卷起数十米高,从十号的脚下蔓延出去,席卷那片宫殿, 这就是他的威势。 他只是一个尊者而已,却疲逆神指,强势得过分。 杀了他。 吼声响起,此地高手进出。 十号无惧,向前杀去。 一场战斗再次开启,地层崩裂,神光普照,地下如有一轮大日升起, 炽热而与恐怖并存,散发至强威压。 十号赶来,自然有把握,最后让这个地方化成废墟,金碧辉煌的宫殿群崩开, 一地神血再发光,触目惊心。 十号远去,前往下一个目标。 这是一个杀戮日,十号长途奔袭,转战四方,天人族迭血,掀起轩然大波,震动了这片大草原。 连不远处的浮风城都得到了消息,天人族各不自然也知道了,火速池源,围剿十号,下达了灭荒令。 勤杀他,只留下一缕魂念即可,不计一切代价将他给我留下。 有真神怒发冲冠,咆哮着,震动矿区。 这次事件太严重了,一个年轻人血战八方,连灭天人族据点,是对他们最大的蔑视与羞辱,若不能寝住,还有什么颜面? 天人族出名的神矿总共只有几十座,而金却在一日内毁掉了三分之一,甚至连草原中的道场都被夷为平地,血洗了个干净,是从未有支持。 给我杀,绝地三尺也要找出来。 得到消息的真神,纵横四方,赶往各地,火速支援,寻找十号的下落。 然而,让人震惊的是,荒并未顿走,依旧在行动,避过真神的围锥堵截,寻击出手。 轰! 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天穷,格外的刺眼。 乌云如黑锅底般,要压到了地面,并且有雨点噼里啪啦的打落下来,天地间萌萌一片。 十号抬头,清语道,天助我也。 咔嚓! 闪电赤胜,如一道巨大的银蛇横过天空,接着大雨滂沱,坠落下来,草原上积水成河。 只有闪电出现时,才能撕裂黑暗,看到周围的景物,不然如同黑夜一般,伸手不见五指,雨点狂砸。 十号消失了,在雨幕中如同一只可怕的幽灵,他在出击,在游荡。 随后,他出现在天人族各座神矿附近,徘徊,出手,斩杀高手。 灭荒令下达了,但是却起到了反作用,寻不到十号,却被他一路奔袭,连毁神矿,天人族损失惨重。 给我守株带兔,不要寻了。 有真神眼睛赤红,发丝倒数,身体溢出无穷的杀鸡,这是耻辱日。 今天,注定要被铭记,一个小小的尊者而已,居然杀得他们这般被动,接连有神火镜高手陨落,这是难以接受的羞辱与灾难。 大雨如同瓢泊般,十号前行,他来到了最大的谷矿,也是曾经取走仙金的矿区,仰头看向天空。 在他唇齿在发光,符号一个又一个的冲起,并亮起,而后没入了黑云与雨幕上方。 你,来了。 真神的灵石和其敏锐,第一时间感受到古文的波动,急速冲出。 有三大真神留守在这里,就是以防万一,怕他胆大包天,攻击这最重要的神矿,这个时候全都杀气滔天。 真是好胆,一个少年,连比我足高手,最后还敢闯到此地,我佩服你的勇气。 一位真神咬牙切齿,目中充血,想是要是人的猛兽般。 人尽我一尺,我尽人一丈。 你们要杀我,得保数,今日我来了,自己送上门,给你们杀。 十号话语很冷,道,可若杀不了,我就送你们所有人全都上路。 他疯了。 一个真神怒急而笑,带着冷酷,带着嘲讽,虽然早先被各种消息气到颤抖,但此时却真的笑了。 因为,无论尊者多么的惊艳,终究不可能跨两个境界对战真神,这样必死无疑。 好,慌,来自下界的罪血后代,来吧。 让我看一看你有什么本领敢张狂。 另一位真神大喝,杀了过来。 十号没有躲避,向前走去,最后再次抬头望天,大雨倾盆,那里黑云翻滚,要压到了地面。 雷动九天。 就在这一刻,他倾起双唇,顿时间古文冲销,他再送咒语,施展出古老而诡异莫名的宝树。 这是什么气息? 此时,连真神都激动了,预感大势不妙,看向天空后,立刻转身,躲避冥冥中的危机。 哄。 可惜已经晚了,那乌云中,一挂闪电落下,如同长河般,滚滚而下,那不是披落,而是倾泻。 三大真神毛了,这可不是修士施展出的一般闪电,这是被激发的天威。 这样的闪电,动辄就是十几亿幅,甚至数十亿,上百亿,远胜神火镜生灵所施展的极限,超越他们的抗击力。 啊! 一位真神惨叫,身体俱阵,就是成就了神位也不行,在这一击下浑身焦黑,血肉模糊。 但他终究是神,第一击并未死,目光大胜,想要逃走。 而另外两人更是惊得亡魂接冒,欲急速消失在地平线上。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只是第一道天威,上方还有,轰隆一声,这次黑色的乌云中雷铺成片,一道又一道的坠落,贯通天上地下。 远远望去,漆黑的天地中,雨水很大,而一道又一道如同撑天支柱般粗大的电芒,连接着天上与地下,将这个地方挤占满。 这是一副奇景。 这就是雷帝宝树,号称仙道神通,在特别的条件下,能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天威,超越修士本身的极限。 当然,条件很苛刻,不可能每次都能施展。 毕竟很难遇到这么大的雨天,乌云压盖满了广袤的大草原,才能有如此无穷雷电之力抽取。 自身演化的云雨是不行的,唯有这种天地间无尽的雷云才行。 啊!就是真神,也架不住这种天威,忍不住惨忽,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雷电,而是雷帝宙雨沟洞出来的苍穹劫伐。 不,怎么会这样? 三大真神惨不忍睹,被劈得血肉脱离,白骨断裂,焦黑无比,最后全部陨落。 第769章 风波雨竹目 大雨砸在地上,溅起一层白色的薄烟,天地间粗大的电弧如同一根根金属柱子,扎根地上,撑开苍穹。 最后,电弧消失了,恢复为黑暗,伸手不见五指。 十号转身,没入漆黑的天地中,从这片草原消失。 因为,他知道,再不走可能就危险了,两大天神进入草原最深处,虽然相隔遥远,但终究会听到消息。 草原上注定要大乱了,天人族第一神况被毁,这件事非同小可,将令皇族的威名严重受损。 果然,不久后这个地方宣废。 而这一切与十号无关了,他已抽身,离开了大草原。 乌云散开,草叶上挂着露珠,在阳光下闪动七彩光泽,大雨停了。 浮风城,在三州交界地,位置特殊,人流往来,三郊九流,各个种族的都有,异常繁华与热闹。 显然,这里消息灵通。 无论是火州草原,还是天仙州,亦或是昆州,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会第一时间传播到这个地方。 震撼性的大消息,就在刚才大雨滂沱时,荒又出手了,化身死神,收割天人族一群强者的头颅,大开杀戒,毁掉了天人族一半的神矿。 随着乌云散去,天地晴朗,草原上的战局快速被人窒息,惊呆了每一个人,荒态霸道了,出手果断而凌厉。 天人族的第一神矿也被毁掉了,且共有三位真神迭血,被杀得形神俱灭。 这则消息一出,整座浮风城轰动,这笔早先所有的消息都具有震撼性,群雄心惊,全都瞠目结舌。 荒,杀了真神,我没有听错吧,而且一杀就是三尊。 这种消息令人觉得很不真实,净乎荒谬,因为这样的战绩实在超出了常理,荒是如何做到的。 千真万确,天人族现在沸腾了,那片矿区所有真神集合,杀气冲消汗,扬言要将荒错骨扬灰。 这样的战果怎能不经事。 浮风城一些传颂阵立刻亮起,如此战绩太过非凡,一些大族的子弟迅速上报。 片刻间,这一战报传向四方,不久后出现在很多大礁的暗头上,被一些重要人物认真阅读。 荒,一战成名,不仅鸣动五行洲附近的地狱,还惊动了这数十周,想不引人瞩目都不行。 天人族这次狼狈了,被诸多大叫看了笑话。 他们惹了一个可怕的少年魔王,潜力巨大,很有可能会成为该族未来的大患。 这一日,风起云涌,四方大阵,许多人都在分析与议论,认为荒了不得,天人族这次真的太被动了。 很多大叫都在关注,这片地狱乱了。 天人族屹立这么多万年,自有其辉煌底蕴,但也有很多敌人,这个时间段自然不忘落井下石,进行讽刺。 嗯,天人族真的没落了,让一个少年杀得人仰马翻,连真神都死了三人,而对方只是一个尊者,该族腐朽了。 对了,荒在何方,可以来投我教,护你周全,带你成长起来,我们支持你铲除天人一脉。 毫无疑问,只要十号出现,必然会万众瞩目,他成为了这片地狱的焦点,所有人都在谈论。 而远方各大叫也在分析,密切的关注。 的确有人要拉拢他,并非空岩,西际培养起来,有朝一日跟天人族打擂台,进行大决战。 十号的战绩,称得上辉煌,其散修的身份令很多大叫感兴趣。 大草原深处,距离浮风城九百万里外,一片矿区中,天人族两大天神怒笑,震动了这片大地,让天上的云朵崩都崩开了。 不久前,他们兴师动众,带着一些真神上门,逼迫火族,压制下界来的几个大族,让他们交出荒。 两大天神这种威严姿态,摆明就是巡视,故意威慑,进行欺压,想逼迫十号自行出来。 然而,这才多久? 后方居然传出了这样的祸事。 这简直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他们的脸上,太清脆了。 族中神矿被毁大半,高手损失惨重,一切都是荒所为,而他也承认仙种是被他劫走的。 这让两大天神情何以堪。 他们的所作所为现在看来完全是一步臭其,不曾让十号就范,逼他出来,反倒造成这种耻辱。 两位大人还要查吗? 这片矿区中,几个大族也有高手,有人不嫌不淡的问道。 火族等虽然没有老天人般的禁忌人物,但是族中也有天神,并非软弱到无力反击,今日被人欺到头上,此时自然不会客气。 天人族一位天神实在觉得难堪,一甩袍袖,转身就走。 好了,诸位道友也可散去了,不用看热闹了,天人族的两位大人弄错了。 有人开口。 这片区域有不少道统把持各大神矿,很多人来此围观,这个时候听到这番说法,全都笑了。 天人族这是要做什么,无凭无据就冤枉别人,失去了皇族应有的气魄。 咕,小声点,要不然两大天神堵在你们矿区的门口,去欺压你族,到时候哭都哭不出来。 众人奚落,一些道统并不怕天人族,故意取笑。 天人族两大天神一刻也不想停留,他们虽然强大,但也不能自意忘形,若是真敢乱来,会被各教声讨。 现在他们的行为就已经被人诟病,敌对的大教更是落井下石,进行讽刺。 失算了,这个小子竟然如此胆大包天,赶长途奔袭,去我们的大后方开杀戒,而且他又变得厉害了。 一位天神脸色铁青,在回去的路上,目光阴森,十号若是以这种速度成长下去,将来必成祸胎。 必须要除掉他。 另一人冷酷的开口。 天人族灰头土脸,撤离火族等大族的矿区,回归大草原外部区域。 最后,这些事传到浮风城,众人感叹,这一次天人族真的栽了,被一个小小的尊者杀得狼狈不堪。 天仙书院,同样很不平静。 因为,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书院中所有学生都听闻了,引发轰动,一片嘈杂,所有人都在热论。 听闻天人族的第一天才优雨来了,就在我们书院中,不知道他会不出去,寻找荒大决战。 荒,证明了他的气魄,以及他的神勇,四方瞩目,令许多女学生双眼直犯小星星,让很多男学生更是钦佩不已。 一个人,敢只身闯进天人族众的,杀了众神一个人养马帆,这是何等的气魄,拥有多么可怕的战力。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就是同辈人中的王者,一个值得仰视的战神,令人敬畏,更是让部分人崇拜。 十号来了,他的出现引发哗然,那个小破山门的家伙又下山了。 许多人发呆,他居然来到了这里。 殊不知,他们眼中这个臭名昭著的家伙,扬言可吊打师兄可欺师弟的人,就是他们热议的焦点,是真正的慌。 他进书院了,这是,在挑衅吗? 一群人吃惊,这家伙真是大胆。 十号很从容,他想去找月蝉,当进入那片园区时,远远的见到了几名熟人,芸汐,幽宇,凤凰等都在。 湖泊盘的绿草地上,大娇的翘楚席地而坐。 正在论道,而月蝉则在拨动一张摇琴,其音动听,令周围花草发光,花孤朵快速成长,而后绽放,霞光四溢,并引来一些鸟雀,随之而舞。 一居忠霸,众人赞叹。 而后,众人自由交流起来。 芸汐妹妹真是美丽而清幽,我见游莲。 月蝉微笑,话锋一转,道,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荒,似与妹妹有关,我听闻,她曾护送你远行数十万里,血拼占足,是真的吗? 这件事外面有传言,但是天人族言辞否认,斥则有人谣言深祸。 所有人都一正,无论是神崖书院的最强弟子穆子霄,左小狄,还是天仙书院的凤舞,亦或是其他大礁的翘楚,都露出异色,因为少有人敢在天人族面前这样直接询问。 芸汐轻叹,看向月蝉。 十号远远见到了这一幕,没有走过去,转身离开,并不想去凑热闹。 像是有所感,月蝉,芸汐都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见到了她的背影。 咦,你怎么走了,难道怕了吗? 在书院门口,许多人见到她走出,露出异色。 事实上,刚才不少人都去送信了,禀告各路强者,告知至尊道场的传人主动登门了。 十号吃笑,不以为意,她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多半快要曝光了,那个时候众人会是何等表情呢? 天人族六节来了,原本还想看他们与此人碰撞呢,他这样一走岂不是错过了精彩一战,虽然比不上荒让人热血沸腾。 六节先后都到了,有几节曾说要去登山,讨一个说法呢。 十号亚裔,闻听此言后,露出一抹淡笑,道,是吗,我在至尊道场等他们,谁敢来我的山门挑战,我灭谁? 说吧,她大袖一展,快速远去,消失在远方。 现场一片寂静,直到她不见了踪影,许多人才怪叫起来,小坡山门的人还真是嚣张,居然敢这样放言,太犀利了。 走,快去告诉那几人,他们不是要讨说法吗,至尊道场的大师兄已经发话了,要在那里等他们登门挑战。 显然,这里不能宁静了,引发很大的骚动。 路上,十号神色平静,自语道,六节不来就罢了,若赶来,天人族多半会心痛啊。 第七百七十章不好的未来 一场漆黑如夜,电闪雷鸣的倾盆暴雨过后,辽阔的大草原更清新了,碧绿无边。 蛙地等成为大泽,化作湖泊,湛蓝而灿然。 一群洁白的独角兽出现,散发盛光,足有数百头,成群截队来到湖边。 这是锐照,草原上的牧民若是见到定然会欣喜。 然而,天人族却没有这个心情,眼前矿井塌陷,神灵叠血,损失过剧,他们一个个脸色铁青。 这是第一神矿,多年来采掘出大量天才地宝,却在一招间被人毁掉,雷击成尘,更是被击毙三位真神。 天人族的莫罗天神面无表情,看着这片废墟,强大的气息散发,如山一般压来,让人呼吸都要停止了,透不过气。 这不是重点,神矿没了还可以再开。 最为难以忍受的是,这是荒所为,他只是一个尊者,而你们一群人却拿他没有办法,任他纵天逃去,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 甚至连真神都阻止不了他,都是废物。 莫罗咆哮,他忍不住了,这几日来所发生的事对于天人族来说,是耻辱,就连他与另一名天神都被闹得灰头土脸。 我等知错。 一群人低头,不敢与他对视,身体速速发抖,在天神威压下很多人跪了下去。 知错有什么用,另一位天神喝道,你们能将失去的仙种寻回来吗? 那是无价的,他也许能造就出一位天人皇。 而最让两大天神无法忍受的是,出手者竟然是慌,是他们要震杀的一个后起之秀,居然这样大肆出手,自以妄为。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十号是在反击与报复,当日的是两人是亲历者,深刻明白所有的隐情与内幕。 他们将十号送进黑牢,让他成为阶下囚,以严苛而残忍的酷刑针对,让他身上出现很多口前后透亮的血洞。 自那一日开始,十号走脱后,注定不能善了。 现在报复开始了吗? 但两大天神并不后悔,天人族的决断是为了整个族群,若能得到昆蓬法,雷蒂树,可以让他们族人的实力暴涨。 这影响深远,若是给他们时间,经过一段岁月的积淀,天人族也许会中兴,再现皇族无上之威。 只是,出了个变数,来了一个叶青仙,竟与老天人达成协议,让十号离去,这不在他们的预料内。 就在刚才,我们得到密报,护道大人会亲自来,你们好自为之。 天神莫罗冷声说道。 什么,护道大人,众人发呆,族中的护道人那可是来头非常可怕的,若非太古年间出了六大天人,他便成为了该族敬拜的祭灵。 大人不是进入暮年了吗? 有人小声说道。 所有人都知道,护道人行将就暮,兽缘马上就干涸了,再也无法出来大战,这次怎么亲自出动了? 你们干的好事。 另一位天神赤道。 若非他们一诗缭绕着天地母气的无上至宝,护道人怎会被惊动,在此之际出关,要发挥最后的余热。 护道大人要以最后的命运占卜,算出荒在何方,都是你们干的好事。 莫罗怒斥道,发丝乱舞。 一瞬间而已,他所立身的虚空都扭曲了,出现一道道缝隙,纵横交叉,而那方天地都昏暗了下去。 扑通。 一群人皆跪下,包括真神等。 因为,他们知道,护道人这样做,那就是要用最后的生命之光推眼荒的确切位置,精准捕捉其诡计。 这意味着,那位护道者将离世了。 同时,人们也惊悚,护道人要这么做,一是看中那仙种,二是太在意那来自下界的年轻人了。 那个年轻人这么可怕,值得护道大人如此,有人心语,脸上的表情也带出来了,预感到了严重后果。 自古至今,不时有经验少年在各州崛起,但很多都夭折在成长中,更有大部分在后来泯然众人蚁,不会让一个皇族这么紧张。 而这一次显然不同,护道人竟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临死前发挥下余热,他看到了什么? 修为强大逆天的人,晚年虽然血气干枯,战力严重下降,但是往往会有通灵感应,看到一些莫名的东西。 想到这一问题,所有人都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这很不好,众人觉得护道人也许捕捉到了什么时光碎片,看到了不好的未来。 故此,他要这样做,不惜以最后的命运占卜,寻出荒,寻杀十号。 你们知道后果严重了吗? 莫罗怒斥,周围的黑色虚空大裂缝更加恐怖了,震动这片草原。 另一位天神大吼,你们唯一能补救的就是,在护道大人赶来前,给我将那个人找出来,寻杀他。 这片草原都冰冷了下来,所有人浸若寒蝉,他们知道,出了大事情。 发动所有力量,将与我族有关系的那些道统,人马都调动起来,这几日他们应该一直在搜索,看一看现在可有什么线索。 莫罗命令道。 是。 众人硬着头皮,大声应是,现在谁敢有异议,必死无疑,没有人敢出天神之怒。 灭荒令,响彻大草原,天人族出动,将这片区域与该族有交情的那些种族还有门派全都请动了,寻找十号。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不计代价,只要结果。 但是,天人族依旧没有公开荒急事下界十号的这重身份,还在保留,显而易见对其宝树等志在必得,希望独吞。 这片区域乱了,风起云涌,无数人马在行动,刀光剑影,金属战衣要出冷烈光泽,充斥着一股肃杀之气。 十号听到了风声,但是并未理会。 他曾站在山门,向下眺望,自语道,我的身份多半要曝光了吧。 难得的是,他心中很宁静,并没有距异,反倒更加的看清了自己的路,目光坚定,他要变强。 我若为敌,谁敢折辱,谁敢夺我宝树,谁敢求我未接下求。 十号轻轻一探,这就是浩大的上界三千周,弱肉强食,很残酷,有时候道理讲不通。 而当你有崛起时,各族竞服,诸强朝圣,又会是另一番景象。 天仙书院,天人族六节中有几人不能宁静。 除雀幽与云西外,其他人都是后来赶到的,因为这里出了仙种,可以误道,故此族中高层让他们也来了。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意外,这片草原大乱,而族中的神级高手等焦头烂额,顾不上其他了。 我真想将荒碎尸万段,竟敢如此折辱我族,当真该杀。 宇伦说道,一身白衣,满头紫发,风神如玉。 他是天人族当代最劫弟子之一,修为高绝,曾经敢与幽宇叫板,发生过激动。 他并没有得到天命时,但也在六节中排名依旧极其靠前,远胜被挤出六节的昆没。 可惜,我等不是他的对手,就是优于跟他一战,也不能说一定能赢啊。 另一人道,他排在最后一名,为六节之末。 他杀真神,肯定是有秘宝等,用了特别手段,真实战力不可能如此。 另一人推测出了真相。 事实上,外界所有人也都这么认为,因为一个尊者在逆天,仅凭自己的战力也不可能击杀真神。 不说其他了,那个小坡山门的所谓大师兄这样挑衅,你们觉得有必要让他活下去吗? 羽伦开口,目光冰冷。 他早已得到禀报,族人曾被击败,而所谓的第八节昆没更是被废掉了修为,他早就想去走上一遭了,废掉那人。 尤其是,刚才得到消息,那个所谓的大师兄曾来过天仙书院,放眼谁敢去挑战就灭谁,让他心中窝火。 天人族本就很被孕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人挑衅,让他心中杀一斗生,要立刻去解决掉。 不可大意,据闻他很强,不然何以能废掉昆没,我等不应贸然行事。 第六节说道,虽然他也很想动手。 怕什么,我看过昆没的伤,洞悉了那个人的实力,绝不会比我强。 就是退一步说,他真能与我立敌,可是我持有天神赐下的一件秘器,杀他太容易了。 羽伦说道。 还是不要妄动,我族出了这么多事,我等还是平静一些较好。 第六节说道。 就是因为如此,我才想出一口恶气,什么阿猫阿狗都欺负到了我族的头上,不能容忍。 我去请示优语师兄,看他什么意思。 第六节说道,另一人也点头,表示同意。 最后,他们不欢而散。 羽伦心高气傲,一直觉得,若非优语是初代,不一定会比自己强,而对方得到天命时也是如此,都未运起使然。 羽伦兄,你听到了吗,那个小破山门的家伙放言,竟等你等登山去挑战,统统灭掉。 看到羽伦出现,有人开口,这样打招呼。 羽伦正在散步,脸色更加的阴沉了,道,他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天人族挑衅,回头我去浏览风景时顺带将他灭掉。 书院中很多人都注视这个方向,知道他的身份后,皆议论纷纷,露出异色。 天人族出焦头烂额,被荒折辱,真是不知道能否擒下他。 咦,六节还没有去那道场吗,我以为会出手,快速将那个大师兄镇压呢,不曾想这么长时间了根本未去,难道怕了吗? 听到这样的议论,羽伦脸色更加难看,他很英俊,一身白衣,应该很潇洒,但是此时却杀意弥漫。 一则又一则消息,都那么的糟糕,实在让他心烦意乱,再加上他本就心高气傲,自然难以忍受。 因为,他是皇族子弟,号称六节之一,为一族的翘楚,若是无天命时,他很有可能会成为该族最强高手之一。 谁认识路,我去宰了那个人,一个小小的破落门户,一个自以妄为,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算得了什么,我一己就可以劈杀他。 羽伦冷声道。 这样的话语一出,自然引发轰动,很多人纷纷表示可以带路。 我的族人若是找我,告诉他们,替我温一壶酒,我去去就来,摘了那狂徒的头颅回来饮酒,顺便告诉昆墨,等着出一口恶气。 羽伦说道。 书院门口一下子宣废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闻言而动,诸多修饰用来,都在期待。 羽伦一声呼哨,一头洁白的焦兽踩着虚空,发出雷鸣之音,急速冲来。 这头焦兽拥有马的躯体,焦的头颅,浑身全是洁白的鳞片,闪动灿烂光辉,异常的神郡,更有一股可怕的气息散发,极其强大,远胜一般的年轻强者。 带路,我去宰了他。 他翻身上了座棋。 第771章小时发威 书院门口,许多学生腾空。 一大群人追在羽伦的后面,赶往那片破落的道场。 而消息传开后,书院中嘈杂,更多的人开始动身,一路追了下去,都想看一看天人族六节之一和等经验。 焦兽神郡,洁白无暇,银色鳞片西张尖,向外喷盛光,皎洁灿烂,如同月光般。 他载着羽伦,风驰电掣,一口气跑出去了三千里,周围群山倒退,沟壑远去,如同一道白光在前进。 不行,速度太快,跟不上了。 几名带路的人大口喘息,全部停了下来,他们已经够快了,但是却比不上焦兽,被超越了过去。 这种坐骑很少见,使精心培育出来的一种,拥有娇血,吼魄,马身,异常的强大,现在未尊者静,远剩很多所谓的精英。 羽伦勒住缰绳,回头望去。 好一头神兽。 后方一大群人追来,众人惊叹,都露出羡慕之色,这头坐骑太过非凡,比在场不少人都强大。 走吧,不要耽搁太久。 羽伦说道。 这片区域很原始,树木古老,而一些魔禽展开翅膀,如同乌云般压盖天空,还有一些猛兽如同小山似的,对天长豪。 但是,这对在场的人没有什么影响,都是书院的精英,很多人都实力强横,见惯了这些凶残的生灵。 到了,就是这里。 有人指向前方,山地开阔,大山巍峨,气象很不凡。 就是这里呀。 羽伦点头,看着这片山地,若是不知一番,倒也算是一方领土,只是而今太荒凉了。 青石台阶早已被草淹没,老藤还有古树遮住了道路,荆棘遍布。 不过,前方壮阔的大山还是丝丝缕缕光腾起,表明了这个地方的不凡。 枪。 羽伦抬手,掌心对着天空,一道赤胜的光芒绽放,在其手中出现一杆方天化剂,由胶骨打磨而成,洁白中带着淡金色,冲出莫名的气息。 一瞬间而已,他整个人的气势就不同了,浮光绽放,让周围的草木暴碎,形成无形场域。 如我天人族,今日当马踏此山。 他轻语,但是低沉的话语如炸雷般,让后方一群人都跟着一阵。 浩强的气息,异常惊人的波动,料想肯定惊动了山上那位大师兄,这是在腰战。 山门内,石浩在一块大青石上睁开了眼睛,迈步走出,向山下望去,目光平和,无喜无忧。 他而今不足十八岁,身体修长,黑发披肩,长相清秀,眼神炯炯,站在这里,没有一点杀气与破人的压力。 下方,所有人都看到了他,不少人惊呼。 就是他,至尊道场的大师兄,一个人而已,却无惧大战,至今还没有一败呢。 远处,更多的人赶来,连呼幸运,大战还没有开启,总算没有错过一场龙争虎斗,无比期待这一战。 各族生灵都有,不只是天仙书院的学生,还有来自邪阅古洞,神崖书院等地的翘楚,纷纷赶来凑热闹,与此观战。 我想,这会是势均力敌的大战吧。 天人族最杰弟子之一,羽伦微明远波,明气太大了。 至于那位大师兄,也很邪门,让人看不透。 是不是太高估那位大师兄了,天人族可是号称皇族,而羽伦更是当中的佼佼者,比昆墨强很多,他想胜出会很艰辛与吃力吗? 人越聚越多,山下人头攒动,密密麻麻,到处都是身影。 显然,这一战影响巨大,毕竟天人族曾经为皇族,羽伦代表该族出战,无论是哪一郊的弟子都不愿错过。 你就是那个狂徒。 羽伦单手擎方天画戟,摇指衫上,他一身银色战衣,金属光泽正亮,并绽放瑞霞。 不得不说,他真的很英俊,一头紫发披散,肤色白皙如玉,见眉倒数,心眸灿烂,称得上风神如玉。 白袍烈烈,他坐在一头散发圣光的洁白胶兽上,浑然一体,神圣而强大,宛若一尊白色战神临世。 这样的年轻强者,英姿摄人,手持方天画戟,威风凛凛,让书院中很多女生眼中都露出了异彩。 真是帅气啊,散发出的强大波动足以说明了他的超觉修为,不愧为皇族的罪结者之一。 慌,凝栋草原,震撼了这个区域,可是我怎么感觉,宇伦也很帅,是一个了不得英雄啊。 别发花吃好不好,他肯定梅荒强大。 很多人在地狱,特别是一些少女,被其英姿所夺。 然而,人们也注意到了山上的那个少年,他太平静了,站在那里,俯视下方,双目深邃,宛若超脱在上。 不是说,他臭名昭著吗,人很凶残,可怎么看起来这么的清秀绝伦,是一个翩翩美少年呢? 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十号,特别是那些女学生,都感到很吃惊,这就是近来被人议论纷纷的可恶大师兄。 我在与你说话,可曾听到。 雨伦断喝。 十号俯视下方,平静答道,想挑战我,就上来吧。 你也配挑战,我来此只是为斩你头颅,以让人温酒,取了你的首级,回头就去饮酒。 雨伦说道,声音如同惊雷般,在这片山地中回荡。 好气魄,有古代英雄之风。 一些人赞叹,这种自负,还有飞扬的神采,令他显得很神武。 那命来吧。 雨伦大喝,催动坐骑,手持方天画脊,画成一道白光向着山上冲去。 娇兽行走如风,力大无穷,可以轻易撕开大山,驮走谷月,紧离火岩浆,下酒幽阴土,如履平地。 轰隆。 踏过长空,娇兽足不沾地,踩得虚空隆隆作响,如同雷鸣般,他的速度太快了,很快就已冲到山门前。 杀。 雨伦大喝,银色战衣发光,做其咆哮,一人一骑,盛光滔天,他手持一杆方天画脊,如同一尊白袍战神将士。 这一刻,所有人都震动了,他散发的气息太强了,滚滚而出,令许多人心头激动,不由自主微颤。 这就是天人族最杰出的年轻强者之一吗? 无愧皇族威名,实在厉害无比。 雨伦的状态出奇的好,在这一刻精气神攀升到绝颠,发挥出最强状态,体外骨纹密布,璀璨如洁白神焰燃烧。 并且,他将最强神通与宝树等施展,将一身战力催到了极尽,这是要以积决生死,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这是他的自信,相信可以斩杀强敌,不会败北,故此他想赢得灿烂,胜得漂亮,要在一招内斩敌鱼做其前。 十号点头,这个人果然不俗,称得上年轻小楚,正常情况下,肯定要占上一番的。 只是,此人太自负了,竟想一招绝生死,斩落下他的头颅,所有神通还有战力融合,发出了最强一击。 既然如此,我成全你。 十号平静自语。 斩! 雨伦大喝,通体银白,人界教授之力,教授界人之威,化作一体,爆发出了惊人的恐怖波动,盛光滔天。 在雨伦大喝时,那杆大脊已经展落了下来,光耀天地,如同一轮神阳炸开。 枪的一声,在十号右手中出现一杆金色的绽毛,并且他身体发光,缭绕电弧,绚丽夺目,如同披上了一层金色甲皱。 他手持绽毛,双目深邃,一声大喝,也出击了。 无论是金色的甲皱,那是那杆绽毛,都是雷电凝聚而成,化作有形肢体,覆盖在他的身上,出现在他手里。 当! 一瞬间而已,金色绽毛挑飞方天画戟,并且扑得一声,刺透了雨伦的胸膛,前后透亮,鲜血冲起很高。 这个画面被定格了,天地寂静,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幕,不可思议,全都震惊。 雨伦和其强大,气势攀升到极点,人与座其合一,爆发无穷圣光,挥动出最强一击,可是却与此时戛然而止。 这像是一首战区,激昂无比,高亢惊天,振奋人心,可是演奏到最关键的一刻时,却是琴弦段,曲音诀。 太突然了,天地宁静,这幅画面静止了。 仅一击而已,山门前那个少年就刺穿了雨伦,击杀了皇族最劫强者之一,干净利落,风采无以伦比。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看着山上,盯着山门那里。 一个少年,迎风而立,一身金色甲皱发光,满头黑发披散,双目有神,单手持战矛,将雨伦钉在虚空中。 雨伦双目睁得很大,嘴里鲜血躺出,张了张嘴,想要说出什么。 他实在不甘,怎会如此,他是皇族最强传人之一,为何会败给一个破络小门派的传人? 难道是他? 此时,他出奇的清醒,在刚才对方无视他的古文,刺穿一切阻挡,一击绝杀。 这种手段,不是慌的吗? 据闻,他可以法力免疫片刻间。 他想张嘴,想说出什么,并且用残余的古文催动一件秘宝,临死反扑,欲改变结局。 然而,一切都晚了。 扑! 十号丹臂一阵,浑身爆发出金色光芒,冲上了消汗,金色战毛抖动间,让雨伦四分五裂,死在当场。 所有人都震撼了,这是何等的威势,一毛而已,击杀天人族最强传人之一。 这一刻,众人无步震动,心中惊颤莫名,这个少年太霸气了,金色甲皱绚烂刺目,神威凛凛,有种俯视八荒之英姿。 远方传来长笑声,一道身影快速接近,带着杀意。 这是,天人族六节中的另外一人,他是来持缘的。 有人认出他的身份。 显然,此人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跟了下来,怕雨伦出现意外,但还是晚了一步。 他杀气腾腾,急速而来。 吃! 就在这一刻,十号出手,浑身爆出炽烈的光芒,如同金色神艳燃烧,席卷高天,他猛地掷出手中那杆战毛。 这是以雷地宝树凝聚而成的矛,符纹强大,微能精视。 此外,这个时候他更是注入鲲鹏符纹,可以说这是两大宝树的结合,化作一杆金色战毛,破天而去。 扑! 一瞬间,像是一道天外神光飞出,四川一切,洞穿了天人族来人的躯体。 接着,战毛炸开,金光沸腾,震动天上地下,此人直接爆碎,被飞毛击杀于半空中。 所有人都呆住了,这是何等神威? 山门前,那个少年这样一击,竟又取走了天人族一位最强英杰的性命。 寂静片刻后,这个地方沸腾。 第772章 风云 山地中人头传动,隐隐绰绰,来了很多人,这个时候全都震战。 无数人在大声喊叫,表达激动之情。 这种嘈杂声,大吼声,响彻这片山脉,声音巨大无比,冲上了云霄,因为刚才的战斗太过震撼人心。 半空中,还有部分金色电弧不曾散尽,而地上鲜血点点,很红很艳,触目惊心。 不说击杀羽伦的场景,就是这最后一毛的威势,也深深刻进了众人的脑海,即便多年过去都难以磨灭。 一毛惊天,洞穿六节之一,强势阵杀他于半途中,血雨喷洒。 这是何等的惊人? 山上的少年不曾移动脚步,没有下山,更无血拼语厮杀,就这样结束了战斗。 神勇 一些人轻颤,很不想承认,但是却忍不住低吼了出来,至尊道场的传人超凡入胜,可怕到令人敬畏。 山地大乱,天仙书院的学生与其他大交的子弟全都不能平静,一片沸腾。 叮 声音清脆,若金石交击。 山上,一枚赤色骨块坠落。 这是羽伦四分五裂后留下的东西,他半齿长,红艳艳,骨纹内敛。 十号瞳孔收缩,这东西令人心计,他感觉很不妥,绝不是什么凡物。 天神福转 最后他认出,这是一件秘宝,绝对算是可怕杀器,若是发挥出威力,多半真神都威矣。 羽伦太自负了,手持方天画戟,纵天而行, 想要将十号劈杀在坐骑前,没有来得及动用这枚符传。 十号捡起,仔细凝视。 他先红如玉,巴掌大,符号重叠,非常的密集,被鸣客进入玉石般的翅鼓内,散发神秘气息。 羽伦非常不简单,深得一味天神喜爱,被赐下了这等杀伤力极大的符传,若是一般的人遇上,注定会隐恨。 十号倒也不怕,因为身上有守护符,他相信可以抵住,但多半会损耗自己那枚符的骨纹,比较麻烦。 你真是被孕,没有来得及祭出,皆因自负而招货。 十号自语,将这赤色符传收起。 就这样结束了。 很长时间后,许多人还不敢相信,这么强大的羽伦纵天而来,与座齐合一,圣光滔天,展现了惊艳世间的威势,可结果却被一毛挑杀。 山门前,那个少年身上的金色甲皱消失,恢复了柔和与平静,看起来俊秀而出尘,很难想象他曾发动惊天动地的一击。 他的这种风姿,令人印象太深刻了,动使璀璨如战神,疲逆群雄,镜石若处子,飘逸而灵动。 六劫一下子就死了两人,全都在刹那间被人击毙,这,捅破天了,将是一件轰动四方的大事件。 有人说道,脸上变色。 这一刻,所有人都惊醒,此战虽然落幕,但是影响与后果却才刚开始,正在发酵,即将演变成一场风暴。 天人族怎会甘心? 一下子就损失了两大传人,号称该族最杰出者。 谁都知道,这件事不能善了。 特别是,最近天人族诸事不顺,因为荒的出现,让他们灰头土脸,焦头烂额,在这种背景下,多半要狂暴了。 曾经的皇族,近日接连出事,我想他们一定会震慕。 天人族太倒霉了,被荒挑战也就罢了,这边又出了个大师兄,斩掉他们的杰出传人。 众人都露出异色,最近天人族实在不够幸运。 同时,也有人轻叛,终究是昔日的皇族,失去了当年的无上辉煌,难以威压天下了。 很快,消息传向远方。 什么,羽伦死了。 天仙书院,当人们得稀时,瞠目结舌,这才多长时间,那个白衣英才纵马而去,这么快,就陨落了。 不久前,他还有状语,让人温酒,等他回来,要去斩下那个小破山门的传人,可结果却将自己的人头留在了那里。 不可能。 天人族得到消息,一个个瞪大了眼睛,获得起身,怒视送信者。 不止羽伦,另一节也死了,被飞毛钉死,炸散于半空中,这样的消息传来,天仙书院轰动,各族大惊。 这是一场轩然大波,各叫来此切磋,论道的翘楚议论纷纷。 只有天人族发呆,不能接受。 快去告诉幽宇师兄,不要与凤武论人先一刻了。 有人大叫。 天仙书院一片嘈杂,各方都在了解详情,一阵大乱。 被薅草淹没的山门前,十号注视下方。 自语道,我似感觉到天人族高层在心疼,六节不全,疆伤。 所有人都心头狂跳,这个没落的山门,昔日人人喊打,可以说在上界臭名昭著,而今竟出了这样一个人。 人们预感到,此地将风起云涌。 除却天人族外,恐怕还会有其他大教派人来这里。 我觉得,他不像恶徒啊,看起来这么的清秀,灵动,怎么会有那样的坏名声? 有女学生小声议论。 是兽门派连累,其实他这个人没有大恶。 火舟草原深处 洁白的独角兽在饮水,一场大雨过后,天人族被毁掉的神矿形成了湖泊,有神料粉碎,融入当中,发出光芒。 一位真神看着远处的锐兽,想起了一件事,心头一动,向天神莫罗禀报。 大人,火舟草原上有一头天神级的独角兽,统御各种野马,坐骑兽等。 你想说什么? 莫罗冷漠地问道。 据闻,那位天神不仅生出了天马之体,还尝出一只通灵的狱角,可以感知很多莫名事物,大人若是将他请出来,也许能感应到一些线索。 莫罗闻言,不禁一正,点了点头,而后又问道,这片草原上还有什么人物,值得去拜访。 还有一头老狼,也是天神,率领无数草原狼,足迹遍布各地,若能请动,也许真的能寻到荒。 另一人答道。 只是天狼脾气古怪,性格残忍,暴躁,一般不会买账,而且行踪诡异。 好,我们两人去一一拜访,无论花费何等代价,都要找到那少年,不能容忍他多活一日。 莫罗含声道。 显然,就是两大天神都有点毛了,护道人要做出那样的选择,证明了一件事,他看到极其不好的未来,故此要以最后的生命时光占卜,解决掉时号。 一个少年而已,真的那么可怕吗? 让禁忌人物晚年都不得安生,生出了巨异,自然令莫罗等不安。 两大天神出动,先去独角圣山,又进狼窟,请动了两族。 草原狼,非常可怕的一股势力,因为数量太多了,从最低等的野狼到尊者境,到神火境,再到真神境等,全都有。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无人愿意招惹。 大人,独角兽通灵,而狼族也发现了一些线索,合在一起,也许真能找到荒。 仅过去半日,就有神火境的强者来报。 目标在哪里? 两大天神周围的虚空出现上百条黑色的大裂缝,它们神色严肃。 不在草原深处,需要向回撤。 狼族很可怕,数量太多了,曾发现过十号的踪迹,指出了大概的方向,虽然不太精准,但大体没错。 而经过独角兽的神角确定,应该无误。 天人族缓缓回撤,向后方而去,撒开了天罗帝网,要擒杀十号。 他们必须要赶在护道人来临前做到这一切,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事已至此,风云开始由火周向天仙周方向转移。 天仙书院,幽宇被惊动,他目光冷冽,盯着族人,很久都没有说话。 我们曾阻拦羽伦,但是他不听劝解。 有人说道,略带畏惧。 蠢货,耻辱,去了的话,若是杀了那个人也就罢了,结果大败,损我族威名。 幽宇声音冰冷。 早先,他曾告诫族人,而今是多事之秋,不要妄自行动,免得给族中高手添乱。 结果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不要责怪他们了,主要是那个所谓的大师兄太张狂,宇伦年轻气盛,怎能容忍他废我族高手,自要去讨个说法。 一味老者开口。 我原本想与荒一战,但现在却要前往一个破落的小山门。 幽宇说道,他有一头子发,身材修长强健,目若神灯,异议生辉,气宇轩昂。 他现在被逼不得不出手,不然天仁族还有什么颜面。 若是他们这一带连一个小破山门的弟子都压不下。 还配称什么皇族。 如今,耻辱已经形成,唯有靠他们这一带的人去扫平那山门,才能挽回颜面。 不然,若只能靠族中真神等出手,天仁族会更加显得不堪。 只是,幽宇出动,身边又怎会没有高手跟随,毕竟他与芸汐太过特别,融合了天命时,是该族的希望所在。 消息一出,天仙书院哗然。 天仁族第一年轻强者动了,要去至尊道场,一会大师兄。 不仅如此,天仁族其他几节也同行,共同上路,将前往那破败的山门。 这件事影响极大,幽宇是何等人物? 身为初代,而后又融合了天命时,此外体内还躺有黄血,攻盖同代。 大事件,幽宇要出手了,将去镇杀大师兄。 这像是一股风暴,席卷天仙书院。 事实上远非如此,一些学生火速透过传颂阵向自己的家族报信,这等年轻至尊要大开杀界,绝对值得观战。 特别是一些大族,有致于三千州天才大决战,争夺造化的人,肯定要了解这种绝代人物的底细。 一般情况下,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机会? 显然,会有初代赶来,会有其他年轻至尊出现,将要目睹这一战。 火州草原上的天仁族多半也会得到消息,不知道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有人轻语。 事实上,那边正在回撤,风云向天仙洲涌来。 第773章 快走,去晚了的话就来不及了,我可不想错过这场大战。 天仙书院,一些战船横空,还有一些坐骑咆哮,急速远去。 很多人上路,赶往至尊道场。 姐妹们快一点,如果那一战结束了,就太遗憾了。 几名少女自容出众,结伴而行,吸引了很多目光。 疯了吗,那不是角色榜上的几位佳人吗,连他们都不能淡定了,跟着去观战了。 人们吃惊。 此时此刻,天仙书院一阵大乱,消息传开后众人启动,冲向那片如今很荒凉的山脉。 事实上,不仅是他们,就是火州、昆州等地的道统得到消息后,也火速开启了传颂阵,急速冲来。 甚至,更远处的大教,也有初代在行动。 天仁族忧郁,天纵之姿,号称该族第一年清高手,早已被封为一代天骄,威震十数周,所向披靡,从未有一败。 而且,这还是他融合天命时前的战绩,如今究竟多么强大了,无人可知。 故此,所有人都在期待,莫不想通过他这次出手看出一些端倪,有至三千周争霸的初代,必须要了解他,这绝对是一座横在路上的大山。 优语实现完美进化了吗? 有人轻语。 肯定实现了部分进化,让他更强了,只是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间越久他会越可怕。 显然,这是大教的翘楚在分析,他们对天命时有一定的了解,对优语无比忌惮。 从天仙书院到至尊道场,这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修士,全都在快速赶路,有的遇空而行,有的驾驭战车,还有大船横过天穷。 若是不知道,还以为有天神,甚至叫主要大决战呢,吸引了八方修士观战。 事实上,这仅是两名尊者要开启战端,结果这么的声势浩大,吸引了无数的生灵跟来,要目睹这一战。 一路奔行,风驰电撤,很多修士大口喘气,终于赶到了这个地方,暗自庆幸还没有错过这场决战,还未开始。 到了这里后,所有人都有点傻眼,生灵真的太多了,人,棚,吼,树灵,羽族,灵族等,一眼望不到边。 各座山峰上,高坡处,但凡有利地形都被占据了,那些利于观战的地方都挤满了身影。 当然,人族是最多的,占了半数以上,因为基数最大。 竟有这么多人,怎么还有一些老头子,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咻,小声点,这是书院中的老家伙,那几个可是在真神境,一个弄不好,得罪他们,有你好受的。 很快,人们发现,来的强者越来越多,并且都很陌生,从未见到过。 那是焦徒族的,他们可是隔着两周之地,居然也来了一群强者,绝对是有人透过祭坛送信,他们火速踏进传送阵赶来。 不远处,有一些生灵,生有蚌壳,但肉身泪龙,散发恐怖气息,一个个都很强大,特别是其中一头,有些许真龙气机。 一个初代,焦徒族的年轻至尊来了。 人们惊叹,明白他是为了观察优语的底细。 轰。 就在这时,虚空裂开,一队人马冲出,各个气象非凡,带着神光,缭绕着古文。 猎天魔蝶。 有人到西冷冀,一眼认出了这种生灵。 它们不是很大,一两米长,身上布满了斑纹,熠熠生灰,令人畏惧,这种魔蝶凶名赫赫,完全是杀出来的威势。 纯血魔蝶成长到后期,双翅一阵,号称可烈万里青天,异常强大。 十几头魔蝶中,有一头很特殊,不仅身体璀璨,缭绕圣光,而且头上还生有一只可怕的鸡脚,此外尾部还有几根凤铃。 众人发呆,这还是猎天魔蝶吗? 变异的魔蝶,血统高贵,号称最强一列的初代,居然见到这种形态的猎天魔蝶。 人们惊叹。 这一组很强势,得到消息后,开启定点传送巨型大阵,直接就到了目的地。 这让人咋舌,大战还未真正开始,就已经来了一些非常了不得的生灵,要观摩这一战局。 这个地方野草丛生,古木狼林。 但是,这种荒凉也掩不住前方大山的巍峨,一缕又一缕锐气鸟鸟那那,从大月,崖壁,乱石堆肩腾起。 那山体上很寂静,破烂的牌楼倾塌,只还剩下半截,证明这里曾有人烟,有过一个道统。 天人族的强者早就来了,站在一起,望着前方的大山,盯着山门那里,一个个脸色不是多么好看。 优雨呢,哪一个是他,早就听说他公盖同代,到底什么样子? 很多人好奇,向着那里望去,不过却没有见到人,不能认出究竟哪一个是他。 咦,优雨何在,好像不在人群中。 有人狐疑。 那个女子是谁,为何这么的美丽,太惊艳了。 不少人惊呼,一眼看到了天人族中的芸汐。 她是如此的引人瞩目,由于异常出众,想不让人关注都不行,身段高挑,子发柔顺光亮,如同绸缎子般,劈散到腰部。 她的肌肤吹弹欲破,血白细腻,秋水为眸,睫毛很长,英唇红艳,有一种过人的风采,虽然没有笑容,但是却动人心惊。 这是天人族的绝色女子,名为芸汐,据传来自下界,而今融合了天命时,成为该族最璀璨的明珠。 有人了解内情,轻声说道。 众人闻言都是一探,天人族的明珠,融合了天命时,那外人就不要多想了,肯定是不允许他外嫁的。 特别是,有优于这样强大的年轻至尊,该族若是为了强大的血统考虑,多半会撮合这两人。 哦! 天狼笑乐,地平线出现一道金色的旋风,让古墓折断,巨石飞起,景象恐怖之极。 那里狂风大作,摧毁了山地,带着恐怖的气息,最后一道金色的身影出现,这是一个满头金色的青年,英式狼固,气势惊人。 火舟草原的金狼,一个初代。 有人凛然。 轰。 另一个方向,紫气东来,一个女子冷艳无比,背着一口神剑,从虚空中迈步而出,她是通过破玉符赶到此地的。 这让人吃惊,破玉符介于破空符与破戒符之间,非常珍贵,能够跨周远行。 这是什么人,为了来此观战,竟浪费了这样一枚珍贵的宝符。 她是剑弓的圣女,号称一剑精仙,杀遍十周无对手。 来的人太多了,自认有人见识广博,认出了这个女子,让不少人闻言而惊呼。 随后,一个赤发青年出现,看起来不过二十几岁,背负一对血赤,浑身绽放赤霞,带着恐怖的血煞气息。 嘶。 此人让人望而生畏,仿佛来自地狱般,令周围的人含毛倒数,生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是血海的少主,相距天仙书院最起码有上百周,他怎么来了? 一位老者低语。 火周多神料,也有蛊火,他多半是来自历练,恰好赶上了这场对决。 另一位老者说道。 而后,他们盯住身边的人,让他们记住,这些都是奇才,未来的三千周大战中注定会大放异彩。 赶来摸幽与底细的人,将他是做对手,自身自然也足够的强大。 金狼,焦徒,猎天魔蝶,剑弓圣女,血海少主,这样的天纵强者,不是初代,就是一族年轻至尊,强大无匹,分别站在一方,格外引人瞩目,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到与众不同。 此外,还有神崖书院的穆紫霄,左小笛,天仙书院的凤舞,青衣等,小楚汇聚,天才分成。 什么,忧雨在那里? 也不知道何时,人们才吃惊的发现,山门那里不对劲,有可怕气息弥漫,有强大波动散发。 直到这时,人们才注意到,薅草间有一道背影,不知何时出现,立身在废墟上。 正是忧雨,身材挺拔,紫发披散,背对众人,面向小破山门内,给人巍峨而高不可攀的感觉,强大破人。 出来一站。 忧雨说道,声音带着雌性,有点冷,更有一种可怕的穿透力。 轰隆。 道场中,有巨石炸开,有瓦力冲起,形成可怕的场域,射人之急。 众人吃惊,这忧雨居然如此郑重,没有一点的大意,他要全力以赴吗? 大战没落到土的传人。 虽然知道大师兄很厉害,甚至可以说很邪乎,但是人们还是坚信,忧雨会更强。 只是,眼下的情景,令所有人都严肃了起来,看着那里,这,难道还会是一场龙争虎斗? 别告诉我,大师兄邪门道连忧雨都要血拼,居全力出手,这,有点离谱啊。 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他怎么如此之强? 也有人吃笑,不以为意,道,你们懂什么,这是忧雨的一贯表现,狮子薄兔易用全力,他从不会轻敌与大义。 许多人闻言后,不禁是然,忧雨的确有座狮子的底蕴,相对来说,人们更愿意认为大师兄是弱者。 清晰的脚步声传来,一个俊秀的少年出现,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大师兄,不禁愕然,太年轻了。 相对一些初代来说,这个还不足十八岁的年轻人,有些稚嫩,眼神太纯净了,如同水晶般清澈。 只是,没有人敢小觑他,一毛挑杀天人族羽伦,无论如何都应该和恐怖对接起来。 这边?十号开口,一步迈出,瞬息远去,落在和远方的山头上,不愿大战时毁掉至尊道场。 轰! 忧雨跟了过去,并且出手了,他不愿浪费一点时间,掌心发光,坠落下五道神侠,每一道都化作一条山岭。 这一刻,虚空都被禁锢了,唯有五道山岭从天穷落下,散发不同的神侠,璀璨夺目。 这是五山印,出自西方教的大神通,人们心惊肉跳,没有想到他也会。 这种神通,须懂得土形傲义,还需对空间规则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演化出可震杀神指的五色大山。 别说一个人,就是来数万修士,五座大山压落,都能全部震杀成飞灰。 咚! 一声沉闷的响声发出,那里神光冲销,五座大山炸开,至尊道场的少年毅力,只有一只拳头扬起,对着高空。 好恐怖! 这是每一个人的心语。 都知道他强,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厉害与霸道,别人破解五山印,须以古文等密法针对。 而他窥然不动,任武座神山压落,结果一拳轰爆,简单,直接,霸气。 嗷吼! 万寿嘶吼,生动天地,许多修士被惊的灵魂发颤,那是一种莫大的威压,难以抗拒。 忧羽出手,他在挥拳,结果天上地下都是光芒,都是兽影,遮天蔽日,气息强大到让人难以想象。 万寿拳 连一些老者都动容了,忧羽懂得的密法很超凡,这是兽海的绝学,号称无敌全谱。 这一刻,天地间万寿咆哮,当中不仅有皮羞,白虎,牙子等,还有真龙,麒麟等可怕之极的生灵。 天上地下,到处都是凶兽,全都咆哮着,发出神威,扑杀向前。 万寿奔动,自然是天崩地裂般,震动这片战场,影响到了所有人的心神。 然而,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十号依旧是站在那里,无惧万寿冲击,硬汉无敌全谱上的神通。 忧羽目中神盲暴射,他眯缝起眼睛,这些远距离攻击,原本是他是为荒准备的,因为知道他出使法力免疫。 他现在不过是拿大师兄练手,不曾想到,居然也没有奈何到此人。 一番狂霸攻击后,前方被符文淹没了。 随后,忧羽如同一头魔神般,冲了过去,他轻易间撕开了一座大岳,将两半大山扔出,抓向腾空躲避出去的十号。 众人倒吸冷气,这是何等的神威? 撕开一座大岳,就像是扯开稻草人般容易,太具有震撼力了。 轰! 天崩地裂般,整片虚空剧烈颤抖,两人对了一记泉印,迸发出惊世之光。 却! 这才开始,就有人躺屑了。 人们吃惊,非常激烈的搏杀,直接就愤出生死了吗? 第774章 幽语对决大师兄 天地摇动,古文闪耀。 血液溅起,非常的红艳,并伴着赤霞,非常灿烂。 神血,拥有异象。 就是一些老辈高手也都神色严肃,瞳孔中射出一缕缕精芒。 洒落的血发出赤裂的红霞,近乎在燃烧,散发恐怖波动,每一滴都要比红宝石还璀璨与绚丽。 东! 长指再次交击,如同问雷般。 两大年轻高手错身而过,符文交织,神光冲天,他们各自远去,而后收拳,站在不同的山巅上。 至尊道场出了个人物啊,居然应接幽语一掌而不死,只是长指出血而已。 有人轻叹。 人们看到,那个清秀的少年一只手仙红,带着血珠,他正在低头,盯着自己的手掌。 能做到这一步就不错了,挡住了忧郁的一击,这等人物也算惊艳了,遍群各州,又能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皇族的初代,融合了天命时,战力无法揣夺,而现在一个没落的山门的弟子居然抵住了他,自身未死。 另一座山巅上,忧郁毅力,紫发浓密,随风飘舞,双目若神灯般释放可怕光芒,璀璨而射人,有一种无敌的气概。 忧郁无敌,水与争锋,天人族的年轻人全都振奋,忧郁一击杀伤破落山门的少年,让他们皆振奋。 最近,天人族有太多的负面消息,仙真被夺,荒大开杀戒,接着羽伦又被这个小门派的弟子斩掉,糟糕透顶。 现在忧郁出击,纵横无敌,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风采,令天人族年轻一代热血澎湃。 忧郁这孩子的确超凡入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一大劫,区区一个没落山门的弟子又怎能与我族的年轻至尊相比。 一位神火镜的老者说道,目光中满是赞许,他很欣慰,天人族后继有人,未来注定会再现辉煌。 这是应该的,我族的初代体内藏有古老的黄血,骨子里有无敌的印记,如果连一个小山门的弟子都不能轻易压制,如何傲视上界三千周? 另一位神火镜的老者傲然说道。 一群年轻的天人更加激动,为自己的族群而自豪。 可以预见,优宇将统帅他们走向中兴之路,注定要崛起,气吞伤和,史上留名。 天人族有真神道了,只是他们神色严肃,并未如弟子那般露出喜色,反而目射冷芒,恨不得立刻亲自出手。 优宇这么强,看样子要战败至尊道场的传人,会很容易,用不了太久。 优宇一拳而已,就已经让那少年受伤了。 在各族生灵议论之际,金狼,猎天魔蝶,血海的主人,凤武,焦土等全都露出异色,目射精芒,盯着场中。 闭嘴,你们懂什么,根本不是那样,却是忧郁的。 金狼喝道,他化成一个青年,满头金色发丝如同太阳般,发出刺目的光,而瞳孔则如刀子般破人。 众人先是一颤,被其发出的可怕威势所射,而后又大惊,他是什么意思,却不是至尊道场的弟子所留。 所有人都一呆,表情僵住了。 原本很多人都在议论,惊诧于优宇的强大,认为他一拳伤敌,可结果却听到这样的说法,太突兀了。 优宇的血。 不少人用力吞了一口唾沫,觉得不可思议,满脸震惊之色,看向场中。 优宇身体挺拔,站在山峰上,如同一位魔神般,强大的精神威压让人要窒息,他双目深邃,好袖宽大,看不到双手的情况。 另一边,至尊道场的少年虽然手掌鲜红,有血落下,但是似乎,真的没有什么伤口。 人们哗然,第一击而已,优宇就吃了个小亏,而并非那个小破山门的弟子负伤。 这让人难以置信。 这不会是真的。 天人族的一群年轻人脸色发白,用力握拳,盯着前方。 居然是这样的结果,与他们方才的欢呼向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让他们既吃惊,又有些害怕,担心优宇落败。 该族神火镜的老者也愕然,连他们刚才都没有看出端倪,主要是太相信优宇的强大了,没有料到那少年的肉身可怕的邪乎。 远处,观战的人喧哗,声音嘈杂无比。 闻。 天人族的真神目光闪烁,有些示然,长出了一口气。 此外,各交的一些杰出人物则睁大了眸子,露出金融。 而金狼,剑弓的圣女,凤舞,木子霄,猎天魔蝶等,则露出凝重之色,盯着战场中的变化。 十号的右手通红,发出赤红的火光,并且一路向上,蔓延向整条手臂,鼓纹缠绕,发出阵阵轰鸣声。 血泥手。 神崖书院的翘楚木子霄沉声道,神色非常的凝重,那三个字仿佛有种魔性。 其他人闻言,全都变色。 就是一些老者也都一颤,眉毛倒数,睁开神目,仔细看十号的那条手臂,而后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寒气。 各教修士都发寒,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血泥手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拳印,一旦练成,打在铜阶者身上,可当场让人血肉枯竭,燃尽精气,化成血泥。 这种秘术很毒辣,号称一种禁忌手段。 在过去,曾有不少天神死在这种权印下,甚至还有一些教主也因此而隐恨,号称斩杀大人物的魔手。 这种法门极其难以炼成,并非某一交的不传之密,若是有心,肯付出代价,能够得到完整的经文。 只是他太难修了,一个弄不好就会耗尽自己的血精,让自身亏损,没有几个人能炼成。 人们没有想到,幽宇掌握了这种秘法,以自己的血为引,斩动血泥手。 显然,至尊道场的传人遇到了大麻烦。 十号的整条手臂都灼痛,有一种要化掉的趋势,这种感觉很不好,有些麻烦,血泥手是上界最毒辣的几种权印之一。 开! 他一声大喝,吐气如雷,虚空中生电,整条手臂喷勃锐霞,他动用自己强大的宝树抹除血色符纹。 只是这种秘术很特别,如复古之居,年上后难以禁除,要跟血肉融合为一体了。 这就是血泥手的可怕之处,化肉身为泥,这个过程难以阻止。 砰! 十号不再紧紧放手,而是以弓带手,整条手臂内血肉滤动,血液汹涌,化成一柄神剑,发出赤圣剑气。 吃! 他的毛孔发光,喷出一片血雾。 而后,古纹暗淡,如同燃烧的手臂恢复了正常,没有了波动。 至尊道场的大师兄好厉害,居然可以破解血泥手。 别说是年轻人,就是一些老者也都睁大了眸子,非常震惊。 在过去,为何有很多天神,教主死在这一拳印下,那是因为他过诡异与毒辣,击中铜街,很难被瓦解。 轰! 那片山地中,发出刺目的光,因为两位年轻强者再次出手,冲向一起,如同两座大跃碰撞,声势浩大。 两人快交手,化成了两道萌萌的影子,周围更有成片的神光腾起,他们的速度太快了,转瞬间就搏杀了上百回合。 这让人震撼,原以为数十招解决战斗,不曾想至尊道场的大师兄超乎想象的强,竟然与优宇势均力敌。 这个结果一出,推翻了很多人在开战前的猜想。 双雄争霸,风云变,这注定会成为一场难以预测的大战。 忧郁很强势,自一开始就主动攻伐,杀招不绝,一惠尔如同朱焰藤月,一惠尔若大鹏斩翅,扑杀向前。 砰! 他左右双手分别捏法印,震动虚空,一手如虎,一手如龙,伴着巨大的咆哮声,一虎一龙显化,扑了出去,龙虎争霸,宝印惊人,轰杀十号。 吃! 十号双拳发出璀璨的光辉,震得长空扭曲,神力惊世,硬汉龙虎。 两人间发出刺目的光,如同闪电般,这是碰撞所致,神力冲击,光束滔天。 若是有人被波及,一定在刹那间暴碎,蒸腾为血雾。 十号挡住对方,而后整个人迸发锐彩,透出一股惊人的波动,他的一条腿如同龙蛇摆尾,抽了出去,非常有力。 这是金蛇腿,自圆天秘境中得到的宝树,名字很一般,但是威力惊人,如同龙蛇化成的鞭子,抽得虚空发颤。 幽宇非常了得,抬手间,将一座山岳拒进而来,向十号砸去。 咔嚓! 十号的金蛇腿,留下一道金色的边影,抽在了山体上,让它炸开,巨石崩云,沉沙飞扬。 而这一腿方向不变,锁定幽宇,继续抽了过去,竟有龙蛇共鸣。 砰! 幽宇双臂格挡,被震气血翻涌,满头紫发乱雾,双目发光,瞳孔中飞出出两根绽毛,璀璨而刺目。 当! 十号张口就是一片闪电,将它们击飞,化作古文,消散于虚空中。 与此同时,十号右掌拍下,笼罩着一个光团,最后化成一个巨大的雷霆之球,足有山头那么大,砸向幽宇。 这是雷帝宝树的应用,化成了闪电掌,瞬息爆发。 吼! 幽宇大吼,净震荡出天音,嘴里的符纹如连衣般,向外扩散,而后演化为海啸般的符纹浪涛。 类似于狮子吼神通,这是天人笑,狂暴无比,让虚空震荡,令下方的几座大山寸寸炸开,景象恐怖。 十号用手一画,成片的古纹浮现,隔绝天音,并且他的双手中出现一杆金色的绽毛,为雷电所画,直接撕了出去,直指幽宇的眉心。 轰! 天地暴动,幽宇双手合印,夹住毛风前段,迸发出无量光,宝箱庄严。 许多人震战,这是天之印,双手相合,号称可以截断世间一切有形物质,为天人族禁忌绝学之一。 果然,毛风炸开,化成惊天雷电,淹没了此地,电弧冲向四面八方,骇人之极,如同金色汪洋席卷高天。 不过,有不少人眼间,看到幽宇的手指尖有一滴血落下,那里有伤口。 是了,他在根治尊道场的传人第一次碰撞时,就伤了手掌,躺出了血,故此直接施展出血泥手。 人们动容,真正意识到,幽宇是因手指出现在伤口,才因事而斩动可怕的血泥手。 至尊道场的传人,其肉身多么恐怖。 竟在第一击时就让幽宇出现了轻伤,可怕的邪乎,有点不可思议。 一个没落的山门,无声无息培养出这样一个年轻至尊。 此前声名不显,不被人知,这有点怪异。 许多人盯着十号,一些人更是露出异色。 天之印再次相合,幽宇冷漠无情,两只手弱两片天地碰撞,合在一起,震散十号祭出的一片符文,让天宇都聚颤。 轰。 十号身体发光,古文秘笈,上苍结光出现,如同蔑视般,淹没前方,这是他昔日的那块至尊骨形成的宝树。 这个地方沸腾。 第七百七十五章 老子世荒 古文秘笈,结光成片,若一挂又一挂星河从高天垂落,将幽宇那里淹没,这宛若是上苍的严厉择罚。 天之印 幽宇大喝,他预感不妙,再次祭出天人族的禁忌宝树,双手合在一起,震出无尽符文,以他为中心炸开,如海啸般向外汹涌。 砰。 这个地方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了,全被古文所笼罩。 下方,一些大山竟然如冰雪融化般,迅速的瓦解,而后消失,在两大宝树下化成飞灰。 观战众人挤背冰凉,不由自主倒退,很多人战战兢兢,这是何等的天威? 同为尊者,有几人可以接下。 轰。 这个地方颤抖,虚空模糊,严重变形,像是要爆碎般。 当光幕散开,幽语披散着头发,目光冰冷,盯着前方,他的一只手在躺穴,依旧是早先出现伤痕的那只手。 经过这一次的大碰撞,那伤口再次开裂,无法愈合,红艳艳的光芒发出,血液有一种妖艺的魔力。 十号瓶颈,身上无任何不适,只是心中很遗憾,这是他第一块鼓上记载的宝树,而今还是不全,未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 若是不全,他名为上苍之手。 在天人族借助仙玲珑悟道时,虽然令这一宝树的印记血肉中浮现,但到现有些古文还很模糊,并未被他尽数悟出,还需要时间。 可惜,只差一点,不然刚才多半就将优宇的身体激烈了。 十号承认,早先小觑此人了,不愧为天人族的初代,融合天命时候绝对成为了一个可怕的敌手。 事实上,幽宇心中更惊,一个没落的小山门,怎么出了这样一个传人? 远方,天人族难以平静,天之印号称至强天术,而最近幽宇实现了一次完美进化,修为提升了一大截,这样叠加,绝对可以俯视一般的初代。 可是眼下对付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居然这么吃力,右手有血在躺,伤口难以愈合,这实在过于惊人。 四野静悄悄,这样的结果超出了各较修士的预料,没落的小山门的传人强大的离谱,连皇族的第一年清至尊都很难镇压他。 够了,到此结束吧。 优宇说道,气势陡声,爆发出惊人的神力波动,让下方大地崩开,让远处的山峰军裂,让天穷扭曲。 他的气息前所未有的强大,一瞬间,如同一头史前巨兽出闸,如真龙苏醒,要祸乱人世间。 所有人都心计,灵魂跟着颤力。 但是,一刹那而已,这种恐怖的气息消失了,来得快去的也快。 与此同时,优宇也从这片天的消失,身影模糊,彻底不见。 这是怎么了? 众人发呆,在此寻找。 优宇身为初代,这是他的宝树,如今体现了出来。 有人道出了究竟。 各教修士一阵,这种宝树很特别,居然从天地中消失了,强大如一些神职也根本发现不了他的踪迹。 而且,这只是其宝树的一角而已,必然还有雷霆之威。 很多人发毛,这样的神通防不胜防,优宇若是借此袭杀,谁能挡住得住。 不过,也有一些人兴奋。 比如金狼,猎天魔蝶,焦图,血海少主等,终于要见到天人族初代的天赐神术了。 这等年轻巧楚来此就是为了摸底细,探虚实,而今见到了优宇的宝树。 除了他们外,天人族也都振奋与激动,终于要见到族中的青年至尊发威了,此战多半将因此而落幕。 一些人虽然没有见过,但是却知道优宇的宝树多么的恐怖,那是最适合他自己的无敌术。 芸汐紫衣飘动,容颜绝美,身段傲人,此时他面色平静,静静观望战场。 另外一边,月蝉清丽出世,神色甜淡,祥和而宁静,无任何的担忧。 十号不动如山,站在虚空中,俯视着山川,道,幽宇,这就是你的手段吗? 躲在黑暗中。 我在天穷俯视着你,这一切该落幕了。 幽宇的话传来,不知真正在何方。 轰。 突然,虚空中爆出惊人的波动,十号觉得双目刺痛,竟有莫名符纹作用在他的身上。 天之决断,剥夺光明。 忧郁的声音传来,冷漠无情,像是泯灭了一切的情绪,高高在上,进行一种可怕的裁决。 十号双目刺痛,眼前光明消退,有无边黑暗涌来,他轰出一拳,打向声援处,但是却击空了。 轰。 相反,一记猛烈的法印打来,凶猛而霸气,轰向的后脑,可怕无比,鼓闻成海。 十号虽然双目所见皆是黑暗,其他什么也看不到。 但是却不可能被这样轻易击中,迅速避开。 天之决断,剥夺诸事音。 忧郁冷酷的声音再次传来,一种莫名法则出现,笼罩这片天地。 十号发现,所有声音都消失了,这个世界寂静无声,死一般的哭记,他双耳失聪。 你可有一言。 在这黑暗且冷静的世界中,十号只能听到忧郁的话语,其他声音,警务都不能捕捉到。 这种宝树很诡异,居然可剥夺人的五感等。 天之决断,剥夺肉身。 忧郁的声音再次传来,这是杀士,真正的杀鸡来了,笼罩而下,鼓闻密集。 轰。 十号虽然看不到,听不到,但是心中却有一种危机感,体表符纹绽放,他双手捏印,时刻准备迎击。 咚。 像是一柄神锤砸来,作用在十号的每一寸机体上,那种符纹无处不在,全面攻击其肉身,要碾磨成血泥。 十号矩阵,即便他的护体骨纹腾起,并且双手捏全印,向外轰击,但还是没有全部防御住。 对方的这种宝树很特别,无孔不入,全面作用在一个人的肉身上,要磨灭他。 这与以往不同。 十号仿佛感觉到,虚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磨盘,在这里转动,碾磨他的肉体,恐怖之极。 事实上,这片天地中的确有这样一个磨盘,是以古文演化而成,剥夺十号的肉身,展示了这一宝树的恐怖。 杀。 十号大喝,上苍结光再出,连绵成片,无差别攻击四方。 这本就是一种作用范围极广的禁忌大神通。 你的挣扎是徒劳的,这是天地的裁决,剥夺光明与生纹,磨灭你的肉身,就此朽灭。 幽语冷冷地说道。 他不知在何处,像是超然物外的神指,俯视着在人间轮回的悲苦凡人。 轰。 上苍结光爆发,正开了磨盘,让古文暗淡了不少,再也难以真正毁掉十号的肉身。 天之决断,剥夺元神。 优语喝道,这一次他严肃而冷冽,动用了更为恐怖的手段,将其宝树推向极致。 瘟的一声,十号眉心惧痛,元神竟要被拉扯出来,从额骨内脱困,将要与肉身分离。 这是非常的严重的事,一旦两者分开,他必然威仪,首先无意识的肉身肯定被对方彻底的毁掉,而失掉体壳,元神等若成为无根之瓶。 这是什么诡异的神通? 十号对抗,他到现在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对方像是无形的,宝树源自四方,作用在其全身上下,难以躲避。 而他想攻击对方,却寻不到目标,这导致他非常被动。 扑。 十号咳了一口血,因为剥夺光明,剥夺朱世音,剥夺肉身还在继续,再加上现在的剥夺元神,让他疲于应付。 十号的肉身被磨盘压住,猛力的碾磨,并且元神被一道神炼产果,被拉走,要进行裁决,将被展开。 为什么我伤不到他? 十号自问,他负伤,嘴角躺穴,但还不至于伤了根本。 一道无形光幕撑开,他的唯一洞天隐约呈现。 但是,第一洞天并未彻底开启,因为受到了一股压力,须击穿那种虚空压力才能真正呈现。 这一瞬间,他心头划过一道亮光,彻底明白了,所谓剥夺光明,朱世音,肉身,元神等,都是幌子,误导了他。 对方真正的宝树,与空间有关。 瞬息明雾,十号知道自己陷入了一个虚空牢笼中,刚才对方所有的攻击等都是表象,真正的宝树是虚空道。 这果然很非凡,若是不能醒悟,注定要莫名死去,太具有欺骗性了,强大的初代也无法察觉。 明白了怎么回事,十号一番私存,他知道想要破法,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以最强大的神通击穿牢笼。 轰 十号捏拳印,展现了自己的无缺的宝树,轮回。 此时,这种力量不仅是体现在时间上,还有刚猛的神力,以时光之力凝聚成拳,他的拳头爆发万丈光芒,轰向天穷。 扑 忧郁可写,他露出吃惊的神色,对方居然感知到了他宝树的秘密,激烈了牢笼,撼动了他的核心宝树。 虚空俱阵,让他跟着受损,身体摇动,嘴里躺落的血染红衣巾。 虚空到背识破,出现裂痕,空间牢笼不稳,十号一下子恢复了光明,耳中听到了声音,元神稳固,肉身发光,全部合一。 你竟然能看透? 忧郁擦去嘴角的血,强健的机体发光,爆发出恐怖气息,微能疾咒提升。 这是我开启的虚空牢笼,只要我愿意,可以困你一事,在这里我就是法,你已经进来就别想出去了。 忧郁寒声道。 众多修士早已不见踪影,这里与外界隔绝。 忧郁腾空而起,在天穷上俯视着十号,道,在虚空到影响下,我就是主宰,而你是只是阶下囚,这是属于我的世界。 十号平静,道,既然你这样认为,我就在这片世界中击败你。 他没有急着撕开这片空间,而是准备一战。 虚空束缚,剥夺感知。 忧郁大赫,再次施展强大而诡异的天赋宝术,要禁锢十号。 只是,这一次十号有了准备,自身无惧,他开启唯一洞天,缓慢撑开,虽然顶着巨大的压力,但成功了。 至此,那些诡异与古怪不能临身。 嗯,忧郁大吃一惊,在他的虚空道下,居然还有人可以展现出领域,令他心头狂跳。 是你。 他一下子惊醒了,早先就有怀疑了,现在更加确定,因为已经了解到,荒有这种手段。 没错,老子是荒,我们见过。 十号说道。 忧郁文言,他忍不住长笑,爆发所有潜能,并且有一股怒焰,震怒。 我正在寻你。 他大吼。 荒,最近几日毁天人族神矿,杀该族强者,让他们焦头烂额,令各族看笑话,最重要的是荒夺走了仙真,不能放过。 并且,十号居然还化身为一个小破落山门的弟子,大杀天人族最杰出弟子,让天人族威名严重受损,快成为笑谈了。 斩了你。 忧郁大喝,无论如何,这一战绝对要进行到底,无法避免。 既然知道我是谁了,那就陪你战上一场。 十号发光,鲲鹏法浮现,他很久没有全面动用这种宝术了,一直在压制着使用,避免暴露,现在则放开了。 杀。 两人同时大喝。 这一战很惊人,虚空牢笼颤抖,两人杀到狂暴,占到真血沸腾。 吼。 忧郁长笑,劈头散发,不仅动用自身的虚空道,还施展出天人族最高宝术,天之印。 两人激烈搏杀,早已过去了四五百招。 十号越战越勇,最后发狂,以唯一动天护体,将鲲鹏法演绎到极尽,站得酣畅淋漓,浑身舒畅。 好久没有这样放手一搏了,鲲鹏法沉寂太久,你天人族不是想要吗,我给你看。 十号喝道。 至此,他开始发威,不再有任何的迟滞,身与古文结合,与精神合一,战力一下子又提升了一截。 瞬息而已,忧郁感觉压力倍增。 鲲鹏破万法。 十号大吼,浑身璀璨,在其体外净形成绚烂的金色羽毛,并带着黑色斑纹,散发出让人心计的力量。 这当然不是真实的语意,只是古文化形而成。 杀。 他一声大喝,所有神语发光,释放不朽的气息。 而后全面暴射,所谓的破万法竟是如此,让幽语发毛。 这是昆蓬真语,成千上万,化成天剑,洞穿天地,急速冲来,将前方那里淹没。 虚空道。 幽语大喝,想要以空间法则干扰,将之束缚住。 并且,他双手相合,施展天之印,进行阻挡,崩断了一些真语,散发致强力量。 可是,这是十号演化宝树到极致的体现,手段通天,凝结着他的可怕战力,称之为巅峰一击也差不多了。 虚空道不能束缚,天之印也难全部击断。 扑。 昆蓬真语破空,洞穿天地,密密麻麻而来,最后有很多只没入幽语的躯体,将他射穿,鲜血窜起很高。 啊! 幽语一声大叫,身体颤抖,这座牢笼不稳固,直接被昆蓬残鱼拨动撕裂,两人共同出现在外界。 所有人都阵战,刚才两人消失了,结果现在再现,幽语浑身是血,这,太突兀了。 发生了什么? 天人族第一年清至尊身上怎么插满了金色神语? 众人震撼,全都呆住了。 十号迈步走出虚空牢笼,有一种无敌的风采,辟逆幽语,道,凭你也想挑战我。 第776章 天命神话 风云凸起,幽语要败了吗? 很多人睁大了眸子,战局发展到这一步,出乎众人预料,变化实在太快了。 无论是年轻一代,还是老辈人物都震惊,十数周没有对手的幽语,居然吃了这样的暴亏,似乎威矣。 咳,扑。 幽语亮腔后退,再次咳出一口血,修长而强健的身体上插满了金色的羽毛,血淋淋,这个景象非常惊人。 他和其神勇,自出道以来所向披靡,一路高歌猛进,从未有人在他手上走过数十招,强大到让年轻一代绝望。 可是而今他却被伤得这样重。 金狼,剑弓的圣女,猎天魔蝶,血海少主,焦徒等几位初代,都目射齐光,战场风云瞬息突变,令他们深感吃惊。 天人族当即炸锅了,年轻一代脸色雪白,族中的第一年轻高手这么惨,不可想象,在他们心中,优语是无敌的。 可是眼前所见,让他们的心凉了半截,有种挫败感,天人族忠心的希望,优语,要败亡了吗? 天人族神火镜高手目中光芒暴涨,体外火光冲销,杀气弥漫,就要出手,一举格杀掉前方那个清秀的少年。 一个小山门的弟子,居然这么强横。 不能留下他。 天人族内有真神寒声道,这是他的心语,以神念传音,响在每一位族人的耳中。 这种结果,是不可接受的耻辱,他们不能允许一个少年踩着天人族的第一年轻至尊上位。 不过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明目张胆的出手,影响很坏,多半会被人声讨,遭一些大叫落井下石。 制造混乱,杀了他。 有人低语,准备让天人族的年轻一代激愤,令这片区域混乱,而后暗中强势出手。 天人族年轻一代早就有不少人眼睛发红了,这是屈辱,他们心中无敌的封碑居然要倒塌了,令人很难接受。 杀了他。 一些人叫嚣,手持宝具,就要冲上去。 芸汐衣裙扬起,随风烈烈作响,包裹在美好的身材上,勾勒出完美的曲线,而一头子发也在飘舞,瓜子脸颖白,瞳孔若宝石般,穷笔挺桥,非常惊艳。 他不能平静,连强大的忧郁都败了,这实在超出预料,让他动容,天人族年轻一代的荣耀及那个在这一战中暗淡了吗? 这个没落的小山门,怎能走出这样一个强大的弟子? 他心中波澜起伏,看着忧郁,又看向那个清秀的少年。 芸汐,你也出手。 有真神暗中传音,让他祭出那件贝族中高层赐下的秘宝。 芸汐闻言后神色一致,很是犹豫,但是族人再次催促他,必须尽快出手,扰乱这片战场的宁静。 他白皙透亮的俏脸上写满了迟疑,虽然身为天人族的一员,应该服从命令,迅速出手,可是这样做不够光明磊落。 快一些,时间来不及了。 有族老弟喝道。 芸汐掌心发光,有一物在显化,喷薄锐彩,壮若一朵莲花,晶莹而灿烂,被他粘在了指尖,这天神所赐圣物。 他知道,这件秘宝究竟有多么强,这样击出,多半能必掉一尊真神。 忽然,不远处样起涟漪,出现神秘的波动,有一个女子向这边望来,轻力绝俗,白衣斩动,若管寒门徒凌晨。 芸汐见到了轻衣,她心中出现波澜,想到不久前在天仙书院的对话,微微出神,心情复杂,那个时候绝是白衣少女在为十号暴打不平。 而现在白衣少女在浅笑,眉心出现一点青色火焰,如同一枚烙印,熠熠生辉,释放出神秘而可怕的波动。 此外,轻衣拉来了凤舞,还有天仙书院的几名老者。 芸汐一正,对方这是在针对吗,要阻止天人族出手。 长老,芸汐回头,看像族中的神旨。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难道你想看着幽宇战死,我天仙族蒙羞吗? 一位神火镜强者脸色不是很好看。 突然,天仙族的所有神级高手都身体一震,全都在同一时间变色,而后睁大了眸子,望向战场中。 因为,就在这一刻他们听到了一则惊天消息,如同霹雳般乍响在耳畔,那是幽宇在暗中传音,禀告他们。 她是荒,是来自下界的十号。 幽宇浑身都是伤口,鲜血淋淋,金色针羽无间不摧,不仅刺透她的肉身,有些还盯进了她的骨骼。 她怒发冲冠,此人抢走了他们神矿中的不是仙真,还连续击杀族中的英杰,这是赤裸裸的针对羽者乳。 竟然是她,没什么可说的,不用忌惮,直接出手灭掉。 有真神暗中说道,当场就爆发了杀气,不想再隐忍,要雷霆出手。 不。 幽宇阻止了,她非常想亲自手刃荒,让十号扶持脚下,不能败给此人,要讨回自己的尊严。 你在说什么,真神暗中皱眉,略带不满,都已经洞悉了那少年的身份,还如何能做得住? 这是我的战斗,我不希望你们出手,我要放手一搏,巅峰一战。 幽宇说道,今日若失败了,她还有什么脸面? 她是天人族第一年清高手,便是在三千周天才大战中失利,也不能败给而今与天人族针锋线队的荒,变不下这口气。 无论如何她都要赢,要将十号斩于身前,以其真血洗刷刚才的屈辱。 而且,从大局考虑,她已经将十号的身份告诉了族人,这已经够了,眼下则应是她与荒之间的战士。 幽宇早已退出去足够远,她体内符纹闪耀,四目无比,在燃烧昆蓬真语,要化解这种剧痛。 十号相当的惊讶,如果是其他尊者,早就死了,还谈什么活下来与化解,而幽宇居然在坚持着。 要知道,那可不是真正的羽毛,而是骨纹,带着鲲鹏力,自射进血肉中就开始发光,要将对方撕裂。 即便是强大的初代,也难逃败亡。 幽宇太特别了,肉身虽然出现裂痕,但强行压制住了伤势,体内发出大到神中般的名音,震耳欲聋。 这不光是秘法惊人,还因她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帮她化解死局,渡过这一难关。 十号迈步,向前逼去。 幽宇则倒退。 身体模糊,快从天地中消失了,她在施展虚空道,这是天赐神术,若是有心躲避雨隐藏,难以寻到雨接近。 轰。 突然,一股圣光从幽宇的体内冲出。 她的躯体中有一块其实,喷勃锐光,一会耳赤红,一会耳紫气阴晕,一会耳洁白如玉,将这里映照得无比璀璨。 幽宇体魄发光,照亮了整片天雨,浩大,圣洁,庄严,肃木,有一种非常宏大的气息, 一切都源自那块其实。 吃。 插在她身上的昆蓬真雨,全都被逼了出来,倒射在虚空中,化成古文,成为能量,最后消散。 那是,天命石。 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她发光的躯体,一块其实喷勃的坠霞,映照的此地神圣祥和,有大道在共鸣。 许多人眼睛都红了,这种东西为稀释之物,每一块都能造就出一个绝代高手,人们忘不了太古六大天人的神话。 正是因为六块天命石,最后造就出一个无上皇族。 可惜,天命石一旦与人初步融合,即便夺来,也无法与他人熔炼为一体了,以精则主。 但是,研磨碎后,应该还算是神圣之物。 由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伤口愈合,骨骼皆续,被昆鹏真语伤到的地方痊愈了,并且每一寸皮毛骨骼都在放光。 人们惊叹,这种其实果然是造化之物。 天命石,他的名字不是随意起的,而是有深意,得到他便等若得到了上天的认可,代表了天命。 拥有一块天命石,等于多了几条命,只要他还在,就能快速复原,此外他还蕴含大道真意,并且有奇异物质,可让人完美进化。 这东西的价值无法想象。 山脉中一片喧哗,许多人在喊叫,造杂声震天。 不仅是因为天命石珍贵,还因为两人又要交手了。 一块石头而已,算得了什么? 石号平静地说道,向前逼去,发丝自然散落在胸前与背后,目光炯炯,风采自信。 你的无知,会让你死无藏身之地。 幽语冷冰冰地说道,声音低沉,像是惊雷般,震动这片山地。 他身体发光,恢复到了最巅峰的状态,并且锐气挣腾,明显与众不同了。 咦,不太对劲,幽语他,发生了某种蜕变。 便是天人族的人都露出了金融,就更不要说是其他人了。 你们都退后,不要出手。 这一刻,天人族的真神露出异色,让芸汐以及族中的年轻弟子不要妄动,因为他预感到了什么,眼中炽热,隐隐有某种期待。 另一片山峰上,青衣也脸去了眉心的青雁,恢复宁静,美眸清澈,看着战场中的一对年轻至尊。 轰! 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幽语的背后银灰滔天,如同火山喷涌般,震动了苍穹,积散了附近的所有云朵。 在他的背后出现一对银翼,巨大无比,圣灰缭绕,神异无匹,洒落下的洁白光辉如同无尽星辰在排列。 天之翼 天人族一位神火镜高手声音轻颤。 龙龙 幽语体内发出海啸般的声音,那时他的血液在流动,居然造成这种威势,震得一些人站立不稳。 吃 在其头上,生出一对龙脚。 天之脚 天人族的一位真神机动,身躯在微微抖动。 枪 下一刻,幽语身上出现一块又有一块甲咒,闪动光辉,那是由符纹凝聚而成,并不是有形的物质。 天赐神甲,成了,他竟晋升到了这种状态。 天人族许多老者阵战,无比惊喜。 随后,他们像是放下心来,不再忧虑,不再担心,退后准备观战。 这是传说中的,天命神话。 各族修士初识不解,但很快醒悟了,想到了天人族的传说。 得到天命时,与之融合,等于得到天地认可,而有些天资超绝的奇才更是能进一步,引发一些蜕变,能力激增。 有人可得天之意,可升天之脚,并披上神圣甲咒,能征伐世间。 这种变化,称之为,天命神话。 自古至今,天人族的能显现天命神话的人如凤毛铃脚般稀少,但都极度强大。 受死。 幽语冲来,身披甲咒,发出神圣光辉,急速冲来,杀向他眼中的大敌。 再强也不过是重现太古六大天人的辉煌而已,算得了什么,镇压你。 十号说道,面色淡定,双目深邃,没有一丝的波澜。 他太宁静了,宜然无惧,风采自信。 众人震撼,展现天命神话的人都出现了,他居然还这样的神采飞扬,到底是怎样一个怪胎。 十号站在原地,不动如山,最后直接挥拳,一瞬间金光万丈,震动苍羽。 第七百七十七章 无敌荒 十号一拳惊天,金光万丈,刚风吹动,一些山峰拔地而起,竟被刮起来了,在半空中炸开。 一个清秀的少年而已,挥出的一拳却是如此的刚猛霸气。 对面,优于身体喷勃锐光,杀到近前,身披股文化形成的假咒,神霞碧日,拳头扭曲了虚空。 轰。 这是一场惊悚人灵魂的大碰撞,响声太大了,神圣符号一枚又一枚的绽放。 烙印满虚空,至强神力澎湃。 这一刻,宛若天翻地覆。 虚空模糊了,大地崩开,一条又一条黑色的大裂缝在山脉中交织,撕裂开不少山体,形成震撼人心的恐怖场面。 两雄争霸,像是要挣脱人间的束缚,如两条真龙翻身,从仙古时代冲来,在当时激战。 呼! 大风起,幽宇向后退去,一双巨大的银翼山洞间,洁白圣辉与雾海一同扩散,让远方一些山体都在摇动。 他异常强大,这是融合天命时候进化的结果,天命神话让他比以前强了一截。 另一边,十号亦无损地站在那里,衣媚飘动,发丝飞扬,眼神犀利,修长的身体,古文赤胜,他从容而镇定。 这是何等的威势,居然能对抗天命神话。 四野鸦雀无声,但是人们的心却在巨震,好强大的一个少年,没落的小山门竟出了这样一个弟子,要逆天吗? 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荒。 天人族很多人不安,这个对手到底有多么强,蜕变到这一地步的忧郁都不能直接将他镇压吗? 芸汐吹弹欲破的翘脸上写满了金融,美眸闪动,盯着战场中央。 天人族的真神心中咯噔一下,荒得强大让人有股沉重的压力。 不过很快他们又稳住了心神,因为忧郁的天之翼,天之脚以及天赐甲咒等还未动用,那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无知的人,挑战天命神话,将死无葬身之地。 忧郁清语,他的声音很冷,没有任何感情,像是俯视人间的主宰,看着云云众生在世间悲苦轮回。 下一刻,他消失了。 他施展了自己的天赐神术,将十号拉进那片虚空牢笼,进行最终大对决。 黑暗袭来,冰冷而寂静。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十号洞悉了他的秘密,剥夺光明,朱视音,肉身,元神等,不过是欺骗,真正的本质为虚空道。 嗯? 十号一惊,在撑开唯一洞天时,他受到了巨大的阻力,非常困难。 他一声轻斥,原始真解运转,古文烙印在每一寸血肉中,自身的精气神急速攀升到绝颠,整个人开始发光。 与此同时,唯一洞天终于撑起,如同一轮神月,又像是一轮金色的太阳,将他笼罩在当中,璀璨而夺目。 忧郁吃了一惊,这一次他的天赋神术可是比以前强不少,天命神话出现,不是说说而已,让他实力提升了一劫,虚空道威能大胜。 他没有想到,十号依旧绽放出守护光幕,这很要挟。 这是什么领域? 他看着那层光幕,眸子开合间,精光爆射。 出手吧,让我看一看天命神话到底多么的辉煌。 十号说道,动天护体,若烈阳当空,被笼罩在当中,连发丝都化成了金色。 天命无敌,你可以上路了。 忧郁绝对的自信,一声大喝,发动最可怕的攻击。 轰。 他头上的一对龙角发光,飞出两道利刃,斩破虚空,割裂天地,发出龙银声,仿佛震动了九天十地。 这种气息太可怕了,急速冲来,一刃斩向十号的眉心,一刃劫向其腰腹。 天之脚。 这是天命神话的体现,是天上赐予的,小,微能巨大,能轻易剖开山川,若是足够强大,日后更是可以瞬息间斩落下日月星辰。 十号双目深邃,体内古文轰鸣,这次他没有动用盖世宝术,而只是在运转原始真解,并催动出在化灵境时悟出的法。 他血肉晶莹,成千上万的神兮凝聚,化成无数的熔炉,只不过每一座都很微小,在体内合在一起后如同血液般在流淌。 轰。 十号双手结印,通过原始真解,将自己昔日所悟的法展现而出,在他血气澎湃间,身前浮现出一座巨大的红炉。 这是原始古文凝聚的结果,同时也伴着一些血气,带着浩瀚波动,哐当一声,开启炉盖,将那两道利刃收了进去。 神火沸腾,天地摇动。 镇压。 十号一声大喝,不仅炼化掉那对光刃,还催动神炉,向着忧郁头上的天之脚压去,主动攻伐。 当天之脚发威,无数的光刃飞出,如同璀璨星光般,照亮此地。 而十号也朦胧了,体内铿锵音不绝,下一刻不仅是火炉了,还有道中,天剑,顶,塔等,全部化形,冲向前去。 并且,这不是单一的,而是密密麻麻,各种法器都成千上万,全都是古文浓缩而成,对抗天之脚。 这是一场大对决,两人发光,神盲冲销,而且他们也冲向了一切,剧烈搏杀。 紧一瞬间,两人就又以大战上百回合。 你不是有雷地宝术,轮回神通? 都展现出来吧,我全部接着。 幽宇冷声说道。 怕你接不住。 十号说道,他并不想全部动用,将其中一种演绎到出神入化之境,足以 杀 幽宇狂暴了,动用了极尽力量,这一刻天赐神甲发光,整个人宛若金刚不坏斑,与十号激烈碰撞,当当作响。 并且,他不仅头上的脚发光,双手也在结印,动用天人族的至高宝树之一天之印。 天地暴动,圣光无边,这片虚空牢笼内到处是符号,古文与法则交织,可怕无比。 十号若是无唯一动天护体,换作他人,在这样的战场中对决,必然要吃大亏,被死死的压制。 因为,幽宇是这座虚空牢笼的掌控者,正如他所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里的主宰者。 幽宇发丝乱舞,身上的圣光更浓浓郁了,甲咒铿锵作响,给十号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对方的神甲太厉害了,很难击穿。 两人若两头真笼在纠缠,激烈厮杀,转眼间二百回合过去了,十号也早已动用了禁忌宝术。 斩! 幽宇大喝,目中发出赤胜的光,显得很无情,他动用了杀手锏,要迅速解决战斗。 一瞬间,到处都是他的身影。 天之翼拍动,这虚空都出现了裂痕,要被击碎了,一对银翼如两口阔刀斑,斩向十号的肉身,恐怖无边。 十号第一次这么吃惊,他以手迎击,虎口居然出现了一道裂痕,有血倘若,这对天之翼强大的离谱。 若非他的肉身号称达到了极致,估计就被斩成了两截。 优与瞳孔疾咒收缩,换作是其他的初代,一定被天之翼斩断了,怎么可能徒手硬汗,真正应接。 因为,这可不是一般的语斥,而是规则印记化成的东西,是天命石内蕴的大道,无坚不摧。 十号冷漠,道,天命神话我已经从头领教到尾,还有新奇处吗? 激烈搏杀,两人已大战道五百回合。 优与目光冰寒,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自负道张狂,他的假咒铿锵作响,天之翼拍动,要阵列虚空,攻杀十号。 轰。 十号身上腾起无尽金色火焰,如同一座魔神复苏,他将鲲鹏法提升了所能演化到的极劲,自身精气神沸腾,消耗巨大无比。 在其背后,出现一对巨大的羽翼,金色针羽上带着黑色斑纹,轻轻扇动间,竟有一丝丝混沌气弥漫。 这是鲲鹏赤,来到上界后,十号还没有真正动用过其无上神威呢,在下界时,腾横扫朱笛,神勇无敌。 当。 在他背后,古文化成的两次交击,发出震动时间神中的声音,迸发出无尽的符号,弥漫出一缕缕混沌气。 轰。 下一刻,这对鲲鹏赤斩动,向前劈杀,狂暴无比,让这片虚空牢笼出现诸多裂痕,即将炸开了。 吃。 幽语挥动天之意,银白盛光滔天,若无尽星辰坠落,汇聚在一起,迎击鲲鹏赤,他眼中带着炽热与疯狂。 这一战也许就要落幕了,看一看谁更强。 咔嚓。 忧语恶然,脸上的自信与振奋一下子凝固了,他的天之意被截断,那伴着丝丝雾矮的鲲鹏赤,将他的银色巨翼斩断,声音刺耳无比。 啊。 他怒吼,满头发丝倒数,浑身发光,天赐神甲蒸蒸而明,他猛的撞向十号。 杀。 十号大喝,站在那里不动,但是背后有古文化成的一对巨大的金色羽翼,若垂天之云般,倾泻而下。 轰。 不可摧毁的护体神甲。 被昆鹏赤击出裂痕,一下子暗淡了。 什么天赐甲咒,不过是古文的凝聚,怎么可能无法磨灭? 十号轻语,身体被唯一洞天笼罩,若垂身在金色的太阳中,发丝金黄,而背后的昆鹏赤更为璀璨了。 扑。 忧语大口渴血,横飞了出去。 爆。 忧语大喝,身上的甲咒全部脱落,化成一块又一块的骨片,而后发光,燃烧,向着十号冲来,要在这里炸开。 十号瞳孔收缩,金色符纹内敛,并腾起阵阵黑雾,一条黑色的大鱼浮现,搅动起黑色的汪洋,席卷高天,淹没前方。 他自身则急速横移,退避了出去。 这是昆鹏法的另一种形态。 那些甲咒碎片炸开,湮灭,可是于黑色汪洋中却难以有大作为,如现泥沼中,至多有大浪翻天。 所有这些都是古文所化,但是与真实场景没什么区别。 啊。 忧语大吼,动用所有力量,燃烧古文,凝聚天之印,并与虚空道结合,进行最强一击。 吃。 十号快到极致,再现昆鹏翅,奋力一击,让他自身都觉得消耗巨大,金色羽翼如垂天之云般落下。 扑。 忧语浑身是血,肉身破烂,横飞了出去。 十号跟进,脸去古文化成的羽翼,一拳轰出,黄金光破日月,一下子将忧语击穿,让他整个人倒飞,鲜血染长空。 并且,这座虚空牢笼爆开了,他们坠落在现实世界中。 众人震撼,所有人都见到了这一幕,十号一拳将幽语轰得半边身子破烂,血液溅起很高,横飞过高空。 天命神话,都败了吗? 人们颤力,许多人大声惊呼。 幽语眼神冰冷,体内有一剑秘宝发光,飞了出来,散发出天神威压。 吃。 然而,十号无惧,祭出一块黄泥,砰的一声粘在了上面,令那剑法器光芒暗淡。 杀了他。 天人族真神暗中喝道。 现在必须出手,不然的话忧与威矣。 而芸汐与年轻一代所有人都得到了命令,神火镜的人自然也出手,向前冲去。 十号神爵敏锐,急速后退,快到不可思议,同时间他手中却发光,出现一柄刀,非常巨大,竟长达数百丈。 稍微一挥动,伤和失色,日月无光。 拦不住,太快了。 天人族的强者大叫,眼睁睁的看着。 因为那是闪电化成的刀,众人再快,又怎能快过雷霆。 十号在数百丈外轮动闪电刀,扑的一声,将忧与斩断为两截,鲜血喷洒,刀芒内敛,闪电刀化成一道闪电蛟笼,抓住一块骑石急速而回,没入十号的掌心。 荒,忧与一声大叫,脸上血色进退,无比苍白,他被腰斩了,并且失去了天命石,等若废掉。 什么,他是荒。 各叫修士文言,全部震惊。 这个山地难以宁静,如同沸腾的水一般。 第778章万众瞩目 荒,一个充满妖艺力量的名字。 当他的身份泄露后,人声鼎沸,群雄震惊,曹杂生冲上云霄。 怎么会是他,没落小山门的弟子竟然是荒。 这是一场轩然大波,曹杂生震耳,很多人血液流速加快,睁大得了眼睛,盯着前方那个清秀的少年。 从普通修士到尊者,再到神职,男女老少都震撼莫名,这实在令人心潮澎湃,体内有一股热流在奔腾。 天哪,他就是荒,终于见到了,竟有这样的手段,果然逆天。 许多人大叫,感觉不可思议。 消息太惊人,真相揭发得太突兀了,众人没有心理准备,一下子得知这个结果都很激动,难以置信。 荒,崛起于五行州,同各路初代大战,凝动数十州。 后来他与天人族恩怨纠缠,据文惹来很多教主前往,天之城因此而风云汇聚。 现在他又到了这里,身份曝光,自然成为焦点,所有人都在议论,睁大了眸子,像看怪物一样盯着他。 杀明子,斩太阳神藤,熬顿紫金针吼,力敌仙殿传人,击战王,一剑接着一剑,其战绩太辉煌了。 现在他又大败优语,腰斩天人族第一青年至尊,实在神勇。 许多年轻人眼神炽热,热血澎湃,目光中带着敬畏,看着场中那个少年,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同代中的绝世强者。 我就说嘛,他这么清秀,气质出众,宛若折仙,怎么可能是那些人口中所谓的败类,不过是暂时栖身在没落的小山门而已,他世荒。 天仙书院,一些女生眼中发光,握紧了袖拳,神色非常激动,早先他们就曾因此而与人争辩过。 太厉害了,他就是慌,连天命神话都被他攻破了,天纵神人啊。 很多人都非常兴奋,部分人有些崇拜,也有些人畏惧,看着场中的强大的少年,心绪难以平静下来。 如果说谁最失落,显然是天人族,这一刻他们像是一脚踏进了万丈深渊,天翻地覆,眼中发黑。 这一结果让他们颤力,充满耻辱感,竟然如此,连优宇都大败了,差点直接惨死当场。 神级高手都在发光,烈焰腾腾,杀气冲天,刚才他们竟然击空,无法快过那个少年,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刀斩落。 啊,有神灵嘶吼,满头发丝乱舞,愤怒无比,释放出无边杀气,让万木上的叶子速速坠落。 有人抱住了优宇,快速帮他疗伤,阻止闪电古文侵蚀其伤体,避免他陨落。 优宇失去了下半截躯体,鲜血四剑,满脸苍白,一个绝代青年强者,原本弃吞伤和,可以傲视各族翘楚,结果却大败,落到这一步。 这对天人族年轻一代来说,打击是巨大的,那一刀简直劈掉了他们的自信,击断了皇族的骄傲,斩下了太古的辉煌。 皇族中的初代,融合了天命石,并且开启天命神话,已经达到最强,但还是被人腰斩,这是何其的可怕。 优宇不是一般的人,已经是天人族的最强代表,在最巅峰的极点,被人干净利落的斩掉,这种打击最大。 这简直击中了整个族群最痛的地方,重创了他们的某种信念。 啊,这不是真的。 一些年轻人大叫,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很多人望向那里,对天人族有点同情,惹谁不好,竟遇上这样一个妖孽,这一战简直快击溃该族年轻一代的道心了。 天人族中,芸汐发呆,万万没有想到那竟然是荒,是来自下界那个少年,十号,他郊区阵战,心一下子乱了。 早先幽语曾经暗中传音,告诉族中的神级高手,他的对手是荒,不过年轻一代包裹芸汐在内并不知。 直到这一刻,大战落幕,荒的身份真正曝光,芸汐才明了,他忍不住颤抖,看着前方那个少年。 崛起于下界,嬉笑征伐,曾人神共愤,曾强势如魔王,曾痴称如无赖,增若末世英雄悲歌去战欺身而力挽狂澜。 这个少年,率性而为,一路前进,凭自己生生杀到上界来,闯下了荒这个令各方瞩目的名号,惊动各大叫。 芸汐漠然,绝美的容颜上写满了复杂,十号为了保护他而血行数十万里,结果却在天人族成为阶下囚。 而今竟然在这个地方,在这种场面下相见,十号强大无匹,展落天人族的绝代天骄忧郁,让芸汐心中翻起巨大波澜。 远处,轻衣带着淡淡的笑,一袭血衣,绣发柔顺,眼睛清澈,宁静而出尘,静静地望着场中的身影。 他早已知道,这个少年必有强大手段,不会落败,即便是遇上天命神话,也能自保,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家伙了,眼下所见果然如此。 青衣师妹,你是不是早知道他是荒? 凤武问道。 猜到了一二。 青衣微笑。 可惜呀,他原本成功闯过天梯,即将加入我天仙书院,结果却发生了意外。 一位老者垂胸顿足,后悔不已,他也洞悉了一切。 但是还能说什么,被那个臭名昭著的家伙抢走后,还指望将人夺回来吗? 什么,他是荒,也是曾经在我天仙书院闯过天梯的那个人。 书院中的一些学生闻听,当场震惊,都开始发呆。 这个大师兄,许多人无言,他们曾不屑,还想组织力量争讨,镇压这个行为不端的家伙,怎能想到他的身份一重又一重,所谓的小破落山门的弟子,不过是掩饰,真的惹不起。 他踏过了天下书院的天梯,各族修士听道后,再次哗然,这引发轰动。 因为,天仙书院太有名了,他们的最高考验自然也曾引发其他大交一些弟子的兴趣,曾详细了解过。 谁不知那天梯的难度。 漫长年月下来,无人可以横度。 是了,因为他是荒,所以这般强大,能够成功也在情理之中。 人们吃惊过后,又都释然,只因这个人是荒,便足够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众人高度认可了他,认为荒可以位列而今上界顶最顶尖的一列年轻乔楚内。 一时间,所有人都向前望去,盯着那道身影。 山地上方,十号毅力,手中拖着一块骑石,他色彩缤纷,发出炫目的光雨,冲上了云霄,笼罩了此地,他一会而洁白如玉,一会而赤红如晚霞,一会而紫气阴晕。 天命时,只有拳头那么大,但是散发出的波动非常恐怖,如汪洋在汹涌,令山地中古墓等都跟着起伏,摇动。 并且,他的光芒太璀璨了,比如,赤红时,染红了整片天穹,化为紫色时,又如紫气东来,像是有大片云朵倾覆而下。 圣洁的气息弥漫,光辉万丈,从十号的掌心中挣腾而上。 无须多想,这是绝世神圣之物。 毫无疑问,此刻的十号万众瞩目,成为各较强者关注的焦点。 慌,心性卑劣,手段残忍,屡屡针对与冒犯我天人族,今日容不得你留在世间。 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正是天人族的高手,神火跳动,赤圣无边,并有滚滚杀气弥漫而来。 众人心头一跳,知道该来的终究要来了。 荒语天人族是成水火,在场的人都知道,怎么可能会善了。 天人族此时上下接愤,怒艳腾腾,杀气滔天,刚才他们并没有急于行动,而是冷漠凝视。 早先急于出手,那是担心忧郁落败,可现在一切都成定局了,早杀晚杀都一样。 没有能够救下忧郁,看着他被腰斩,失掉天命时,让天人族一群强者心中剧痛,震怒无比。 还在向我身上泼脏水,你们还要脸吗? 这么虚伪,可否举例,我如何对不住你们? 场中,那少年镇静无比,唯一动天发光,如同一轮金色的太阳笼罩,整个人看起来璀璨而强大,如同战先般。 你混入我天之城,心性卑劣,遇到我族至宝非先时,失败后还恶严重伤我族。 如今更是来到火州,残忍杀戮我族高手,毁我神矿,所作所为,人神共愤,灭绝人性,应该遭天谴。 一位神灵冷漠地说道。 山地上,各叫来了太多的修士,人影绰绰,密密麻麻,所有人都在低语。 最近以来,这些是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听闻到了。 我曾听闻,天人族是想谋他的宝树。 这次慌真的豪猛,只身大开杀戒,毁天人族神矿,手段惊人。 有人贬,有人赞,生灵众多,想法不可能一样,但是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真相如何,早晚会大白天下。 可笑,我就你族天女,却被你们强掳尽天之城,谋我宝树,求我进黑牢,还有比这更无耻与忘恩负义的族群吗? 十号大声斥则道。 在有些高手看来,无需多变,只看行动。 但是十号却相信,在天下人面前驳斥,议论,别说是真相,就是假的,也会让人联想,从而热议,最终让天人族灰头土脸,焦头烂额。 远处,芸汐低头,脸色很红,心中难受。 十号继续开口,道,神况是我悔的,这是在向你们讨利息,不过你天人族真的很废,枉为皇族,所谓的高手跟土鸡娃狗一般,便是你族所谓年轻至尊也很差劲,不堪一击。 这样的话语一出,天人族众人脸色铁青,简直快要避过气去了,气到浑身哆嗦。 众人更是哗然,这个强大的少年还真是不客气,什么都敢说,这样戳天人族之痛处,让他们的脸向哪里放? 撕破脸皮到底。 而且,这很难反驳。 因为,现在谁不知道,荒大闹火舟,将草原搅了个天翻地覆,让天人族大败,连天神都被惊动赶来救场了。 至于天人族的年轻俊杰大败之势,那就更无法辩驳了,众目睽睽,所有人都目睹了,就发生在刚才。 现在慌这样皆伤疤,真是血淋淋,以杀掉他们都难受,让该族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更有一种屈辱。 事实上,十号这简单的几句话,当众说出来,比大战几场,比毁掉神矿,比刚才击败优语更具有杀伤力。 天人族很多人眼睛都红了,难以忍受,恨欲狂,要仰天长笑。 有时候,嘴上的几句话,比之教主的权力一击还有力道,能让一族挫败,屈辱,此时天人族很多人都在颤抖,握紧了拳头。 小孽畜,你满嘴胡言,恶意重伤我族,不说其他,单从你无故毁我族神矿,杀我族人之这件事来说,就不能容你在世上多活一天。 有人吼道。 芸汐,祭出你的天神法器。 杀了他。 暗中,有高层冷漠说道,让他动手。 芸汐身体一震,霍得抬头。 这是我族的耻辱,若是能有你这个同辈人击杀他,还能保存那么一点颜面。 那道声音很冷。 芸汐一震,最终抬起了头,向场中那个少年看去。 与此同时,十号也察觉到了,向这边望来。 第779章 粉末登场 芸汐身体稍微轻颤了一下,看着慌,看着下界的十号。 他还不足十八岁,但却已经可以傲视上界初代。 快出手,杀了他。 暗中的神指低声道。 最后,芸汐吻了吻心神,他在天空中迈步,向着对面的山峰走去,接近十号。 咦,天人族年轻一代还有人要出战吗? 众人惊讶,都到了这一地步,昔日的皇族还不死心吗? 事已至此,所有人都已坚信,在三千周中能与十号匹敌的年轻人真的不多了,显然天人族的杰出者不在此恋。 这个女子真的很美丽,如同画卷中走出的仙子。 很多人惊叹,芸汐实在过于漂亮,肤若凝之,铜若宝石,身材曲线完美,紫衣斩动,足以称之为绝世佳人。 她是天人族的明珠,同样融合了天命石,地位极高。 有人认出。 芸汐肤色颜白透亮,抬头看着对面的山峰上,那个少年是如此的平静,守托天命石,采光漫天,圣灰冲销,如同一位神主。 她心情复杂,也曾敌对,也曾生死与共,也曾一路同行,最后竟到了这一步。 不能再向前了。 天人族有人暗中传音,告诫她不要靠得过劲。 很明显,芸汐不可能是荒的对手,只有利用两人间的纠葛,令对方分心,站在足够安全的距离外,突然祭出天神法器,才可发动致命一击。 天人族的神只都叮嘱,并且随时也要出手。 她这时,凤武目露神光,看着场中,又看向天人族,道,荒威矣,天人族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她。 轻衣眉心发光,一道轻火跳动,熠熠生辉,血衣不染尘埃,自身空灵而出事,她轻语道,相信她不会有事,她的命很硬。 你要出手助她一臂之力。 凤武看着她的眉心,已知道那是蛊火,轻月燕,为世间最吸真的火种之一。 虚空中,芸汐悠悠一叹,身躯恶罗,莲足轻疑,紫衣发光,如有云烟腾起,整个人都有点朦胧。 她带眉微醋,眼中光芒闪动,盯着石浩,张了张嘴,鹰唇鲜红,几次要开口,但又都闭上了嘴巴。 此时再相见,还能说什么? 对面,石浩很平静,非常的坦然,她问心无愧,同来自下界,她自认为做到了仁至义尽。 在天之城,也许芸汐是没有能力,不能决断,只能被天神送走去闭关,无法解救她,所以她并无憎恨。 可是如今再次相对,如果对方出手,那么就完全不一样了,石浩也不会留情,她的双目很有神。 芸汐感觉到一阵灼痛,对方的目光让她心中翻腾,止住了脚步,有些失神,有些难受,看着前方。 两人依旧没有说话,不过芸汐就此止步,不再前行。 后方,天人族的神指点了点头,还在安全距离内,而这也算是对芸汐的一种考验,看她究竟是否心象族人。 这里很宁静,十号不说话。 芸汐则神色复杂,曾经的就是,过往的阴容笑貌,昔日的不羁与纠缠,还有一路同行的救护,到现在在相见时却相顾无言。 最后,她脸去惆怅,面色平静了下来,目光也渐渐有神,光束灿烂。 她毅然摊开手掌,动用宝具。 枪! 一声金属颤音,响彻天地,她的掌心喷薄瑞霞,有仪器物浮现,释放神力与志强符纹。 一瞬间,现场气氛紧张。 十号瞳孔收缩,看着那里,盯着芸汐,她浑身鼓纹赤胜了起来。 坏了! 有人低语,预感不妙,有天神波动。 那法器很特别,不用费力催动就能发出强大的威势。 芸汐目光坚定,看向十号,抬起手掌,持一株洁白莲花,绽放冲销的圣灰,散发恐怖的古文波动。 她拈花而立,神圣而祥和,指向前方,对准了十号。 各族修士都露出异色,传闻十号曾经保护这个女子同行数十万里,现在看来不一定为真啊,不然何以这样相对? 天人族见到,一些强者都露出淡淡笑意。 很快,轻衣意识到,这一招够狠,让当事人出面,以实际行动针对十号,这比说什么都有用,不用辩驳。 既然芸汐出手了,那么十号所说的曾经护她横穿血色平原,还能相信吗? 这很不妙。 果然,许多人见到这一幕后,神色都是变了又变,低声议论了起来。 慌,真的够狠啊,看来天人族所说也不一定未须。 先入为主,现在看来真相不见得是那样。 芸汐捏花,催动古文,这件天神法器铿锵作响,锐光更胜了,淹没了这片山峰,让此地璀璨夺目,阴晕蒸腾。 战斗意识不够强,怎能这样,早先直接袭杀才有机会呀? 天人族的一位神灵皱眉,有些不满。 幽语脸色苍白,一语不发,看着场中,今日她败得很彻底,只能看着芸汐出手了。 开始了。 各教羞是惊呼。 天人族的明珠持法器,净杀了过去,在接近十号。 对不起。 芸汐大眼通红,这样说道,看着十号,快速而来。 天仙书院这个方向,有几名老者醋眉,身上有火焰跳动,散发出强大气息。 嗯,是否相助这少年一把呢,很麻烦呢,天人族肯定有高手驾临,免不了大战。 有人低声道。 凤舞皱眉,他觉得这个少年熟悉,竟然有点像当年在铜雀坛上遇到的那个家伙。 轻衣眉心发光,一蹴青色的神焰跳出,如同一轮青月悬空,闪耀不朽的光辉,他盯着战场,同时注视天人族方向。 十号一探,终究是到这一步了吗,要与他动手。 他横一百丈远,就要展开灵力攻击,他的身上并不缺少可怕法器,谁敢小觑他,那么注定要败亡。 芸汐急速而来,手中的法器一点,竟震裂了虚空,可以想象威力有多么的强大。 十号诧异,很容易就避过了。 那里出现一片大裂缝,虚空不稳。 对不起,在天之城我真的没有办法。 芸汐开口,脸上带着愧疚,似乎心中很难受。 这个地方虚空裂缝蔓延,已经暴动起来,干扰了众人的神诀,他快速传音,道,我将这天神法器送你,你可以及他横渡虚空而去,他能破空。 十号一正,身上的赤圣鼓纹烧脸,他没有出手,诧异的看着芸汐,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语。 快走,我不知道他们来没来,但应该快了,趁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 芸汐干扰虚空后,还在以神念传音,显然很焦急与担忧,并且无比谨慎。 谁? 十号问道。 两位天神,他们去迎接护道人了,那种禁忌存在将驾临,即便这里有人保护你也不行,赶紧离开。 芸汐说到这里,扬起了手,将那洁白莲花祭出,轻轻转动,让他悬空而起,向十号那里落去,但并没有杀鸡。 十号目光赤胜,这出乎他的预料,以为芸汐要对他出手,免不了失望。 可是,眼下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芸汐催促。 我是谁,我是荒,天人族奈何不了我,不用你这样冒险行事。 十号平静的说道,但是却有一种强大的自信。 他用手一点,一道柔和的光将洁白的神帘抵住,让他倒转,重新飞了回去,落在的芸汐的手中。 芸汐发呆,有些心痛,他觉得十号对他有了隔阂,不原谅天之城的事,现在不接受他的帮助,美目中的热泪顿时滚落了下来。 我,对不起你。 芸汐话语带着颤音。 不管怎样说,这个强大的少年历经生死磨难,护着他回到族中,却被那样对待,囚禁于黑牢兽行,的确难以原谅。 赶紧离开,不然真的走不了。 芸汐擦去泪水,认真的说道,请求十号持着这件天神法器逃走。 芸汐,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在针对你。 十号摇头,露出一缕笑意,牙齿雪白而晶莹,非常的灿烂。 芸汐见到他这个样子,一阵恍惚,这个家伙为何如此,都到这种关头了还不逃,依旧如过去那般。 不对。 显然,很多人都发现了这边的异常,不是要交手吗,那两人怎么站在那里,静止不动。 虽说芸汐第一击,阵列虚空,但虚空大裂缝并不能隔绝所有人的神念,还是有人可以探查到究竟。 果然是天人族李亏啊,那女娃在帮助慌。 这样的话语一出,山地中各族修饰哗然,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刹那间,天人族重强脸色难看,芸汐竟然如此,背着族人,要帮十号逃走。 天人族这不等若被抽脸了吗? 坐实了恩将仇报的恶名。 有人低语。 山地中,一片波澜,不能宁静。 轰。 天人族许多人脸色铁青,神级高手震怒,再也不想着挽回最后的颜面了,直接出手,向前扑杀而去。 你还不快走。 芸汐叫道,非常焦急,绝美的容颜上写满了忧虑,又要将那天神法器送出。 不用。 十号摇头,并且这一刻背后出现一对雷电神赤,轻轻一拍,雷光万丈,他化成一道闪电,急速而行,竟迎上了神纸。 所有人都发呆,这个少年没有逃,居然要征战诸神。 到了现在,什么李子面子都不要了,天人族神火镜高手一下子就冲过来十二名,全都爆发,祭出宝具。 咦? 十号吃惊,当中有大杀器,很不简单,虽然未达到天神级别,但是也很恐怖。 吃。 他毫无保留,丹炉内的天河水与闪电,黄泥等全部倾泻而出,向前淹没,无差别攻击,带着强大的诅咒。 并且,还有一个玉镜瓶,闪耀光辉,震杀向前。 这是护着芸汐远行时,在血色平原上从战族一位王的后代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接近天神级,曾被黄泥腐蚀,而今勉强还能用。 十二位真神躲避,全都不想沾染上丹炉内的诅咒,更不愿被恐怖法器击中。 他们没有想到,十号身上的宝物这么多,抵住了他们的大杀器,还能反压制过来。 吃。 十号震翅,背后雷电化成的光益非常强大,带着他急速而行,如同人形闪电般。 扑。 他与一位神火镜强者遭遇,两者大碰撞后,让所有人心颤,那位神级高手暴碎,化成一团血雾。 什么,很多人大叫,不了解内情。 十号变相,迅速扑杀,冲向另一人,依旧是全力出手,爆发出璀璨神光,一拳击出,将第二位神火镜高手震碎。 这片山地中,众人震撼,全都惊叫出声。 扑。 接着,第三位神火镜高手在十号的闪电速度下被追上,被活生生轰爆,化成一团血雾。 这自然是因为法力免疫的结果,不要说是各教修士,就是天人族的神灵也没有料到他的这种能力如此强大与可怕。 因为,在神矿大战时,亲身经历的神火镜高手都被击杀了,没有泄露出去。 天人族虽然知道十号有这种能力,但是却绝对没有料到这么的惊人,免疫到无视神火镜法力攻击的程度。 他们以为十号有手段,靠的是大杀器,故此他们也准备了,结果不是这么一回事。 啊! 又一人惨叫,十号一拳将第四位神指轰杀,在虚空中炸开,血雨飞洒。 所有人都发毛了,这他妈的,还是一个尊者吗?居然在追杀神火镜的高手。 十二位神级高手,原本围攻十号,将他困在中心,结果跟他距离拉这么近,等若接近了一头发狂的凶兽。 十号如虎入狼群般,发丝狂舞,眼眸若冷电,大开杀戒。 小孽畜,你敢! 后方那里,五位真神出现,脸色猙獰,怒道狂,一起杀来。 这个结果难以接受,居然会被对方这样血杀天人族高手。 他们早已研究透彻,十号当日能杀真神,是因为雷与天,引动了惊世雷劫,可现在是晴天朗朗,他无法再用那种禁忌之法。 轰! 十号想都没有想,取出一枚赤红如血的符传,抖手就冲他们扔了过去,令他在虚空中爆发。 响声震天,赤色烟霞绽放,笼罩大半边天空,恐怖无比,法力如汪洋般在汹涌。 这是从天人族六节之一的羽伦身上得到的符传,而今被十号动用。 羽伦身份特殊,并不是因为六节的原因,而是他为某一天神的后代,非常受宠,故此被赐予了这枚西式神符。 就是他的族人都没有几人知道,他身上有这种东西,更不知道落入了十号手中。 现在这枚神符炸开,让五大真神都猛了,而后急速向后退去。 他们曾持大杀气而来,结果在这一神符爆发下,全被毁掉了,那些可怕的秘宝皆炸碎,化作碎片。 并且,有两人被符传发出的光芒扫中,其中一人当场形神俱灭,承受不住天神之威,还有一人被重伤,横飞而起,满身是血。 另外三人反应神速,显而又显得逃过一劫。 扑! 让天人族目自欲裂的事发生,十号身后的雷电神痴震动,他俯冲了过去, 将那遭受重创的真神的头颅斩落,击散其元神。 啊,一群人发狂,发怒大吼。 这么短的片刻间,四大神火竞高手被十号阁杀,两位真神也隐恨,血剑当场,死不瞑目。 这一结果,别说天人族沸腾了,就是观战的各教修士也癫狂,这,太不可思议了,居然造成如此结果。 法力免疫时间到了,十号果断后退,收回各种法器,守护己身,降落在至尊道场的山门前。 这一战果,可谓极尽辉煌,镇住了所有生灵。 怎么会这样? 很多人都震惊,这个少年太妖孽了。 轰! 片刻后,远空传来轰鸣声,有赤剩的光芒燃烧,有恐怖的身影临近,让整片天地都颤抖了起来。 放肆! 显然,来的生灵感应到了此地发生了什么,无比的震慕,其因震动天地。 天神! 许多人发抖,感应到了这种威压,身躯颤立。 老祖! 天人足重强大叫,今日接连战败,他们心中有一股火在燃烧。 小小的一只蝼蚁,屡放我足,今日看你向哪里走。 相隔还有很远,一只大手就叹了过来,比山岭还粗大,笼罩这片天地,覆盖像至尊道场的山门。 所有人都脸色苍白,这是天威,如何去抗衡? 突然,至尊道场内也出现一只大手,直接扇了出来,并且伴着声音,道,蝼蚁,你敢动我的弟子? 滚! 众人发傻,几乎以为听错,那个人在称呼天神为蝼蚁。 让他们更为阵战的是还在后面,那只大手扇来后,轰得一声将天神的整手臂拍得爆碎,从这里消失。 而且,远方传来巨响,有庞然大雾横飞了出去,而后跌落在山脉中,压塌不少山峰,显然是那位天神的躯体。 第七百八十章 道主 所有人都呆住了,看着远方,那里烟尘冲天,每一个人都如泥塑木雕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难以开口说话。 小破山门,断壁残垣,瓦砾遍地,伴着枯死的老树以及伴人高的薅草,一片荒凉。 可是现在现在谁敢轻视? 一只土黄色的大手从虚空中退去,消失在山门内。 这一幕震住了所有人。 各叫修士呆立不动,都猛了,有点发傻,这般景象与结果震撼了每一个人。 远方,山岭被砸断。 那是一位天神,竟被狠狠地扇飞了出去,撞倒二十几座山峰,大地裂开,巨石崩云。 地上有血,如小河般流淌,让那片山地一片烟红,触目惊心。 这是真的吗? 有人小声低语,生怕触怒什么禁忌? 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天哪,一位高高在上,俯视各族生灵的天神被扇飞了。 有人大吼,像是从梦中惊醒。 人们口干舌燥,出现咽口水的声音,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这种场面,这个结果,实在震撼人心。 残破的山门前,只有一个少年站在废墟上,黑色的长发,纯净的眼神,让他看起来从容而宁静。 轰。 远方山地上,一个庞大的身影站起,正开压在身上的山峰,顶天立地,双目如同两轮血月般,可怕无比,盯着这里。 他带着滔天的杀意,迈步走来,震得整片山地剧烈摇动,山石滚落,成片的参天古树花花作响,乱叶凋零。 各教修士全都大聚,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内心生出凛冽寒意,在这种惊人的压力下发抖,灵魂激动。 许多人在哆嗦,在这一股无上威压下,一些人不由自主跪了下去,浑身古文赤胜,对着那天神顶礼膜拜。 这是一种臣服,不受控制,源自灵魂与本能,对上位者,天神,无条件的服从与敬畏。 天神威不可挡,其他下阶的修士一旦遇上,根本没有办法抗衡,有一种天生的京剧,从而忍不住叩手。 只是,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强者,刚才被人一巴掌扇飞,并断掉了一条手臂。 齐道林 天神莫罗发怒,其阴阵的四眼抖动,天上像是有惊雷出现,四方云朵溃灭,全被震散了。 啊! 一些人大叫,捂着耳朵亮枪倒退,更有一些人蹊跷流血,满脸雪白,骇然退去。 这等威势,实在惊人。 老祖 天人族众人大叫,看着赶来的天神。 锅造什么,再不识抬聚,灭了你。 小破山门内,传来不耐烦的声音,张显霸气,不屑一顾。 所有人都后背声寒,阵阵发毛,这是何等的下人,张口就要涂掉一尊天神,而他却说的这般理所当然。 齐道主,你为何要这么做? 我与你无冤无仇。 大地斗动,庞大的天神迈步,一些巨石等净被震得离地而起,像是波及里的古物般,被高高掂起,而后又落下去。 他每迈出一步,地上的山石,枯木等巨物就会如此,被震上半空,而那些扎根在地上的粗大老树等则剧烈摇颤,要折断了。 宛若一场地震。 近了,人们已经看到他。 无冤无仇,你跑到我的山门来做什么,欺凌我弟子,你再找死吗?想化成飞灰,齐道林的声音传出,强硬的让人无言。 这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是一位天神,可是齐道主态度恶劣,语气冷硬,那意思是随时可以捏死他。 老祖受重伤了。 天人族重强发毛,感觉一阵惊悚,族中这么强大的人物居然被人击成这个样子。 这对于他们来说,跟天塌下来了一般,族中的高层,护佑天人族不衰,可在上界鼎盛下去,而金却丢掉一臂。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一个少年而起。 天神临近,他身穿紫金甲皱,闪烁可怕光辉,有一股射人的杀伐气,在其头上则带戴着紫金罐,竖着长发。 他的眼神可怕无比,比太阳还赤胜,让人无法正视,所有人都与之目光相处都会感觉灵魂剧痛。 唯有对他低头,或者在后面对他仰望,不能直视,这是一种天威。 只是这位天神情况不是很好,半边身子血流如柱,右臂断裂,紫金甲皱破碎,血液都溅到了长发上。 嗡! 天神没罗发光,虚空颤抖,刚才暴碎的壁骨还有散开的血气等快速倒流,聚在一起,重组齐臂绑。 最后,浮光赤胜,出现勃勃生机,断臂再生。 这就是天神的威势,肢体断开,可以快速就长好,不用漫长的修养,因为到了这等境界已算是高高在上,超越众强理解。 他只是一个散修,很多人都知晓,怎么成了祈道主你的弟子。 天神没罗的态度明显软了很多。 我不久前收的不行吗? 再有,我凭什么向你解释,再不识抬句,别怪我无情。 祈祷林呵斥。 祈道主,不要忘了,你曾在我天人族学艺。 墨罗提醒。 闭嘴,我那是在偷师。 再有,你滚还是不滚。 祈道林说道,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而是理直气壮。 许多人无言,震撼于他的强势,但是却也在惊叹,这位道主太另类了。 只有一些老辈人物知晓原因,祈道林所偷师的那些大教友半数都是因为被他所增,才故意去偷学。 祈道林曾经为某一个古老道统的唯一传人,在那一教被仙殿与人联手攻击时,部分大教落井下时,还有一些过去关系不错的见死未就。 故此,祈道林后来疯狂偷师,强大己身,有意霍乱一些大教。 天神莫罗脸色铁青,将在了这里,这实在很丢人,祈道主毫不留情,强势而冷硬,让他进退不得。 同时,他心中非常震惊,当年祈道林被各教围剿,虽然战力不比一般的教主弱,但境界还是差了一线。 那时,他与祈道林都是天神,可而今在看,祈道林早已在超脱在上,莫罗心中很不适滋味。 莫罗比祈道林年岁大了不少,可对方却迅速崛起,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方之主,将他远远的甩开了。 他心里很不平衡,故此最初相见时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有些拖大。 但是现在,他沉默了。 老祖,六节折损半数,真神等亦有陨落,而且忧郁被腰斩,失去了天命时,落在那小孽畜之手。 天人族一位神旨暗中传音,表达不愤。 什么,莫罗惊怒,别的还好说,但是忧郁被斩,遗失无价至宝天命时,这不能容忍。 因为,一块天命时就意味着可以造就出一位绝代高手,庇护天人族不衰,甚至中兴,在线无上辉煌。 他盯住了十号,眸子中射出冷冽的寒芒,杀气弥漫,决心不可动摇。 祈道主,让他交出我族其实。 莫罗说道,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我不杀你,当我好脾气是吗? 宏大的声音从小山门内震出,所有人都惊骇,因为看到了一道又一道涟漪扩散,成金黄色,冲向莫罗。 那只是声音而已,但现在却化形,比古文还赤胜,比汪洋还浩瀚,全部压向那高高在上的天神。 莫罗震惊,第一次也就罢了,这次他准备充足,并且以老天人赐下的密保护体,可还是支撑不住。 在这种道音下,在金色的涟漪中,他整个人横飞了起来,像是被一柄锯锤砸中,体内骨骼断裂声响起,并大口喷血。 天神莫罗砸在了远方的山脉中,遭受重创,久久难以爬起。 现场鸭雀无声,所有人都毛了,这是何等的威势。 天人族则面如死灰,从尊者到神旨,都颤立了,这还如何去征战,连族中的天神都不堪一击,被这样震飞。 他们看着山门处的少年,第一次发现,惹了一个大麻烦,居然引出这样的祸患。 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大仇早已结下。 忽然,一股波动传来,一条金光大道铺斩了也不知道多少万里,急速到了近前,那上面有两人,散发冲销的神灰。 一个中年男子目光犀利,搀扶着一个老人,两人伴着大道共鸣声,踩在数万里长的金光大道上,出现在此地。 这种手段经住了各教修士,人们尽若寒蝉,不敢乱语。 护道大人 天人族众人大叫,都快哭了,这次实在被压制得很惨,当见到族中的禁忌人物,他们像是找到了靠山。 过去一向是他们压制别人,强势无比,今天却屡屡受挫,连天神都被呵斥的吐血横飞。 心情可想而知。 齐兄,你这是要与我天人族开战吗? 金光大道上的中年人开口,他也是一位天神,昔日与齐道林是同一境界的人。 你们敢战吗? 停淡的声音的从山门内传出,接着又补了一句,道,我奉陪。 所有人都一颤,齐道林只是一个人而已,要挑战一族。 确切的说是昔日的皇族。 场内寂静。 那位天神没有敢再说话,因为这影响太大了,他如果敢接下来,这可能就是族战,影响他们十万年族运。 小齐,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 天人族的护道者开口,他身体干枯,头上长有一对黑色的鸡脚,被朦胧光辉笼罩。 光辉胜烈,至尊道场山门前多到了一道身影,齐道林出现,一身金色道袍烈烈,先锋道鼓,超燃世间上。 小辈争霸,神火镜出手干预也就罢了。 齐道林站在那里,神灰普照,声音变冷,道,连天神都敢来,真不想活的话,来多少我杀多少。 他话语铿锵,争争如剑鸣,震战人心,让所有人都一阵惊惧。 第七百八十一章 昭告天下 齐道林站在山门前的瓦砾上,道袍迎着刚锋而烈烈作响,神灰澎湃,冲上云霄,让整片至尊道场都神圣了起来,不再荒凉。 小齐,你的翅膀硬了,张口就要杀天神,闭口就要斩皇族。 护道哲冷悠悠的说道,他并非天人族,究竟是何种族无人得知,特别之处就是头上有一对黑色的鸡脚。 都杀到我山门来了,还让我好脾气。 要不改天我去天之城转悠一圈,大开杀戒一番。 齐道林平淡的说道,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他在说笑。 从这位道主过去的形式准则来看,说得出做得道。 齐道主,你别过分,我族户道前辈亲自来与你交谈,你却是这个姿态,真当我天人族软弱吗? 那位中年天神开口。 他很不凡,身躯被光芒淹没,古文交织成铠甲,披在身上,散发惊人的波动,目光如火炬般跳动。 但现在他身份只是一个道童,负责搀扶护道者,伴在身边。 事实上,他昔日的确是救护道者身边的童子,只不过漫长岁月过去后已经成长了起来,可以僻逆一方,傲视各族生灵。 真要是过分的话,我早就大开杀戒了,跟你们一般不要脸,管你什么尊者,真神,天神,我不顾身份全部震杀。 齐道林很随意的说道,但听在众人耳中,却惊雷震震,血淋淋,仿佛有一股滔天的杀气席卷而来。 小齐,我只问一句,能否将这个少年交出来? 天人族护道者说道,他拄着一条拐杖,身体勾搂,但双目开合间却有一种射人的光束。 在他目光所过之处,虚空都亮了起来,如同闪电横过,随后他更是将目光投向十号,盯着他看个不停。 十号心头一震,这个老者果然恐怖,单只是目光扫来,就如同天刀披落,带着滚滚杀气,绝对能让一座山峰崩开。 还好,祈祷林就站在旁边,他向外溢出一缕缕神圣光辉,笼罩了整座山门,那股杀意无法临近。 不能。 祈祷林很干脆的拒绝。 他是我足须除掉的祸胎,祈祷主你这是故意针锋香对吗? 此前,他与你根本没有多大的关系。 远方的山地中,天神莫罗站起身来,擦去嘴角的血,重接断骨,向这里走来,让这片山脉再次开始摇颤。 我郑重说一句,荒是我至尊道场的唯一传人,此语不是废话,而是要传天下,都给听清楚。 祈祷林喝道。 这一刻,他浑身发光,其音如惊涛骇浪,横扫巴荒,传向各地,震动这片天域。 这是在昭告天下吗?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一瞬间,火州,天仙州,昆州等临近这个地方的所有生灵全都有感,抬头望天。 显而易见,自今日后,荒的身份确定了,为至尊道场的唯一传人,而不再是一介散修,谁要动手就得先颠凉一番。 你,天神没罗变色,到了这一步气氛将住了,显然不可能让齐道林更改决定。 这片山地很多人吃惊,议论了起来。 尤其是一些老辈人物,更是露出异色,深知这位道主的脾气,真把他惹毛了,连天都能掀翻。 哎,人老了,但却不服老,小齐我们走上几招如何? 护道者开口,头上的鸡脚发光,目光也闪动神盲。 他必须要出手,而今寿源不多,在这晚年他通灵,偶然看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预感到十号对天人族来说是一个祸胎。 没问题。 齐道林答应得非常干脆,但最后又扫了一眼护道者,道,你血气干枯,还能站吗? 这样的话语,听得众人无言,齐道林当真是自负与强硬到了极点,这是在小觑天人族的护道者呀。 无妨,最近偶得一滴不老神叶,可以让我惨喘几年,进行这一战没问题。 护道者说道,纵天而上,一下子就到了苍羽上。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看着他老卖不堪,但不曾想却这么的迅疾,快到众人眼前一花就失去了他的踪影。 齐道林从容而镇定,刷的一声,也出现在天羽上,接近域外。 而山地中,天人族的眼睛都赤胜了起来,盯着十号,杀气弥漫,很多人就要动手。 莫罗也是如此,眼中凶光一闪,若是趁现在不顾一切的出手,彻底解决这个后患,齐道林真会发狂吗? 他与另外一名天神对视了一眼,短暂的交流。 他是一个疯子,臭名昭著,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样吧,我先将天命石取回来。 莫罗说道,若是什么都不做,又非常的不甘。 莫罗站在远处,冷漠的俯视着十号,散发天威,虽然没有出手,但是元神却如利剑般发光,喷薄可怕光雨。 他有一股冲动,虽不能杀十号,但却可以悄然在他心中留下一枚种子,扎根在上,日后破其道心,阻碍他崛起。 若是足够小心,应该可以瞒过齐道林,故此,他没有急着取天命石,还不如这样施展出绝护手。 随后,他脸去了眉心的神光,暗中以秘法凝结一枚神念种子,准备施展一种古老的秘法,明围道种魔术。 这种法最是隐秘,难以察觉,而他也是无意中得到的。 然而,齐某种刚祭出,还没有临近,十号神教就有所感,原始真姐所记载的古文闪烁,迅速浮现。 轰! 并且,天上一只巨大的巴掌落下,铺天盖地,覆盖了整座山峰,将莫罗压在下方,难以躲避。 什么? 他大吃一惊,这么隐蔽还被发掘了? 老子是什么人,偷师百家,种魔术我也会,还敢搬门弄斧。 齐道林冷声道,那只手掌爆发古文,恐怖无比。 啊! 强大如莫罗也只能惨叫,他对抗不了,寄出的一些法器全部崩碎了,而后他的肉身也是寸寸崩开,血溅天雨。 住手! 护道者大喝,有赤胜的光芒汹涌,阻挡齐道林。 在我的地盘,还敢施展绝护手,自己找死。 齐道林不为所动。 依旧向下拍来。 莫罗浑身是血,强大的肉身崩开,骨骼碎掉,在这只大手下根本就难以抵抗,鲜血染红了山地。 最后,他只有一道元神未灭。 大人救我。 莫罗大叫,惊恐到了极点。 自作孽。 齐道林冷亨,不过却放了他一马,道,我留你元神,让你休养数十年,寻到合适的肉身,到时候留给我的弟子去斩,用你魔力。 各叫强者都发毛,太强大了,这就是齐道主吗? 当年还被各叫追杀呢,而现在看来他要搅风搅雨的话,没有多少人可治了。 天空上,护道者阴沉着脸,道,小齐,你过分了,让我看一看这些年你到底多强了。 这一刻,他血气滔天,震撼了三周交界处,也不知道有多少大交的高手抬头,向这个方向望来。 在其身边,虚空裂开,蔓延出去不知道多少里,笼罩域外,整片世界都仿佛要破碎了。 此时此际,他不再老迈,甚至肌肤晶莹,腰背挺直,头上黑发如铺,一下子化作青年,生气很浓。 有点意思,不老神叶看来真的发挥作用了,正好试一试我的八九天弓威力如何。 其道林很平淡的说道,无惧一族护道者。 轰。 其道林站在狱外,金色道袍裂裂,一只手背在身后,但是四周却已腾起无边阴晕,神圣光辉普照世间。 他施展了八九天弓,所掌握的八九种最强宝术同时绽放,相互融合,发出阵龙发聩的大道神音。 天地茫茫,有雷电冲销,有真黄带着火焰长鸣,有巨棚展翅,有苍龙咆哮,有星辰连成片,化作涟漪,向外扩散可怕道光。 八九天弓转动,带着恐怖气息,让几种宝树融合,叠加在一起,出现各种惊世异象。 扑。 最后,护道者大口可血,整个人横飞了出去,所施展出最强神通被击散,遭受重创。 咔嚓。 关键时刻,他动用替命术。 用两根肌脚代替挤身,结果两只脚全部折断,盖着血,坠落下来。 护道者急速远去,再也没有回头。 并非护道者不够强,而是这八九天弓太厉害了,并且两人都是以最强手段对决,不胜击败。 这样的对决,一招与数千招没有什么区别。 我看谁还敢再叫我小齐。 齐道林降落在山门前,这样自语道。 十号富匪,老头子真是小心眼,估计之所以发威,是因为非常不满天人族护道者一口一个小齐的叫他。 那位护道大人如果知道,想来一定会吐血,早知道绝不会这般招货。 山地很静,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齐道林击败皇族护道者。 这绝对是惊天波澜。 老辈人物都意识到,变天了,当年的臭名昭著的天神齐道林,而今已经躋身于最强教主一列,成为了巨头。 而他的年岁却远远小于那些人,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哄! 这个地方人生鼎沸。 天人族黄黄,那名天神还有其他子弟全都脸色发白。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老天人出手才能镇压齐道林,不然绝对没有希望,可是老天人还能活多久。 齐道林看着白发白虚,但其实血气鼎盛,相对来说才起步,还有的是时间,可以活上漫长岁月。 他想要年轻,可以在一瞬间完成,化作轻壮年。 八九天宫还是有不小的缺陷,比不上六道轮回,需要改进。 他皱着眉头自语。 随后,齐道林霍的抬头,目光扫向八方,道,今日,我昭告天下,荒是我至尊一脉的传人。 他郑重的说道,显然是为了保护十号,避免有人继续打他的注意。 但我允许所有尊者来杀他。 接下来,这一句让所有人恶然。 神火敬的也可以,尽管对他出手。 齐道林再次补充。 十号文言,眉毛拧了起来,这个老头子什么意思,想让他举世皆敌吗? 但如果是天神等不顾身份,害我弟子,那就别怪本座不客气,灭你交道运,斩尽你们的弟子。 齐道林的声音宏大无比,震动天地。 事已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 小倍争霸,齐道林根本不会去管,就如同数千年前他的两位弟子被各叫门徒围攻时一般,他不曾理会。 可若是有天神不顾身份,针对他的弟子,那么他一定会登门,大开杀戒。 第七百八十二章 天下洞 齐道主臭名招着,他要是报复一个大教,那真是挡不住。 至尊道场没有过多的门徒,仅他们两人,齐道林根本不担心别人来报复,所以他才敢强势放言。 薅草丛生的山门,地基罗列,烂瓦遍地,但在师徒二人的光辉普照下,却显得神圣与不同了。 慌,成为了至尊道场的传人,祈道主昭告天下,从今以后打他主义的人不多了吧? 你错了,以后还是会有,而且多半都是狠茶字。 明面上不敢了吧? 各教修士议论,他们非常激动,刚才的一场大战令人血液激勇,天人族的护道者都败了,这件事影响极大。 慌,成为了一个名人,被臭名招着的齐道林宣布为该门弟子,这肯定要传遍诸多大族,不知是否也会因此而成为不良修士。 天人族最失落,很多人面色灰白,这个打击太大了,天神不敌,连护道者都被人斩落下来两根脚。 堂堂皇族,情何以堪? 所有人都低头,握紧了拳头,这是莫大的耻辱,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老天人会出手吗?可他要进广袤的无人区了。 同时,一些人有悔意,当初如果不济于十号的宝树,与他结好,完全会是另一种情形。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慌,一名少年,让我族天神遭劫,护道大人受伤,年轻巧楚被斩,真是奇耻大辱。 一些人悲愤,悔不当初,这样的结果太糟糕了。 只是眼下心中在愤,也得低头掩饰,不然的话那个奇道林绝不是什么善茶儿,一个弄不好横扫了他们也说不定。 芸汐站在一座山峰上,拖在地上的长裙飘舞,洁白晶莹的面孔上有些惆怅,眸子很梦幻,像是有薄雾,绣发飘舞,整个人寂静不动,在出神。 你还好吧? 十号传音,今天芸汐不计后果,要相助她逃走,她怎会不管不问? 还好。 芸汐勉强笑了笑,今日她所做的事出阁了,不是替天人族考虑,而是有通敌之嫌。 别回天之城了。 十号说道,避免她被天人族难为。 芸汐摇头,她的祖父与亲人都在那里,怎能不回去,而且她终究是天人族的一员,无论如何也不会叛族而去。 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老天人还有几位天神对我很好,他们会理解我的所为。 并且,如今与天命时融合的人不多了。 芸汐没有继续说下去。 优语半废,如今她将成为天人族最强大的天才,皇族不会自毁长城,只会引导,让她对族群有归属感。 要不,我将另外一人也斩掉。 十号说道,在人群中寻找,她倒是真想将另外一个还有天命时的天人给收拾了。 别。 芸汐吓了一大跳。 只要你还活着,而我也还春秋鼎盛,天人族便不会轻举妄动,不会有过激行为。 其道林插嘴,对十号说道。 芸汐最后看了一眼,目光带着带着失落,迎白动人的容颜上有些伤感,眸子有些水雾,而今走到这一步她并不愿,只是很多事已发生。 她挥了挥手,快去远去。 天人族离去了,不敢在这里大放厥词,要是敢说狠话,肯定一个都跑不了。 事已至此,这次的风波落幕。 可以说,这次天人族损失惨重,神况被毁,族中高层战败,真神,年轻至尊又被十号斩掉,太过震撼。 终究是昔日的皇族,不负当年之威了。 人们感叹。 他们的辉煌留在了太古,并非今朝的地族。 众人先后离开,这片山地人影绰绰,最后慢慢恢复了宁静。 随着消息传出,各州震动。 一些大教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全都惊异,少年荒境惹出这么大的风波,将臭名招着的齐道林都牵连了进来。 天人族大败,可谓颜面尽失。 好一个荒,先杀明子,再斩太阳神藤,还曾败圣语族初代,也曾击闪电子,如今又击败天命神话,战绩是何等的辉煌。 各方轰动,很多大州的修士都在谈论。 一时间,荒名洞数十上百州,引发各方关注。 它成了气候。 一座古老的铜殿,宏大无比,如同一座巨山般,一个青年盘坐,眸子疏得睁开了,射出两道冷殿。 这里是仙殿,号称上界最古老与神秘的道统传承帝之一。 仙殿传人得到了禀报,目光幽深,气息恐怖,比在原天秘境的为仙殿的年轻大人强了一大劫。 若是有人在这里,一定会大吃一惊。 两者虽然容貌相同,但是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此人太恐怖了,眸子开合间,金色与银色符号不断呈现,像是能看穿虚空。 一缕又一缕大道气息从她的身体弥漫而出。 大人,无须动怒,她绝不是你的对手。 一个老仆人说道,背负金色羽翼,气息惊人,这是一个顶级神灵,但是却只能在仙殿为谱。 让刺身回来,她带我行走世间,荒废修行,她失利我脸上也无光。 这个青年淡漠的说道。 大人是要。 老仆人神色一变,主身要杀刺身,再凝结出一具更强的刺身吗? 我知道,你与他关系不错,但不用担心,现在没有时间了,我不能再耗元气去奋出一身。 这个青年冷漠的说道。 他站起身来,望着青铜仙殿外的混沌器,道,百川惠海,三千周天才大决战就快开始了,我要达到最强。 老仆人心颤,他知道,青年要做什么了。 大人不再等了吗,现在就要两身合一吗? 不错,主身,四身融合归一,我要以最强姿态打进仙谷,主宰臣服。 青年冷漠的说道,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无敌气概。 若是外人听到这些消息,一定会当场实话,难以置信。 外面,那么强大的仙殿传人,居然只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刺身,而非真身,这实在是有些恐怖无边。 很多人或许都有错觉了吧,以为我不能无敌天下,甚至当时都有敌,更遑论与古代的那些怪物比了,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仙殿传人的主身冷冷的说道。 大人天纵之姿,古来仅有,一定可以横扫诸天敌。 老者说道,背后的金色羽翼拍动,一缕缕道气弥漫,它很强大,却也只能在这里围奴。 青铜仙殿外混沌器环绕,并且还有一道道的天地木器在凝聚,景象惊人,这是夺天地造化之地。 一般人若是在这里,一定震惊。 而这个地方,就是各大教主也想进来,哪怕只在这古殿中参悟上数日也好,这里有古代一刻,有人先传承。 也许,很多人都以为,因为有古代那些怪物将跳出来,我连前十甚至前二十名都进不了吧,嘿。 青年自语,脸上带着嘲讽之色。 大人之姿,超乎他们的想象,到时候所有人都会惊颤。 老仆人说道。 他并不是一味恭维,而是这个青年真的太强了,仅是这句主身出去,就足以掀翻一片天地。 而不久后,主身与刺身融合,那会多么强大? 不可揣拓。 事实上,如今能猜到他还没有展现最强姿态的或许也只有补天教,因为月蝉能分主刺身也是得了仙殿的法。 另一片古地,一座紫气缭绕。 亘古长存的大山,此时轰得一巨阵,堵在山根处的一块百万金巨石被人一脚踢飞,没入了云层中,就此消失不见。 哈哈。 放肆的大笑声传来,阵的天雨凝颤,一个男子从古洞中大步走了出来,一头血发,眉心声有一只竖眼,他张扬无比,昂着头颅,望着苍天。 我终于出关了,老头子血藏我二十年,每次带我出去都是生死魔力,血拼,战斗更境界的人,而今我要自由了,哈哈哈哈。 他畅快大笑,满头赤发如同火焰在燃烧,除雀数眼外,另外两只眼睛邪技无比,如同盖世妖魔转生。 我将大坟天宫修炼到了这个年龄前五谷人的地步,第九重天,可以去杀生了,让我想一想,宰了谁呢? 这个赤发男子自愈,目光可怕,有一种妖气弥漫躯体。 嗯,应该把仙殿传人的脑袋割下来,不然别人太弱,或者将另外几个道筒被血藏的家伙寻出来。 这时,一个老翁降落,神灰普照,但是却对青年很客气,显然也是仆人。 你来得正好,给我说说,都有哪些家伙厉害,怎么着我也得先宰上三两个。 其他神秘古舟也有类似的事发生,被血藏的不是奇才出关,引发了天地异象。 一个金色的湖泊,此际沸腾。 地下水浮中,喷出冲销的盛光,震动这片天雨,惊动这一周诸多大叫,很多人发呆,向着这个方向望去。 一个女子从水浮中复苏,藤天而上,爆发万丈金光,一头金色发丝飞舞,连瞳孔都是金色的,俯视山川万物。 她的气息分外的强大,明明还没有点燃神火,但是却绝对的恐怖。 这一道桶,很多万年没有人出来了,都以为他们哭记了,不曾想,绝世水浮中的混沌阵开启,走出一个金发天女。 有强大的人物惊叹,颇为感慨。 除此之外,其他大洲也有异常,随着三千洲天才大战将要开启,被血藏的人开始出关。 第783章 璀璨默示 山地中很宁静,其道林盘坐在一块大青石上,金色道袍裂裂,须发洁白,很有一副仙道高人的样子。 但是,十号知道,老头子有时候很猥琐,连他这个弟子都是被偷来的,每次想到,都让他有一股被坑了的感觉。 道主,你这么强大,怎么也算是一方之主了吧,随便我赐我一些法器吧,我要求也不高,你用过的东西,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送我鸡剑吧。 十号说道。 其道慈祥的笑了起来,道,这算得了什么。 十号闻听,赶紧补充,道,道主,千万别送我什么天神法器,你都成为教主级的人物了,怎么也得送一件镇教之宝吧。 其道林的笑容更和蔼了,道,这些法器太寒酸。 十号精益,但又觉得不妙,老头子会如此大方。 你看这是什么。 其道林汤开手掌,笑意灿烂,金色道袍发光,那只手在整片虚空中一画,天地嗡嗡作响。 隐身法器吗? 十号狐疑,盯着他的那只手掌,因为什么都没有见到。 法器,格局太小,我送你的东西,价值无量,比他大多了。 其道林淡定的说道。 什么? 十号寻觅。 整片世界。 其道林傲然说道,一手指天,一手指的,道,这些都是你的。 十号。 他就知道,老头子名声不太好,或许应该说很糟糕,以他的为人,不太可能会给他治保,果然,这也太能忽悠了。 其道林宝相庄言,道,这么大的世界,广袤无边,九天十地任你纵横,想要什么,自己去去吧。 老头子,别这么严肃可好,我起鸡皮疙瘩了。 十号小声道。 其道林当头棒喝,道,灭徒,你这是什么态度,没看到为师的良苦用心吗? 别人送其真,秘宝,古书,为师可是送了你整片世界,让你可以上击九天,下探九幽,天地有多广阔,你的心就有多广阔,你未来的成就就有多广阔。 十号无语,这老头子还真能说道,加之动用了秘法,浑身绽放神圣光辉,还真很唬人,一副神棍的样子。 但是。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被忽悠的人,体内原始真解的古文运转,自身相当的清醒,根本就不受影响,孤农道,其实,我只想要一件秘宝,可以用这片世界跟你换。 涅图,你气死我了,当年你的两位师兄经我棒喝,当即顿悟,心中生腾起凌云壮志,热泪盈眶,高歌着,要掌握整片大世界,去搏杀,英雄弃盖世。 你看你,成什么样子,觉悟太低。 祈祷林数落。 是顿悟吗,还是气到泪流满面呢,为啥后来被人打跑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十号小声道。 你在说什么? 太不像话了。 质疑道主,怀疑师兄,你想盼门吗? 祈祷林追胡子瞪眼,不管怎样说,这陈年就是让他很没面子,就是臭名昭著的祈祷也不想提这件事。 话说,道主,我那两位师兄去哪了,你没去找吗? 十号一副探索欲望十足的样子。 你给我闭嘴,再敢提这件事,我清理门户。 祈祷林瞪眼。 我只是奇怪而已,以道主这等战力,教导出的弟子怎么会差呢,当年是何等人物将两位师兄给打跑了,抛弃师门,再也不肯回来。 小子你找奏吧,祈祷林眉毛直跳。 虽然知道这个孽徒是在故意气他,但他还是吐出一些就是,道,这一次,说不定你能见到那个人。 啥,打跑两个师兄的家伙还活着,道主你也太废了,要是我抬手就灭了他。 你这七师灭祖,大逆不道的混账,我废了你。 别呀,道主你得有大气魄,你刚才还在说,心有多大世界有多大,未来的成就有多大。 十号嘚瑟。 我从不以大欺小。 祈祷林咬牙说道。 很快,十号了解道,虽然说是一群人来攻至尊道场,但是其实暗中另有人出手,击败了两位师兄。 那个人后来参加了三千周天才大决战,天下第一。 一个古代怪物啊,可能封印到了这一世,你是说,我多半会遇到。 十号摸着下河,一阵作牙花子。 他觉得,这一次大决战,高手太多了,以他目前不败的战绩到时候多半也要遇到无法想象的敌手,注定的血拼。 道主,你看我连天命神话都击破了,这次你在估墨下,我能排进前击。 十号说道。 祈祷林叹了一口气,难得的郑重了起来,一本正经,道,我又了解到了一些情况,争取近二十吧,实在不行,努力闯进前三十名。 十号一听,脸当即就垮了下来,上次还让他争取近前十,实在不行二十名也可以呢,结果现在怎么又退了十名。 老头子,你什么意思,也太小瞧我了吧。 他相当的不满意。 祈祷林轻叹,神色凝重,道,因为我得到了一些密文,实在是了不得。 什么密文? 十号问道。 我给你的那堆古书,记载了古代一些最惊艳的奇才他们也曾想在神火镜踏出不同的路,你都看过了吧? 是。 十号点头,那些人都失败了,下场很惨,死的死,废的废,可叹了一匹古今最惊艳的无上天骄。 近日,我了解到,这样的人有些没死,活在一些禁地的冰窟中。 祈祷林严肃而认真,郑重说道,这意味着,古代的怪物又多了一些,而且极度恐怖。 十号愕然,他在研读那些古书时,还在遗憾,这样一群在史上光芒璀璨的绝世天骄过早的陨落,不能切磋,实在很遗憾。 可结果现在却听到,有人可能还活着。 我怎么觉得压力倍增,道主你该不会是故意夸大吧? 十号真的觉得,这一战越来越难了,想不流血都不薪。 而自他出事以来,还从未有一败。 为了不打击你的信心,我说的已经很委婉了,你,别介意。 人生的路还长,你积淀太浅,毕竟他们都是成长起来的怪物,你只要活下来,在将来崛起就可以。 齐道林说道。 十号越听越不是滋味,邪逆老头子,这还算委婉。 简直就要戳他鼻子了。 群星闪耀,所有古代的最强怪物都会出来,究竟谁会成为一轮冉冉升起的金色大日呢? 独璀璨于天语上,傲视群星。 齐道林自语。 我呀! 十号指着自己。 齐道林摇了摇头,道,我说三十,你就不要多想了,好好的夯实根基,努力活下来就行了。 起初,十号还没有弄明白三十什么意思,后来醒悟,直接咬牙,这遭老头子居然这么没品,认定他最多也就止步三十名,给他起了个小绰号。 这么看不起我,到时候我进造化战场后,将他们一一轰飞,挡我路的怪物,不是人形的全部烤熟吃掉,人形的怪物难的镇压,女的捉来暖床。 十号叫嚣,表达自己的宏愿。 有志气有理想总归是好的,但进入仙谷后,梦要早点醒来,什么都比不上活着最要紧。 齐道林探道,很认真的告诫,这不是开玩笑与打击,而是真的这样认为。 因为,这一世群星璀璨,古代的最强怪物都会出来。 为什么都挤到一起了,急着投胎吗? 十号诅咒 都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只有那朵针仙花开放,才能进仙谷,花开花蟹将满三千次,最后一条大道也要占尽,要凋零了。 齐道林说道 十号一经,了解道,想尽造化的必须要等那朵花开放,才能打开路途。 花开花蟹,只能最后一次盛开了,将永雕,过了这一世再无机会进去。 而且,有人已经推测出,针仙花最后一次绽放,我们这一纪元也可能要终结了,不朽将来,末世将至。 齐道林很宁静,眸子看着远方的天际。 什么,末世? 十号心头大惊。 也许不是末世,但是有禁忌人物曾联手,耗尽法力与心血进行推演,前路茫茫,看不到未来。 所以,所有人都要去争渡,只有超脱才行。 十号被惊得一愣一愣的,好长时间没说话。 直到很久后,齐道林微笑,道,怕了吗? 怕啥? 十号中气十足,看向齐道林,道,既然时光无多,未来茫茫,人生当高歌。 道主你这么强大,我现在去当个魔王,抢夺各教圣女,开一个大大的后宫,应该没问题吧。 齐道林脸上的微笑顿时僵住了,而后探出大手就拍他,道,灭图,你在想什么呢,我以为你会斗志昂扬,结果却跟我说要开一个大大的后宫,反了你了。 十号抱头鼠窜,被揍得嗷嗷直叫,喊道,这是我人生的崇高理想,你得尊重,指望不了你,看来只能靠我自己了,男儿当自强。 最后,十号被揍得惨叫,实在熬不住了,妥协道,别打了,关于我的理想,以后再说,自己去努力。 现在,有另外一件事,饱你感兴趣。 齐道林不为所动,依旧揍他。 道主,你不想知道你师父去哪了吗,别求我。 十号愤愤的叫道。 齐道林一下子僵住了,手举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双目深邃,盯着十号,看得他直发毛。 说,你知道了什么? 齐道林话语带着颤音,身体都在微斗。 十号健壮,好整一霞,先是斩平自己的衣衫,而后又咳嗽了一声,轻了轻嗓子,结果,又惹来一大巴掌。 死老头子,你再敢对我不敬,打死我也不说。 他叫板。 好徒儿,为师错了,说吧。 齐道林声音放得柔和,这样说道。 十号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有点发毛,道,算了,我说,一切都是为了我的人生理想,去那里夺机缘,增加实力。 他这样安慰自己。 他看着齐道林,道,我说出来后,你可千万别激动,万一控制不住自己,跑过去乱来,估计我就得继承你的一致了,马上升格为至尊道场的道主了。 小兔崽子,你敢咒我? 齐道林黑下了脸。 冷静,一定要冷静。 十号说道,而后又等了很长时间,让齐道林调节自己的情绪,直到又要挨揍,才道,我看到了三世铜关,九条龙拉着他,停在一处谷地中。 什么,齐道林腾的一声,浑身冒出无穷符文,一股恐怖气息从天灵盖内冲起,撕裂高天,震动这片山地。 冷静,千万别乱来。 十号说道,他还真怕老头子受刺激后,直接跑去开关。 快说,怎么回事? 齐道林催促。 十号并不隐瞒,一一到来,说道他熬煮九条龙的龙骨,想炖出一锅龙水汤失败时,还不忘记诅咒与遗憾。 哎呦,疼死我了。 十号痛叫。 你这小兔子,我揍不死你,什么都敢吃,连他们你都敢熬炖。 可怜的十号,又被削了一顿,让他愤愤不已,跟老头子叫板,扬言不带他去。 最后,这对极品师徒超长嚷嚷,赶往火州大平原,要去开启三世铜关。 第七百八十四章开启三世铜关 火州,广袤无边。 草原深处,师徒二人从天上降落。 冷静,千万别乱来。 十号还真怕他一激动,直接去打开青铜关果,南样座会有莫测的危险。 带路 其道林化与剑洁,神色严肃,一身金色道袍烈烈作响,八九天弓自行运转。 两人向离弦之剑,没入地层深处,一转眼进入了无边的黑暗中,他们在施展土形法术,一路下沉。 地下,寂静无声,空旷无比,这是十号将三世铜关移来后开凿出的巨洞,距离地面也不知道多少里,伸手不见五指。 刚一接近,强大如其道林寒毛倒数,老头子须发皆张,一身道袍古荡刚风,爆发出璀璨的神光。 在其周围形成一片无形的场域,将自己还有十号护在当中,盯着前方。 地下世界被照亮,那里有九具晶莹的骨架,横尘在土层中,还有一具硕大的铜关长满绿秀,寂静无声。 真的是,三世铜关。 其道林颤抖着伸出手,一步一步向前,想要去抚摸,脸上写满了激动。 稳住。 十号提醒,心中七上八下,这次该不会害了这位道主吧。 其道林站在这里,层层符文密布,照亮了整片地下世界,一切都清晰可见。 九具龙骨洁白剔透,铜关则古老后尘,镌刻岁月沧桑,两者连在一起,形成一种诡异的景象。 若隐若无间,仿佛有古代的祭祀音响起,又像是有无边的杀戮声如海啸般拍击而来。 十号经义,以前他独自来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今天还没有接触青铜关怎么就有了这等异常反应。 不同的人,不同的景。 其道林开口,他虽然心绪起伏,但是并未因激动而失去理智。 道横高深如他,不可能犯低级错误。 那团神秘火焰在哪里? 十号寻找,没有见到。 师父,当年你为了追逐三世铜关,将自己的命都搭了进去,让至尊殿堂没落,今日我也看到了他。 其道林开口。 这是他第一次亲口说出,究竟来自何地? 十号并不意外,早已料到,至尊道场的道主就是至尊殿堂的最后一位传人,这个道统与仙殿自古对立。 师父,你说这铜关关乎甚大,来自仙谷,带出了重要的消息,也可能与我们的传承有关,所以一路寻觅,想要开启。 今日我就站在他的面前,不知道能否完成你的心愿。 其道林说道。 十号毛骨悚然,赶忙开口,道,道主,别乱来,你赌物私人,可以在此评调,看一看棺果上是否有老道主留下的线索,但千万不能自现绝境。 他已经了解到,三世铜关无法真正开启,一旦触及,将它打开,会有生死大祸。 至尊殿堂的主人,昔日和其的强大,就因为开启此关而遭受重创。 最后才被仙殿的古老存在联合人击杀。 我自然知道。 其道林点头,他并不是要一味的蛮干。 随着其道林接近,青铜关开始发光,变得透亮如玉,与以往大不相同,非常的神秘,散发不朽与强大的气息。 越强大的人接近他,遭受的反击力越大。 十号露出金融,也许只有超过一个临界点,才能无惧这股光辉。 其道林心头巨震,强如他,在靠近铜关时也躯体摇动,元神如被天刀逼近,竟有要被展开的危机。 好厉害,不愧为三世铜关,是传承于仙谷的神圣之物。 其道林说道。 嗡。 其道林浑身古文交织,他施展八九天弓,数种宝数叠加,融合,他的气息一下子变得宏大无比。 在其头上,一颗又一颗大星闪烁,炼成一片,有星河涟漪扩散,如同开戒。 在其周围,有苍龙腾天,横跟苍羽,有凤长鸣,赤红一片,有鹏斩翅,金光万众。 十号震动,这种威势果然可怕,这样施法绝对超越几种宝数力量的相加。 然而,青铜关也不凡,铜袖消失,整体如同玉石般,晶莹通透,释放不朽的光辉,让其道林震动。 我这是要遭劫吗,会被鱼波粉碎。 十号自语,他觉得将老头子引到这里是个错误,太乱来了。 不用担心,我有分寸,不会自寻死路。 其道林传音,显然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竟在大口喘气。 实力越强,被三世铜关压制得越厉害。 他一步一步前行,浑身骨纹燃烧,八九天宫被他发挥到了极致,这样才到进前,踏入巨关内,而后他伸手触碰到了小关。 轰。 其道林巨阵,大口可血,但是他依旧不曾助手,坚定而执拗地去开关。 道主别勉强,你想看的话,我帮你去开启,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十号在后喊道。 不同境界的人,所见不同。 其道林坚定的摇头,只有顶尖人物才能探索到究极秘密。 他身体摇动,随时会倒下去,但是依旧伸出手,掀开了一脚。 这一刻,仙道宝音轰鸣,自那一脚缝隙中传出,震得其道林整个人抖动,并且哇的一声大口喷血。 老头子你快住手,真想让我立刻就继承道主之位呀。 十号大叫。 砰。 其道林整个人横飞了出去,被一股莫大的威压击退,撞进土层深处,出现一个人形伸洞。 十号一惊,快速钻进洞中,追了下去。 居然前行百里,才发现其道林。 他震塌了最后的这片空间,被土石埋着,满嘴血沫,好不凄惨。 一身金色道袍都裂开了,若非八九天宫护体,他刚才多半要断成几节。 好厉害,好恐怖的三世同观,不愧为自古就存于世间的至宝。 其道林探道。 而后,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并不沮丧,反而振奋与激动,道,我感受到了师父留下的气息,有印记落在当中,这是给我的提示吗? 我要看个究竟。 道主别冒险了,会有性命危险。 十号劝阻。 凭我其道主演睫毛都是空的,怎么可能会自己送死,放心,我有分寸。 其道林说道,化成一道光,再次出现在青铜关前。 十号漠然,跟了下来,他第一次发现,修行这条路很长,最起码现在看不到尽头,谁敢说一例在绝垫上。 连老头子都在这里负伤了。 其道林发光,八九天宫再次运转,接近小铜关,他因为发光,赤胜无比,仿佛化成了洁白的玉石。 开。 其道林大吼,天宫发挥到极近,简直拥有击穿大世界屏障之力,终于将关盖再次掀开一些。 师尊示警。 他一阵悚然,感应到一片残缺的印记,震惊而又发颤。 远处,十号也是一经,当年的至尊殿堂之主到底何等的强大,居然能在三世铜关内留下烙印,修为震骨朔金。 然而,其道林再次被震飞了,狂喷鲜血,修为越强,遭受的冲击越大。 但是,他并不气美,一次又一次的返回,坚持开启铜关,要看老至尊留下的残缺印记中到底记载了什么。 第六次时,他终于成功,见到一段残缺的神石。 来了,他们要来了,只有短暂的几个字,化成神石符文没入其道林的头中,让他感知到了一种悚然,振战,还有绝望。 在远处,就连十号也能感受到这种情绪波动,而他也见到了那段神石闪耀出的古字,当即变色,心头经济。 一位老至尊,公参造化,古来含有对手,绝对是无上的禁忌人物,修为在齐道林之上,他居然会留下这种神石念。 他在害怕,在惊颤,在恐惧与绝望,这意味了什么? 十号觉得发毛,这留下的残缺印记,究竟要告诉后人什么消息? 齐道林从头梁到脚,那位至尊,虽然只为他助击,不曾留下绝世法,但依旧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也是他眼中无敌的神话。 可是眼下,连老至尊都在发抖,这,不可想象。 他倒退,不断倒退,醉脚流血,离开铜关,盘坐在地,默默思量。 也许,只有秦柱仙殿那个自太古开始就一直在沉眠的古老存在,才能得惜全部。 十号就没说到。 因为,老至尊最后曾与仙殿有过一战,也许说出了什么,只是该教不曾透露。 很久后,齐道林睁开了眼睛,并且伤势好了一些,他再次运转八九天弓,道,最后一次尝试。 轰。 九条龙骨发光,青铜骨关如金色的太阳般赤胜,照耀出不朽的光辉,晶莹到近乎透明。 轰。 齐道林被震的倒退,一步一吐血,但是那青铜关却发生了一变,自主在开启,最后关盖打开了小半。 不仅十号瞠目结舌,就是齐道林也发呆,他只是最后一试而已,居然导致了这种变化,真的要开关成功了。 光雨冲起,圣洁无暇,自那关中洒落。 突然,一道身影,冲出,立身在半空中。 别说十号,就是齐道林也含毛炸力,嗖嗖冒含气,头皮都在发麻,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太突兀了,是一场惊变。 寂静万古的铜关,居然就这样冲出一个人。 光辉万众,照耀古今,书写不朽,这个人像是傲立在时间长河上。 第七百八十五章 时仙 光雨洒落,并且伴着花瓣,晶莹剔透,这是一个白衣男子,风神如玉,唯一的瑕疵是没有发丝,头上光溜溜。 他的瞳孔很特别,瞳孔竟然是万这样的符号,灿灿升华,如同鲜火在燃烧,但却有一股透彻人心的伟丽。 这是什么人?别说十号,就是其道林都发毛,这个人太可怕了,那种神韵难以言表,超脱人世上,伴着不朽的气息。 他拈花而栗,有种绝代风姿。 若是一般的男子,头上无发,手中持花,一定会让人作呕,可他却风姿无双,产是无尽大道神韵。 一位古僧。 其道林瞳孔收缩,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想到了一些传闻。 先古时,曾有这种修行者,而今的西方教剧传就是参考了他们的教义,得到过他们残缺的法,继而崛起,成为最顶级的道统。 十号从其道林的神念中得息后,不禁悚然,这未免,太害人了。 这位古僧,何等的境界? 漫长岁月过去,他依旧还活着,岂不是说可能是一尊真正的,仙。 今日所见,太过震撼,让其道林与十号瞠目结舌,一股寒气从头蔓延到脚底,心中有一种大敬畏。 不过,他们并未感觉到压迫,那白衣古僧不曾出手,目光平和,有的只是一种超然世间外的无上风采。 两人还未回过神来,如太阳般赤圣的青铜棺中再次飞出一道人影,立在半空中。 他一身道袍斩动,发丝浓密,披散在胸前背后,目光深邃,身体被原始母气缭绕,高高在上,令人忍不住要膜拜。 仔细观看,这个人让人恐惧。 因为,在其眸自有太阳升起,太阴西沉的景象,更有群星破碎,宇宙干枯的可怕景象,震撼人心。 他仿佛踏过时间长河,见证了沧海桑田,时代变迁。 而在他的手中,更是持有一杆古番,混沌气弥漫,一箭之下就让人觉得,此气可以开天辟地,威力无穷。 其道临时化,有点痴呆,实在被震住了。 这难道是轻微天主? 他近乎梦意,声音模糊不清,整个人都傻了。 曾有人觉出过仙古遗迹,发现过一些记载,曾有这样一尊仙,号称无敌,所向披靡,陨落在仙古年代。 这个道人便是如此形态,手持一杆古番,可掠天地,可掩混沌,法力无边。 当时号小心询问,得惜情况后,被惊得一愣一愣的,真正的仙还活着,又出现了。 他寒毛嗖嗖的倒数,浑身冰寒。 据传,轻微天主与大赤天主是师兄弟。 其道临自语,依旧如同梦一般,眼前所见,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十号对仙古不了解,但是对于轻微天与大赤天却并不陌生,早就听闻过了,对于道门来说意义非凡。 痴。 青铜关再次爆发赤胜光辉,金色岩浆涌动,一个披头散发的青年男子出现,目光妖异,如同一个盖世妖先将士。 这个人,其道林认不出,不知道来历。 这个场面让人神魂经济莫名,唯一令人安心的是,三大强者出现后,并未针对他们,超然在上。 而这还不算完,不断有人影出现,全都具有盖带神资,足以俯视众生,他们展现的道运不可想象。 强如其道林,此时都猛了,近乎发傻,抬头看着那些人。 哐当。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青铜关的盖子自动闭合,不再有人出现,而那半空中早已排了一列可怕身影。 仔细点数,不多不少,整整十人。 无论是那名白衣神僧,还是轻微天主,亦或是后来出现的人,都有一种不可描述的神韵,不是放威压,但却让人由衷的臣服,要扣手。 十号耿着脖子,苦苦支撑。 其道林也是如此,修为强大,承受的压力竟也巨大,微微抖动,艰难抗拒。 两个人太骄傲了,即便是面对这样的无上生灵也不肯屈服,竭尽所能的对抗与坚持。 不是都,死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 十号艰难开口,声音微弱如同蚊虫。 其道林也不解,他相信绝出的古迹所展现的证据,道,有古怪。 自始至终,这十尊生灵都没有看他们,都注视着一个方向,像是可以望穿土层,堪破虚空,得见未来一般。 最后,瘟的一声清响,混沌气澎湃,十道身影冲天而起。 走! 其道林若有所觉,抓住十号跟了出去,瞬息到了地面。 轰! 十道身影,在苍穹上寸寸锻炼,化成十股光,赤胜无比,照亮了古今未来,惊天动地。 这是怎么了? 十号惊异,心头颤动。 不是活人。 其道林开口,盯着高天。 他们不是真正的肉身,都是光,灿烈惊天,包括轻微天主的古藩也不是实体,而是一团光,与他合在一起。 这他妈的,究竟是轮回的旧事,还是人哪? 其道林咬牙切齿,想到刚才自己差点出丑,眸光如神毛,发丝乱舞。 最后,十道光向着同一个方位而去,急速消失在天际尽头。 那个方向是,其道林变色,比刚才见到那些人出现,还情绪波动剧烈。 道主怎么了? 十号问道。 那个方向是广袤的无人区。 其道林神色严肃无比,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一阵头大,太阳穴都疼。 这会发生什么? 没人说得清。 他们还活着吗? 十号惊问。 不可能。 其道林摇头,仔细体悟,刚才十道身影并非活着的生灵,也无意志。 两人默默站着,看向远方,谁都无法预料会有怎样的变故,为何会发生这种事。 我们可能加速了某种进程,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也许这几日内会有什么事发生。 都说三世同观神秘,有莫大的因果,看来不会有错。 其道林长叹,眉头紧皱。 随后,他们又回到了地下,看着同观,久久未雨。 这观中还有东西吧,不可能只有刚才的十道光。 很长时间后,十号说道。 有,最起码我刚才见到还有人不曾出来。 其道林点头。 他们盯着谷观,不愿轻举妄动了。 忽然,远处的黑暗空间中亮起一团光,摇曳而来,接近此地。 就是他。 十号激动,再次见到了那团神秘的火焰。 他只有拳头大那么一团,很特别,由纯粹的符号组成,并不像是神焰,有种古朴的气息,富有道运。 其道林双目幽深,看着这团火,强如他也直簇眉,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这是混沌焰吗? 十号小声问道。 不是。 其道林摇头,他没有见过那团混沌火,但是却读过古书上的记载,绝非这个样子。 鲜火。 见识广博,臭名昭著,偷师百家的其道主头疼,他竟然看不透这团火,越瞧越觉得邪门,弄不清楚。 火舟的形成,是不是与他有关? 十号小声道。 其道林文言心头一动,火舟广袤无边,保守估计方圆也有数千万里,甚至会大上十数倍,只因一团火在地下,就会造成一周不时莫名着火。 以我交给你的仙谷祭祀与跟他沟通试试看,让他跟你走。 十号文言,立刻行动起来。 然而,那团火很淡定,轻亮而透彻,悬在虚空中,跟他们对峙,不曾有任何变化。 十号口干舌燥,在这里磨叽了两个时辰,最后嗓子都冒烟了,那团火不曾动弹一下。 这气得他,真想一巴掌给抓过来。 道主,不管用啊,还是你出马吧,以八九天宫将他收了,而后再传给我。 十号窜多骑道林出手。 骑道林盯着不远处那团火,观察了片刻后点了点头,他觉得这团火很古怪,值得出手探个究竟。 然而,他刚一动,古文才绽放,那团火便有感,瞬息扑了过来,快到极致。 整片天地一下子璀璨,他的光芒比刚才胜裂了万倍不止,让人双目都要失明了,骑道林惊悚,他大叫不好。 这火太妖灭了,恐怖到邪护,绝对能粉死巨头。 他身体发光,药果带着十号一起离去,然而他吃惊的发现,这团火已到了尽前,快到不可思议,隔在师徒二人之间。 唯一让他放心的是,这火是冲着他来的,并未焚向十号。 其道林不多想,急速冲销而去,离开了这片地下世界。 赤裂火光暗淡下来,这团火恢复了刚才的样子,变得柔和,悬在十号的近前。 老头子,跑得真快,他,把我扔在了这里。 十号磨牙。 拳头大的火团发生变化,开始延展,先是化成了一株小树,能有多半米高,完全由符号组成。 异常的神秘。 十号的眼睛当时就直了,这株小树,怎么,很像柳神。 刹那间,这团火又变了,化成一条又一条闪电,密布在虚空中,也是由符号组成的。 再模仿雷帝法。 他心头一跳。 接着,这团火再变,化成一只鸟,拍到翅膀,俯冲时又化成了鱼,围绕着他在虚空中游了一圈。 昆蓬。 十号神色阴晴不定,这团火能感应到他学过的法,接触过的无上宝术,这是在效仿,还是在与他沟通。 第七百八十六章 火违境 这是什么火? 神经强大如十号,这个时候也有点猛了。 这太诡异了,火光平和,在其面前不断变换,火中一枚又一枚符号如金属铸成,光泽闪动,并有质感。 又开始了。 十号瞳孔如刀锋,紧张地盯着。 它的变化一次比一次清晰,一次比一次真实,甚至有了生命气息。 此时,火团再次化成一株树,主干如同球龙向天攀,一根又一根枝条垂落,如同秩序神练,哗啦啦作响。 更像了,柳神。 随后是雷蒂树,闪电密布,凝聚成人形,傲力苍天上,演绎万古不灭法,神秘无比。 原来可以如此。 十号心头巨震,这团火并未展示具体的树,只是在演绎,而后阐释出一种超脱的意境,让它有触动极大。 它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无上法。 一瞬间,十号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盯着这团火映照出来的法语道,发现了自己的法语道的一些瑕疵。 以火为净。 十号目光胜烈。 它让自己静心,就这样看着那些法语道,观看这团火一遍一遍的演绎,映照己身,观看自己道图上的弱点。 这样下去,即便我不是雷帝,不是昆鹏,也许有一天也能展现出他们才能发挥出的最强战力吧。 任何一种宝树,都是开创者才能发挥到最强,因为那是最适合他自己的东西,后人很难契合到完美境。 刚风扑面,地下世界抖动,其道灵回来了,不仅在施展八九天宫,还在运转一个法轮,俯冲到了此地。 一股难言的灼热,让人觉得剧痛,席向全身,无论是血肉还是灵魂都快焚成了灰烬。 此地一片赤圣,十号双目刺痛,神念宛若被天刀斩中,都快昏厥过去了,宛若坠入史上最残酷的炼狱中。 他大叫坏了,这团火在爆发,要发威,他可能因此而遭劫了。 不过,预想的万古黑暗与虚无并没有到来,他依旧活着,还站在原地,那团火消失了,他伸展手臂,并未受损。 好厉害,这团火足可以烧死无上禁忌人物。 其道林神色复杂,惊疑不定,在这里寻觅。 那团火凝静时,柔和而神圣,若一盏古灯长明不息,伴着诸天,看着大道,可是一旦爆发,却可怕无比。 其道林深刻体会道,即便是老天人最巅峰的黄金时代来到这里多半也得隐恨,那由符号组成火焰太诡异了。 他去哪里了? 其道林问道。 十号摇头,刚才光芒璀璨,他几乎已为自己将被焚成尘埃,根本看不清神秘火光究竟飞向了何方。 其道林猝眉,他的神觉何其强大,但是刚才却一下子就捕捉不到了那神秘火的气息,像是凭空消失了。 这很怪异,仿佛那团火膨胀到极点,就人间蒸发了斑。 不会进入你的身体了吧? 其道林疑惑,但是抓住十号的一条手臂,一番探查,却没有捕捉到其踪迹。 十号内势,也同样没有任何感应。 奇怪了,去了哪里? 师徒二人寻找。 是不是进铜关了? 十号说道。 不可能,我刚才就在这个方向。 其道林摇头,他站在铜关与火光间,那道火绝对没有接近九具龙骨还有骨关。 在地下世界转了一大圈,他们也没有任何发现。 咦,他动了。 十号惊异,看到铜关摇动,九条龙骨发光,阴晕光雾弥漫,释放出一股惊人的波动。 随后,虚空模糊,塌陷,这个地方开始扭曲。 启成了。 其道林目光如电,盯着那里。 但是却没有动。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很危险,当年他的师尊就是追逐远渡的三室铜关而遭受重创,导致最后陨落。 哄。 这个地方波动剧烈,虚空裂开,如同一轮金色的大日炸开,九具龙骨与三室铜关一下子从这里消失了。 十道仙光出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得回去,要密切关注这几日内上界的变化。 其道林神色凝重的说道。 这种变故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很难预料其影响与结果。 临行前,其道林再次为十号检查了一番,确信并无那团火,这才离开,道,不行的话,得去夺大赤天火。 那一团富有盛名的蛊火,依据掘开的古迹看,极度惊人,西年的大赤天主纵横九天十地,可怕到极致。 不用了。 十号摇头,一是不想走其他人的路,二是不愿其道林去冒险,因为那火焰是天仙书院与神牙数眼的交易筹码。 霞光一闪,他们从这个地方消失,来到地面,而后回归那寂静的山门。 接下来的两日,其道林关天,且不时消失,赶往各地,去探究上界是否出了什么异常,他很紧张。 因为十道仙光冲出铜关,没入广袤无人区方向,不可能无缘由。 哈哈,大笑声传来。 在其道林又一次消失后,山门迎来访客。 十号大喜,迎了出去,居然是二秃子孔求己。 当然,现在这只孔雀可不是什么秃子了,当初行时,五色羽翼亮丽,如不朽的仙金横空,灿烂夺目。 你怎么来了? 来到上界后,十号特别想念下界的人,熟人的且知道底细的没有几人上来。 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想不知道都不行,击破天命神话,腰斩忧郁,在各大娇的年轻弟子中广为流传,我能不知道吗? 二秃子狠,一身五色羽衣,化作一个青年的样子,比以前更年轻更有气韵了,不知道还得还以为名门贵公子呢。 来,来,来,今日不醉不归。 故人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语,十号想了解上界,二秃子也想知道下界的情况,两个人跟话劳似的。 很快,十号感应道,山门外有各种气息,全都很强,他足足发现了数百道神念,在附近徘徊。 都是什么人? 十号醋眉。 自然是各族强者,你斩掉忧郁,着实引出了天大的风波,知道荒在这里后,很多人都想过来一关,你现在成为了名人。 二秃子黑黑笑道,一副很猥琐的样子,小声补充道,当中不乏各族美女。 有孔雀族的美女吗? 滚,那是我的后院,孔雀族的丽人你也敢乱打主意,当心我禀告神主废了你。 两个人在这里吹牛乱砍,而外面很不宁静。 不久后,山门前来了一个很朴实的小胖子,包子脸,大眼纯净的跟水晶似的,一副很腼腆的样子。 这是谁家娃,一看就是天真的傻乎乎,让人卖了都不知道。 二秃子一看就乐了。 十号露出古怪之色,道,估计,他能把你卖了。 他可不认为这小胖子纯真,在原天秘境时,这小子黑心黑手,直接吭杀初代,偏偏还让人觉得人畜无害。 正是曹宇生,这家伙也来了。 过来一块喝酒吧。 十号招呼。 这胖子很厉害。 二秃子狐疑。 小胖子羞涩一笑,道,我只是一个小尊者,还没成年呢。 少来,体内刻有上界第三沙阵,可发混沌剑气,轻松坑杀初代,也敢装唇。 十号直接揭穿,这死胖子还坑过他与十五爷呢。 二秃子当即炸窝了,瞪圆了眼睛,道,妈的,第三沙阵都刻入了体内。 我族都没有。 这死胖子,肯定是传说中被血藏的那种怪物吧。 对,他就是怪物,神神叨叨的尽一片一迹,在找第二沙阵呢,也想明刻进血肉中。 就在这时,一只巴掌大的雪白小兔子蹦了出来,眼睛跟饱石似的,在那里叫道。 并且,他的嘴里还嚼着一株药,发出光辉,弥漫出清香。 十号的眼睛当时就瞪圆了,怒道,兔子,你敢偷我的准圣药。 他气得追了过去,这些日子他在山门最神圣的宝地中开辟了一块药田,将一些灵药种了进去,其中更是有一株准圣药。 结果,这只兔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混进去的,跟啃萝卜似的,吭吃吭吃几口,眼看着就要吃完了。 二兔子眼睛也直了,这可是准圣药啊。 见到十号扑来,雪白的小兔子尖叫道,在圆天秘境时你还抢过我一株圣药呢,小气。 正是太阴玉兔,他自称是该族年轻至尊的妹妹,但很多人怀疑,其实这就是正主。 十号扇扇的,最终停了下来,毕竟他与曹与生还有这只兔子曾经联手大战群雄,也算曾经共患难。 巴掌大的雪白兔子,化成了一个非常粉嫩的小姑娘,漂亮的根子娃娃似的,特别是一双大眼睛红如宝石,看得二兔子眼睛都发直了。 几人坐在山地中,烧烤凶兽,大碗饮酒,当然小兔子美其名约不吃荤,将十号的药原字祸祸了个够呛,让他直牙疼。 还好,他将旗药与几株剩药都留给了十五爷,不然损失惨重。 当然,小兔子说之吃素,可是几杯酒下肚,直接开始在这里活蹦乱跳耍酒疯,抢火堆上方烤得喷香的烤肉,吃得满嘴流油。 二兔子露出一脸虚假的笑,主动跟他套近虎,敬酒,最后喷的一声被小兔子弹腿,踹到了云层中。 我警号人民币百分号,这兔子的脚力也太猛了。 二兔子呲牙,若非早已进入神火境,估计直接要翻白眼了。 对此,小胖子曹宇生深有感悟,很同情的说道,他没事就跑到金翅大棚山去,别的兔子踹鹰,他天天踹金翅大棚,为此棚主都有意见了,亲自登门,找上了太阴玉兔族的组长。 乱说,我每年只去几个月而已,守山呆棚。 小姑娘纠正。 妈的,变态。 二兔子发现,这胖子还有大眼睛红而亮的粉嫩小姑娘都不能以正常人来看待。 话说,你风头太近了。 这可不是什么妙事,尤其是其道主犯话,所有尊者与神火境强者都可来挑战你,不少人蠢蠢欲动。 还有谁敢来? 几人一边饮酒,一边畅聊,提到了这个问题。 总会有狠人的,据我所知,有人可能持大杀气出门了,此外多半还会有神火境的个别初代。 小胖子说道。 十号变色,这一世神火境的初代极少,因为大家都在拼命压制境界,等待三千周大决战的大造化。 真不要脸呢。 二秃子说道,露出严肃之色。 无妨,百川慧海马上就要开始了,等我去参战,再次回归时,说不定都天神静了。 十号笑道。 小心点吧,别真来个狠人。 是吗? 十号文言一动。 仙殿传人来了,还有那个补天骄的圣女。 小胖子神秘兮兮的说道,看着十号。 十号回头,道,你消息倒很灵通。 我只是碰巧看到而已,最近几日那天仙书院来了不少人,都是各交的修士,设于其道主雄威,不敢直接闯进此地,暂时去了天仙书院。 仙殿传人与补天教圣女月禅似乎对一个叫轻衣的少女很感兴趣。 小胖子贼兮兮的说道。 死胖子,你知道的不少啊。 十号一惊,感觉这胖子似乎看出了月蝉主刺身的问题。 我也听闻了,仙殿传人出现在天仙书院,似要带走该院一名女弟子。 二兔子说道,他也去过那里,是从该书院赶到此地的。 找死。 十号疼得站起来,他这才明白为何两日来都不见轻衣出现,原来被人堵在了书院中。 喂,你想去干嘛,击杀仙殿传人吗? 小兔子兴奋跳了起来。 去天仙书院。 十号说道,当仙飞了出去。 第七百八十七章仙殿队至尊殿堂 小兔子乱蹦,唯恐天下不乱,第一个屁颠屁颠的跟了下去。 二兔子在后喊道,杀呀,打妖魔咯。 荒大闹火舟,破天命神话,斩掉忧雨,激起巨大波澜。 一些大教来此调查,浅出不少高手,都为各教翘楚,不少年轻英杰借此想亲眼看一看荒究竟如何。 天仙书院成为了他们的寄宿地,因为现在齐道林凶名远波,没人敢争个闯进小破山门去。 血海的少主,草原的金狼,剑弓的圣女等还没有离去,又来了几名非常强大的初代,真是出人意料。 天仙书院内,许多学生都在议论。 最近这两日非常热闹,不仅有各族的精英子弟,还有一些年轻至尊,在此出现。 随着仙殿传人驾临,书院内更是掀起大风浪,这位在上界富有盛名的青年至尊,对于很多人来说,无解。 元天秘境一战,仙殿的年轻大人因为没有动用法力而与荒肉身对决,吃了一个大亏,这次是为他而来吗? 人们猜测,无比期待。 这两人若是再遭遇,绝对是一场龙争虎斗,会血剑长空。 也正是因为仙殿传人的到来,让荒的名气更大了。 然而,一则密文传出,颠覆了人们的认知,与大家想得完全不同,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一直以来行走在外的仙殿传人,只是刺身,并非真正的他。 什么? 消息意外泄露后,这片地区巨阵,引起惊涛骇浪。 很快,各教弟子第一时间行动,将消息传回家族,因为影响太大了,绝对是震撼性的消息。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人们难以置信。 各路强者通过各种手段去求证,或惜这竟然是秘谷传出的,一下子惊呆了,那是一个神秘的道统。 他们洞悉各种隐秘,经常高价受给最需要的人。 由这个道统传出的秘心,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有八成的可信度。 这,太恐怖了。 仅是刺身而已,就在同代中有神勇之姿,若是主身出世,那会有多强? 并且,有消息传出,仙殿传人的主身与刺身将要融合了,只为三千周天才大决战。 所有人都挣住了,从头梁到脚,这样的仙殿传承者,还有谁会是对手? 各教得到消息,但凡诞生了强大初代,有至于三千周大战中崛起夺得造化的古老门庭都开始着手研究。 因为,他将是各大教共同头疼的麻烦。 他来这里作甚,要斩杀荒吗? 他的刺身出了一个大亏,这次难道要与荒再战一场? 人们狐疑,这片区域很多目光聚焦而来,密切关注,都想知道仙殿传人是否会与荒碰撞出最绚烂的火花。 并且,不少人都知道,至尊道场的前身是什么,与仙殿自古对立,两者不能共处一世,必有大战。 荒,神勇,强势崛起,可是仙殿传人似乎更恐怖啊,此前不过是一具刺身,若是两身融合那还了的。 很快,人们觉得不太对劲,这次仙殿传人来天仙书院,竟是与连衣有关。 许多人皱眉,他与补天教圣女月蝉联媚而行,几次去见青衣,居然传出激烈争执,想强行带走。 若非凤舞感知,且有书院的老人出面,后果不堪设想。 太过分了,居然打我书院角色榜上的丽人的主意,我支持荒再次击败仙殿传人。 原本我还觉得荒最近太轻狂,现在我也支持他,最好将仙殿传人赶走。 书院中,许多学生不满,觉得仙殿传人过于强势,竟然针对青衣,要无理带走角色榜上的丽人,他们不能接受。 书院深处,一片祥和的道土。 山峰秀丽,挂着银铺,松涛阵阵,且云征侠位。 在山下,湖泊晶莹,如同宝石,这是月蝉与一些女生的修道之地。 今日,宁静被打破,大批的人涌来,在驻足与观看,但只能在远处,不能临近现场。 山前,仙殿传人通体被雾矮与神秘符号裹住,强大而莫测,整个人难以看清,只是那种波动让同代人颤立。 他的一双眸子非常可怕,瞳孔内银色符号交织,异常射人,像是能看穿一切。 这是天眼将成的征兆。 这样的成就不要说是旁人,就是老辈教主也都暗叹,连他们都不曾修成,因为武道天眼跟修为无关。 前辈,我已经讲明,她是月蝉的刺身,我们必须要带走。 仙殿传人说道,话语平缓,面对天仙书院的老辈人物也无比从容与自信。 回来吧,你我本是一体,注定要融合归一。 补天教圣女月常开口,声音如同天籁般动听。 她雪衣出尘,一头青丝飘动,大眼灵动,带着会光,穷鼻挺桥,红唇润泽,宛若广寒仙子转世一般,说不出的雅结与超脱。 我是轻衣,一个独立的人,不会跟你们走。 轻衣说道,她目光清澈,宁静而无波,看着那两人。 她若是露出真容,与对面那个女子一般无二。 在其旁边还有一个老者,是天仙书院的一位强者,皱着眉头,在此思索。 不行,轻衣现在是我书院的弟子,并不能确定你们所说是否真实,不可带走。 老者抬头说道。 凤舞也在,黄色衣裙飘舞,气息强大。 眉心发光,道,我只知道她是轻衣,不想跟你们走,这就足够了,请离去吧。 事实她就是月蝉刺身,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带她走。 仙殿传人说道,语气冷漠。 她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不想刺身叛逃,避免将一身分为两身的秘法,以及弱点传出去,那样的话会对她不利。 这种古法,绝不能昭告天下,皆仁皆知。 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她想目睹月蝉两身融合的过程,为自己的皈依积殿经验,以便更强。 年轻人,这是我天仙书院,不是青铜殿。 老者说道,话语平淡,但却透发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强势。 因为,青衣是书院的人,如果高层连一个出色的弟子都保不住,还谈什么辉煌大叫,自古毅力,傲视三千周。 前辈,她就是我,我就是她,如今只是要真正皈依,您忍心相祖吗? 月蝉主身开口,声音柔和,面色诚恳。 既然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为何要反对呢? 强人做男,只是你自己,我是青衣。 这一边,青衣甜淡,出尘多姿,眉心一点青色印记发光,将她衬托更加风姿绝世。 你我如今只是有些细下,走到一起后,一切都会过去的。 月蝉主身开口。 前辈,这个女人我们的确得带走,但考虑到天仙书院的感受,我等会有补偿。 仙殿传人开口。 老者摇头,道,只要青衣不愿意,在我书院,我等就有护佑弟子的职责,不允许外人难为他。 仙殿传人很果断,转身离去,道,我会回来的。 他语气很冷,便是面对一个前辈高手,接近天神境的人,也是底气十足,平淡是之。 很明显,他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请来相应境界的老辈人物,讨一个说法。 远处,很多人都在观看,密切注视,虽然不能听到他们的谈论,但也得到消息是想将青衣带走。 他凭什么这般强硬,仙殿就了不起啊,还不是被荒沙败过。 就是,当年至尊殿堂还辉煌在世间时,你们不也避其锋芒吗,现在摆出唯我独尊的姿态算什么? 许多人不满,大声议论。 当然,也有一些外界的修士,而今寄宿在天仙书院,有部分人偏向仙殿传人。 无论如何,我都会带走青衣。 仙殿传人在离开这里时,很冷漠的说道。 这句话很多人都听到了,顿时让书院中一些人不愤,这个地方一下子嘈杂了,人声鼎沸。 当然,来自其他大郊的修士也有部分人站在他这一边,都在点头,惊叹他的强势,无拒一切阻挡。 事实上,仙殿传人很烦躁,情绪一时难以控制,因为他是刺身,马上就要去与主身融合了,有些心计。 你算什么东西,想带走谁就带走谁? 就在这时,一道轻亮的声音传来,天空中一个少年俯冲而至,背负一对闪电士,快到极致。 慌,他就是慌。 许多人惊叫。 近来,慌的名气太大了,震动各方,敢挑战天人族,引发各方瞩目,是如今最耀眼的年轻至尊之一。 并且,他还是唯一让仙殿传人刺身吃过大亏的人。 此时此际出现,格外轰动,让人振奋。 至尊道场的大师兄来了,这下热闹了。 到了而今,很多人还没有忘记他为大师兄的事,也曾记得,他就是闯过天仙书院天梯的怪胎。 两大天骄相遇,此地一下子沸腾了。 是你。 仙殿传人抬头,见到了悬在虚空中的十号,目光冷冽,瞳孔中的银色符号顿时赤胜了起来,交织出恐怖光束。 是我,凭你也配来此猖狂,妄言带走轻衣。 十号说道,黑发浓密,面孔清秀,机体发光,展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姿态,强大神能波动扩散。 此言一出,这个地方哗然,更加热闹了。 慌,好强势,竟然无惧仙殿传人,这是赤裸裸的叫板,近乎蔑视啊。 很多人振奋,还有人激动,也有人不屑,这里一片嘈杂。 这样的大事自然引发轰动,整片书院的人都被惊动了,而各教寄宿在这里的人也都吃惊,全都火速赶来。 仙殿传人冰冷的回应,道,你来得正好,我原本就想找你。 至尊殿堂已覆灭,所谓的道场还想翻什么风浪,更是不堪。 今日我要带走轻衣,你能奈我何? 轻衣腾空,向这边飞来,她兵姬玉骨,秀发乌黑,垂到妖际,光滑得如同绸缎子似的。 长裙飘舞,轻衣如同凌波仙子,到了近前,仙姬玉骨,散发光辉,颖白的瓜子脸上带眉弯弯,眸自灵动,风采无上。 她平和而宁静,当露出一点浅笑时,明媚惊艳,让天上的太阳都黯然失色了。 十号向前,很自然的伸手,拦住了轻衣的腰,与她站在一起。 原本轻衣是要躲避的,但最后竟停了下来,两人并肩站在一起,并未震动。 十号目光赤胜,俯视仙殿传人,道,手下败将,也敢言勇。 你若不服,今日为了轻衣,我再斩你。 她黑发垂到妖际,飘舞起来,目光璀璨,尽显一种霸气,浑然不将仙殿传人看在眼中。 谁敢如此,有几人敢这样随意针对仙殿传承者? 所有人都震战。 第七百八十八章 两强对决 鸦雀无声 放眼三千周,年轻一代人中有几人敢这样挑衅仙殿的青年至尊,带着轻蔑。 气氛紧张,很多人呼吸急促,盯着场中的争容人物,暴风骤雨将至,一场意义非凡的热血大战就要开启了。 香香 仙殿传人窥然不动,但是在她的身体两侧却已冲起成百上千道剑气,流转五色神霞,景象惊人。 至尊殿堂已腐朽,再无传承,所谓的道场余孽终究是笑话而已。 她声音冰寒,尽显无情。 一股沙一席卷,如同大浪拍天,横扫这片区域,她如神指般立身在场中央,浑身见气盛烈,光辉璀璨。 在不远处,月蝉的主身心中更为不宁静,比仙殿传人还要情绪激荡,那个少年揽着轻衣,绝对是故意的。 事实上,她有理由相信,十号与轻衣这样亲密,就是做给她看,让她难堪。 她甚至能从对方的眸子看到一点戏谑色。 因为,主身与刺身距离过近时,情绪等可以互感,彼此相应,感知剧烈。 十号这样揽着轻衣,让月蝉主身可以清晰地体会到,她自身的腰际也有一只手臂估着,用力拥住她。 这种体验,这种感觉太糟糕了,让她的身体当即就生出了一层小疙瘩,还从未有男子能这样接近。 吃! 月蝉主身笼罩神秘的符号,婀娜妙体上蒸腾起阵阵阴暈侠物,朦胧而圣洁,更有强大的波动扩散出,她咬牙抵制。 腐朽 十号大笑,盯着仙殿传人,又看向月蝉主身,无所忌惮,在那里摇头,道,你们不行就是不行。 争! 神剑抵天,明音震耳。 仙殿传人站在那里不动,但是瞬间间,数百道剑气扫来,如同一片鸿芒,绚丽无比,横空而至。 十号掌心发光,一枚古朴的符纹凝结,而后猛烈地拍击了下去,古纹密布,在天空中绽放。 这是一株草的剑意。 古文化作剑气,与仙殿传人的剑光碰撞在一起,蒸蒸作响,色彩绚烂,崩碎后如同无穷流星出现。 咳! 当剑气消散,一声咳嗽响起,虚空中一只大手探来,跟小山似的,突兀的隔断在两人间,阻止他们继续一战。 这是天仙书院,且为女弟子静修之地,不得喧哗与激战。 一名老者出现,竟是一位天神。 换个地方,去斩了你。 十号开口,发丝飞扬,依旧强势,俯视下方。 想死我成全你。 仙殿传人转身就走。 至此,人们仿佛在长出一口气,刚才很多人平住呼吸,密切关注,气氛实在太压抑与紧张了。 刚才的建议相隔这么远,就让不少人无法承受,场中那两个人皆是生灵中的龙凤,神勇不可敌。 好期待,这样的两大强者要碰撞了,今日注定会风云动九天。 两大年轻至尊并没有远去,竟直进入天仙书院的阎武场,要借这里的坚固擂台进行一战,分个生死胜负。 这引发轰动,全院所有人学生都冲来,至于其他各族在此做客的众多修士就更不用说了,蜂拥而至。 甚至,书院外的连绵成片的房室内,也掀起巨拨,众人得到消息,快速赶来,要观看这一战。 谁能赢,来的是仙殿传人的主身,还是刺身,亦或是融合后的真身? 不知道,我们也才赶来,没有想到一场热血大战来的这么突兀。 很多人都兴奋,但也有不少人发猛,因为这一切太突然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大决战即将开始。 仙殿对上了至尊殿堂,这绝对震撼人心,意义超凡。 这两个古老的道统,自古对立,并且都强大得离谱,超乎世人的想象,这是延续无尽岁月的战斗。 很快,浩大的演武场周围人头攒动,隐隐绰绰,后来的人再无立足之地,已经爆满。 很多人都不得不飞上高天,站在远处。 慌,很强势,此初是以来不曾有一败,还将延续神话吗? 有人不同意,道。 你们还不知道,仙殿传人只是以刺身行走在世间,便已闯下偌大的威名。 他真身一出,水雨争风。 注定要均临天下,俯视同代。 人来的很多,看法不同,对这两人都抱着不同的希望,精卫分明,化作两大阵营。 仙殿传人必败。 一个银发小姑娘,闪动红宝石般的大眼睛,最是活泼,在那里叫道,格外引人瞩目。 人们惊讶于他的粉嫩漂亮,但还是有不少人出言反驳。 小兔子毫不示弱,出言针对。 他被慌掌过。 小丫头懂什么,仙殿传人注定将无敌天下。 太阴玉兔,他被慌掌过。 那是因为,他只是刺身,并非本尊驾临。 太阴玉兔,他被慌掌过。 如果是真身亲来,有谁可以压制他? 绝对战力无双。 太阴玉兔,他被慌掌过。 这简直像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支持仙殿传人的那些修饰崩溃,无论你说什么,这丫头只有一句。 他被慌掌过。 小兔子不知疲倦,大眼洪亮。 许多人都无言了,这句话注定成为了大杀气。 阴舞场,月蝉主身腰部微痛,而后一阵苏麻,他带眉微挑,眉眸光芒大胜,真想一声轻斥,挥剑斩过去。 他实在气愤,很明显那家伙又在针对他,而轻衣也没有反对。 月蝉主身雅结出尘,明艳绝世,平日高高在上,别说有人敢这样毛手毛脚的亵渎,就是接近都不能,跟他对话的人都很文雅,从未有发生过这样难堪的事。 随后,他身体又是一阵,实在忍受不住,美目怒争,看向了对面。 慌,你不要过分。 他声音微颤,呵斥出声,因为对方更进一步,胆子太大了。 他觉得雪白的景象上寒毛素素,浑身如同有小虫在爬,这个浑蛋肆无忌惮,居然以这样的手段针对他。 十号笑了,让轻衣离去,在旁观站,他点指前方两人,道,要不你们一起上。 月蝉主身费了很长时间才宁静下来,外人不知,他自己却气愤无比,明眸中偶尔展露的一丝修脑与他平日圣洁的样子大不相同,让细心的人看到后诧异。 枪 剑芒动天,仙殿的传承者冲销而上,扑杀向十号,在他身体两侧的所有剑气的色彩都变得通红。 这一刻,那些剑气变了,绝世犀利,宛若羽翼。 他速度更快了,到了近前,嗡的一声虚空颤唳,剑芒数百上千道,一起捅扫了过来,让此地温度骤降。 这是凛冽的杀意,更是志强的剑意。 十号谋刺大征,也爆发剑气,虚空中生出一株又一株草,悬在此地,秘率无比,释放是无边杀意。 到了他目前这等境界,无论催动何种宝树都不可同日而语,就更不要说这神秘的草字剑意了。 轰 两者碰撞,响声震天,除雀铮铮渐鸣,还有志强的法力对轰,爆发出无以伦比的波动。 瞬息接触,光芒赤裂,如同太阳炸开。 两人交错而过,都露出异色。 刹那间,仙殿传人盘旋,如同一只神秦再次冲来,这次所有人都看清了,不禁吃惊,在他的身体两侧由剑气化生成两只羽翼。 剑气更为恐怖了。 成百上千道剑气化成的赤红色羽翼,宛若凤凰展翅,仙红欲低,璀碳夺目,让人要窒息。 黄语剑意。 有人大叫,这是仙殿的不传之秘,很难练成,非常可怕。 这种建议议程,不仅速度急速提升,而且战力一激增,让人难以招架,主要是他的锋芒太盛了,能斩破所有阻挡。 十号也亚然,这才一段时间没见,仙殿的传人又多了一种禁忌宝树。 十号背后出现一对闪电翅,如同黄金铸成,璀璨夺目,也煽动着,他俯冲了过去,并且两翅间隐约与一丝混沌气溢出。 别人看不透,月蝉主身却是一领,他知道这是十号,也明白,他在动用昆蓬翅,掩盖在了闪电中。 黄语剑意对决昆蓬翅。 这一刻,仿佛化作了永恒,两者剧烈碰撞,铿锵震耳。 羽赤交击,剑气冲销,法力如海洋般汹涌,天空被光芒淹没,只能模糊地看到两道身影不断碰撞,神赤对轰。 砰! 最后,两人全都倒退了出去。 仙殿传人目光冰冷,没有人发现,他擦去景象的一抹血,只差一点,他就被扫飞头颅。 十号身上黄金光辉绽放,体外附着一片又一片金色的羽毛。 都是闪电所化,将他环绕,释放强大气息。 慌,好厉害! 有人低语! 谁都能看出,他年岁并不大,居然走到了这一步,他的强大有目共睹,威名赫赫的仙殿传人奈何不了他。 仙殿传人心中难以平静,这黄语剑意虽然出城,但是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多么的可怕,号称可斩万物。 可是,刚才对方竟已与赤相迎,并抵住了他,反击成功,险些割裂他的景象。 这过于恐怖,让他猝眉,以前无敌的他遇到了不是敌手,这个少年太难对付了。 他已明白,荒的境界提升后,法力激增,已经追了上来,再无短板。 难道真的只能与主身融合,才能强势阵杀这个少年吗? 他并不怀疑,坚信只要融合出真身,他注定再无对手。 仙殿传人不过如此,若是既止于此,那就送你上路吧。 十号强势的说道。 所有人都一领,这才开始,荒就放言,要击杀仙殿的年轻大人了吗? 第七百八十九章 至尊一脉 一个废物道统,一个腐朽的传承,被我仙殿灭掉很多年了,也敢这样大言不惭。 仙殿传人声音低沉,目光冷烈,带着一种无情之色,看着十号,右臂扬起,掌心发光,香的一声,出现一柄赤红的神剑。 他话语冷酷,足以让一个道统被毁的传人怒发冲冠。 即便十号半路出家,才成为至尊道场的弟子,听到这些话语,也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心中极度不舒服。 他注视前方,道,仙殿好威风,但为何你这个正统传人还是被我这个没落道场的弟子斩过? 吃! 一道赤红的神光冲起,剑芒风锐,仙殿传人手持那柄赤霞绽放的神剑杀了过来,十号的话刺痛了他。 自从他出世,就号称不败,被誉为上界三千州这一代最强大的年轻男子之一。 可是在原天秘境,他却尝到了一败,这是一个污点,无论他这一生多么辉煌,达到何等高度,提及这一意都不会光彩。 咔嚓! 十号镇定而从容,抬手一点,一道粗大的闪电飞出,击在这柄赤剑上,两者肩骨纹沸腾。 一声奉鸣响起,仙殿传人手中的赤红宝剑发光,这并非实物,乃是黄语剑意凝聚而成的有形剑胎。 这种东西,绝是锋锐。 黄语剑意号称可斩万物,由这种宝树化形出神剑岂是凡物,斩杀统阶者不说跟切菜一样也差不多了。 只是凡事有例外,十号显然不是被人拿捏的菜。 香! 他一抬手,掌心喷泊电光,一枚古老的符纹浮现,喷泊金光,而后化成了一杆黄金绽毛,这是闪电矛。 雷帝宝树号称世间最强神通之一,怎能弱于人。 即便仙殿的传承与仙有关,号称禁忌宝树,雷帝秘法也能抗衡,两者间爆发出最刺目的光滑,如同神焰燃烧。 杀! 仙殿传人怒吼,身体两侧出现一根根黄雨,赤红如血,化作羽翼,而手中的赤色宝剑更是带动起滔天的赤霞,立披十号。 十号目光深邃,气势飙升,被无数道雷电缠绕,手中的闪电矛刺目无比,闪烁最古朴与繁傲的纹落。 当! 他横矛向前,金色矛杆架驻剑刃,这个这方先是发出一声金属颤音,刺耳无比,而后又跟炸雷般,轰鸣不断。 仙殿传人目中冷冽,羞的一声,神剑猛力向下压金色战矛的长杆,而后剑尖更是急速向前刺去。 狠,准,辣。 当然,这并非仅是兵器的攻击,还伴随着密密麻麻的符号,急速蔓延,在这里绽放。 十号平静,金色战矛举起,爆发出了外人很难想象的神力,将赤色宝剑崩开,震得仙殿传人手臂剧痛,而后一阵酥麻。 吃! 十号的速度太快了,单手持战矛,轮动起来,将闪电矛当作刀剑使用,斜斩向前方。 这是因为他神力无匹,即便以矛感当作刀剑,也足以能将人展开,而后爆碎。 战矛落下后,还带着无尽的闪电,密密麻麻,挤压满这片虚空。 仙殿传人阵剑,古文交织,化作一片光幕,阻挡闪电矛。 不! 然而,十号很自然地转动闪电矛,重归他原本的形态,他持矛向前刺去,虽然赤霞漫天,形成光幕,但还是被刺破了。 闪电矛如同一条金色龙蛇,昂首喷泊光芒,席向仙殿传人的眉心。 香! 关键时刻,仙殿传人身体两侧赤红的灵羽一根根的冲起,击在闪电矛上,抵住这可怕一击。 就这样,两人大战,一个手持赤红宝剑,一个举金色闪电矛,古文如潮水般释放,在他们之间激荡,形成巨大的破坏力。 还好,这是天仙书院坚固而广阔的擂台,不然必然要报岁。 他们纠缠在一起,如两条蛟龙盘绕,生死搏杀,看得人神弛目眩。 斩了他。 二秃子大叫,很投入,跟着摇动身体,浑身发出五色霞光。 至于小兔子,一双红红的大眼睛早就瞪圆了,在此聚精会神的观战。 曹雨声,包子脸,一脸憨厚香,认真印证,不断点头。 扑。 仙殿传人斜飞,他肩头一抹血花绽放,这一次所有人都看得清楚,大吃一惊,慌真的太强势了。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伤了仙殿传人。 所有人都一叹,看来这次真是刺身,并非主身,也不是融合的最强真身。 你不是我的对手。 十号冷声道,单手提战矛,向前逼去,就要击杀仙殿传人。 融合。 仙殿传人轻斥,浑身发光,气息一下子强大一劫,血气沸腾,宛若一个沉眠的巨人突然复苏。 所有人都是一惊,他怎么突然变强了? 难道说,真身来了,如同刚才所喝那样,两者,融合了? 可是不太像,怎么可能会这般迅速? 残缺的仙种。 一位老者低语,他是天仙书院的高层,看到了仙殿传人刺身所融合的是合物,那是一缕血,不是很多,但却异常鲜艳惊人。 仙谷一存下来的真血,炼去有害物质,剩下的血液为无价之宝,可以当作仙种,植入体内,在神火净食,借此爆发。 这样的仙种,比诸多火焰还厉害,最是不凡。 而这只是一缕血,撑不上完整的仙种,但也极度可怕,一瞬间让仙殿传人法力沸腾,血气滔天。 怎么会突然强大了这么多? 许多人不解。 十号压力巨大,神色凝重,但依旧无惧,赢了上去,跟他大战。 这个地方顿时如汪洋卷天,被惊人的波动所淹没了,光芒刺目,两者如同两尊战神在大碰撞。 咦,荒在碧其锋芒,没有硬汗,仙殿传人爆发了,果然神勇不可挡。 人们惊异,非常吃惊。 仙殿传人每一寸毛孔都在喷勃神力,如同一轮太阳,身体两侧出现黄语剑意,而手中更是在结印,展现出该叫最高绝学之一人仙印。 十号一番退避后,身上光芒暗淡,受到了压制。 然而,仙殿传人终究是不敢真正化掉这枚残种,他怕点燃神火,直接进阶,那样就坏了,无法参加三千周天才大战。 而且,便是他想真正融合,也需要时间。 现在不过是在用这缕血滋养肉身,最终真血还是要归体内深处,被封起来。 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强大气息在下降。 轰。 十号爆发,头顶上雷光翻滚,化成九层天穹,一层又一层的压落,震杀仙殿传人。 众人发毛,见识到雷帝宝树的恐怖之处,这简直是带天刑罚,击毁一切反击者,那雷光太赤胜了。 天帝茫茫,每压落一层天,这里就会报名,天帝都要破碎了斑。 仙殿传人抗衡,但是发丝凌乱了,他遭受了巨大的压力。 轰。 伴着雷光,十号将闪电矛置了出去,远处一朵血花溅起,仙殿传人那里爆发雷霆风暴,他的肩头被刺穿。 战矛一下子炸开了,若非他第一时间祭出仙羽战甲,守护住几身,整条手臂多半都要脱落。 即便如此,尖头也是血肉模糊,鲜血淋淋,雷光凶猛肆虐。 啊,仙殿传人大吼,甲咒附体,手中出现一杆虚空战戟,一下子就撕裂虚空,向前杀来。 十号二话不说,祭出丹炉,用以抗衡对方霸道的大戟。 仙殿传人目光冷烈,大战很激烈,但是已经知道,身为刺身奈何不了这个敌手了,除非主身出马。 当然,若是融合,真身降临,他坚信,三千周将无年轻的对手。 十号用事实证明,他的法力提升上来后,仙殿传人刺身不成威胁了,他足以占据上风,可将此人斩掉。 枪 十号掌中出现那一柄闪电剑,吞吐金色锋芒,摇指前方。 嗯?忽然,他觉得心计,莫名一阵发毛,急速退避。 仙殿传人自己也是一惊,他觉得浑身被注入了强盛到极点的力量,发出一击,简直可以轻易灭杀敌手。 大人,赶紧出手,将他斩杀。 暗中,有人对他传音。 正是仙殿的一位老仆,忠心耿耿,此时带着寒义,不惜这样出手相助,悄然贯注法力入他躯体。 一切只为击杀荒。 嗯? 这里是天仙书院,有一位天神在此,当即就感觉到了不妥,目光赤盛。 老仆人目光僧寒,咬了咬牙,想要坚持,避掉十号。 可是,他最后终究是退缩了,忍住了这股冲动,一旦暴露的话,就凭祈祷林那凶人的性格,仙殿从此肯定不可能有传人了。 至此,十号心中的悸动才消失,他轻语,差点逼我动用守护神符,绝对有古怪,有人想暗害我。 吃! 他化成一道惊天长虹,人与雷霆合一,手持一柄闪电剑,急速冲了过去,刺向仙殿传人的眉心。 这一击灌注了他一身的精气神,也将是最后一击,战力暴涨,将他推向绝颠,此战将因此而落幕。 丹炉,战己等皆在发光,剧烈碰撞。 而仙殿传人自己也爆发,古文燃烧,抵挡这一击。 十号心中空鸣,仿佛升华了一般,身体与闪电交融与剑相合,化作了最巅峰的一击,不可阻挡。 啊!仙殿传人怒笑,仙羽战甲铿枪作响,发出赤圣的光。 不! 李烈见一袭来,金色的闪电剑刺透得了他杰出的法印,喷出一道神红,全面在他身体上绽放。 众人惊呼,全都紧张无比,看着这一幕。 不得不说,仙羽战甲为西式宝物,防御力惊人,阻挡住了那赤裂的金光。 许多人一叹,可惜了这样的惊天一剑。 当然,也有人尝出一口气,为仙殿传人庆幸。 不!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一剑难以奏效时,仙殿传人的眉心裂开,出现一抹烟红,他瞳孔收缩,发出怒吼,竭尽所能对抗,并急速退后。 他的额骨裂开了,鲜血喷剑,那里无甲咒。 一股无形的剑翼,无坚不摧,斩到近前,让他遭受重创。 而且,剑翼在汹涌,要刺进他的头中,斩其元神。 吃! 一道赤裂的光裹住了他,让仙殿传人横移了出去,避过最终一劫。 十号大怒,道,什么人,干预我与他的一战。 即将斩杀攻城,结果竟有人从中阻挠,破坏战局。 年轻人,毛毛躁躁,火气过旺,缺少心灵的修养。 一个老仆人出现,身体浮现璀璨光滑,站在那里,冷冷的看着他。 十号明白了,早先帮助仙殿传人,想暗中害死他的人也肯定是这个老仆,当即赤道,老家伙,你还要脸吗,要替你的主子出手。 他并不惧怕,若是天仙书院的强者不管,他大不了催动破戒服离去。 太过年轻气盛,这样不好,容易早邀。 仙殿的老仆散发寒意,目光幽冷,道,你不知道我家大人在让你吗,还不知好歹,这样下毒手。 不要脸,分明是仙殿的人输了,还这般抵赖。 小兔子叫道,银发柔顺,红宝石般的大眼瞪的溜圆,气呼呼。 就是啊,这算什么。 二兔子也叫道。 分明输了。 小胖子也孤农。 老仆人淡淡一笑,没有理会,而是看向十号,道,我家大人只出动了刺身而已,他若是主身驾临,你能挡住吗?若是真身出现,杀你一如反掌。 你知道吗,不懂得收敛,还妄想与我家大人为敌。 恬不知耻的老东西,你还能再不要脸一些吗,让主身滚来,我一样杀掉掉。 十号怒喝道。 你要知道,连至尊殿堂都覆灭了,不是我仙殿的对手。 区区至尊道场。 还是低调一些吧,不然这一世多半会彻底凋零,永远除名。 老仆人淡淡的说道。 而且,他散发一股无形威压,逼迫十号,想让他出丑。 当然,他不敢杀十号,因为知道齐道林是个疯子,他要是敢不顾规矩,日后的仙殿估计要缺少两三代人。 与此同时,他借仙殿传人的虚空战己,震裂虚空,就要带人离去,不想久留了。 一个奴才而已,也敢对至尊一脉装高人,不知羞耻,不要脸的东西。 还暗中对我的弟子做手脚,就不怕我连杀你仙殿三代人吗? 虚空裂开,一片模糊,一只大手叹了出来,砰的一声抓住了那老仆人,吓得他当即脸色苍白如雪,身体静暖。 所有人都震撼,显然是齐道林来了,隔着虚空出手。 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变故,谁也没有想到,连这位都被惊动了。 仙殿的老仆人功力深厚,都快触摸到天神领域了,但是现在却跟小鸡仔一样,被那只土黄色大手抓住,被恐怖威压惊的速速发抖。 齐道主,这,是误会,我,只是想带走我仙殿传人。 他大叫。 误会个屁。 齐道林冷哼,那只大手缓缓合拢,并且有冷漠声音继续传出,道,凭一个你奴才,也配如此。 扑! 血光一闪,所有人都震撼,一个接近天神的强者就何样被大手捏爆了,如同碾死了一只蚂蚁般。 仙殿一个奴仆也敢乱伸手,对我至尊一脉全废,不知死活。 齐道林说道,声音宏大无比,震动天地。 第七百九十章战利品 天穷黄蒙蒙,如同大漠扬沙,事实上只是虚空扭曲了,齐道主一只大手探出来所致。 他霸气无边,真身不曾过来,一只手便将仙殿的强大老仆捏死,化作血光,焚成灰烬,震撼无比。 天仙书院这里,所有人都含毛倒数,震惊无比,一个强大的人物,都接近天神领域了,却被轻易抹杀。 轰! 最后,这里沸腾,齐道林强势无比,这样霸道登场,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让人明白了他的决心与意志。 他曾说过,尊者,神火镜的人可以随意出现,去杀他的弟子,他根本不会去管,就如同数千年前那般,两名弟子被人打跑他都没出面一般。 但如果有离谱的强者,想暗害他的弟子,那绝对不行。 此时他等于再一次诠释,就是仙殿的人越界,他也照杀不误。 这是一个猛人,哪一较不是弟子成骗,尤其是大族弟子更是成千上万,惹闹了齐道林绝对会被杀个干净,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这一刻,人们都感觉到了他决心,更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性。 老齐太厉害了,虽说臭名昭著,但是这种霸道对于他的弟子来说当真是一种福音,是最大的保护伞。 就是天仙书院的高层都在清探,一晃数千年过去其道林越发的强大了,现在没有人愿意去围剿他了。 昔日的小齐如今成了气候,可与最强一列的教主平起平坐,没有人愿跟一个疯子般的人物结仇,不然整族都不得安宁。 至于其他人以及小辈人物等在瞠目结舌后,都在议论,被深深镇住了,这才是狠茶字,连仙殿都不在乎。 土黄色大手不曾消失,再次探下,一把抓住了仙殿传人。 天哪,仙殿传承者被他捏在了手心,也要斩杀掉吗? 一些人惊呼。 不要说书院的学生,各交的来访者,就是书院中的纪灵,护道者,院长也都是一惊,仙殿传人若是死在这里,影响太大了。 这可不是那个老仆能比的,仙殿无论是为了弟子本身还是道统的颜面,一定会闹个天翻地覆,说不定那个自太古就开始沉睡的古老存在会再一次苏醒,于上界闹出血雨腥风。 这,真要出手吗? 可怜的仙殿传人,太悲情了,遇上了慌,又惹上了变态的其道主,要英年早逝啊。 不少人低语,盯着半空中。 土黄色大手捏着仙殿传人,就像是一只巨人攥着一只爬虫,两者无论的体型还是威势等都不成比例。 这绝对是大事件,其道林无愧其凶名。 仙殿敢随意动我弟子,难道我就不能杀你们吗? 其道主开口。 道林。 暗中,天仙书院的老院长咳嗽,向他提醒,如果杀了仙殿传人,估计他的弟子也活不了。 因为,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各教都这样,老被狂杀年轻一代,谁都不好过。 败给了我的弟子,就是主身来了又如何,我给你机会,让你去融合,看一看你能走到哪一步。 其道林人老成精,眼睫毛都是空的,已经杀了一个准天神,这个传人他是不会杀的,不然日后十号的日子也不好过。 除非,他能将仙殿那个化石般的鼓祖击地。 他这样一说,很多人都长出了一口气,不光是怕风波太大,闹到不可收拾,还因为仙殿传人还未爆发到最强姿态了,这样被斩杀刺身,会让人遗憾。 很大一部分人都想看一看,最强状态的仙殿传承者是否真的能关盖同代,天下第一。 不过,以他次身都这么强大来推论的话,似乎没有什么悬念,真身注定会是尖南逢对手。 死罪可以饶过,但也要拿宝贝来赎命才行。 虚空中那只大手抓住仙殿传人,猛力摇动,咚得一声,首先一座青铜宫殿坠落了出来,拳头大,这是仿制该叫无上至宝青铜仙殿铸造成的法器。 接着,霞光绽放,仙羽战甲脱落,如一片一片羽毛凝聚在虚空中。 再后,是一杆锐气缭绕的大脊横空而现,古文密布,最是不凡。 此外,还有一堆瓶瓶罐罐,装着各种价值连城的宝药。 仙殿传人憋屈,被人像是虫子一般捏着,这样摇动,将是他一生的耻辱,无论他日后多么强大,这个污点都难以洗掉。 他脸色铁青,目光冷烈,咬紧牙关,一缕缕血从嘴里躺出。 所有人都露出异色,仙殿传承者今日真的太倒霉了,遇上这样一对师徒,注定要灰头土脸,不会有什么尊严。 小子,这是给你的教训,如我至尊一脉,说什么腐朽,破烂,你还不是败给了我的弟子。 其道林冷声道。 他先后抓起三件秘宝,看了又看,将仙羽战甲又扔给了仙殿传人,因为这是该倒筒的标志性宝衣。 至尊一脉穿上的话,不伦不类。 并且,他知道十号有一件看似破烂的甲咒,可以对抗这件神衣。 而后,他捡起了虚空战戟,这一刻不要说其他人,就是许多老辈人物都眼热,这东西太逆天了。 持有他,可以轻易撕开虚空,瞬息远顿,是一件无价之宝。 这宝戟不错,没有什么仙殿印记,并不是你们的东西,作为我弟子这次胜利的战利品。 他直接就丢给了十号。 这老头,还真是不客气,果然是臭名昭著,看上的东西直接就抢,真是让人,眼红啊。 十号大喜,来到上界后,他一直对这杆战戟眼热,没有想到今日净落在了他的手中,毫无疑问,可以让他战力飙涨。 跟仙殿传人几次大战,若非他有丹炉,绝对会被战戟批杀,宝戟太厉害了,可以破碎虚空,连神只都扛不住。 最重要的是,有这杆战戟在,天神等都堵不住他,除非象棋盗林式的暗中来了,提前禁锢虚空,一把抓下。 这破铜殿也给你拿回去吧。 祈祷林将那铜殿抓起,猛的盖在仙殿传人的身上,将他收了进去,而后砸碎虚空,一巴掌扇飞了出去。 这么多宝药。 十号只看了一眼,就心头狂跳,那些瓶瓶罐罐都飘了过来,当中不乏圣药熬练的绝品,甚至有的宝丹中还有神药的成分。 他果断收了起来,这次真的是一场大丰收,不说其他,光这些宝药就价值无量。 祈祷林没有久留,大手模糊,从这里消失了。 直到他离去,众人才哗然,一些人吞口水,看着十号,极度羡慕恨。 十号抬头,看向月产主身那里,虽然反应迅速,但还是晚了一步,他动用一枚破玉符,从这里消失。 显然,祈祷林不会管他与同辈争锋这样的小事。 他想动用虚空战绩并祭出宝福去追,但是被轻衣拦住了,因为知道希望不大,并且他现在也没有做好与主身了断的心理准备。 这一战,沸沸扬扬,传遍各轿。 很显然,在各大轿看来,十号的危险程度急昼上升。 当然,他们对仙殿传人也不曾看清,认为更危险了,因为他注定要主次身融合,三千周天才大决战时一定会出动真身。 二兔子离去了,得知十号安好便放心了,重归族中。 雪白小兔子跟十号约定,上界天才最强碰撞开始后可以结盟,共夺造化,而后蹦蹦跳跳的走了。 小胖子也憨厚的笑,挥了挥手,就此离去。 宁静的夜,月光下,十号与轻衣漫步。 我要走了,百川惠海,大战即将开始。 轻衣轻语,她不准备在天仙周参赛,而是另寻一地。 十号相邀,两人同行。 轻衣摇头,并没有答应,她说先要去一处神秘道土,一个人静悟几天。 十号知道,她多半是在考虑,如何与主身了断,一切都将在不久后的大战中进行。 那好吧,大赛中相见,看我如何斩强敌,到时候请你吃各种美味。 十号笑道。 轻衣无言,知道她是在说要烧烤各种强大的生灵。 柔和月华下,两人并肩同行,一直走了很远,很和谐与安密, 如同一对神仙眷侣。 天仙书院的学生有人见到,却在无人打扰。 轻衣离去,而十号也回到了至尊道场。 我要走了。 刚一回来,十号就听到齐道林这样说道。 老头子,你太猥琐了,模仿轻衣吗? 十号咕农,轻衣不久前刚说过,老家伙居然也这样开口。 混账东西,乱说什么呢,我有空盯着你吗? 齐道林瞪眼。 十号见到一脸严肃,不是说笑,赶紧正色,听他述说。 三世铜关中冲出十股仙光,广袤的无人区深处似乎出了一些问题,我想去探寻一番。 他皱着眉头说道。 这两日,他多方打探,了解到一些信息。 十号心头一震,道,进去的人都死了,你,要去冒险。 有死地,也有被各教掌握的一些活地,我不会冒险。 齐道林道。 十号放心,老头子能活这么久,各脚无法将他剿灭,肯定有自保手段,不会活得不耐烦而自己去送死。 只是,他的眉头很快又皱了起来,他刚有个臭名昭著的靠山,结果立刻又要失去了,这可不是什么妙事。 离去前,我有些话要对你说,然后去火州一个重要的地方走上一遭,从此就要消失很长时间了,你自己当心。 十号文言点头,他也即将离去,准备找打神石还有黄蝶,而后参战。 记住,大战开启后,给我宰了仙殿的兔崽子,别给至尊一脉丢脸。 其道林郑重的说道,无比严肃,且力起了眼睛。 第七百九十一章 先况 十号刚要点头,其道林又补充,道,尽管他很强,你多半不是对手,但,一定想办法,将他给我斩了。 十号顿时不爱听了,连垮了下来,道,老头子你什么意思,我都击败他两次了,还杀不了他吗?别灭自己威风。 其道林叹了一口气,道,若非近日才有传闻,我都不知道。 行走外界的那个只是他的刺身,小看他了。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深刻明白,仙殿传承者主身一定会更强,而一旦融合,修味将难以揣夺。 在他看来,仙殿传人甚至有了同古代那些怪胎一较长短的资本与底气。 当时号听闻这些,很不服,道,能有多强? 会强到离谱,绝不是主刺身一加一那么简单,而是会猛然爆发,一旦融合,他的战力如火山喷涌。 其道林叹道。 就是他也没有料到,仙殿传人会秘密修成这种古法,因为很难练成,十分凶险。 原以为,仙殿只是在以月禅做试验,不曾想,自己的传承者也修行了。 这一事,竟有两人成功。 十号促眉,道,有这么可怕吗,那古法到底什么来头,不行的话,我去问清医药,也修行一番。 比你想象的还可怕,是一个不灭的生灵所创。 不过还是不要学了,一人分成两身,一个弄不好就会出大问题。 不灭的生灵? 十号一惊,一下子想到了曾被镇压在下界五行山下的至强生灵。 那个存在很可怕,据闻是这一纪元最古老时代的无上生灵的一父子,而且也许与坤鹏有关,当然只是传说而已。 其道林说道。 十号文言,内心中八卦还知火熊熊燃烧,当即就问了起来。 其道林摇头,他也只是听到的一些传闻,那个不灭生灵不曾看到过父母,出生后就被封印在混沌中百万年, 后来才出世。 十号发呆,果然是被封在下界那尊。 仙殿有一些盖世秘法,但却不是他们自己所创,而是得自其他道筒,手上可谓沾满了血痒。 其道林冷笑。 十号终于明白,为何不灭生灵被镇压在五行山下,依旧难以被杀死。 仙殿所得的法有缺陷,并不完整。 那不灭生灵同样是一分两身,只要一身死去,另一身还活着,就可以再生。 并且,他每死一次,经历一次涅槃,进行一次生死感悟,都有可能会更强一些。 这就是无缺法与仙殿所得法的最本质区别。 分成两身修行,融合时会变到最强。 但是不灭生灵的无缺法,还能有生死涅槃,更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说,想真正杀那不灭生灵,除非将他两身都同时击毙,不然的话每次只杀一身,只会让他感悟越来越深,可能会更强。 十号询问,如今的不灭生灵去了哪里,这未存在绝对是站在他这一边的,结果得到的消息与传闻一样,早已进入广袤无人区深处。 一切的根源,难道都是要去那里吗? 十号清语,他觉得,柳神,小塔也可能直入禁地最深处了。 而今,连奇道林也要去了。 你要小心天人族的决心,我不在的时候,懂得自保。 老天人告诫。 他特别叮嘱,称那护道者生命无多,上次战败,直接逃走,多半是为了能真正发挥最后的余热,也许会走极端。 当然,天人族的护道者若是出手,肯定不会留把柄,会把事情做得很干净。 我有自保手段。 十号道,身上有两枚破戒符,不用担心,竟等大赛开始就可以了,等再次出来,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他曾听闻,这样的旷世天才大战,每一次最短也要一年,最长的一次居然长达百年,那些人才出来。 时间最长那次,甚至有人逆天,直接成就了天神位。 嗯,努力吧,进入仙谷,除却最大的造化,还有其他绝世神果,仙料等,得到一种旧受用终生,比如说天神果,吃下去的话,嘿。 其道林眼中灿烂,他很遗憾,自身进不去,不然的话一定会将些圣人墓,天神果,仙胎等扫荡各干净。 里面的神圣之物太多了,各大教都眼馋,这也是为什么培养与鼓励弟子参赛的原因所在,即便不得第一,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绝对会有巨大收获。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比如说各种危险。 十号问道,请教经验。 危险很多,每次都不相同。 其道林说道,而后又提醒了一遍,天人族虽然败了,但不容小觑。 十号工农,该族没落了,所谓的初代优语如果不是近来融合了天命石,不可能强到离谱,跟他血拼那么长时间。 就知道你大意了,天人族可不简单,史上曾有个年轻人融合了三块天命石,号称三弹天君。 其道林摇头。 什么,融合了三块天命石,资质逆天了吗? 十号吃惊,太古年间出了六大天人,也不过是六块天命石。 居然有一个人,曾经独自融合了三块天命石。 他的资质一般,不是初代,不曾融合石,默默无闻。 其道林说道,但又严肃补充,道,但是,他实现了三次完美进化,资质再差,也无法想象了。 还活着吗? 十号醋眉。 据闻,探索一处先古一记石,他意外失踪了。 其道林说道。 接着,他又道,百川惠海早就开始筛选,报名了,你一直没太在意,而我现在时间也不多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十号。 这老头太不负责了吧,十号富匪,不是说一些大叫直接可以选送吗,不用各种繁琐步骤。 随便找个道统蒙混过去就可以了,并不严格。 其道林拍了拍他的肩头。 而后他又叮嘱了一些须注意的问题,道,我该走了,去火州的仙矿走上一遭,看一看能否得到一桩造化。 仙矿,十号吃惊。 他知道,火州多神矿,生产各种天才地宝,也有一座传闻中的仙矿,但是自古以来没有几人能进去,异常危险。 我为什么将道场放在这里,就是因为盯住了那座骨矿,等了很多年,这次可能有短暂的机会,稍纵即逝。 其道林曾偷师百家,曾经在一处圣地中道出过一枚骨片,上面记载了一些密文,借此能发觉仙矿出世的征兆。 等了很多年,他终于看到了端倪。 道主,带我去尝尝见识。 好。 其道林很痛快地答应了。 火州,并不都是大草原,最深处还有各种地形。 这是一片戈壁,寸草不生,杀粒遍地。 师徒二人等了足足六日,都快失去耐心了,终于出现了异常,远方的地面出现裂痕,喷勃艳鲜光。 而且,随着时间流逝,那里传出了大道轰鸣声,越来越响亮。 十号道西冷气,而其道林早已长身而起,盯着那里,目光灿烈,如同火炬在燃烧,浑身浮现古文。 轰。 地面崩开,一座大山从地下升起,缭绕着带转混沌雾矮,巍峨与高大无比。 在半山腰那里,有一座古洞,喷发瑞霞,仙雾弥漫,景象惊人,大道轰鸣声震耳欲聋,如同海啸般。 等了这么久,还真有发现的一天哪。 其道林不淡定了,神色激动,发出绚丽符文,带着十号直接冲了过去。 这是一座古老的矿洞,刚一进来,就感觉到了一股浓郁的神圣气息,让其道林都巨震。 仙道气息。 如果是这样,他觉得干脆将这里开辟成洞府算了。 花费多么巨大的代价都值。 然而,很快他就不能憧憬了,感应到了一股让他都惊悚的气息,这可不是什么善地,有未知的危险。 这,不是天然行程,是人为开凿的。 十号说道。 与其说是一座古矿,不如说是一座洞府,向里走去,居然如同殿堂般,而且石壁上有抚痕,剑痕等,很明显,这是凿出来的。 不太对,这剑痕,抚痕,是绝代高手所留。 其道临心惊,强大如他这种人,到了这般境界,外物很难让他动容,可是到了这里他却一再变色。 这是,无上禁忌高手所留。 他瞳孔收缩,盯着洞壁,越是细看越是震惊,因为每一道痕迹都有着无法言喻的大道神韵,悬傲无比。 要知道,这不是那些人有意为之,不是为了传道,只是正常的刀削,俯砍,是为了开凿这座洞府留下的。 便是如此,还能展现大道奥义,这简直无法想象,那些人的多么恐怖。 其道临看出了,这不是一个人所留,最起码有五六种兵器的痕迹,都是盖带高手所为,强大道令人心颤。 这是魂元石。 其道临终于认出,这洞府石壁的来历,简直石破天惊,惊得他睁大了眼睛。 太奢侈了,居然是魂元石。 所谓魂元石,诞生在混沌中,坚硬到难以想象,价值可与世界石比肩,是天生的质宝粗胚。 还有没有天理,用这种质宝开辟洞府,该天打雷劈啊。 其道临怒道,太可惜了,怎么能如此浪费。 魂元,常与真仙连在一起,这是仙道保料,已失去的那个纪元才有魂元真仙。 这是仙古时代的洞府。 想通后,师徒二人都是一惊。 其道临想探寻,刚以手触摸石壁上那些斧痕等,结果当即矩阵,快速倒退,脸色有些难看。 显然,当年的几位盖世高手所留下的痕迹过于恐怖,蕴含着无上大道之力。 他没有再继续尝试,因为时间不多,不能过久当个,带着石号向里冲去。 狠开,他们明白了一些状况,因为洞壁上有不少裂痕,那是法力震荡所谓,更像是质宝对拼石受损。 我明白了,这是一块魂元石残片,本是一件质宝,只是在与人大战时破碎了,故此被用来炼成洞府。 其道临说道。 不然的话,没人会这么奢华。 即便如此,也彰显了这洞府超凡,几位盖带高手凿客,化作骨矿,这里,让人期待,笼罩着神秘雾矮。 第七百九十二章 仙宝殿 果然是在大战中受损的魂元石。 其道临盯着前方,越发神色凝重。 仙矿很空旷,在道路上有一块很大的魂元石料,是从洞壁上脱落下来的,断开处有很多的裂痕。 这让人浮想连天,当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大碰撞? 连魂元石炼成的质宝都破裂了,这有点不真实。 魂元真仙,与世同存,万古不符,结果这种最顶级的鲜料依旧是碎掉了,令人瑕疵无限时,也悚然。 收起来,虽然均裂了,但是带到外面去依旧是神圣宝料,练蜜宝石随便掺上一小块,就可以让品质提升一大截。 其道临说道。 眼前这么大一块,九尺多长,如果拿出去拍卖,绝对要惊掉一地眼球。 自古以来,混元石没有发现鸡块。 当然,这块是不可能炼至宝了,因为内部裂纹比珠网还密,曾遭受制强大道的冲击与碰撞,受损严重。 十号毫不客气,将它收进乾坤袋中。 不太妙啊,阻力越来越大了。 其道临簇眉。 随着前进,鲜矿的石壁上各种腐痕,剑草等,散出的大道傲益越发明显,形成一种巨大压力,让空间都模糊了。 十号暗叹,这地方让人耸人,究竟是何等境界的禁忌强者所留? 只是正常的开凿洞府就如此,真是变态。 随后,洞壁上出现了一些古老的刻图,很神秘,竟散发雾气,图案中有古代仙民,更有各种不曾见过的奇异生灵。 坏了,这些图案蕴含的大道傲益更多了。 其道临放缓了脚步,他一脸严肃,额头上竟冒出了汗水,瞳孔中金光暴射,他在运转八九天宫, 全力对抗。 吃! 其中,一幅刻图中有位仙民手中持着一柄剑,此时竟迸发出剑气,斩了出来。 剑光如红,击穿虚空。 十号目瞪口呆,这太,变态了。 无法想象,当年的人的多么厉害,凿刻下的图案都这么恐怖,令其道林都只是躲避,没有去硬汗。 还好,只是一位仙民持剑。 其道主之擦汗。 十号也无言,若是雕刻着一位真仙,手持法剑。 难道还会批出鲜光不成? 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图中有大道真意。 很快,其道主神色难看了起来,因为那图中的剑是断裂的,时刻早就受损了。 这,简直就是战先屠戮,若是能在此修行,将所有抚痕,剑意以及各种生灵古屠都参悟透彻,绝对受用终生。 十号轻语。 就是在仙谷,这里恐怕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地方。 其道林郑重点头。 连他都有点不想走了,很想盘坐在地,就此闭关,感悟古人随手刻下的真图,参悟当中的无上真意。 可惜,时间无多。 按照我得到的那枚古片上的记载,机会稍纵即逝,在这里待不了多长时间。 看天缘吧,最后我们离开时,若能将整座洞府收走,那就逆天了。 其道林说道。 终于,其道林顶着巨大的压力,带着十号来到仙旷深处,更确切的说是这是一座巨大的古殿,仙气阴晕。 这里太神秘了,洁白雾气缭绕,如同进入了人间的居所,吸一口气浑身都舒泰的不得了,机体发光,伴着光雨,要羽化飞生般。 了不得的神圣古地,真是不可想象。 就是其道主都睁大眼睛,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殿堂幽记,宏大无比,透过雾碍,可以看到前方那里像是有很多神位,被供奉在上,流动秘密。 而四币也很不凡,凿刻着诸多图案,从花鸟鱼虫到古代祭祀,再到仙民,日月,各种生灵,仙料等。 这里有点特别,所有压力都消失了,内敛于图案中。 暂时安全了。 其道林说道。 道主,你赶紧寻找想要的至宝材料吧,我在这里盘坐一会儿,看一看能否有所误。 十号说道。 好,你小心点,别离我太远。 其道林说道。 十号当即盘坐下来,石壁上图案很多,一副又一副大道气息内敛,他扫过去后心神摇动,仿佛要陷入一个又一个大世界内。 不久后,十号无所绝时,其道林却是一惊,回头看向他,露出亚瑟。 在十号脑后,出现一道光环,而后凝聚,祥和灿烂,如同镜子般,将他衬托的宛若古僧这种修行者,又像是一尊神主。 他脑后的神盘光滑流转,居然映照出一组又一组图案,刀痕,俯刻,仙民,日月,各种生灵,像是在模仿所有古图。 这小子,还有这种能力。 其道林直教邪门,非常吃惊,因为他竟感觉那神盘映现出的图案,与石壁上的一样,蕴含诸多大道真意。 道主你在说什么? 十号狐疑,抬头看向他。 在他说话时,脑后那如同镜子般的符纹神光消失了,他并无所觉。 其道主惊异,而后道,没事,你继续,不用管我,别分心,就跟刚才那样参悟吧。 结果,时间不长,十号自己还在私存,参悟时,他的脑后又出现了符纹光盘,如同宝镜,显化洞府中的各种古图,映照那些大道。 其道林瞳孔收缩,盯着那镜子般的神盘,他若有所觉,但是没有开口。 很快,他转身向前走去,怕时间来不及,居赶快行动,冲向最前方的那些被供奉起来的神位。 很快,十号就将各种古图看了一个遍,而他脑后莫名出现的神秘光镜像是能映照朱天般,显化了所有图案。 他一番体悟,发现这里的大道太尖色了,短时间内不可能领会出什么,便向前走去,看其道林有何收获。 只是,他脑后的光镜不曾连去,依旧在映照。 其道主站在前方,很吃惊,逐一打量所供奉的东西。 这事,十号也震惊。 并非什么神位,殿堂中供奉的竟然是各种仙料,流动蒙蒙光辉,被雾海淹没,景象惊人。 难怪被称为仙旷,居然如此。 其道主探道。 这一排东西,每一件都可振动古今,随意取出一种都会让上界的教主们眼红,会因此而厮杀,争夺,血战。 天缺时,世界时,浑源时,随便一眼扫过去,就能见到四五种旨在古书中有记载,而难以在现实中寻到的至宝材料。 十号也被惊住了,皆是至宝粗胚,任何一种都无价。 其道林激动,大秀一卷,就要全部收走,然而光影破裂,就如同气泡般消失,那里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什么,幻景,早就被人拿走了。 他额头清津直跳,这太遗憾了。 很显然,即便是在仙古时代,这里也是神圣殿堂,供着各种无上仙料。 这边 十号点指,另一边还有一些材料,同样让人眼红。 虚空金,五行金,大罗仙金,其道林双目中如同有火焰跳动,情绪激荡,难以自意。 他大秀一卷,结果依旧如刚才那般,如同泡沫破开,全都消失,直到他的手掌离去,又再次浮现出来。 可恶 其道林低吼 就是十号也无比遗憾,进入宝山,却不能得到,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令师徒二人如同白爪挠心。 真龙脚,黄慧 师徒二人真的快癫狂了,所见的至宝材料不可想象,全都是只在传说中才能出现的东西。 可惜的是,其道林几次出手都落空了。 别告诉这里是空的,如果是这样我非拆了它不可。 其道主恶狠狠,他向前走去,直接盯住了最高处,最中心的地方,那里供奉的东西应该最吸针。 浮开洁白雾气,那里并无泡影,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有一块石头。 十号大喜。 其道林也动容,最高处居然有东西,可以收获到手。 他快速一甩袍袖,收了过来。 很快,他脸色阴沉,东西到手了,但是仔细打量后,他确信这不是质宝,只是一块巴掌大的黑色石料。 这是石皮,曾有一块宝料,被黑色的石头裹着,弓在最中央,可是,消失了。 其道林愤怒,仰天长叹,弓在最高处的东西连是什么都没能见到,只是留下一脚石皮,让人遗憾。 应该是被仙谷的人用掉了,这里显然是一处神圣宝殿。 十号道。 其道林快速出手,接连撼动那些泡影,轰的一声,终于有三四种爆料有了反应,发出大道轰鸣声。 只是,几种神料都被封印着,即便漫长岁月过去了,那种力量干枯,封印军裂,也很难撼动,这不得不让人发呆。 哦? 突然,莫名叫声传来,让人神魂皆颤,有一股巨大的威胁在临近,从古殿一侧苏醒。 给我开。 祈祷林大吼,运转八九天宫,并且嘴里喷出一口血,燃烧成光,加持自己的无上大法,集中一身巅峰站立,只攻击一种爆料的封印。 轰。 他一把向前抓去,而后带着十号,急速冲出这座殿堂,头也不回得远去。 隆隆。 响声不绝,嘶吼吓人。 吃的一声,师徒二人在肩布绒发间冲出了仙矿,鼓动喷勃锐气,冲出仙光,神圣无比。 等他们回头,发现仙矿所在的大山开始沉陷,即将没入大地下。 并且,在洞口那里出一个人形生灵,居然闪烁七彩霞光,正在盯着他们。 一块七彩仙金。 齐道林惊叫,后悔不迭,真不该逃,原以为是什么怪物,不曾想那是一块至宝粗呸。 道主,别后悔了,那仙金通灵了,你看他是人形的,像是个女人。 人形的怎么了? 齐道林愤愤,因为跟他手中的东西一对比,两者的光彩差距太大了。 十号无言,他觉得那块仙金肯定极度超凡,齐道林不一定能对付,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走出鼓动。 而显然,想将大山与仙矿收走也是不可能的了。 果然如古书记载的那般,机会稍纵即逝,那座大山缭绕着混沌器,沉入地下,就此消失不见了。 他是会移动的,数千上万年过去后才能再现了。 道主,你得到了什么? 十号向他手中望去。 齐道林醋梅,他并不认识这种材料,灰扑扑,没有一点光彩,扔进土堆里估计没人会注意。 不过,很快他便不失望了,露出惊喜,因为无论怎么用力,根本难以损毁这材料分毫。 先料,他大胆得出结论。 这块四金非金四十非十的天才,坚固不朽,能有人头那么大,若是炼制秘宝足够了。 道主,你这次收获巨大呀。 十号羡慕,仙旷自古存在,多少人都想进去,得到至宝,结果都失败了。 齐道林能成功,是因为守了数千年,捕捉到了短暂的机会,故此成功得到宝料。 便是这样,如果传出去的话,也足以轰动上界,先料嘛,各大叫谁不眼红,自古能有机快。 小子,你的收获不会比我小。 齐道林露出异色,看了他一眼说道。 我收获什么了? 十号功能。 别急,不久后也许就有体现了。 另外,我提醒你一下,日后若是看到有大道奥义的地方,一定要停住,仔细揣摩,哪怕一时领会不了,也要花费时间钻研。 齐道林告诫。 终于到了分手时,十号像是想起了什么,道,道主,至尊殿堂可能被一只大乌龟驮着,从下界上来了。 嗯,我知道,一头银黄最先看到的,结果被先殿的传人与几名老仆追杀。 齐道林点头。 十号一正,不过也势然,这种事情连一些初代都得惜了,当日共同追杀那银发女子,齐道林怎会无绝,肯定比谁都上心。 我一定会让传承再现。 齐道林浑身发光,目光坚毅,赤裂无比,而后撕开虚空,就此而去。 随后,十号也上路,离开了火州,天仙州这块区域,也开始远行。 第七百九十三章 汇合 十号是从一座巨城离开的,借助可以横跨数十周巨型传送阵。 不然的话,凭飞行,天知道需要花上多少年。 一周,从一端走到另一端,最短也要数千万里,长的画数以一计,简直是天文数字,大到无边。 就更不要说,数十周,上百周的距离了。 魔周,自古出魔,乱天动地,每过一段岁月都会有大战,是一个醉雨穴之地。 明洞上界,号称植物系强者云集的魔魁猿就在这一周,且毗邻天州,同天人族遥遥相对。 十号来到魔周,自然不是想招惹那些大势力,哪怕跟两大教室同水火,也不可能现在就去登门。 他只是为了看望自己的爷爷,分开有一段时间了,而他不久后就要去参加三千州大战,来此告别。 这是一片荒原,人烟罕至,草木稀少,而最深处更是有一片火山群。 大魔神就在这里隐居,当日分别时,十五爷因在恶魔岛吸收了魔尊真血,体内有阴气,居浸泡在火山岩浆中才觉得舒服。 火山成片,寸草不生,一座又一座山口向外冒火光,有的更是流淌岩浆,鲜红与炽热惊人。 爷爷 没有任何意外,十号仔细寻找,在一座火山口中见到了自己的祖父。 十五爷盘坐岩浆中,满头灰发中带着黑色发丝,正在打坐,听到喊声,苏醒了过来,顿时大喜。 孩子! 他迈步而出,穿上一身灰色衣衫,快速走来,脸上写满了喜悦。 这里与世隔绝,他并不知道十号所经历的一切,但是能够这么快相见,还是有很欣慰与激动,心情血浓于水,化不开。 爷爷你的气色好了不少,白发都快变成了黑发,再次相见会不会是直接成为一个小伙子。 十号开心,跟自己的祖父开玩笑。 哈哈,十五爷心情很好,体内的阴气快出净了,并且他伸出自己的双臂,展示给孙儿看。 啊,重生了,太好了。 十号大喜,十五爷断掉的手臂终于生长了出来,不再残疾。 到了尊者境,就可以肢体再生,不过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孩子,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在外面都遭遇了什么? 十五爷问道。 没什么麻烦,吃得好,睡得香,到时遇到了很多大机缘。 十号怕祖父担心,并未提各种惨烈之事。 臭小子,还想瞒我,看你的样子就是故意报喜不报忧,说吧,爷爷又不是外人。 十五爷双目深邃,似可洞彻一切。 当十号坦白,说出这段日子以来的经过,十五爷愤怒,道,天人族太过分了。 同时,他也欣慰,孙儿有了一个厉害的师父。 祖孙二人有很多话想说,一聊就是大半夜,十号告诉自己的祖父,马上就要去参加天才大战了,也许一走就是很多年。 昊儿,你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要名次,只要活着就好。 十五爷拉住他,他是一个硬汉,但转头的刹那,老泪差点落下。 十号也是鼻子发酸,抱住自己的祖父,道,爷爷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活着回来,谁都收不走我。 不为别人,只为祖父,他也保护好自己,活着回来。 戴上这个。 十五爷将原始真解万灵图拿了出来,要他戴上,他反复研究过,觉得这巴掌大的营白骨图很不一般,也许能派上大用场。 十号点头,将他戴上,因为在荒域西陵兽山时,此图就曾有所变化,显示过不凡。 爷爷,这就是天命石。 他想送给自己的祖父。 这东西若是还能融合就好了,可以让你更进一步,可惜了。 十五爷摇头不要。 天命石则人厚,即便再取出来,重新选人融合也不行了,无法再实现完美进化。 咔嚓。 十号直接用虚空战戟斩断一半天命石,塞在十五爷手中,道,虽然不能融合,但这东西研磨成粉,却抵得上神圣宝药。 将离别,祖孙二人依依不舍,有着太多的话想说。 对了,浩儿,这里可能有一种蛊火,是造成火山群成片,没有尽头的原因所在。 十五爷告知,想让自己的孙儿留下来,收服那火种,提升实力。 不用,我另有其他办法。 十号摇头,并且将其道林所传的仙谷祭祀语告诉了自己的祖父,若有机缘,也许能收到那种蛊火。 终于,到了分别时,祖孙二人都忍不住落泪。 因为,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见了,也许几年,也许就是上百年,还有可能是永远。 三千州大战,一般的修士也许无问题,可是想夺最大造化的人,注定要生死血拼,最是危险。 十号离开,在魔州远渡时他格外小心,几番周折,转行他周后才借助巨大的传送阵前往五行州。 不知道打神石与黄蝶是否还在。 当初曾经约好,要他们在某一地等待,不要离开,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两个家伙还在吗? 青石道路两旁古墓葱龙,这是一座小镇,才有不少古术。 十号在这里驻足片刻,确定方位,而后飞向不远处的山脉,降落像一座海山。 吃! 一道神红飞来,对着十号的脑门就撞击,快到极致。 他一惊,快速躲避,然而那东西如影随形,再次轰杀。 当!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那道神红熬怪叫着。 十号不动声色,取出丹炉,打开炉盖,收这道神红。 小子你太坏心眼了,想用仙坟的诅咒对付我。 正是打神时,吃的一声落下,出现在十号的进前。 随后,黄蝶出现,如一道金线横空,落在十号的发丝上。 十号大喜,两个家伙一直等在此地,果然没有离开,省却了他寻找的麻烦。 小子,你消失这么久,听闻跟一个妞血色浪漫数十万里行,结果让人捉去当上门女婿差点宰掉。 打神时大笑,一副欠揍的样子。 死东西,刚见面你就接我伤疤。 十号抓住他,右手发光,猛力捏动。 啊,撒手,混蛋,你的手怎么这么硬? 打神时怪叫,当然他肯定是有夸张成分,他法力不见得多深,但才智是顶级的,坚固无比。 你太不像话了,一走就这么长时间,让我们在这里啥等,自己四处闯祸,那么多刺激的事,居然不带上我们。 打神时这混蛋总是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而后世大喇喇的向十号要礼物,用以补偿。 十号一巴掌将他拍翻,道,别转移我注意力,上来就主动挑逝,你肯定惹祸了。 说吧,银子哪去了? 所谓的银子,正是那只沉眠的银黄,到现在了,十号自然能确定,绝对就是那个银发女子。 元天秘境开启时,依照规矩,他只能自己进入,不能带其他生灵跟随,银黄沉睡,十号将他交给了打神时带着。 那傻鸟,被我追杀跑了。 打神时一脸傲然之色。 胡说八道。 十号一看就知道他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急忙看向黄蝶,向他询问。 因为那银发女子知道至尊殿堂在哪里显现过。 结果,黄蝶传出一段神识念,告诉他,银黄苏醒,化成一个美丽绝伦的银发女子,狂奏打神时,追杀他数以万里,狠狠出气,最后才离去。 你不说,他被你追杀跑了吗? 十号问打神时。 妈的,这只该死的鸟,它是凤凰后代,快反祖了,化成了一只银黄,重伤过后沐浴神火而觉醒,更强大了,气死我了。 小子你笑什么? 你将人家的银语剪掉,弄得七零八落,像个鸽子似的,结果他将那口气泉撒在我身上了,那凤凰燕实在让人受不了,我他妈的,太倒霉了。 打神时气的跳脚,诅咒连连,这次又吃瘪又丢脸,让他郁闷无比,若非逃得够快,差点被抓走。 当日,十号怕银黄被人认出,直接给他来了个席剪吹,将一身荧光闪耀的宝宇修里的参差不齐,当时就让那银发女子险些背过气去。 他复苏后,不用想也知道,肯定要气到抓狂。 人家一个姑娘,被你看管,不找你出气找谁出气。 十号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云淡风轻的嘲笑。 小子,我跟你拼了,是你折腾那丫头的好不好,凭啥算我头上。 打神石怒吼,扑了过来。 然而,紧接着他眼睛就直了,口水哗啦啦向外流,盯着十号手中一块五光石色,仙霞澎湃的其实,那东西太奇特了,染得整片天空都色彩斑斓了起来,神圣祥和无比。 这是,他狂咽口水。 天命时。 十号一脸平和的说道,在手里颠凉。 敖屋,送我。 他直接就扑了过来,张嘴就咬。 刷。 十号横移,躲避了过去。 大哥,看在我忠心耿耿,一路跟舍生望死跟随你的份上,一定得给我呀。 打神石肉麻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那银皇找我麻烦算什么,应该的,下次见面依旧由我出面搞定他。 不,这么一个漂亮到惨绝人环地步的银发女子,冷艳到了极点,由你搞定,麻烦我来扛。 话说,你都替他修剪银色羽毛了,亲密接触,这种是我保证会去传的沸沸扬扬,天下皆知,让他只能与你成婚。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胡说什么呢,少给我惹祸。 十号瞪眼,这家伙明显是讨好加威胁。 十号将天命石一分为二,给了自己爷爷半截,剩下这半截本来就是打算给打神石的。 大哥,你太好了,可惜我是公的,不然非要以身相许不可。 打神石无耻的嗷嗷怪叫,一口吞下天命石。 一瞬间,他浑身发光,一慧耳赤红,一慧耳紫气东来,一慧耳又洁白如玉,不断变化,神圣无比。 你能融合? 十号一惊。 当然,他是石头,我也是石头,早晚能融合,所谓的责主,那是对其他生灵说的。 打神石傲然。 十号文言心头狂跳,还能如此? 嘿嘿,不久的将来,我要崛起了,完美进化,将成为天下第一石,小子赶紧多拍我马屁,以后大哥我罩着你。 吞下天命石后,他又开始嘚嗦了。 你这混蛋,过河拆桥。 十号瞪眼。 我帮你挡灾。 那银发女子追杀我数以万里,差点没把我拆了,这是应得的。 他理直气壮,而后大声宣布,道,从此以后,我要改名叫命运之石。 然而,很快他眼睛又直了,盯住十号的手掌,那里又出现一块石头,古朴无华,但却有一种大道气韵。 这,是什么? 打神石颤抖。 混元石。 十号云淡风轻的说道。 大哥,你是我亲大哥,给我吧,一定要送我呀。 打神石扑了过来,口水狂流,净化出一对十字手臂,抱着十号大腿,死不松开。 十号邪逆他,不予理会。 大哥,将混元石给我,一旦我成功融合,天下第一石非我莫属,日后不用你出手,全包在我身上了。 打神石擦口水,狂许诺。 十号颠了颠手中的石料,这仅是一小块,空间法器中还有更多。 亲大哥,只要有你什么吩咐,我保证顺利完成。 他就差满地打滚了,抱住十号大腿,死不松开。 大哥,我会暖床。 最后,他语不惊人死不休,来了这样一句。 滚。 十号一脚踹开,感觉浑身寒毛倒数。 呃,说错了,我是说会抓暖床人,那冷艳高贵的银发女子不是不可一世吗?回头我抓来,给大哥暖床。 打神石拍着胸脯说道,并扬言,一旦融合魂元石,还可以去抓来各叫圣女。 你的节操呢? 十号无语地看着他。 为了混元石,一切皆可抛,一切都可做。 打神石脸皮超级厚地叫嚷道。 拿去,别叫了。 十号实在受不了他,一口气扔给他十几块,让打神石傻眼,而后嗷嗷叫个没完。 亲大哥,以后看我出马。 他终于不敢过河拆桥了,因为觉得,十号身上肯定还有不少魂元石。 十号没有搭理他,对皇蝶道,这次没什么好的礼物送你,但马上就要进仙谷了,那里有天神国等各种宝药,一定让你吃个够,迅速蛻变。 接下来,他们离开此地,静止赶往恶魔岛,十号觉得,三千州大战,各较弟子肯定都有非常可怕的后手,他也不得不认真准备。 这一次,有惊无险,他重走天河路,耗石数天,将自己劈了个死去活来,用丹炉收取了大量河水。 同样,他也收走了不少仙坟土。 幸好,他学成了雷地宝树,且对这里的诅咒了解透彻,不然的话会如此上次那般耗石半个月以上才能收集部分。 走了,该动身了,大赛即将开始。 十号说道。 去哪里? 打神时询问。 最终。 十号说道,据闻那是从下界上来的生灵的聚集地,火族等都在那里有根基,也许火灵儿就在那里。 最终,这样的名字,让十号心中很不愤。 而他希望在这一周崛起,杀出一个朗朗乾坤,映照出大势辉煌,登临巅峰。 三千周大战,我们来了,什么当是天才,什么古代封印下来的怪胎,统统放倒。 大神时大叫。 大神时语查看。